但是全清朝野的一国宰相 就算在朝堂上指路为马都没人敢反驳你 可如今却被小皇帝联合满朝文武剥夺你丞相之位 就连指负为婚的公主都要与你废除婚约 而你不仅毫不在意 反而高兴不已 只因你厌倦了朝堂的尔虞我诈 下半生只想过舒坦日子 可在你离开朝堂后 小皇帝怕你为他国出谋划策 直接派出百万大军追杀你 你被逼无奈只能斩杀这百万大军 并且娶了一国公主 从此自建王朝当老大 此时朝堂内三个大臣带头上书 与大大小小数百位官员请求剥夺你丞相之位 皇帝故作沉思后慢慢开口 李清 百官所闻你也听到了 正很难办 李清听风吧 从今日其勉去你的丞相之位 任你为京都服役 听到这你心中暗暗发笑 当初你穿越这世界的时候 小皇帝还是个落魄皇子 你用自己的能力帮他稳定朝堂 如今国泰民安 他就开始羡慕杀侣 你抬头看向皇帝旁边的公主 她是你的未婚妻 此时却没有帮你求情的意思 看到这你知道 如今自己是砧板上鱼肉任人宰割 这一切只因你能力太强 有一种和他平起平坐的感觉 皇帝心中不悦 想要找理由将你贬值 却不曾想你一心未博 让他挑不出任何毛病 只能联合大臣罢出你的职位 就在你沉思时 脑海中响起了系统声音 感知到宿主正在纠结 人生选择系统正式启动 现象宿主发布选择 一选择忍气吞声接受降官 任劳任怨当的牛马 奖励先天一口窝囊气 二选择隐忍折服和玉帝名争暗斗 奖励五道一品境界 三选择罢官离去 奖励五道五品境界 公天圣龙宫大圆满 脑海中突然出现的系统声音你不陌生 这个东西它早就有了 只不过一直没有个动静 如今却是出现了 你的内心看着三个选项 已经掀起了惊涛海浪 这个世界可是有五道的存在 你一直很向往 但是邵续雪跟自己说 你的天赋乃是百年不见的五道气体 不能练武 如今终于有机会了吗 邵续基看着呆滞的你 以为你是被自己给震慑住 心里那叫一个爽啊 你越是这样他越开心 黄泉才能够凌驾于一切之上 百观也是注视着这一幕 好奇你会怎么抉择 同时大家的心里多少也是有些绩效和感慨 毕竟你可是从来不和他们联合在一起 甚至对他们很冷淡 如今却是被自己信任的皇帝被辞了 看你如此 邵续雪翘脸上古井无波 但是心中对你还是有些抱歉的 你是他看上的男人 他也很喜欢 但是为了哥哥的皇权 只能让你受点委屈吧 不过在他看来 雷霆雨露拒是君恩 反正你还是个官员 又不是将其贬为白身 其实昨天邵续基找他说这件事的时候 邵续雪心中也是有点私心的 他向来喜欢压人一头 而你身为百观之首 群臣之头 对于他来说有一种反被压的感觉 喜欢你是真的 但是不喜欢被人压过自己也是真的 他可是享誉天下的女兵仙 二十三岁就已经达到了五道五品的境界 更是用兵如神 你比喻自己好像光芒更甚 在大狱开朝六百年 手腕和能力最高的宰府 当之无愧 可他太耀眼了 少许雪会觉得不舒服 他的夫君非常人 但也不能光芒胜过自己 此刻在所有人的注目之下 你夺不来到大殿中央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取下自己头顶上的官帽 缓缓放置在台阶之上 紧接着吞去自己的官袍 叠得整整齐齐 这一幕给所有人都看傻了 啥意思这是 没给他们过多疑惑的时间 你就开口了 臣你 叩谢皇恩 但身体抱恙 实难继续辅佐陛下 京都府尹之职 实难担任 今日正逢陛下开口 臣正好告老还乡 声音缓缓传送在大殿之上 少许雪会双目中满是恶然 其中还有一抹金色 御史大夫 大理四卿 刑部尚书等人也是一脸错了 不是 这是啥情况 他们就是想罢出对方的丞相之位 没想着让你刺官了 你走了 你的变革谁干 谁能干 谁敢干 少许雪转过头也满是不解之色 李珍 你是当真的 少许雪凌眸看着你 眼神中怒意声疼 声音中带着几分颤抖 这是何意 逼宫 你以为自己当真是不敢辞你 你的行为在他的眼里 就是赤裸裸的逼宫 臣确实如此所想 多年来感谢陛下信任 和各位大人的配合 主公安利 再不相逢 你说完 潇洒意里转身离去 甚至都没有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 扔盘子 那好 你直接掀桌子 给脸不要的东西 当年少许雪凌怕是忘了 对自己双目流泪 恳求自己帮他的时候 雷霆雨露 据是君恩 可别搞笑了 他是你 一手托起大欲万万名的天下文官第一员 此处不流言 自有流言处 时至今日你才二十岁 当你快死了是不是 没有多一个字的废话 李珍 你走了就别想再回来 踏过这道门 从今往后正和你恩断义绝 再无瓜葛 少许雪急了 不顾李一走下御街 指着你的背影大声呵斥道 声音满是撕裂的感觉 你 陛下 白马四下 当年你对我说的话可曾记得 再待下去 我还真怕你有一天要了我的命 你轻声说完脚步不停 说的话则是让百观心惧 这是在指责天子 你怎么敢啊 少许几一时沉默 当年在白马四下 自己声泪俱下 握着你的手犹如亲兄弟 君不负朕 朕必不负君 但是自己是皇帝啊 少许雪看到自己哥哥如此 心中勃然大怒 不就是贬个京都服役 又没说将来不能复原 未免太小题大做了 当即他来到自己哥哥旁边 李珍 你若是踏出了这道门 我们的婚约也作废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经过风雨怎么见彩虹 你要是走了算我看错你了 清冷的声音 更是宛如一把利刃刺进了你胸口 你因为的是区区这个官位吗 少许几能够贬了自己 那将来就能够霸出自己 流放自己 甚至是杀了你 如果你今天答应了 那往后自己的命 就不在自己的手上了 而少许雪这话更是可笑 身为自己的未婚妻 夫妻不替自己开口 反而站在他哥哥的身旁 威逼于你 可笑 夫妻不能同心意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而且还破自己 狗屁的彩虹 公主请随意 陈毅皆白身实属是配不上你 地别两宽各自安好 说完 你好不犹豫地离开了大殿 少许雪的眉头猝起 你简直就是疯了 疯了 往日对自己十分有理谦逊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走出大殿 你的眼前一朵朵雪花从天空跳落 伸出手看着萧荣在手中的雪花 突然间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谁到天公不好客 天将风雪送一人 壮灾 你肆意的笑声震耳欲聋 大殿中许多官员都是回头望去 风雪之中 一道人影刚毅不屈 闻人傲骨在一刻巨像了 纵然是你的正敌 此刻也犹然升起一股敬佩之心 大遇上至天子 下至文武百官 皇门太监的注视中 那道人影消失在风雪当中 少许姬挥动龙袍 走上玉街 怒怒元征 帝王之气迸发给大殿当中 带来了一丝阴霾 下指 耻夺李珍国公之位 取消其一切待遇 他不是想告老还乡吗 正如他的愿 从今天开始 他再也不是我大玉的丞相 他是一介白身 府邸收回 婚约取消 我要让他跪着来求朕 震耳欲聋的声音 代表着此刻他的愤怒 向来只有君父臣 哪日听说有臣子敢罢官 还不用天子答应 少许雪清冷的脸上 未有丝毫的波动 在他看来你完全是咎由自取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大玉没了谁都会存在 此刻 少许雪觉得自己皇兄做得太对了 这要是不杀一杀 你的威风将来还得了 百官据是行礼 但是心中心思各异 你改革在大玉如今还在进行中 权贵门阀如今仍旧未曾彻底根除 如今你不在了 谁还能主持这个工作 反正在场的人中 是没有谁有这个能力的 欲揭之下 一道金甲男子 双目紧紧地看着少许雪 眼神中满是星喜 他是如今的大玉天子 心刺的虎将赵不归 他爱慕少许雪 如今那个凡人的你终于不在了 自己也有机会了 一个小白脸 他赵不归早就看不上对方 少许雪这种犹如娇洋的女子 理应就应该搭配自己这般雄伟男子 京都 天宁芳 扑通一声巨响 国公府的牌匾应声倒地 砸成了稀巴烂 你看着这一幕没有任何的不是 反而拍手叫好 府中的下人在你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全部遣散了 每个人都给了一笔不菲的银子 一街宰相要是说兜里没钱 这说出去别人也不信 你有钱 李相国 这里已经被陛下命令收回 还请您 户部尚书为难地看着 明白 放心绝对不给你们添乱 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没动 你们安心处理就行 你笑着摆了白手 随后牵过一匹白马 一身玉色锦衣 任谁看了都得赞叹一声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李相国 陛下不过是想让您低头认个错 这件事就过去 您说您这是何苦吗 户部尚书叹了口气悠悠道 你回头看了他一眼 随后大喝一声 驾 你腰间跨着一把长剑 双腿一夹 白马飞驰而出 你已经决定不再大鱼带了 前世自己一直想去看看草原 因为各种原因没机会 你现在有了 系统的奖励也已经领取 体内真气循环 生生不息 如今一巴掌 可以将门口人高的石狮子打碎 有了自保之力 还不去畅游江湖 来这受鸟气 就算是去哪 还就是这个样子 皇帝依旧是皇帝 这个职业注定了他们人性的名秘 或者等你玩够了 推倒了自己来做 也不是不行 户部尚书看着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 还是年轻 闻人风骨值几个钱 他副手进入院子中 看着墙面上的字 红孔一锁 仔细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这说的是谁他心知肚明 李珍啊李珍 你简直就是疯了 怎么敢写这种东西 他现在想得其隐瞒也隐瞒不了 这么多双眼睛啊 真是取死之道 来人将这两句诗踏印送到入宫中 皇宫中 少旭姬看着那两句诗冷 哼一声随手扔开 在他看来这已经是你最后的狂妄 想来过不了几天 李珍就会回来跟自己低头认错 半个月的时间转眼而过 大鱼大将军覆 少旭雪一身 无者紧身衣服 手持长刀在院子中狂风席卷进草 他的每一斧头都带着猛烈的钢风 舞动了半个时辰 少旭雪将手中的长刀震碎 片片光刃碎裂在地 你的心不稳 强烈伤身 一个老者从院子口走了进来 师父 少旭雪将手中的刀把扔在地上 拱手行李 是在想李珍 不是 雪儿你的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的心我岂能不知道 老者诗诗然地坐在凉亭当中 少旭雪气鼓鼓地坐在凉亭上 师父 我就不明白了 他一个大男人怎么就这么不爽力 我皇兄也不是说要扁他为白身 只不过是在他先当京都府尹 将来还给他升官 他怎么就不能跟我皇兄弟头 君为陈刚 他怎么就不懂 少旭雪的声音满是生气 雪儿 这是从你的角度来说的 但是现在你的角度呢 那个小子我不是没见过 对方一声傲 你皇兄当初上位的时候 百官不服 臣民受苦 文法伶俐 如今励志清明 天下太平 文法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事是你皇兄做的 不是 是他李珍 如此才华不解党 甘愿当一个孤臣 你皇兄还要因为对方的态度而敲打对方 他能受得了吗 如此天纵之才 并非是那些庸碌之辈 如何能够同样对待 更何况 点了容易 岂可就难了 老者端着茶杯 淡然地说道 局外人看得更加清楚 听到自己师父的话 少许学美目低垂 内心满是复杂 难道他们真的错了 有负于你 他的师父是他最为相信之人 说的话自然有分量 师父 按照你的意思 我应该去找你 不不不 老者微微摇头 截然相反 这种人一身傲骨 死不回头 现在去我估计已经晚了 有这个时间 不如跟你皇兄汇报一下吧 如今你八官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九中 想想他的人多的是 绝对不能让此子加入其他国家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他才二十岁 未来前途无量 大狱是他一手造成如今的格局 若是他加入其他国家 少许学看着自己师父 美目不断争霸 他的师父曾经是中周一位老宗师 看事情和人极其毒辣 赶快去吧 那个小子已经离开了半个月 死子要不抓回来监禁一生 要不就赶快杀了 少许学起身匆忙离开了这里 老者手指为勾 茶杯中的水流凭空而起 旋转在空中化为一条猙獰的蛟龙 乾隆出渊 不够困难重重啊 随着话音落下 水龙瞬间建设四散为水化 自从你离开后 少许学起就陷入了无穷的麻烦当中 各种复杂的问题全部汇聚在他的暗台 一件事比一件事麻烦 其中牵扯的问题太过于广泛 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就是风波无限 这些事以前都是你处理的 前几天刚提了一个宰相 结果对方事情办得一塌糊涂 不仅没有帮他分忧 反而给他添了麻烦 你的政策还在实行 但是没有人拥有你的那种处理事情的思维和方式 对方那天马行空的思考方式 是谁都模仿不来的 陛下大将军公主求见 听到侍卫的汇报 少许学赶忙起身白水 让他进来 很快 少许学就急匆匆的走了进来 是不是你找你了 少许学眼神中有一丝的期望问道 不是 皇兄 我师父让我 少许学将刚才他和师父的对话全部吐了出来 少许学的脸色变得阴沉 他的确是疏忽了 在潜意识当中 他还认为你是对自己发小脾气而已 所以根本没想到这么多 你再如何也不可能对自己有这么强烈的怨气 但是经过领老这么一提 他只感觉后背发凉 大狱现在的政策基本都是你提出来的改革 如果你真的去了其他国家 那么给大狱带来的就是灭李之灾 皇兄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吗 少许学抬起那精致的面容问道 他在当初第一晚的时候没有去搭领 想着等你来找自己 结果后来等他想找对方的时候 已经晚了 你据说已经离开了京都 那个时候 他追还是能来得及 但是少许学放不下心中的高傲 所以就放任你离开了 在之后也是故意没有去想对方 所以也就彻底断了对方的消息 甚不知道 但是李珍他万万不敢去别的国家 少许记说这话的时候 显然是有些底气不足 当即白手道 传兵部尚书入宫 少许学轻叹了一口气 他们都估计错误了你对于大狱的重要性 现在一发不可收拾 陈兵部尚书拜见陛下 拜见大将军公主 一个有黑长相平平无奇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跪地行李道 方道 派人给我查李珍的下落 通知全国边境骑兵一定要给我找到李珍 找到他之后务必把他给朕带回来 是 陛下 方道起身领命 他也没问若是反抗杂者 方道离开后 少许记得眼神中透出一丝担忧 你从前不敢 但是现在他不敢确定了 从对方罢官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和他心中的那个人好似不一样了 少许学的心中也不好受 经过林老的解释 他感觉好像是自己错了 但是退一万步说 李珍就没错吗 他难道就不会主动来找自己 问题还是在李珍的身上 自己是个女孩子 即便自己哥哥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也应该原谅自己 公主之尊下架他 以他受点委屈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少许学想的心中逐渐坚定起来 这就是他的问题 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 受点委屈就这样 还能成什么事情 而与他所想差不多的就是他的哥哥 少许记自己为君 他为臣 退一万步说 他即便是这件事办得不对 李珍的办事方法就正确了 也不见得 从臣子的角度来说 自己不对 李珍应该苦口活心的跟自己解释 然后说通自己 不应该是以这种强烈的方式抗你 这就是他身为臣子的办事方法 倘若谁都效仿 那么他这个皇帝还怎么干 荒唐 话而言之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自己还没让你死吗 你就这样 要是真次死你那还得了 你岂不是要逼宫吗 不当仁子 他以前怎么没看到你是这种人 单州 中原九州的遗弃之地 广袤的草原一望无际 风吹草地陷牛羊 课本中的场景真实地出现在了眼前 你一身素色悬衣骑着白马 腰间跨着长剑 纵马及时在草原之上 心旷神怡 这里就是你向往的地方 今日解开枷锁 方知我是我 你随意地倒在草地之上 舒展身体 感受着与自然贴近的那种感觉 什么狗屁的朝堂风云 都被我滚远点 刺眼的阳光照射在你的脸上 光芒盛眼 半眯着眼眺望着天空 正当你欣赏着蓝天白云的时候 一张挂着灿烂笑容的面容映入眼帘 那双眼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很好看 你是九州人 女孩眨巴着眼睛问道 显而易见 你从草地上做起转身 看着突然出现的女孩 逆身的紧身短打幅 那有质的身材勾勒得十分清晰 不同于九州女子那般娇羞 女孩对于你的目光毫不畏惧 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 面容俏皮 标准的丹州女孩 不过是属于那种相貌上上架的 我叫朔颜玉儿 女孩大方的展露笑容 李珍你起身微微躬身行李道 丹州的地域广袤 虽然说就只有一州之地 但是顶得上中原九州三的大小 你叫李珍 和大玉的那个宰相一个名字 朔颜玉儿答非所问道 对啊 不过同人不同命 人家是宰相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笑着摇了摇头 自己的名字没想到在丹州 还有人知道 那个李珍肯定没有你生的好看 你是来游玩的吧 我带你去我们部落看看 朔颜玉儿那充满真诚的笑容 感染了你 好啊 我正发愁没有一个向导 既然如此多谢玉儿姑娘 你话音刚落 朔颜玉儿一把抓住你的手 拉着你牵着马往远处的 吹烟生腾之地而去 你的眉头不经意的皱了一下 随后舒展 笑容再次浮现 朔颜玉儿的手很软 软到不像是丹州女孩一样 丹州名风彪悍 六岁驯马 九岁弯公 十三四岁就已经驰骋草原 可惜这种名风 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强大的力量 反而被中原六国 把这里当成了马场 拉着手两人在草原漫步 你清秀着那股独属于少女的京香 心旷神怡 有美相伴自己怎么能不开心呢 想你当初虽然和少旭学友婚约 但是时机连个手都没碰过 真是特么的 搞笑 很快他们就看到了远处的部落 你目光凝聚脸上露出惊叹 扑天带地的帐篷连在一片 扯天连地 吹烟生起 一副草原牧民部落的盛况 可惜你没有手机 要不然非得定格一掌 这就是我们朔颜部落 是不是很壮观 朔颜玉儿笑着回头问道 很壮观 你们这个部落有多少人 你将马挂在江墓上问道 全部落有六万人 精壮蛮子有两万 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 这个数字你很清楚吗 你玩笑着说道 我带你去尝尝我们的美食 朔颜玉儿眼神躲闪了一下 然后才赶紧转移话题 刚要离去 你一把将其拉住 然后微微用力 朔颜玉儿一个不注意被拉入怀中 四目相对 朔颜玉儿的脸瞬间像红透了的屏幕 哈哈不好意思 在下梦浪了 你微微松开手 朔颜玉儿犹如一只兔子似的窜了出去 你轻笑一声 闻着怀中的味道 表情丰富 跟着她的脚步走进部落中 一路走来 无数朔颜部落的人 都将目光聚焦在两人身上 主要是你 后者面对这些目光 右手轻抚着剑柄 左手不断挥舞 可惜回应者寥寥无几 你大摇大摆的来到了中间的一座帐篷当中 朔颜玉儿撩开帘子邀请道 请进 你眉宇间闪过一丝笑容 一摆一袍大不留心的走了进去 朔颜玉儿松了口气 然后看了眼周围的目眠 深吸一口气跟了进去 将帘子放下 你大马金刀的坐在主位上 公子 我给你把剑卸下去 要不碍事 你低头看了一眼毫不碍事的剑 伸手将扣子解开 把剑递给朔颜玉儿 在其要接过的时候 一把将其拉入怀中 右手在瞬间抽出半截剑身 轻轻的横在朔颜玉儿的脖梗之间 宝贝 你这桩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要不哥哥教教你怎么骗人 你笑眯眯的看着怀中的女孩 朔颜玉儿正正的看着近在指使的你 两人呼吸的气息碰撞在一起 增添了一丝一样的氛围 你是怎么猜到的 朔颜玉儿小声道 你将剑插回去直接扔在不远处 手指勾着朔颜玉儿下巴大笑 哈哈 单州民风是开放 但是还不见得到了你第一次见面 就能够牵我手的地 美人计可不是这么用的 再说了外面的那些牧民 朔颜玉儿 整个大脑瞬间空白 他从未和一个男人 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 瞬间浑身犹如触电一般 哗啦 正在李珍大快躲移的时候 帘子被打开 两对彪悍大汉 提着长刀冲了进来 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双眼呆滞 李珍感受到动静 抬起了头 朔颜玉儿瞬间谈尸而起 捂着嘴不可置信地看着李珍 哈哈哈哈 快在 李珍哈哈大笑 这匹小野马有点意思 他很喜欢 李珍 你怎么可以这样 朔颜玉儿捂着嘴 泪珠在眼眶中打转 他都没问问自己行不行 就 被质问的李珍 半衣在毛毡上 细血地看着朔颜玉儿 我都跟你进来了 亲亲你怎么了 所谓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你要杀我 我不能轻免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朔颜玉儿 被李珍说得一愣 我 我不是想杀你 我就是 他的话没说完 旁边的一个紫山大汉就打断道 主子 他既然都来了 那就杀了 他给老主子报仇 啊 不能杀他 朔颜玉儿着急道 他们议论的不是这样的 其他人也是有些犹豫的 看着那个紫山大汉 诶 等等 我有话想说 李珍听着他们的争论 端起桌子上的麻奶酒 品尝一口 看来这部落里 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等你死了再说 那大汉刚要动手 被朔颜玉儿拦下 等等 让他说 大汉 什么就让他说 他凭什么说 刚才他可是亲眼看到 朔颜玉儿和对方 不行 朔颜玉儿 是他的女人 绝对不允许中原人染指 朔颜玉儿 请问是我杀的你父亲吗 李珍笑眯眯地问道 朔颜玉儿摇了摇头 不是 那是我下命令的吗 也不是 李珍站起身 副手而立 看着朔颜玉儿道 那请问 我没杀你父亲 我也没下命令 杀你父亲 你的仇人 是驯风部落的人 你放着仇人不杀 你带我来这里 这是什么道理 仅仅就因为 我在大狱当关就该死 你的仇人在那逍遥 然后你就杀我 这不是欺负我吗 李珍说着步步逼近 等到最后一个字落下 他已经来到了 朔颜玉儿的身前 我 朔颜玉儿一时无语 好像李珍说的 没有一点问题 他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然后让他去威压一下 驯风部落 不只是朔颜玉儿 其他朔颜玉儿的人 也是这么想的 李珍毕竟从头到尾 跟这件事都没关系 何况他还只是一个 被贬了的官员 又不是大狱的官员 他们就是想逼着李珍 惩罚一下 驯风部落 沉默片刻 李珍打亮了 朔颜玉儿一眼 舒展身体 展开四肢 如果说 你还准备杀我 那就动手吧 大抵就是这世间 多了一个无辜的亡魂罢了 你走吧 朔颜玉儿鼓起勇气 最后松开了双手 他现在才知道 自己想法太天真了 完全不现实 李珍自己都辞关了 也说不准驯风部落 会不会听他的 旁边的那个大汉 却是眉头一皱 踢着刀大吼一声 主子 你们都被他给蛊惑住了 妖言祸重 你就是个妖人 说着大汉手中的 长刀对着李珍的脑门 就劈了下去 朔颜玉儿瞳孔睁大 不要 李珍微微摇头 让你动手 居然真的动手啊 花音落下 一股绝强的气息 从李珍身上爆发 犹如飓风一般 整个帐篷的顶子 都被掀飞 里面的16个 朔颜部落的汉子 直接被这股气径 袭飞出去 四散倒在帐篷外面 其中那个紫山大汉 不幸被掀翻 倒在了尖刺之上 对穿肠 而朔颜玉儿 在受不住的时候 被李珍一把拉住 眼尘散去 李珍左手握肩右手 搂着朔颜玉儿 来到帐篷外面 在他们两人 走出去的那一刻 帐篷轰然倒塌 许多朔颜部落的人 纷纷抽出刀冲了过来 将这里围的水泄不通 小美人儿 你的人看起来 好像不是很听你的哦 小心被他背刺了 李珍搂着那细软的腰肢 往紧贴了贴 饶有兴趣的低声道 确实没注意对方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李珍你会武功 你 朔颜玉儿现在 已经顾不得对方的手 而是震惊地看着李珍 天下人皆知李珍 就是一个读书人 可是刚才 他身上那股气势 行了 今天已经玩够了 就不跟你们玩了 等改天有机会 李珍刚说完 突然目光一宁 只见远处 一道烟尘袭来 迎风飞舞的旗帜上面 写着一个大大的欲 伴随而来的是 肃杀之气 大欲黑旗 是大欲黑旗来了 主子 我们 朔颜部落的男子 都是满脸惊惧 随后大家同时 将目光看向了李珍 朔颜玉儿也慌了 李珍 你 她的话音未落 李珍搂着她脚尖点地 真气鼓动 身体陡然凌空而起 随后在数个帐篷 上界里飞身跳跃 朔颜玉儿 不自觉地搂着李珍的身体 这就是中原的武功 几个呼吸间 李珍已经带着朔颜 玉儿来到了部落的入口处 没事 有我在 没意外 李珍笑眯眯地 看着怀中的人 大欲黑旗 大欺泄旗 这两只骑兵 对于丹州来说 就是死神 很快骑兵 就冲到了跟前 李珍眼睛微眯 她不清楚此刻大欲骑兵 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自己 还是因为朔颜部落 滚滚烟尘 在距离李珍一米之外地方 被真气隔绝 她今天的袍子 可是很贵的 为首的骑兵统领 带着面具眼神 不断扫视着李珍 好像是在确定对方 是不是自己目标 拜见相国大人 迟疑了片刻 那个骑兵统领拱手道 李珍微微摇头 将军 在下已经罢官不做 不是什么相国 不过将军你这是 李珍抬头 看着对方淡然道 相国大人 末将封陛下 黄命和大将军军令 带您回大狱 还请相国 骑兵统领的话 没说完被李珍打断 请将军 回去赴命吧 我已经厌倦朝堂 尔虞我诈 同时 你可以告诉陛下 我不会加入其他国家 让他放心好了 说完李珍 就准备拉着朔颜育儿回去 相国大人 这恐怕 由不得你 嗯 李珍眉头一条 这是要强行带走走了 不敢 当然相国大人 如果不答应 那么大狱铁骑 就会将整个朔颜部落 图露干净 往后相国去呢 大狱铁骑就一路杀过去 直到相国肯跟末 将回去 黑骑统领的声音 漠然地没有一丝感情 在他说话的时候 身后一百铁骑 纷纷抽出 跨在马腰上的长枪 李珍正要开口的时候 突然朔颜育儿 挡在他的身前 朔颜部落的男儿们 准备战斗 看到这位这个样子 李珍一愣 这是什么套路 我把你牵扯进来的 我送你走 朔颜育儿 刚说完李珍 抬起手 给他来了个脑棒 这个傻女人 人家是来带走她的 杀不杀她们 好像没什么所谓啊 我还不至于 让一个女人 替我出头 朔颜育儿说话 还是好使的 虽然部落中 不少人脸上都录着句色 但还是握紧了 手中的武器 大家起初 都是想让李珍 出面给他们 朔颜部落要个公道 谁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情况 黑棋统领冷哼一声 朔颜育儿 你是想聚众华变 对抗黑棋 李珍是我带到部落的 我要负责 黑棋的大人 你 他话音刚说完 李珍就一把 将棋拎到身后 见自己都没叫大人 叫他大人 他也配 感受到宿主 正在纠结 发布选项 一答应黑棋的条件 奖励 一口先天窝囊气 二 拒绝黑棋的条件 然后个人逃跑 奖励 顶级轻功 鼠背乱窜功法 三拒绝黑棋 将棋斩杀在此 加入朔颜部落 奖励 骑兵精通技能赐福 反冲锋骑兵屠戮 狼骑骑兵功法 两万套狼 骑全套装备 凤赤子金冠 锁子黄金甲 偶丝不云履 五道提升一品 霸王枪一支 群魔乱舞枪法 圆满 李珍的眼睛瞪大 不是系统 这几乎就插指着自己脑门 告诉他选择哪个了 这要是再看不明白 就是脑袋的问题了 我选三 李珍立刻心中默念 雄骑 朔颜育儿对抗黑棋 从此 丹州 朔颜部落除名 黑棋统领低沉的嗓音 好似死神的宣判 带着百棋 就敢说这种话 对方的底气可见一斑 在他刚说完 李珍就抬起了头 黑棋统领不知为何 对上李珍 那黑白分明的毛子 居然会有一丝畏惧 唉 随着一声轻叹 李珍的手按在了长剑之上 下一秒 身体陡然一跃在空中 划过一道残影 不好 黑棋统领也是身经百战 下意识就将手中长枪 投掷了出去 可惜残影 哪里能够被刺到 长枪插在地面上 入土三分 李珍的身体速度 几乎是瞬间 来到了那高头大马 双脚倾着 在码头之上 长剑在黑棋统领的眼中 闪着淡淡的金光 这个速度 其他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当他们抬头的时候 就看到金光一闪 黑棋统领人手分离 扑通 人头跌落在地的声音 伴随着一抹血花 在空中绽放 煞尸红霞 黑棋统领死了 空旷的野外 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注视着 那道持剑傲力的身影 淡淡的血腥味 无不时在提醒黑棋 二屏舞者的黑棋统领 被李珍一剑封喉 李珍会舞 这四个字 深深地抨击着 他们的内心 煞他为统领报仇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 众多黑棋策马奔袭 他们可不管李珍 是丞相 还是谁 一瞬间 根本思考不到那么多 黑色的洪流 朝着那道人影包裹而去 从高空俯瞰 李珍即将被淹没 李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们要是不出手 自己还不好下手呢 大狱 拜拜吧 咔嚓 李珍将手中的长剑震碎 无数光刃在天空中 被金色的真气托浮起来 诡异无比 送诸位上落 花音落下 李珍随手一挥 漫天的碎刃 仿佛是拥有了灵性 在空中飞舞 形成了一曲优美的景象 扑扑扑扑 血花一道 接一道地绽放 黑棋成片地倒在地上 期间一点呼喊声都没有 全部都是命中要害 一击绝杀 金色的光芒 伴随着黑棋的陨落 而消失 这一幕 让后方看着的 朔岩部落之人 都忘了呼吸 这就是舞者的力量 令人恐惧的力量 李珍将手中的刀柄 扔在地上 拍了拍手 轻轻一跃落在地面 他们是为了军命 而这是自己的选择 从今天开始 他就要和那个大狱 分道扬镳了 没有那么多的感慨 杀了就是杀了 这些年间接 死在他手里的人 被抄家流放的门法 士族多不胜数 朔岩月儿此刻才知道 李珍刚才 完全就是戏弄着他玩 更没令人想到的就是 李珍不仅闻动天下 舞更是如此之狂猛 随着这百余黑棋死 在李珍的手中 朔岩部落的男子 都是呼吸加重 好像有一道屏障破了 黑棋也是人 黑棋也会像 他们一样被涂漏 朔岩月儿 想不想成为 这全天下的王的女人 李珍回头玩味地 看着朔岩月儿 既然系统 给了自己这么多东西 要是不用 好像也不太好 而且 好像也有点意思 古往今来 风狼居须 是众多将领的毕生所愿 但是南下擒龙 这事似乎很少人进行 既然如此 那自己就体验体验 中原 可是有不止一条龙 朔岩月儿 抬起头 直勾勾地看着李珍 你能替我报仇吗 一个月 听着朔岩月儿的话 李珍伸出三根手指 看着后方 人山人海的 朔岩部落男人 这一个月 我会给你们传授功法 传授技能 给你们甲咒 给你们提升战斗力 一个月以后 我会带你们去迅风部落 报仇 但是 作为交易 我要取你们的主子 我要成为 你们朔岩部落的王 带领你们走上一个 无上光辉的路 李珍伸着手 瞬间引动了 整个朔岩部落的 复仇之情 丹昼 一个以个人魅力 和勇武为主的地方 不讲什么地位身份血脉 在这里就一个字 硬 大于黑其硬 所以那个统领 敢带着一百七 驰骋草原 敢威胁一个 拥有两万轻壮的部落 而现在 无疑将黑其打败的李珍 拥有了 几乎完美的个人魅力 朔岩玉儿美眸注视着 那道仿佛 汇聚天地之光的身影 李珍回头 看着朔岩玉儿 走过去 将其一把抱起来 在铺天盖地的欢呼声中 进入了主帐篷旁边 一座偏华丽的小帐篷中 朔岩玉儿 也没有什么抗拒 丹州女子 向来都是被交易的那种 所谓攻破敌国 当以俘虏君王 为正式破国 自己想要 真正地收服朔岩部落 那就得先把他们 主子给收服了 此乃亘古不变的真理 玉儿 嗯 一天一夜无话 一日清早 李珍一睁开眼 就看到了 穿着素衣的朔岩玉儿 端着各种食品 那若隐若现的风光 令李珍食欲打开 两个时辰后 日上三竿 太阳高悬 李珍穿戴整齐后 笑意盈盈地看着朔岩玉儿 你看我干什么 讨厌 哈哈 李珍放肆地大笑 再大狱五年 不如再单周一天 现在让他回大狱 那日子 给狗狗都不过 那些黑棋 都处理了吗 处理了 把你们部落的精壮男子 召集在一起 今天 也是该对线诺言的时候了 李珍舒展身体 伺候人 永远不如自己 当家做主 你真的有功法会 传授给我们 朔岩玉儿明亮的眼睛 认真地看着李珍 李珍伸手 刮了刮他的穷鼻 这还有假 可是中原九州 不允许我们 学习功法 现在还在乎那个 学功法 只不过是开始 不仅要学 还要练 李珍淡然地说道 自己都已经选好路了 还怕什么 前怕狼后怕虎 干什么能行 他能够将一个 风雨飘摇的大狱辅佐成 如今这样 他也可以带着 朔岩部落 从丹州席卷天下 至于什么隐翼族入关 可笑 只要做主的是自己 那就是自己的人 不分什么里外 北韩关 黑骑大营 一道人影 匆匆赶来 报 骑禀将军 赤后营第一小队消失了 传令兵的声音落下 大营中 走出一人 赤膊 胸口上的伤痕 深可见骨 令人不寒而栗 凶煞的气息 更是犹如一只野兽 北韩关黑 骑总统领 四平五者 玄悦 玄悦披着外套冷冷道 消失的地方 是哪里 将军 他们按照目标 是在丹州 寻找李真的踪迹 从昨天就消失了 船本将命令 派第一千 骑去查查 这是什么情况 是 传令兵离开后 玄悦眉目不善 黑骑消失 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李真 他不相信 对方就是个 手无腹机之力的菜机 丹州六部和王庭更不可能 将军 出什么事了 玄悦的幕僚 匆匆赶过来 有一只赤后小队 消失在丹州了 哦 这是可有蹊跷啊 不过将军 我已经查到了 那个李真 是最后出现的地方 就是咱们北韩关 这是 需不需要 上报给京都 不需要 赵将军 已经传令过来了 那个李真不识好歹 敢当庭驳斥大将军 这不可饶恕 如果本将军找到他 必定不会让其回去 玄悦冷哼一声 声音中满是杀意 在大狱 军方中有两人 可以说是整个大狱 军人心中的战神 一位就是少旭雪 那是整个大狱的信仰 一句话他们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另外一人 就是如今陛下 亲自虎将称号赵不归 在大狱这些军人的心中 这两人才是绝配 那个李真 不过是个书生罢了 武文弄莫行 但是娶他们 心中的女神 不配 那个幕僚 微微低垂眉目 她不认同学悦的话 李真那是他们这些贫苦书生的偶像 心中虽然不赞同 但是嘴上附和地笑了笑 学悦看不起读书人 这不是她个人的观念 而是大狱根深蒂固的传统 毕竟曾经 大狱是一个众武亲文的国家 但是 武强不一定国强 不一定名强 而李真 则是做到了后两者 行了 你去抹出李真来过的宗简 这个恐怕办不到将军 幕僚说完 玄月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将军 您不要误会 不是我不去干 而是这件事 已经泄露出去了 七国 楚国 庆国的人 都暗中已经来到了咱们北韩关 若是掩盖下去 京都那边不好说啊 幕僚为难地开口道 玄月眉头一沉 怎么这么麻烦 那些人都给我盯紧了 限制在北韩关当中 谁也不能去丹州 这些人 是他妈的怎么知道的 玄月摸着光溜溜的脑袋 颇嫌麻烦 明白了将军 那我给京都的汇报 就正常写 写吧写吧 玄月烦躁地摆了摆手 他对于这些繁琐的东西 十分地厌恶 尤其是李真发明的这个战报 以前他们都是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现在出兵 都得给上面打报告 真特么的麻烦 待他离开后 玄月重重地呼出口气 这个他娘的李真 到底能去哪里呢 协查通告都已经发出去了 倘若六部的人看到 一定会告诉自己的 不过反正能够确定的 就是李真在丹州 只要他在自己 就肯定能够找得到 京都 各地的急报 都是纷纷送到了皇宫 少许记看了所有的 几乎无一例外 都是没有找到李真的踪迹 他现在十分的心慌 找不到 可不是个好情况 倒不是他担心 李真的安全 而是担心 他被别的国家带走了 他现在后悔 不是后悔贬官 而是当初 既然决定出手 那就应该果决一些 派人将其囚禁起来 然后控制在一个范围里 帮自己处理朝政 再不计杀了 也比现在丹京兽 怕来的强 皇兄 李真的踪迹出现了 少许学 走进大殿当中 在哪 少许记 连忙起身 宁谋问道 北韩官非英 加急汇报 李真最后出现的地方 是过关口 他应该是去了丹州 少许记文言 松了口气 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丹州好啊 只要不是去了 其他国家都好 皇兄 在那里还发现了齐国 楚国 庆国的人 估计他们也在找李真 少许学轻叹一声 他们之前 都没思考到李真 会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放肆 李真是朕的臣子 他们派人去想干什么 少许记满脸怒气 少许学露出无奈的苦笑之色 皇兄 现在李真罢官的事情 在天下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而且事情 还不是那么的简单 许多的世子 都有微词 各地都有流言蜚语 民间都说 你说你杜亮晓 没有容忍之量 李真大财 给你白瞎了 少许学说的声音 越来越小 他已经说得很好听了 民间骂得更难听 当然 这里面 也不乏有他国的人 在其中故意煽风点火 但是 更多的都是大家发 自肺腑的 李真这些年 名声在外 百姓虽然懂得不太多 但是该清楚的 还是知道个大概 说朕杜亮晓 放肆 那个贱民 敢说出如此无君无腹之言 朕要杀了他 少许姬 直接暴怒 他最在意的 就是自己的风品 外界居然有人 敢这么说自己 皇兄人是杀不完的 依我看 不如将李真带回来之后 官复原职 省得你操劳如此 少许雪 看着自己皇兄 李真 这才离开半个多月 皇兄已经比之前 沧桑了许多 不可能 这次将他带回来 朕要将其圈禁 他既然不念 即正合他的感情 那朕也不用给他留面子 朕要让他成为一个工具 从此功名利禄 再与他无关 少许姬的眼神中 满是疯狂 显然 现在的事情情况 已经超出了当初 少许姬的预测 尤其是今天自己妹妹 给自己带来的消息 更是戳痛了自己的逆铃 谁都不知道 少许姬的胃不正 连少许雪 这个亲妹妹都不知道 所以 她对于名声这一块 极为看重 现在外界因此 而产生对自己的风评降低 少许姬心中 对李真那最后一丝的 愧疚之情 也消失了 她现在就一个想法 将其抓回来 狠狠地收拾一番 少许雪看着自己的哥哥 突然感觉到有些陌生 之前的她温润如玉 心怀天下 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 虽然她说取消了婚约 但是自己 还喜欢李真 将来她总是要嫁给对方的 囚禁起来 当个工具 这话说出来 未免有些太过于 朔颜部落 大鹰 李真看着集合起来的 朔颜部落的汉子们 微微点头 该说不说 从身体素质方面 单周的人 的确是有着 先天优势的 一个个榜大妖元 她在那些人 那些人也在看李真 昨天李真孤身 负面黑棋的场景 可是历历在目 那种霸道的力量 令他们这些人 向往无比 李真找了个椅子 坐在高台之上 这些人 就是部落里 全部的青壮王 李真靠在椅子上 把玩着手中 随意拔下的野草 是 总计两万余人 昨天那个 对你动手的人死了 朔颜玉儿叹了口气 对方是自己父亲的 得力助手 只不过可惜 她昨天 是先对李真出手的 这也没法说什么 再者说 现在朔颜玉儿 已经是李真的人了 即便李真 对其出手 朔颜玉儿 也只能帮助 李真镇压内部 朔颜玉儿不傻 她从小就喜欢 九州文化 曾经还被父亲 送到过大狱里面 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她十分清楚 靠着自己 根本不可能 将朔颜部落 维持下去 单州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地方 部落当中 子杀父 帝杀兄的事情 比一比皆是 好了 剩下的 就交给我吧 李真说着站起身 在她起身的一瞬间 周围窃窃私语的声音 都消失了 朔颜部落的汉子们 记得我昨天 答应过你们什么吗 李真声音不大 但是经过 真气的加持 清晰地 落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面 记得 你说要给我们武器 和假咒 还有可以修炼的功法 对 杂七杂八的声音响起 李真压了压手 那你们还记得 你们答应过我什么吗 奉你为王 把你当主子 记得 朔颜玉儿 站在李真的身后 对于自己的族人 如此无视自己 没有一丝的异样神情 他不是那快要自己清楚 再一个 这就是单州的方式 很好 看来你们记得很清楚 那在场的各位 你们准备好 接受王的赐福了吗 李真张开双手 享受着 来自天上的阳光照射 随后沟通 反冲锋系统 将里面的东西 全部提取出来 但是那个功法 他确实犯难了 反冲锋骑兵屠路 狼齐齐兵功法 这玩意 他该怎么给这些人呢 总不能一个个来吧 两万人 自己给一个月差不多 这不太麻烦了 系统 我这 宿主放心 骑兵精通技能赐福 可连带反冲锋骑兵屠路 狼齐齐兵功法 直接灌输到这些人的脑海当中 哎我去 这么贴心吗 李真心里笑开花了 当然 如此操作可以让宿主 增加威信 你懂我 李真睁开眼睛 双手舒展开来 装神弄鬼红傻子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不对 这个形容不对 自己此刻就是神 系统开启群体赐福 赐福中 百分之十五十 七十 一百 在系统传送的时候 李真的身上 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一只虚幻的狼头 在他的身后浮现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神明将士 朔炎月儿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难道李真是狼神不成 下方已经获得 赐福的朔炎部落男子 感受到脑海中 那清晰的内容 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普通 那个男子跪倒在地 疯狂地磕头 狼神转世 丹州的信仰 就是狼 他的行动 就好像是有传染性 一串串的朔炎部落男子 跪倒在地 眼神虔诚地看着李真 此刻李真不用多说 他在这些人的眼里 已经拥有了 无可置疑的神圣光辉 李真将这一幕 全部收入眼底 哈哈 系统 简直考虑得太周全了 这简直就是给自己 来一场大型的造神行动啊 在这个什么 都讲究的年代 见到自己这一幕的人 还不得在心中 崇尚自己 狼神将士 狼神将士 很快下方的 两万朔炎部落 轻壮男子 全部都跪倒在地 注视李真的目光中 满是虔诚 可以说 这波操作堪称完美 后面的朔炎月儿 也是有些膝盖发软 狼神在他们的心中 可是圣神的 不可侵犯的 你不用跪 李真回头 露出温序的笑容 他伸手 将朔炎月儿 一把拉在自己的身旁 享受着那 来自系统的赐福 朔炎月儿的心中 满是感动 同时又对自己 脑海中的东西 而感到震惊 这突然出现东西 是骑兵的功法 量身定制 朔炎月儿感受完之后 已经被震惊得 无以复加 这是给骑兵 专属定制的功法 绝对不是李真使用的 这 李真看着朔炎 月儿呆滞的小脑袋 低头就要闻 可嗨嗨 等一下宿主 打扰一下 你还怪有礼貌的嘞 注意事项 经过赐福的物品 他们是无法传授 给别人的 那些字平时 可以读出来 但是联合在一起 就念不出来了 邪也是如此 所以请宿主 放心使用 李真正了正 这么贴心的系统 谁见过啊 这么说 也就是他拥有 绝对的统治力 包赢的了 下面朔炎部落之人 有的已经将脑门磕破了 如今的李真 在他们的眼里 就是狼神转世 能够隔空给人 传递东西 这不是神的标志吗 李真搂着朔炎月儿 看着下面的人 眉目带笑 这是自己的人 不过 就是自己 该建立一个什么制度呢 感受到宿主 正在纠结 发布选项 一言用朔炎部落的名字 奖励 屁也干不成大权宝典 二 建立朔炎王庭 奖励 飞雪剑法 圆满 三 建立大真王庭 奖励 铁服屠中甲骑兵3000 平均5到1品境界 狼头大盗 百分百激发汗 不畏死技能 士气提升 30% 我选三 通过他这几次的选择 通常第一个选择 都是系统寒战自己的 第二个还靠点谱 但是奖励丰厚 和危险性高的 都是第三个 铁服屠中甲骑兵啊 这可是 马德 这不兴奋 在平原野战 谁不怕 当即李真抬手一压 瞬间嘈杂的声音 消失一空 从今天起 朔炎部落不在了 我要建立一个 更加强大的部落 名字就叫大真王庭 朔炎部落的族谱流露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大真王庭的一员 而他就是王庭的女主人 李真搂着朔炎 玉儿享受着 来自众人 黄热的欢呼声 现在 在他们的眼里 李真的话 就是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 凌驾在一切之上 朔炎院 套在李真的肩膀上 他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安宁 至于朔炎部落的消失 他不在乎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他的就是李真的 驯蜂部落 部落的主子 驯蜂熙 在自己的营地中 跪倒在地 虔诚的匍匐 犹如一只狗 而他的位置上 一道黑 其身影坐在其中 尊敬的黑旗 统领大人 你有任何命令 我都必将遵从 废话少说吧 驯蜂熙 这次我是来传达 玄岳将军的命令 根据我们的调查 那个李真 来到的就是丹州 务必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他 然后交给我 还有就是 我有一只赤后小队 消失在了丹州 抓紧去查 查不清楚 你明白后果是什么 说完 那黑旗兵人影 就起身离开了这里 走出外面 许多的驯蜂部落之人 都是畏惧地看着对方 他们的眼神 和当初的 朔岩部落之人差不多 别看驯蜂 是大于专职的 养马部落 实际他们的地位 在黑旗的眼里 也就是一条狗 你会在乎一个麻场里 给你喂马的是谁吗 不会在乎的 这个养马的 步行大不了 再换一个 待对方离去后 驯蜂兮才缓缓起身 对着对方离去的地方 吐了一口 六大部落当中 驯蜂部落 是排名靠前的 他们人多 兵器多 有大于淘汰的 一些制式武器 全部都给了他们 就着他们都得当保 能够成为部落之主的 都是手下 有数万人 最差的也就是 朔岩部落这样 拥有两万轻壮 他们也不是 天生剑骨头 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出于实际情况 他也只能对着 人家的背影土吐沫了 毫不夸张地说 驻守在北韩关的 两万黑 旗可以横扫整个丹州 包括那个 早就名存实亡的王婷 来人 主子 门口的仆人 进来跪地道 通知驯蜂翼 驯蜂齐 驯蜂专研 这三人 是他手下最精锐的 三个万旗之主 在丹州没有中原九州 那么复杂的兵士等级划分 只有万旗 一个万旗一万人 很快三道人影 就冲了进来 对着驯蜂 吸跪地行礼 黑旗传来命令 让我们在丹州寻找他们那个 失踪的丞相 还有他们在这里 走失了一个赤后小队 明天你们三个 一人带一鹿万旗去丢找 第一万旗的主将眉头皱起 主子 我知道这件事 但是好像折兰部落 也在给七国找 驯蜂翼犹豫了一下 紧接着道 要是跟他们撞上怎么办 撞上了 就派人去北韩关找黑旗 这事 是他吩咐的 让他们处理 驯蜂吸冷哼一声 显然 他对于自己这个主人 也是有不满的 每次他们因为大狱的命令 和那个折兰部落对上 都是损失惨重 而大狱 就是轻飘飘地给一些东西 打发了 尤其是上次 和朔岩部落争夺地盘 黑旗居然就是 派了一个千旗过来看热闹 动手都没动 是主子 那我们就明天出发 嗯 总之就一句话 找到万一碰上折兰部落的人 不要开战 直接去找人 我们驯蜂部落的勇士 不是给他大狱当炮灰的 是主子 三人低头弯腰退了出去 大哥 你说咱们要不要 将这件事汇报给黑旗 这个老东西胆子 是越来越小了 不和折兰部落争斗 我们怎么从大狱那边 获得武器 驯蜂砖研出来后 脸色顺变 哼 他已经是老去的狼王了 你们两个 去将老东西说的话 告诉黑旗之主 并且表明了 咱们兄弟三个 愿意为黑旗效忠 明天我带三个 万旗离开寻找 李真的下落 你们解决那个老东西 有黑旗的知识 咱们三个 就是这驯蜂部落的新主子 是大哥 驯蜂砖研和驯蜂骑两人 对视一眼转身离去 狼王老了 可就不中用了 新的狼王 会无情地将其抛弃 又是半个月过去 这段时间 朔炎部落 可谓是焕然一新 哦不 现在已经叫大真王庭了 由于是刚开始 李真也没有 大张旗鼓地 四处宣告 他就是将自己的大道 换了上去 重新划分了一下区域 现在太乱 以前朔炎部落 就是吃喝 战斗训练混在一起 根本不划分那么多区域 这也和他们会迁移的原因有关 但是现在不同了 李真按照功能区 划分了几个区域 第一个就是休息区 朔炎部落 加上老弱妇孺 共计有四万多人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区域 另外 还有放马和牲畜的区域 以及吃饭的区域 大锅饭 他现在不把部落 当成一个行政区域 而是一个军事区域看 这些老弱妇孺 都是做饭洗衣服等后勤人员 而他们那两万多 就是战斗人员 这半个月 李真将两万套狼 其全套装备 分发给了众人 马邓 马鞍 弓箭 轻甲 马刀等等 那叫一个骑啊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这些人可谓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本身就是 从小长在马背上 对于奇术的研究和冲锋 反冲锋等等 代代相传 有自己的经验 只不过是没有经过 系统性的规制罢了 现在 有了系统给的东西 他们眼前豁然开朗 一下子视野 就打开了 半个月 有三位都到达了一品的境界 当然 这不是说他们有多强的天赋 主要是后机薄法 这本身就是给骑兵的功法 自然也是 以奇术等等为修炼境界划分 那三千铁浮屠李珍没有领取 这玩意 等到必要时刻用 才是绝唱 王庭大杖内 李珍看着自己的一身黄金甲 摸着脸眼中满是欣赏 大王 你都欣赏半天了 不累啊 朔炎月儿走过来 揽住李珍的腰 这套甲咒他初见时 都忍不住惊叹 巧夺天功 而且才智绝佳 李珍摇了摇头 他不懂 甲咒对于男人的诱惑力 尤其是对他 当初自己刚来到这个世界 可不是想搞什么文臣 试问 谁在这个有武道的世界 不想当一个潇洒江湖的剑客 或者是航武中 一枪破军的将军 在他的老家 80%的人都向往前者 实在没办法了 才会安慰自己 文也可以 现在李珍 都怀疑当初少旭雪是骗自己的 自己怎么可能 一丁点的练武天赋都没有 粗钱武功都不能学习 现在回头看 估计是他们当初 怕自己文武双全 而对大狱产生内部威胁 这个可能性不排除 这段时间 外面发生了许多大事 朔颜玉儿 套在李珍的肩膀上 懦懦道 我知道 快了 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 大真王庭很快就能够打响第一站了 李珍眼神中 寒芒闪烁 可以说 如今丹州的混乱 都是因为自己 迅丰 哲兰部落 现在都在奉命找自己 几乎要将丹州 翻个底朝天 其他部落也是 各有兽益 加入进来 迅丰部落 更是发生了内乱 老主子迅丰 吸死在了那场内乱当中 新上尉的三人更加疯狂 半个月的时间 和折兰部落连打六次 死伤超过了万人 乱吧 再乱一些 就是我大真王庭 该出手的时候了 七天之后 大真王庭 报 大王 迅丰部落 派人来了 营帐中 正在和朔颜玉儿 轻轻的李珍 听着外面的声音 停下了自己的双手 咋了咋嘴 这个人来的 也太不是时候了 大王 你饶过我吧 那苏软入骨的声音 令李珍刚沉寂下去的火焰 熊熊燃烧起来 这个小妮子 现在是变得花样的取悦自己 这太特么的殆尽了 小妮子晚上 等着大王 好好宠幸你 李珍说 八百栋袖袍 转身离去 走出营帐门外 李珍摆了摆手 将人带到 我的主帐中 是 士兵起身 狂热地看着李珍 大营外 那个迅丰部落的男子 看着远处 飘扬在空中的大道 脸上满是疑惑 单周几个部落 大多的旗帜 都是榔头 但是不知怎样 他看到这个 狼头大道心中 总感觉有些畏惧 还有就是满满的疑惑 这上面 为何印着的是李珍 还来不及多想 负责传令的士兵 就走了出来 跟我进去 跟你进去 大胆 让你们主子 朔炎院出来 那个迅丰部落的人 立刻大声呵斥道 他们迅丰部落 当初战胜了朔炎部落 按照丹州的规定 手下败将 就得听从 迅丰部落的命令 这次他来 就是按照迅丰役的命令 争调朔炎部落的轻壮 去冲入迅丰部落 下马 传令的士兵 怒目原争大喝一声 随后 哗啦十几个披甲之人 提着马刀 从营地中冲了出来 迅丰部落之人 看到那狼奇铠甲 和武器 顿时眼神里 满是震惊 朔炎部落 哪里来得如此精甲 这等甲咒 可不像是中原的淘太后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身后顿时遭受重击 砰的一声 一个士兵 用棍子将其击落 抓回去见大王 挨了一下的 迅丰部落之人 听到大王那两个字 都顾不上疼痛 一张脸满是茫然 大王 朔炎部落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哼 迅丰的狗东西 一个大汉 将其身上的武器 卸下扔在地上 拎着他 走入营地里面 朔炎部落的畜生们 你们会为此 付出代价的 我的主子 到时候大举进攻 你们救 旁边的朔炎大汉 忍不住了 转身对着他的脸 就是运气左臂刷的一巴 掌呼了过去 啪 一巴掌下去 后者嘴里 顿时一股欣慰惧 推 伴随着血末 和两颗牙吐了出来 带走 挨了一巴掌的 迅丰部落之人 不敢继续再开口了 随着深入大营 后者心中的愤怒 已经被震惊所取代 那不断路过的士兵 都是穿着狼头甲 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所见之处 全部都是 精锐的甲咒 锋利的武器 还有那精致的弓 朔延部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之前朔延部落 可是啥都没有啊 很快他被带到了 一座大掌之中 大王 迅丰部落的人带到 帘子撩开 一个穿着阑珊的 刀疤脸中年人 走了出来 他叫朔延和旭 是李珍清风的 第一万骑主将 也是第一个 达到一品的存在 朔延和旭伸手 将那人抓起 转身进去营帐 将其扔在了地上 大王 随着他的声音 那个迅丰部落的人 抬起了头 当看到主位上的李珍后 顿时眼睛瞪大 你是 你是李珍 他们都有李珍的画像 现在一看对方 立刻就能够想得起来 长嘴 李珍淡淡地摆了白手 啪 朔延和旭一巴掌 将其拍的脑袋 砸在地上 前者半蹲 抓着对方的头发 将已经满是鲜血的脑袋 抓了起来 现在这里是大真王庭 你眼前的是 我们大真王庭的大王 随着朔延和旭的话 那人眼睛瞪大 满是不可思议 他们四处寻找的李珍 居然在朔延部落 而且还敢建立王庭 李珍坐直身子 看着对方道 说说吧 你来这是什么意思 连续挨了几下的 迅风部落之人 也不敢继续再放肆 低着头道 我们主子 想让朔延部落的男子 冲入部落军队中 我 他将迅风一的话 基本都说了出来 李珍脸上露出一丝 淡淡的冷色 说白了就是要强弩 轻撞给他们 迅风部落当炮灰 还有就是寻找李珍 现在 迅风部落和折蓝部落 打得不可开交 大大小小的战斗死伤太多 李珍起身 慢慢来到对方身旁 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 我李珍就在这里 让他带人过来 啊 那个人抬起头 显然是没反应过来 他以为自己见到李珍 肯定是走不了了 记得 把这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他 让他把人带足了 朔延玉尔 是我的王后 你们杀了我老丈人 这个丑总是要报的 李珍起身离开了营帐 对这么一个小卒子 他没有什么意思 他想要的是 整个迅风部落 朔延和煦 将让人将其带出去后 小布跟在李珍身后 大王 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了 他的眼神中 跳跃着熊熊战役 经过这一个月的训练 朔延部落的战士 已经脱胎换骨 作为第一万旗的主将 他现在感觉自己的大军 即便是和黑旗 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传令 第一万旗一级战备 一个时辰后 他们不来 我们就去 李珍副手 看着蔚蓝的天空 自己的清闲日子到头了 这一战 同时大玉 也会知道自己的行踪 少叙叙 少叙叙 不知道你们 知道我李珍如今的模样 会做何感想啊 说完 大笑一声 玉儿 为本王披甲 披甲 金戈铁马 才是男儿本色 好男儿 本该如此 本能如此 本应如此 奉斥紫金冠 锁子黄金甲 藕丝不云吕 霸王腔 披甲之后的 李珍不负之前的翩翩公子 朔延玉儿的眼神里 倒映出的是一位少年将军 大王 你这甲真好看 怎么我以前不好看 李珍转身 笑眯眯的看着朔延玉儿 你讨厌 哈哈哈哈 李珍披甲走出营帐 来到他自己建立的点将台上 看着已经整装待发的一万狼旗 眼神中也是难言火热 朔延和煦 大盗我就交给你了 要是到了 战后军阀处置 是 大王放心 我在大盗在 朔延和煦大吼一声 这是荣誉 我的儿郎们 狼神会给你们赐福 赐行 踏碎驯风部落 李珍纵马穿过人群 检阅着属于自己的军队 两侧士兵看着李珍的眼神里 充斥着狂热和疯狂 杀杀杀 全军出击 时辰已经过半 对方不来 李珍也不可能 就那么直勾勾地等着他们 说实话 他这也是头一次 亲眼看到骑兵整队 银色的洪流 完全就是古代的钢铁巨兽 骑兵独有的魅力 名不虚传 在后世 虽然用不上骑兵了 但是许多 国家仍旧保留了 一定规模数量 毕竟从视觉上面来看 观赏性太高了 李珍一马当先 他从来到这个世界 就想着这一刻 而这一刻迟了五年 与此同时 北韩关 黑旗大营 玄悦也已经收到了 驯风部落 快马加鞭的传信 哈哈 李珍那个软蛋 居然去丹州 当野人去了 哈哈 笑死本将军了 他以为他是谁 将这个信息 给我传回京都 传令第一万旗 随本将出动 今天我亲自 去把那个软蛋 给抓起来 玄悦的笑声 肆意张狂 李珍 这可是自觉后路啊 抓笔甘子的手 也想抓姜生 他以为自己是文武双全 真是笑掉大牙 还建立什么王庭 真是可笑 周围的黑 其将领 也是面露不屑之色 与此同时 驯风一等人 也是集结起了一个万旗 现在这个消息 可是就他们知道 抓到李珍 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 丰厚的奖励 驯风大军刚刚出营 突然驯风一等人的脸色一变 远处沉烟掀起的滚滚巨龙 地面颤动 爆裂的马蹄声 响彻在整个草原 久经战争的驯风一等人 看到这个状况 就已经能够猜测出 对面再冲过来一只 实力不弱 甚至可以说 精锐程度 极佳的骑兵 黑骑 不应该这么快啊 主子 那是 那就是 我在朔延部落 看到的大盗 是李珍 那个从大真王庭回来的士兵 凌空看着在狂风中 窥然毅力的大盗 驯风一脸色一沉 不可能 朔延部落的骑兵 怎么可能有这种气势 他曾经亲自带兵杀过 朔延部落大败 对于朔延部落的士兵 他太清楚了 要是这么精锐 当初自己 怎么可能能赢 可是很快 远处的骑兵 就已经显露出来 银色的狼甲 在阳光下闪烁着肃杀之气 为首一道 金色人影 熠熠生辉 驯风一 从未在丹州见过 这只骑兵 他的心里怀疑了 难道 迟到之人 是朔延和旭 大哥就是朔延的骑兵 驯风专研看到了自己老对手 当即声音撕裂 直老虎 直老虎 所有人给我冲锋 冲锋 驯风一此刻 也顾不上许多了 再不冲锋 对方都要快踩在他们脸上了 他就不相信 区区一个月 朔延部落的骑兵 能变成这么强大 一定就是中看不中用 奔腾的狂风中 李珍手持霸王枪 眼神看着发起反冲锋的 驯风骑兵 面露冷色 今日这一战 对于李珍十分重要 所以 就请你们去死吧 朔延和旭在距离五十步的时候 常喝一声 射 一声令下 朔延骑兵 快速从后背取下金弓 抽出箭矢 搭弓射箭这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刻在了脑海当中 刷刷刷 无数箭矢在天空中 形成了一阵剑云 向着对面的驯风骑兵射了过去 三轮速射 在朔延和旭的命令下 所有士兵弯弓搭箭 全部完成 紧接着将弓箭挂在身后 抽出腰间的马刀 三轮箭雨 直接给驯风部落的士兵射猛了 这个时机把握和准确度 覆盖率 驯风一看着 不断倒在马下的士兵 一张脸器的通红 怎么会这样 可惜现在已经没有人 给他解释这么多了 李珍一马当先 高举霸王枪 今天就是洗刷 你们耻辱的时候 而狼们 目光所及 生死相随 双方的瞬间 冲击在一起 李珍手中 霸王枪抡圆了一片金光 从其中闪出 扑扑扑 身前竖旗 直接被拦腰斩断 群魔乱武枪法 就是专为战场 而研究 大开大河 气吞山河 再加上李珍体内的攻法 也是刚猛一类 两两相加 李珍直接化身 为杀戮机器 在他周身半米处 谁来谁死 血液洒落在大地 曝写着一轮烈日的生气 朔炎和蓄举着 超过15米的大道 可谓是一个横扫千军 驯风专言 赶来一战 已经焕然一新的狼旗 对上这些还在 以个体为战斗的 驯风骑兵来说 就是洒洒水 锋利的马刀 划过他们身上的铠甲 毫无阻拦地 砍入到他们身体当中 血液和残枝断壁 构成了这里的人间地狱 李珍单枪匹马 一路冲杀到了 驯风部落的核心区域 这一幕 看得身后众多狼 其军心大阵 驯风部落本 就是他们的仇人 对于仇人哪 肯定是下手不软 挡住 挡住啊 不要被冲散了 连起来 驯风翼看到自己的军队 被冲散 着急无比 不断指挥 但是 已经被冲散的骑兵 想要连在一起 那是何等的困难 在无尽的厮杀当中 一股奇特的力量 从这些狼骑的身上传递 而出最后 汇聚在一起 这种气势 与朔炎 和旭的扛着的大道 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总之在那种 奇特力量下 狼骑的士兵 感觉不到一丝疲惫 反而越来越兴奋 这就是大道的加持力量 李珍自然也是感受到了 一鼓作气 沙穿下去 他双脚蹬在马鞍之上 飞身一跃而起 手中霸王 枪浮于身后 轮程满月 体内的通天圣龙弓 催动到了 漫天光滑流转 龙银声覆盖到了整个战场 金色的真气 在李珍的体内 不断压缩最后 通过手臂 传递到武器之上 驯风一睁大眼睛 看着天空中的李珍 他的瞳孔中 对方已经变成了一条龙 群魔乱舞之列地 李珍抡着霸王枪 从天而降一击 狠狠拍打在地面之上 骤然间金色的钢峰 以李珍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冲击波 周围百米之内的所有人 被钢器吹飞 天空中血花炸裂 这还没完 轰隆一声巨响 地面被砸出一个大坑 战马兽经常撕鸣 百米之外的驯风骑兵 控制不住战马 被带着四处乱跑 跟我杀 李珍一击后翻身上马 眼神中满是兴奋 驯风翼亲眼目睹 这一切脸上满是绝望 李珍带着狼 骑冲杀尽职 凿开了对方的对联 骑兵对冲 一方撕裂了另一方 结果是什么 就不用多说了 调转马头 继续两波冲锋 驯风部落的人 就算完了 驯风专言 被朔炎和旭一道戳死在地上 另外一人 则是在李珍大杀四方的时候 被于波波及尸身分离早就 已经成了地面的养分 此刻驯风主 将就只剩下了驯风翼 一个腕骑几乎被冲杀掉了三分之一 而狼骑至今倒在地上的 几乎没有 驯风翼已经从内心产生了畏惧 这些狼骑和黑骑一样 不是他们可以抵挡的 那种配合和战斗方式 让驯风翼忍不住的畏惧 这完全不是朔炎的骑兵 一定是李珍会什么术法 其他驯风部落的士兵 也已经有了投降之意 在丹州打不过 投降很正常 李珍反冲锋的时候 就看到了 一直被被重兵保护的驯风翼 我投降 他刚准备冲向驯风翼 将这个人给杀了 结果就看到对方大吼道 朔炎和煦立刻停了下来 不只是他们 还有驯风部落的人 也是松了一口气 已经损失了三千多人 他们哪里还有战兴 丹州的军队就是如此 打顺风 战的时候 一往无前 但是一到了逆境下意识 就想投降 就像人有后路的时候 总是想着 最坏的结果就是这样了 实在不行就投降呗 杀 淡淡的声音响起 所有都看向了那个金甲战神 愣着干什么 给我动手 杀 一个不留 李珍一甩缰绳 朝着驯风翼冲了过去 朔炎和煦也是清醒过来 举着大道 将眼前的士兵穿透 狼奇反应的速度还是不慢 接连动了起来 驯风翼抽出长刀 看着李珍道 李珍 你这是打破丹州的传统 你 传统 老子就是传统 打不过就投降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我答应过朔炎月 报仇就要报得干干净净 这可是李珍在丹州的首秀 他一定要用这一仗 打响自己的名号 再一个就是告诉狼奇 在李珍的眼里 可没有投降这个词 要不应 要不死 驯风翼指挥着自己身边的人 冲向李珍 这个疯子 大狱简直就是 放了一个疯子出来 恶魔 李珍霸王枪一闪 数十人顿时被真气扫倒在地 血肉横飞 我跟你拼了 驯风翼见状 策马持刀砍了过去 都得死 那他也得死在冲锋的路上 李珍大笑一声 皮肤汗术自不量力 舞动霸王枪 寒芒闪烁 金色的真气 附着在枪间之上 神威无双 当 霸王枪扫在驯风翼的长刀 直接将其磕碎 紧接着 李珍又出一枪 毫无意外地穿透了他的胸膛 李珍微微用力 直接将驯风翼挑了起来甩飞出去 这里本身距离驯风部落 就不算远 驯风部落的老弱妇孺 和没被带走的人 都是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李珍的身影 已经踏印在他们的心头 深深的恐惧 驯风翼一死 驯风部落的军星 直接就破了 人们哭喊着疯狂逃窜 现在也顾不上许多了 李珍将霸王枪插在地上 逃出水壶好饮一口 大王 驯风部落 朔妍何旭来到李珍身前 犹豫了一下问道 除了复合畜生 我不希望在里面看到其他的东西 何旭你应该明白 这些人都是危险 李珍淡淡一声 按照丹州的规矩 没有马背高的孩子 李珍对此可是嗤之以鼻 留着这些人养大了好杀你 这不是开玩笑吗 铁木真是怎么出现的他 可是清楚 错误可以犯 但是不能犯致命的错误 是大王 朔妍何旭立刻转头凶光 闪烁地看着远处的迅风部落 留下三千人处理残兵 他带着大部队直挺挺地 冲进部落当中 一场腥风血雨掀了起来 而李珍则是找了个小土包 翻身下马 将把王枪插入地面 坐在小土包上 看着灵星的杀戮 他也曾经有情迎来的 却是少旭姬 从那一刻 李珍就明白了 情这种东西 就是这个时代 最不需要的 他需要绝对的统治力 其他的都不重要 看着北韩关的方向 李珍眼睛微眯 黑棋也该出现了 迅风部落作为大狱的狗 这一战他不止 是要告诉丹州 还有大狱 他李珍不是之前的 那个李珍了 灵星的战斗半个时辰 就全部结束 接下来就是捕刀 迅风部落里面的哭喊声 嚎叫声 已经响了好长的时间 李珍充耳不闻 兵需要的金不是广 北韩关的黑棋 也就两万人 震慑了整个丹州 他的狼棋也可以 再者说了 活人就一定有价值吗 一个时辰后 战斗已经基本结束 朔妍和续来 到李珍的身旁 神色兴奋 丹州六部由来已久 如今在他的手里 亲手覆灭一个 这对于他来说感觉非常的奇特 大王 按照您的命令 已经全部斩尽杀绝 很好 把牲畜和女人都集合在一起 等处理完这里的事情 回应 事情 大王还有什么事情 朔妍和续好奇地问道 这不都已经解决了 驯风部落都可以宣告破灭了 李珍看着远方 眉眼带笑 等黑棋啊 黑棋 朔妍和续的目光凝聚 去吧 收拢一下东西 待会可能有场 硬仗要打呀 李珍淡然地说道 话音刚落 地面的震动响起 朔妍和续转过头 这个波动 黑棋 这是来了多少人 很快 在李珍的眼神中 一片黑色的洪流 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伴随着的 还有无尽的杀气 集合 朔妍和续大吼一声 部落中的狼 其源源不断冲了出来 在李珍的背后集合 大家的脸上 都有着一些异样的神色 前方领军的 弦跃眉头微皱 他看到了满地的尸体 那些尸体上的盔甲 他很熟悉 都是大鱼退下来的 还有那只 从未见过的骑兵 这一切都让他有一些不安 李珍搓着手 看着黑色洪流 抛开别的意见不谈 大鱼的军队精锐 实力真不是盖的 光是这股气势 就比自己的狼骑强 不过 自己可不只是有狼骑 他还有铁浮图啊 很快 黑棋就减缓了速度 毕竟现在情况不明 弦跃扛着大刀 带着人缓缓靠近 弦跃逐渐靠近 地面的尸体也是 随之清晰 穿过这些尸体 他的眼神中 原本细血和轻视消失不见 作为一个酒精沙场的将军 尸体能够告诉他的东西 很多很多 起码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 驯蜂部落 基本都是属于 被单方面的屠杀 从尸体上的伤口 就能够看得出来 基本都是一击毙命 要不就是残肢断壁 武器精量 训练有素 不如黑棋 但是在单州出现了 这样一支骑兵 对于他来说 可不是好事 单州的民风彪悍 本身身体素质就强悍 如果再加上这等训练 和精锐的装备 代表着什么 他十分清楚 将军 那个人是 副将纯绪刚说完 就被弦跃打断 传我命令原地待命 身后的一万黑棋 立刻驻足 行动整齐划一 这就是真正的精锐骑兵 黑棋那森然的毛子 不断扫射着对面的狼棋 他在打量狼棋的时候 狼棋同样在看着黑棋 曾经这些黑棋 对他们来说 就是灾难 是能够突破草原的恶魔 可是现在 好像感觉也就那样 两支骑兵部队 默默对峙在一起 相隔不到百步 许多狼棋 还是难以遏制心中的紧张 不过当看到前方的那道随意 坐在土包上的身影 不知怎么心 就平静下来了 双方对峙 谁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只剩下李珍头顶 大道在风中 烈烈作响 玄悦翻身下马 跨着腰刀 来到了李珍不远处 他早就看到了李珍的身影 只不过没认出来 现在看清楚 李相国 末将还真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将一个蛮夷部落 打造成这个样子 玄悦挺着腰板 凝视着李珍 能够把朔炎部落 打造成这样的 除了李珍 再无他人 只不过他很好奇 李珍是哪里来的武器铠甲 还有对方之前表现出来 对于军事可谓是一点都不懂 难道之前都是装的 思来想去 也就这个可能会大一些 要不然没法解释啊 相国 这个词就别叫了 本王现在是大真王庭的大王 不是你们大狱的相国 李珍起身拍了拍手 起身淡然地看向玄悦 他和玄悦见过 但是不熟 或者说 整个大狱的军方 对他的态度也就一般 而引起如此的原因 就是少叙雪 这位大狱的军中女神 相国说笑了 末将这次来的原因 您恐怕也知道 皇命难为 请相国跟莫 将走一趟吧 一族之地 都是不识礼数之辈 待在这里 只会让相国沾染上陋戏 玄悦皱着眉盯着李珍 时隔多年再见 李珍和曾经给他的感觉 截然相反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淡淡的杀气 还有一丝丝 王霸之意 如果不是他见过李珍 真的会好奇 眼前这个人 真的是大狱的那个宰相 放肆 侮辱 朔妍和叙怒声 刚起被李珍白手打断 玄悦 这些客套话就少说吧 咱们直来直去先 你看本王不顺眼 本王看你 也不是怎么开心 大狱回不去了 既然建立大真王庭 你就应该知道 我想干什么 回去告诉邵旭血 和邵旭姬 本王和他们的关系 就截止于此前 从此之后 再无半分关联 只有大真王庭的大王 再无大狱的宰相 李珍副手淡然地说道 曾经的那些往事 已经随风而去 李珍你 倒是变得直爽了 本将军也很佩服你的能力 居然能够将一个部落的杂兵 改造成如今这个地步 但是 你不觉得 就靠这些想干什么 当王 未免太可笑了吧 玄悦也不装了 脸上尽是狂笑 李珍摇了摇头 抬起手轻轻地握住霸王枪 王侯将相您有种呼 我李珍 曾经可以帮大狱 安定海内 如今也可以靠着这两万人 席卷整个丹州 我的底气不是他们 而是我自己 李珍的话音落下 冲天之质 从其身上爆发 同时一股浓烈的真气 轰的一下掀起风尘 玄悦的脸色巨变 这是 李珍你居然一直在隐瞒自己的实力 你会无 他声音逐渐拔高 李珍身上的气息 不弱于自己 甚至更强 这给他的震惊 可比这一万狼 其要强烈得多 哈哈 会无 不仅会 而且比你强 玄悦 你要是不想走 那就别走了 李珍说吧 双指含在口中 悠扬的口号声响起 黑棋的身后 滚滚烟尘雄起 犹如一条长龙 银色的洪流 从其中奔腾而出 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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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朔颜何须当即 拔起大道 兴奋的大吼 这正是李珍派人去招来的 另外那一万狼旗 玄悦眉头皱成了一道深沟 还有一万 朔颜熊率领一万狼 旗保护大王 银甲大汉一马当先 声音冲销 情况瞬间逆转 两万狼 骑一前一后 将黑棋全部包围 纯旭神色一荒 前后夹击这个境地 对于黑棋来说 可是不利 尤其是在一瞬间 狼旗的气势瞬间 提升到了一个等级 他隐隐感受到了一股压迫感 哈哈哈哈 玄悦 请问你现在 在我的面前 还有何优势 李珍持枪傲立眼神中 满是细血 真 真 真 那股冲销的战役 令黑棋胯下的战马 不停愁愁 李 真 玄悦一张连铁青 这个场面 他做梦都想不到 李珍玩耳地来到玄悦的身旁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楼椅尚可汗天 何况我李珍 本身就是天骄 你以为这就完了 还有更精彩的 李珍说完反握手中的霸王枪 体内真气 催动到巅峰 瞅准一个方向 将霸王枪 瞬间投掷出去 金光闪过 霸王枪消失在茫茫天空当中 大概沉寂了两秒 地面开始颤动 这般颤动可是比之之前 更加的剧烈 更加的令人心头跳动 李珍将玄悦的脑袋 转过去 只见在他们的瞳孔中 一只咆哮的凶兽 疯狂地从其中奔涌而来 当然 凶兽只是眼神的虚化 真实的是 三千铁服屠中甲骑兵 正踩着令人心机的步伐 徐徐而来 手中无一例外 全部挥舞着锤子 压迫感失足 无论是黑旗 还是狼旗 都在这些骑兵的威势下 产生了畏惧之色 玄悦的瞳孔地震 好恐怖的军队 从马匹上到甲咒 他从来没有见过 那铁甲 几乎覆盖到了地面 钢铁巨兽 他深深地看了 旁边的李珍一眼 这都是他隐藏的力量 铁服屠将领完 严谷达 拜见大王 花音落下 三千铁服屠 同时垂击胸口 发出的声音 让人心跳慢了半拍 三千铁服屠到达之后 直接让黑 其陷入了恐惧 他们手中的刀 能够破除对方的甲吗 虽然没有具体案例 但是他们心中所想的 都差不太多 破不了 黑甲黑面铁服屠 银甲素面银狼旗 李珍的两把尖刀 铁服屠 佛教中塔的意思 而铁服屠的意思 就是铁塔 行走的铁塔 我的重骑兵 玄悦 你想不想和你的黑 其为本王的铁服屠开刃 李珍退后两步 看着玄悦哈哈大笑 曾经有句话怎么说的 两万铁服屠 可以横推任何封建王朝 而自己三千铁服屠 横扫单周 有什么问题吗 根本没有 李珍 算你狠 我们走 玄悦转身翻身上马 这一战 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 他赢不了 黑棋固然精锐 但是面对两万狼 棋已经是有些捉惊见肘 更别说 还有那三千怪物 他只是忙 不是傻 若是真的动手了 那就真是得铁服屠开刃了 你能走 但是他们不行 李珍指着那一万黑棋 抱着手满脸细血 玄悦顿时一致 李珍你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他们是本王的战利品 留你一命 不过是让你回去传个话 要不然 你也走不了 你不要太过分 大悦 玄悦话音未落 李珍抬起手微微钻拳 顿时两万狼 其同时抽出自己身后的弓箭 你若是不想走 换个人传话 也不是不可以 玄悦的脸色轻一块紫一块 李珍 你隐藏得够深 说完 玄悦拍马离去 他得回去 将这件事告诉京都 在玄悦离开的那一刻 黑棋的眼中光芒散了 哈哈 这就是黑棋 这就是大玉 独步天下的骑兵主将 丢下部队自己走了 连死都不敢 还说了那么多的废话 将黑棋一并带走 他的目标 就是黑棋 听到李珍的讥讽 黑棋的脑袋 都是低了下去 相比于如此待遇 他们宁可战死 他们可以拼死 将玄悦送走 但是不能接受 这么屈辱的结果 我誓死不走 一个黑棋抽出怀中的匕首 就要往自己胸口插 住手 纯旭大喝一声 被制止的黑棋 摘下头盔和面具 一张脸满是绝望 副将 我们都已经被抛弃了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听到他的话 许多人 都是跟着摘下头盔 纯旭听到他们的话 也是心中难受 玄悦声为主 将怎么能如此 哎 可惜了你们这些 铁血男了 这样吧 跟我去我的王庭 等十天 如果这十天 玄悦带着大狱的军队来了 我放你们离开 如果玄悦没来 你们加入 本王的王庭如何 李珍看着那一张张脸庞 相国可是当真 纯旭开口问道 他相信 即便是玄悦不来 大狱也一定不会放弃他们的 当真 君子一言 祭出四马难追 好 我纯旭 就代表黑棋跟相国 打这个赌 纯旭当即答应道 这些黑棋 都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 战死他可以接受 但是看着他们一个个自杀 这他忍不了 再者说 十天而已 玄悦一定会来的 纯旭认为 玄悦只不过是不想 让他们受伤 而去搬救兵去了 一定是这样的 等十天罢了 李珍看着纯旭心中发笑 他们啊 还是太年轻 大狱十天之内 必不会到这里来 因为得知这个消息后 少旭学肯定会亲自来 等他来怎么都得个半个月 一群蟒夫 李珍翻身 上马接过完颜古达 递过来的霸王枪 收兵 回应 是 朔颜和续和朔 颜雄两人心中早就已经开心的 无法用言语表达了 他们打败了 驯风部落 报了仇 还俘虏了黑旗 这是什么概念 大真王庭 朔颜月儿 巧手以盼地看着远方 当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后 紧绷的面容舒展 露出笑容 李珍快马加鞭 赶了回来 刚下马朔颜月儿 就冲进了他的怀里 傻逆子 我的铠甲上有血 李珍将金丝手套取下 抚摸着绣法 我不管 我担心你 李珍绣着鼻尖的清香 感叹良多 将甲皱脱下 递给旁边的侍女 李珍穿着一身 悬衣视察起了王婷 朔颜部落的格局 已经被自己改过一次 现在还得改 将来人越来越多 这地方不够用了 再者说 自己的地方 怎么也得有点特殊性 朔颜月儿 看到军队中多出来的黑旗 和铁浮屠 眼神满是疑惑 不过也没有多问 李珍做的他 哪里有本事 去过问那么多 朔颜月儿 看到朔颜熊他们过来 就立刻给李珍 准备热水去了 大王 黑旗的人怎么安排 朔颜何旭 开口请示道 现在王婷 还没有能够安置俘虏的地方 所以这还真是犯了难了 李珍思考片刻旋即道 你把那个黑旗副将 带到我的营帐里 还有给铁浮屠 安顿一下住所 这些系统奖励的人 不是机器 也是人 也需要吃喝拉撒 只不过忠诚度肯定是比收服的人强一些 是大王 李珍回到自己营帐 朔颜月儿立刻端着茶水 摆在了他的桌子上 这些事交给下人做就行了 我是娶你当老婆 又不是当下人的 李珍颇为联系道 他一开始 或许是对朔颜月儿 抱着一种细血的心态 但是随着接触的深入 这个女孩的天真感染了李珍 她现在对于那些心眼多的事 一下子都接触不了 我是你妻子 伺候你不是应该的吗 朔颜月儿软糯地说道 她的性格更偏向的是中原九州 而身材则是有属于单州的那种性感 总之来说 就是乐在其中 李珍抓着柔软的小手 一把拉入怀中 这小妮子 大王 黑棋副将带到 朔颜月儿文言赶紧钻了出去 给李珍做了个鬼脸 进入了后仗 嗨嗨 带进来吧 李珍清了清嗓子 她对朔颜月儿的抵抗力 是随着时间增加越来越低 纯绪被两人架着走了进来 跪 左右两人 抬脚踢在其的西弯 纯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李珍品着茶 什么都没说 她是想要黑棋 但不是将其荡成爷爷 俘虏就得有个俘虏的样子 末将拜见相国 纯绪跪倒在地 仍旧沿用之前的称呼 她心里只能安慰自己 跪的是大狱的丞相 而不是单州的大真王庭之主 一个称呼 何必如此固执 纯绪 本王也不想跟你废话 这段时间 你们可以正常操练 我也不会刻意管束你们 当然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逃 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 能把你抓回来 听着李珍的话 纯绪抬起头震惊地 看着堂上之人 还能操练 在他想来 来了这里 估计会被当成囚徒一般 可这 李珍摆了摆手 看管的人行礼之后 转身离开了营帐 你是军人 我不想多费口舌劝你 赌约已经生效 就按着这个来 但是归根究底 我和你还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只不过是我在那待不下去了 李珍淡淡地说道 相国 非是如此啊 陛下他 纯绪激动地说道 看李珍这个情况 自己还有可能劝服对方 纯绪 你不懂 我带少旭姬如亲兄 一身所学毫无保留 这五年 我呕心沥血 但是随着时间拉长 他对我的猜忌越来越重 我不结党 不隐私 为官全力辅佐于他 但是结果呢 朝堂之上 诸公公屋 贬官 你以为我在乎的是 区区那个官位 我要的是一颗心 一颗 可以真诚待人的心 皇帝是天下之主 但那是在有人服的情况下 没有他就是个屁 我不想跟你讨论对错 总之你就安安稳稳地看着就行了 大狱的人来 本王亲自送你离开 如果十天到了 大狱无人而来 那你们就归顺于我 从此荣辱与共 李珍那真诚的话 让纯绪也是有些感同身受 不过很快 他将脑海里的念头甩了出去 君为陈刚 父为子刚 夫为七刚 三刚五常 此乃根深蒂固 君父真有错臣子 也得按着错的来 相国之间末将不敢苟通 但还是要感谢相国 能够给这些孩子们一个活路 纯绪俯首败道 至于逃跑还是算了吧 他带着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万人 何况人家 就是真的不肯管他们 正常的哨兵也是有的 这种自寻死路的事 他不会敢 至于归顺李珍 他认为大狱就不可能将他们放弃 这也就是无从谈起的事情 起来吧 纯绪 我的事迹你应该听说过 除了哨绪记我没看准 其他的是从来没错 给你的人做好培训吧 倘若到时候 有人不遵守赌约 你应该知道 当初宇文家的下场 李珍说出宇文家的时候 纯绪身体微颤 宇文家当初在朝堂之初 可是把控了不少朝臣 跟皇帝掰腕子 最后的下场 是被李珍下了油锅 宇文家三代 那口锅 至今还在皇宫门口 警醒着百官 末将明白 纯绪赶忙答应道 同时内心一叹 近些年朝堂平稳 大家已经忘记了 曾经李珍也是 被冠以毒室之名 那就退下吧 来人把他交给朔延和煦 李珍说完 门外来人他带着离开了营长 处理完纯绪 李珍又派人 将自己建立王廷 还有一站灭迅风部落 俘虏一万黑旗的事情 传了出去 做人低调 做事高调 现在也应该告诉整个丹州 他李珍已经成为 这一方豪强了 事情很快传遍了整个丹州 那般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起初各个部落都是不相信 觉得李珍这是在骗他们 可是当很多部落探子 来到迅风部落后 看着那遍地尸骸 京都 朝堂之上 闻五百官分而列之 扑通 皇位上少旭即将暗台上的东西 一扫而空 废物 你们都是废物 李珍不在 他的活你们 就给朕干成这样 有水患就治水患 我大遇国库充盈 怎么就连区区水患 都治理不了 你们告诉朕 这是为什么 少旭姬面容 争名咆哮大殿 他现在的感觉 就是很狂躁 自从李珍离开后 这朝政的难度 好像就和之前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似的 需要他抉择的事情 越来越多 多到少旭姬 现在都没有时间去后宫 每天 被朝臣追在屁股后面 刚开始这种事事 都让自己做主的感觉 的确是很爽 可是后来 他越来越烦躁 如果这些事处理的 得心应手 也就罢了 可偏偏 很多事情 他处理起来 根本没有头绪 一团乱糟 尤其是现在 南宁府水患 百姓损伤无数 满朝大臣无一人 可以去南宁府赈灾 这不就是在打他的脸 陛下 万万不可生气 伤害了龙铁 新任的丞相 徐飞接话音未落 一本奏折 直接甩到了对方的脸上 朕不想再看到你 给朕滚 搏去官职 少旭姬的暴怒 让众臣 都是心中叹气 这才多长时间 已经换了第六任宰相了 现在的少旭姬阴情不定 被处死的官员 都不在少数 他们好怀念李珍啊 报 北韩关十万里 加急黄卷急报 长河之声响彻大殿 黄色轴风的战报 那是边关之列最高的一中 直达皇帝任何人 不可擅自打开 少旭姬的眉头青醋 这个等级的急报 已经是很多年 没有过的了 打开 念 少旭姬坐在龙椅上 皱着眉头 脸色阴沉 这事情 怎么一件接一件 没完没了 心中满是烦躁 少旭姬身边的内侍 将战报接过 然后在众人的视线中解封 看到上面的内容一瞬间 那个小黄门的瞳孔缩动 嘴唇吓得发抖 该死的奴才 赶紧念 少旭姬烦躁地大骂一声 小黄门抖了一抖 随后赶紧到 北韩关黑 其统领弦乐起奏 发现李珍的踪迹 带兵入丹州而寻 寻到其踪印 然李珍已收服 丹州六部之一的朔颜部落 改之为为大征王庭 此人心怀叵测 隐瞒实力 其境界已达武品之上 手下精锐骑兵数万 更有神秘重甲骑兵 以一党百 其暴虐无比卸徒 驯风部落 无一火口 末将带人赶到 发生血拼 栗战不殆 然实力差距太大 末将拼尽全力逃回 然一万黑旗被其包围 请陛下下旨 命北韩关主将率兵 配合黑旗讨伐李珍贼子 陛下轻见 当小黄门最后一个字落下的时候 大电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无数人眼睛瞪大 神色惊恐 少旭学走过去 一把将战报夺过 逐字逐句看了起来 浏览之后 手一松战报落在地上 怎么 可 能 少旭机早就已经在 不知不觉当中站了起来 脸上的肌肉 不受控制的颤抖 十个指头的关节紧绷在一起 龙木之中蕴含着 错愕 愤怒 惊讶 和隐藏之身的一点点畏惧 但是最终怒火覆盖了眼眸 李珍区区一条狗 自己养的狗 他怎么可以在丹州称王 暗中培养精兵 精锐程度 甚至能够将一万黑旗压制 这封战报的每一个字眼 都让少旭机怒火中烧 李珍 你这个不为人子之徒 望朕如此信任你给你相国之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 你该死 少旭机毫无理智的咆哮声 喧闹在整个大殿 那近乎疯狂的声音中 是满满的怒火和冰冷 对方暗中藏匿如此精兵 他想要干什么 隐匿修为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狼子野兮 罪大恶极 该死 该死 百官齐齐低眉 这个消息的劲爆程度 简直比皇帝三舅母 勾搭青楼男子更为炸裂啊 传令北韩官 命大军即刻马他丹州 朕要让李珍死 朕要让他死 少旭机最后一个字 咬着牙吐出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哪怕李珍转头他国 都比现在要强 因为不管是去哪个国家 他都是其他皇帝的狗 可是现在这条狗 居然要自己当家做主 无法接受 无法理解 不被原谅 少旭机的一颗心 已然冰冷 曾经对于这个辅佐 自己的年轻俊杰的欣赏 和情意 消散得彻彻底底 皇兄 我要亲自去北韩官一趟 我不相信李珍会有武功 我不相信 他会隐匿精兵 我要亲眼去看看 少旭雪双眸当中 闪过一丝复杂 李珍这些年 几乎都和他在一起 平时谈天说地 朝朝暮暮 对方有没有修为他 难道不知道吗 这绝对不可能 玄悦的话不可能撒谎 但是这件事 他必须亲眼看到才算 尤其是要看到 他娶了一个单周的野女人 好 赵不归听令 少旭机压制下心中的愤怒 立刻转头 看着自己下手的赵不归 末将在 赵不归也是震撼于玄悦的战报 那个嘶嘶文文的李珍 竟然隐藏如此之深 怎么看也不像 可是玄悦 居然是不敢假传 这等级别的信息 带领三万数龙军前去 若是李珍荡真如此狼子野心 你即刻荡平丹州 朕要他那个狗屁大真王庭 一刻也不得存续 赵不归露出一丝笑容 能够和自己的女神单独相处 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当即就拱手道 陛下放心 如果事情确切 末将必定将那贼子给陛下抓来 以解陛下心头之恨 少旭学此刻全然已经顾不上 是谁要跟自己去了 他的内心 就在充斥着一句话 就是战报上所说 取朔颜部落女子为妻 少旭学来不及行礼 转身离开了大殿 他一定要亲自去看看 到底是为什么 赵不归行礼之后 赶忙跟了上去 这可是得天独厚的机会啊 自己得把握住了 少旭姬看着离去的赵不归 吐出了一句话 文人不可身骄 文人不可身行 这两句话吐出 顿时大殿上的文官 都是心头产生了不悦的情绪 这是怎么话说的 跟他们有鸡毛关系啊 再者说了 什么就叫文人不可身骄 不是人家李珍大玉 能够有如今的太平盛世 就这些大老粗 懂什么叫治国吗 反而旁边武将一列 则是微微挺起胸膛 这话说得在理 曾经李珍在的时候 大玉文官跟着 也变强了起来 要是放在陛下 刚当皇帝的时候 哪里有他们说话的份 现在李珍走了 陛下终于知道 谁才是真的大玉跟机 少旭姬父守缓和心情 注视着 唐下之臣 得亏当初 自己留了个心眼 没让李珍掺和武将的事情 现在兵权 全部抓在自己的手里 若不然 他暗中都能够培养出一只精兵 那再加上兵权 那对方岂不是如虎添翼 李珍的府邸 还有无可查抄之物 当初负责处理 李珍府邸的兵部尚书 出列公身道 启禀陛下 李珍府邸 已经查抄干净 无所遗漏 查出多少银子 少旭姬宁没望过去 他很想知道 是不是黄金万两 富可敌国 兵部尚书 迟疑了一下 缓缓道 黄金五十两 白银三百两 仅断千匹 嗯 还有呢 没了 没了 少旭姬眼睛一瞪 怎么可能就这一点 启禀陛下 确实没了 兵部尚书 为难地看着少旭姬 这个是真的没有了 他总不能硬编吧 少旭姬副手定夺片刻 冷声道 传指 李珍其人狼子野心 有不臣之心 废除李珍在职期间所有的政策 并且对外宣称 其富可敌国 因东窗事发 而逃窜丹州 自立为王 从今往后 李珍此人 在大狱国内 不得任何人提起 锁住歌词 一律焚烧殆尽 一个不留 朕要抹去他所有的功绩 大狱从此对此人 不得有只字记载 他的话音刚落 一到人影 就走了出来 陛下 万万不可 李珍为人 即便有罪 但是政策无罪 诗词歌赋 更是无罪 大狱自建国以来 更未发生过如此颗恋 再者 凭空捏造 非是君子之举 陛下 出列之人 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开口 公屋李珍的御史大夫 崔辙 他虽和李珍不和 但那是因为 对方的地位而治 可对其人的才能 崔辙 是实实在在的佩服 崔辙 你是在说 朕不是君子 少旭机密着眼 寒光直射殿下的崔辙 杀意浓重 现在 对于李珍他 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就想着 怎么能够搞破 对方的名声 其他的不在考虑之中 扑通 崔辙跪倒在地 陈身为御史大夫 有劝戒陛下之责 陈并非斥责陛下 而是在劝戒陛下 政策无罪 改革无罪 歌赴无罪 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李珍的个人臣 无法评价 消息还未证实 但是其功绩 天下皆知 陛下如此 只是在自毁城墙 惹人非议 陈之心尽在体恤军性 崔辙趴在地上 声嘶力竭 他的确是为了少旭机 李珍 究竟是对是错 有没有家财万贯 有没有狼子野心 百姓 难道还不清楚吗 他们只不过是不懂 不是傻 现在的百姓 享受着李珍政策的优待 现在政策取消 百姓岂能接受 时间一长 对于大狱来说 恐怕人心皆是 少旭机可以杀一个人 杀一千人 难道能不杀一万人吗 这难道不是 莫须有之罪 朕如何 还用不着你教 崔辙一阵 看你是想不李珍的后尘了 朕满足你 来人 将其给朕拉出去 打二十大板 刚才所义之事 就按照朕说的做 谁若是再有意义 和摧折同罪 少旭机说完 摆动龙袍 转身离去 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李珍走了 他还用李珍的政策 退一万步讲 倘若对方掐着自己的命脉 那他到时候 何以反击 总之现在 在少旭机的眼里 李珍做过的 都是错的 李珍说过的 都是有罪的 人人都说李珍大财 这些年 已经将他神化了 大狱之地 只有一个人才是神仙 那就是他少旭机 李珍能够做出变革 那他少旭机 也可以 这些年 他从李珍的身上 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也是时候 该洗牌了 他不是傻 而是在重塑皇权 少旭机 要将李珍的影响 降到最低 这才是他真正的意图 现在百姓的福利优待 很多都会随着他 去除李珍的政策 而消失 到时候自己在出生 以另外一种方式 力挽狂澜 收复明星 到时候 大家就会记得 是他这个皇帝 让他们过上了 如此富足的生活 而不是李珍 哼哼 李珍 你以为朕没了你 就会束手无策 可笑 你还自立为王 你是那块料吗 王 你也配 当了几年丞相 就以为自己 可以站在朝头之上 狂妄 若是当初没有朕 你不过就是 城中一小贩而已 如今倒是心气渐长 将你抓回来之后 朕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 让你尝到世间 最为恶毒的刑法 到时候看着你 跪在朕的脚下 摇尾起连 现在的朝堂混乱 只不过是在 度过一个瓶颈 带这个瓶颈过去了 大狱仍旧是那个大狱 而你李珍 却不是曾经的 那个李珍了 万人敬仰 世子之表 这都是朕给你的 朕用你的时候 你是百官之手 不用你 你就是一条小狗 朕可以将你推上去 也可以将你撤下来 朕才是九五至尊 大殿内 武将一力昂首挺胸的 离开了大殿 武将的时代回来了 曾经李珍得罪的 功勋门法 还有一些现在 仍旧存在 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 曾经属于他们的荣耀 正在缓缓复苏 众多文官 则是唏嘘不已 今天少续级的表现 简直就是差强人意 甚至说是糊涂 李珍改革 他们这些 为官之人 谁不知道 好处在哪里 现在居然要废除 这不是儿戏吗 自从李珍离开后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皇帝那有限的手腕 和眼光已经暴露了 曾经的他英明神武 那都是李珍 对外宣传出的形象 可是现在 少续级是在自掘坟墓啊 忠诚之士 是在考虑 怎么能够劝劝少续级 还有一些人 已经准备好了 离开大狱 现在的少续级喜怒无常 罢官犹如喝水一样简单 在这里 太没有安全感了 他们有才能 到哪里 不混口饭吃 李珍在丹州的事情 可不只是大狱知道了 中州其他五国人家的情报系统 都不简单 大庆 庆帝和文武百官 看着来自丹州 还有大狱的双重情报 笑得前仰后翻 哈哈 真是滑稽啊 庆帝看着少续级 在朝堂之上的种种言论 摸着胡须开怀大笑 庆国和大狱接壤 大狱四海升平 天下笃定 百姓富足 兵力强悍 简直就是一个巨无霸 卧榻之侧岂荣 他人酣睡 所以庆帝早就 已经担忧起了这件事 之前就有探子 曾经汇报过 大狱想要 对大庆国用兵 不过被李珍给阻拦了 当时李珍的话 也是因由在耳 让外必先安内 一旦出兵 就要以压倒性的优势 一战工程 给臣十年 臣可以让大狱的 战马踏遍九州 这句话 对于庆帝来说 杀伤力太大了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因为大狱的发展速度太快 真到了那个时候 可能就和李珍说的一样 大狱马踏九州 而无义何之敌 庆帝当时 是甘着急 但是没有办法 谁能想到 如今不过一载 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李珍居然罢关了 在庆帝的眼中 大狱唯一的威胁 就是那个少年 他的一系列政策 和发布的书籍庆帝 曾经仔细研究过 只能说是探为官职 庆帝无数次都感叹过 为何这种人会去到大狱 曾经他的眼中定肉中刺 如今被那位皇帝 亲手拔了 只能说是佩服 深深地佩服 好似有一种 自己挖自家墙角的感觉 当然 如果换作庆帝 他也会动手 毕竟李珍太年轻 可是最起码 要达到自己 能够稳定朝堂之后 才会动手 而且 不会如此之优柔寡断 少续姬 无能之贝儿 庆帝将情报 轻飘飘地扔在地上 浑身轻松 陛下 玉帝之手腕 能力据是下下之侧 如今更是昏庸到 用莫须有的罪名 去抹出李珍的功绩 如此之举 足以看出 对方的心智单纯 而我们是不是要 加一把火 庆国的宰府寻余面 带一丝悬疑的微笑 说得好 该当如此 这件事 就劳烦成 相去安排一下吧 身为接壤之国 他肯定是希望 对方越乱越好 老臣明白 寻相若 是需要配合 监察院 在御国的暗探 可以全力配合 监察院院长 陈玄平 点头示意 有劳臣院长 庆帝看到自己这边 其乐融融的景象 十分之欣慰 不管真的也好 假的也罢 总之在他的面前 大庆还是一副 齐心协力的场面 这就已经够了 陛下 李珍在丹州的事情 需不要需要派探子 亲眼查识一下 陈玄开口请示道 不用查 李珍说的 必然不会是假的 纵观他在大狱的举措 此人善用阳谋 不像你称院长 清兵是真 武者修为也是真 恐怕 他早已经料到 会有这么一天 未雨绸谋罢了 这些我们都不用理会 该头疼的是他绍续姬 何况 现在绍续血 不是已经前往丹州了吗 他能不能带着李珍回来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庆帝 摆了白手随后 轻轻抚摸着胡须 命业家老祖随时待命 如果绍续血真的 将李珍带回来了 那就让他去半路截胡 李珍此人大财 是 犹如庆国的一幕幕 在其他国家同样上演 不过 除了接壤的大庆 和一直惦记李珍的大器以外 对于其他国家影响 并没有那么的大 都当的笑话看 另外一个和大狱敬仰的国家 就是林国 林国女帝看着信息 清冷的脸颊 闪过一丝忧愁 林国在九州六国垫底的存在 他父皇离世的时候 救他一个独女 如今强撑了五年 不知道多少次 他羡慕隔壁的大狱 有李珍这么个人才 现在 什么 陛下要资助李珍 陛下 此事万万不可啊 如此之举 若是让大狱知道了 恐生兵士 林国宰府一头白发 听到这话吓得 差点昏死过去 这如何了得 他知道 自家陛下 对于李珍 那是十分的推崇 可是林国 毕竟不是齐国 和沁国那般的强国 李珍哪怕加入了 大狱也不敢妄动兵士 但 陛下无论再如何欣赏李珍 就是李珍 真的来他们林国 他们恐怕都无法接受 因为他们太弱了 战地不足一周 和大狱 大齐 大楚 全部接壤 可以说 如果不是大家都想有这么个缓和之地 恐怕林国 早就被吞并了 这种波动 各个强国的事情 他们这种弹丸小国 如何能够掺和 林国女帝 薛都灵 微微摇头 相父 李珍之才您比真更加的清楚 现在资助一些粮草 武器 劫下人情 将来 薛都灵 那绝美的容颜 在灯火的照耀下 也是有一丝的红润 老成相心中 长叹一口气 他是看着薛都灵长大的 对于这个妮子 他是当成了女儿 兢兢业业 不敢有一丝懈怠 对于其的心思 了如指掌 什么投资 就是小女子的爱慕之心 作祟罢罢了 李珍的几本著作 薛都灵都要翻烂了 少女怀成很正常 可是 之前的李珍不合适 现在的李珍更不合适 相父 我就这一个要求 你就答应我吧 暗中进行 不会被遇过发现的 薛都灵走下台阶 来到老成相身旁 一双明亮又灵动的眸子中 满是期待 依你 依你 但是 就这一次 也算是了却你心中所想 以后 是万万不可如此了 老成相到底是 抵挡不住攻击 只能无奈叹气 谢谢相父 我亲自罗列物资 薛都灵绝美的容颜 闪烁着欣喜之意 自从得知李珍罢关后 薛都灵就在想 要是李珍出现在邻国该多好 同时心中 又有担忧 他虽然 从未真正见过李珍 但是读书 犹如月人 从李珍的书籍中 薛都灵能够感受到 一个意气风发的天才少年 这些东西 或许李珍不需要 但这是薛都灵的心意 那浅浅的笑容 无不再让老成相揪心 李珍的名号 在六国当中 可谓是如雷贯耳 尤其是和他职位 同等的丞相 各国丞相 都公开曾经表示过 自己不如李珍 无他 公鸡在那摆着呢 曾经李珍 对大禹朝臣说过的一句话 十分之刻骨铭心 老成相久久不忘 你们的手段 能力我都有 我还比你们多一项 那就是良心 可惜 本该是一代名相的李珍 如今却是去了蛮夷之地 半君如半虎 古今往来 别说李珍 这般辅佐 就是从小到大 辅佐起来的帝王 成龙之后 反噬得多不胜数 只能说 这就是臣子的命运 放眼六国 能够善始善终的大臣 又有几个 另一边 除州官道之上 少旭雪离开京都后 马不停蹄 马些人不歇 一路直奔北韩关 两天未合眼 最后 赵不归无奈 只能让树龙卫副将 赵结统兵 他追随着少旭 雪策马狂奔 公主 你已经两天 没有合眼了 死去丹州路途甚远 您就算是不吃不喝 也得十三日 不能急于一时啊 伤了身体 赵不归 我跟你说过 在外要撑植物 你如果跟不上 可以不跟 少旭雪冷冷地回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担心 你的身体吃不消 赵不归毫不在意 少旭雪的态度 他已经习惯了 纵然如此 但他仍旧美得不可方物 少旭雪没有搭理他 而是挥动缰绳 加快赶路 大离地狱 在六国中排名第三 横跨三州之地 如今 过着除州 还需要三日 过了除州 就是路州 穿越整个路州 也需要八天左右的时间 他现在的心 都在李真的身上 所以根本顾不得疲惫 少旭雪 就是想去亲眼看看 对方到底是不是 娶了一个蛮夷之女 赵不归看着那道背影 眼神里浓浓的情意 少旭雪 总是那么美若天仙 能够和他共赴一路 已经是非常开心了 大真王庭 灭了驯风部落后 李真没有继续扩张 吞并其他部落 他在等大狱 只有这件事过去后 大真王庭 才能够真正在 丹州立足扩张 趁着这个空荡 还是需要让狼 其多加训练 更加的成熟 李真副手 站在新搭建的 王庭大仗前 看着对抗训练的狼旗 和黑旗面露淡淡的笑容 刚开始黑旗 还自视甚高 看不起狼旗 但是当他们待了两天后 顿时就被狼旗的训练方式 和那种制度所吸引 然后 纯旭就带领着自己的人 也加入到训练当中 这是第三天 大家都已经开始 对抗训练了 大王 万一黑旗把咱们的功法 学习去了怎么办 朔炎月 靠在李真的肩头 有些担忧 学 他们能够看到的 都是皮毛 他们以为自己在学 殊不知他们 已经变成 再给狼旗未招 李真副手淡淡地看着远处 他们日子 到了会投诚吗 朔炎月 不确定地问道 黑旗不是 不只是黑旗 中原九州的人向来 看不上他们单周 让旗归心很难啊 他们回不去 如果归顺也就罢 不归顺 那就是死 李真说完 招了招手 来人 告诉朔炎和旭 明天的训练场地 去营地外面练 务必要 给我表现出 亲如一家的态度 是 大王 李真回眸眼神 穿过营地 看到了一个很小的影子 嘴角轻轻勾起 从他们 被玄月抛弃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下场 要不加入自己 要不就是 埋葬在这片草原之上 当晚 纯旭结束了一天的训练 带着人 去洗了个澡 回到营地之中 这几天 他可太爽了 不只是他 还有黑旗 都是如此 每日充实得很 今天他刚回到营地 就看到手下十个千 其统领 都在等着他 嗯 有事 纯旭看着十人道 其中第一千级的统领左右 看了看低头道 将军 这已经过去了三日 大狱 纯旭文言 脸色一沉 他把这事给忘了 主要是纯旭这个人 他对于骑兵的知识 太过于渴望 一旦投入进去 就会沉浸在其中 将帘子拉住 进来说 纯旭深入营帐里面后 将甲咒脱下放在地上 经过这几天的熟悉 他可以说是 对于李真内心 充满了浓浓的疑惑 和一丝崇拜 据狼旗的人说 李真有骑兵专属的功法 光是这一点纯旭 就心中火热 不过可惜 没有人透露给他 再一个 就是人家的训练方式 比黑旗更加的领先 那种劣阵的方式 和紧密的配合 令他们这些专业的 都是心中惊骇 黑旗冲阵之后的联系 是可以达到 牵旗这一层 这已经很夸张了 但是狼旗 却可以达到百旗之间 这就意味着 对方即便冲阵失败 也可以有序地练习 并且以小单位架构 再次组成进攻 并且 不会失去联系 这很夸张 他实在是不敢相信 这居然是一个 擅长内政的人 能够做出来的 纯旭思索片刻 轻轻地叹了口气 你们来寻我是什么意思 将军 你误会我等了 大狱乃是我们祖辈之地 虽然李真 确实能力非凡 可我们仍旧想要 回到大狱 我等效忠的是 大狱并非是玄月 等回去之后 墨江必定要参他一本 为首的统领柳州 愤愤不平道 他至今回想到 玄月自己离去 仍然怒气难消 纯旭看着在场的 十个统领微微点头 而等能够有这种想法 本将还是欣慰的 但是看这个情况 时日估计是玄了 我已经决定 真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营地宽松 到时候你们本部骑兵 冲杀回去 听着纯旭的话众人 很快反应过来 那将军你呢 纯旭起身副手 叹了口气 大丈夫身在世间 说话里应算话 李真对待我们 确实按照约定 毫无可待 公答应于我的都办到了 但是我答应他的 确实办不到 所以到时候 你们离开后 我会自觉 以全合李真之愿 说话的时候 纯旭心中 还是不好受的 经过这两天的接触 李真给他的印象 完全和之前 听闻的天壤之别 对于兵士的理解 和对待士兵的方式 他认为 李真起码算得 尚是公平公正 毫不吝啬 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 可惜 他们身为大狱之人 男四二主 将军 要走一起走 要不走大家就一起 柳州话音未落 就被纯旭白手打断 而等的家人 都在大狱 莫要多言 以我之命 化儿等归途 已经赚了 这几天 你们就好好的 学习狼旗执行军方式 将这个方式 带回大狱 众人的脸色难看 对于纯旭来说 这个决定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古代名声 非常的重要 纯旭如此 不管如何 他的名声 都算是毁了 而且 留在这里 李真会简单地杀了他 肯定不会 到时候 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 为了大狱 我只能如此 朱鹊 希望你们可以将我们 大狱的骑兵 带到一个更加辉煌的地步 纯旭眼神中 透露出坚定之色 莫 在场的统领 进阶跪地 接下来的几天 黑旗可谓是全心全意 在营地中和狼旗学习 而狼旗也是毫无保留 虽然不教授他们 可是看 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营地里面的场地不够 被拉到了外面 双方摆开阵势 互相学习 不过 令他们难受的是 想尽了一切办法 都没能够从他们的口中 套出关于骑兵功法的 只字片语 眨眼之间 十天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今天一早 李真从大营中走了出去 刚走出去 就听到朔炎和旭急躁的声音 大王 不好了 黑旗逃了 末将该死没有看住他们 他们朔炎和旭一脸羞愧之色 他以为对方这么多天 跟自己在一起 是要加入他们了 于是 就放松了警惕 结果 今天一早 发现首营的人都死了 黑旗的营地 只剩下 了他们的副将纯旭 李真文言 眉目间闪过冷色 大王 我 跟你没关系 是本王让你不用看着的 将纯旭给我带过来 命令一万狼旗 整装待命 说完 李真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回去 他们还能回得去吗 学悦比自己 更不想让他们回去 一开始 他是打算收服对方用的 可是现在看来 也没有必要了 给脸不要 果然和他们那个皇帝 是一个纲目的玩意 朔炎和旭 立刻领命离去 没过一会 纯旭就被带了进来 他是想自杀的 不过被朔炎和旭 恰巧给拦下来了 扑通 纯旭被拉进来 暗倒在地上 纯旭呀纯旭 本王善待于你 善待于你的士兵 你就是这么回报本王的 李真盯着纯旭冷声问道 他早就已经猜测到 对方不会这么安稳地投降于他 毕竟 如果真有这个意思 也不用等十天 我自知有罪 罪在我身一人 要杀就杀了我吧 纯旭不敢抬头 搭拉着脑袋沉声道 唉 可怜啊 你们以为大狱还记得你们 忘了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玄悦已经将那些人的家眷 全部处理了 李真说着 纯旭猛地抬起头 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 他玄悦 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胆子 李真起身哈哈大笑 你知道 本王为何在第三天的时候 拉你们去旷野操练吗 都是给玄悦派来的人看的 一万黑旗家眷 已经在三天前 就被少旭纪传令 全部抓起来处斩了 李真来到纯旭的身旁 伸手轻轻地拍着对方的脸颊 从你们来这里的那一刻 就回不去了 玄悦离开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怎么弄死你们 说着 李真猛然出手 手指裹挟着真气点 在他的丹田之处 轰的一声 纯旭体内 仿佛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 李真拍了拍衣袖 站起身来 本王不会让你死的 我会让你后悔欺骗我 将他绑起来 等我回来 慢慢地跟他玩 李真随意地摆了摆手 刚才他已经将其一身舞蹈肺了 李真 你是个魔鬼 你是个魔鬼 纯旭抬头双眼通红 李真早就知道了 却不跟他们说 这不就是等着 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李真微微摇头 浅浅地叹了口气 你说的本王好心塞啊 要和狼旗对练的是你们 想要学习我们狼旗阵列的 也是你们 从头到尾 我有骗你们 你们的家眷 是我杀的吗 真特么的是 世风日下 老子好吃好喝养着你们 悬月杀你们全家 你特么地不恨悬月 你恨我 你特么地 真不是个东西 李真的话 将纯旭对得哑口无言 你不是执刀人 但你是操刀鬼 李真你好狠的心 纯旭被拖出去满脸泪水 都是他的错 是他害了这些人啊 一万人全家上下 现在他已经相信李真的话了 大狱的人看到他们和狼 其亲密无见 学月定然会以为 他们已经投诚李真 按照少旭机对于李真的记恨 肯定会对这些人 施以雷霆手段 抄家是肯定的 是我害了你们啊 纯旭声嘶力竭 争鸣无比 听对方凄厉的声音 李真伸出右手对准兵器架子 真气立刻挥聚在手中 一股绝强的吸力爆发 霸王枪瞬间弹射 落在他的手中 朔炎何旭手持大道 早就已经等候在门口 他已经迫不及 带想把那群砸碎给剁了 亏他还按照李真的命令 教他们狼心狗肺 跟随本王去看一出好戏 李真脸上挂着冷冷的笑容 一场精彩绝伦的好戏 北韩关 学月步履匆匆地来到城墙之上 眼神死死地盯着 下方叫门的黑旗 他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 这些人居然回来了 北韩关主将王霄 副手淡淡地看着赶赴而来的玄月 玄将军 你给京都送去的战报上 不是说这一万黑旗 已经投降于李真了吗 为何他们说自己是冒死逃回来的 而且 这怎么是满边 你们和狼旗的战斗 难道一人未伤 王霄饶有兴致地问道 脸上竟是调侃的神色 王将军 此事乃是探子 会报得的消息 当时你也在 探子亲眼看到他们和狼旗对抗训练 难道还有假 玄月眼神不爽地看了对方一眼 至于对方所说的人损之事 避而不达 哦 那既然如此 本将军就不掺和了 人是你们黑旗的 如何行事 还请玄将军自行定夺吧 王霄瞥了一眼 玄月湿湿然地转身走下城墙 黑旗驻扎在北韩关 但是拥有独特的地位 平日里 这个玄月对他也是巨傲得很 所以 王霄也不愿意管他们的事 总之从头到尾 都是玄月向京都汇报的 这些人的家眷 可以说间接也是 死在了他的手里 跟他王霄可没有半毛钱关系 现在人回来了 麻烦可是持续的 这些人若是入了关 那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家眷 已经被刺死 则则则 更何况 如果他们进来了 那么玄月就等于是 挂上了欺君之罪 玄月显然也是 明白此事 他眼神阴狠地看着城下之君 这群该死的人回来干什么 玄月 你当初抛下 我们独自离去 现在又干什么 难道不让我等路程 第一千骑同龄柳州 愤怒地抬头大声道 其他将士纷纷附和 当即整个关下 是一片骂声 大家一上午奔袭 那叫一个担惊受怕 回到这里 现在居然不给开成门 这更加的是 点燃了他们的怒火 城墙上的士兵 面面相去 玄月抛弃军队 他不是熬战奔逃回来的吗 显然大家心里 都产生了疑问 玄月不敢接话 但是也深知 不能让他们继续说下去了 当即脸上闪过狠辣之色 全军准备 给我准备弓箭 他的声音落下 顿时引起阵阵骚乱 这可是他们的黑棋呀 都愣着干什么 难道没听到本将军的话 他们已经被李真收服 过来叫门 只不过是阴谋诡计 赶紧给我弯弓搭箭 玄月大吼一声 众多士兵虽然脸色为难 可却不敢抗命 一个个地将弓箭取出 对准了下方的黑棋 城墙下 柳州呆若木鸡 刚才玄月的声音 可是清晰地传送到了 他们的耳中 居然要对他们放箭 玄月 你当真是疯了 疯了 军中自相残杀 这可是诸九族的大罪 你杀了我等 你承受得起吗 柳州疯狂大喊道 玄月低头死死地盯着他们 大于律法 乃是自相残杀 而你们已经被定义为叛军 你们的家眷 早就已经被陛下处死 对你们出手 可不算是自相残杀 胡言乱语 你们就是 李真派来的蛊惑军星的 所有人听本将的命令 将这些叛军射杀于此 玄月大手一挥 当即城墙上的守军 瞬间松手 锋利的剑语 笼罩下方黑旗 一个来不及反应的黑旗 直接被射成了马蜂窝 黑旗固然精锐 但是面对如此之高的城墙 他们不可能飞上去 更何况 现在大家的心里 都还在思考玄月说的那句 他们的家眷 已经被处死 柳州双眼通红 他没想到玄月这么狠 为了不让他们回来 做得这么绝 现在他们后悔啊 早知如此在大阵亡 停不好吗 撤 柳州愤怒地下令 调转马头 挥舞着兵器 格挡着空中 飞射而来的乱剑 他将来有机会 一定要让玄月血债泄长 此仇不共带天 城墙上的玄月 大声地呵斥 不要停 给我射 事情已经如此 他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 无论如何 这些人绝对不能入城 要是入了城 他就活不了了 就在柳州带领黑旗反冲回去的时候 突兀的一阵阴云笼罩而来 抬头看去 玄月满脸惊骇 也是剑鱼 狼旗 刚刚从北韩关的笼罩范围逃出来 结果现在又进入了狼旗的剑鱼当中 在他的眼神中 李珍带领一万狼旗 从远处汹涌奔腾而来 看到黑旗死伤惨重 李珍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玄月那个二傻子 怎么可能会让他们进去 就这样 一万黑旗在双方共同攻击下 一个个接连倒下马去 很快伤亡就超过了三分之一 李珍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黑旗愿意全部听命于你 从此以后 我们和大狱不共戴天 柳州挥舞着兵器 抵挡着漫天的剑鱼 表情猙獰 现在的处境 让他感觉十分憋屈 家回不去了 大真王庭也回不去了 李珍将霸王枪砰的一声插在地上 抱着手细血刀 有那么廉价吗 你们既然离开了 那就不要回来了 远处城墙上 大狱的边军 看着在双方夹击下的黑旗 脸上都是露出不忍之色 显然黑旗并不是像玄月说的那般 玄将军 黑旗若是加入了李珍 怎么会被对方射杀 这其中是不是有何隐情 城墙上的边军统领 皱着眉沉声道 他们同为大狱军人 看到黑旗如此无助 心中五味杂陈 很不适滋味 放屁 李珍擅长阴谋诡 这是他的苦肉计 就是为了给咱们演的看的 你若是停了 就着了他们的道了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听 来人将火石头放弃给我打开 玄月心中的愈发愤怒 李珍这个做派 可是将他的想法都给打乱了 简直就是个白痴 这一万人 他收了又如何 非要在这里杀 这不是告诉所有人 自己是在说谎 边军的将士们 此刻都是眉头凝视着远方的一幕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感秤 而现在显然这感成倾斜了 玄将军 请恕末将无礼 全军听令停止攻击 来人开城门 那个统领大吼一声 身为大狱之人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属于大狱的军人 被肆意地屠戮 你敢抗命 玄月眉头一皱 怒目原睁 将军 您是黑旗的将军 不是我们北韩官的将领 统领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他可是边军系统的 又不是黑旗 听他的命令 是给他面子 不给他面子 他又如何 显然 城墙上的边军 还是听他的命令 纷纷停止攻击 大王 那边的剑语停了 朔颜和续策马 来到李真的身旁 犹豫地看着李真 这个时候 可是很好的冲锋时机 若是错过了 他们很可能会逃回去 李真微微摇头 不要冲锋 给我将他们赶过去 活人可比死人有作用得多 反正也没剩多少人了 杀了他们非常简单 但是放他们回去 才是王诈 亲自动手多没有意思 还得是看他们自己狗咬狗才好玩 明白了大王 朔颜和续 当即挥舞着大盗 后方的骑兵前压 苦苦坚持的黑旗此刻也是 顾不得许多了 他们已经看到了开启的城门 后卫边前卫 迅速往后撤了过去 柳州双目中血丝密布 一万黑旗到现在已经不足一半 甚至只有三千多人 他现在心中浓浓地怨恨 恨李真 恨玄悦 随我冲杀进去 取了玄悦的脑袋 柳州挥刀将甲咒上插着的箭矢砍断 杀玄悦 杀玄 剩余的黑旗们纷纷怒吼着冲向北韩关 城墙上的玄悦心中一灵 这要是让对方冲进来了 那自己不就是凶多吉少了 五品舞者是武力高强 可毕竟他们还是人 面对三千誓死如归的疯子 别说他五品 就是六品来了 也得跑 关城门 将他们拦在外面 就在玄悦再次想要逃跑的时候 离去的王霄重新站上了城墙 他的命令显然是比玄悦的好使 当即刚刚打开的城门合并 王将军 帮帮我 帮帮我 玄悦犹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将军 我们要攻击吗 那个同龄请示道 人家王霄是北韩关主将 不管如何 人家开口了 对错都得往后放 执行完毕才能够论对错 玄悦当即开口道 动手啊 杀了他们 话音刚落 旁侧的王霄迅猛出手 一记手刀横在了对方的脖梗出手 王霄乃是六品巅峰舞者 以有心算无心 玄悦根本没想到 王霄会对他出手 噗通一声 玄悦倒在地上 来人将其带下去 未散武丹 关入大牢当中 等大将军公主 来了发落 王霄刚才压根就没离去 一直都在城墙下面听着 他在等能够将其坐实的证据 现在人证已经有了 玄悦几乎是死定了 所以他才出现在这里 王霄做完这一切 来到城墙边上 低头对着 已经冲到城门口的黑旗道 我是王霄 北韩关主将 玄悦因构陷黑旗 谎暴军情 已经被本将军绳之以法 诸位兄弟莫要急欠 大将军公主不日便将赶到 儿等有何冤情 大将军公主 会为你们做主 但是儿等如果带兵器入城 兴致就变了 再无回头的可能了 所以诸位兄弟 放下武器 我引你们入城 将来龙去脉解释清楚 大将军公主 会给你们做主 王霄的声音 该说不说是充满了真情 城墙上的守军 也是纷纷附和 所有黑旗 都把目光看向了柳州 柳州将手中的武器 扔在地上 说到底 他们为何回来 还不是因为自己心里 惦记着大狱 结果回来之后 听到自己的家人被杀 玄悦又对他们赶尽杀绝 他们的内心 充满了委屈 现在经过王霄这么一说 可这是戳中了他们的痛处 许多黑旗 都是嚎啕大哭 更何况 少旭雪在军中的地位 可是兵先 大狱军方第一人 王霄看到这一幕 立刻摆手 开城门 迎兄弟们回家 声音中充满温暖 远处的李珍 看着那个城墙上的身影 嘴角上扬 露出一抹细血 这一波这个王霄 可谓是天秀啊 即将眼中 定玄悦给拿下了 又在边军面前 秀了一把自己的爱兵如子 声望 目的都达到了 相比起来 玄悦就是个大傻子 撤军回营 李珍抬了抬手 柳州这些人杀不杀的 已经无所谓了 他们家人都已经死光了 接下来对他们而言生活 就是无尽的折磨 血月就算是死了 他们的家人也活不过来 所以 还是这个情况 狼奇拱卫着李珍 缓缓撤退 城墙上 王霄看着那退去的狼 其抚摸着下巴的胡须 天下人尽皆知 李珍的文能 而如今 从狼奇身上 就能看到他的武才 一个武道天才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会用脑子 边上多了这么一个 邻居可不是好事啊 也不知道朝堂上的人 是在想什么 将李珍这般人物 给放出来了 狼奇大军回到了王亭 李珍 将武器递给旁边的仆从 王霄 此人是个人物 他对于此人 还是非常陌生的 对方 是老边君出身 一直未曾 在京都任职 从今天这情况来看 这个家伙 可比玄越难对付 大王 那个纯旭如何处置 朔颜何旭 对于没能够将黑器 全部斩杀 心里十分不悦 所以怒火 只能倾泻到他的身上 李珍眯着随意的摆了摆手 将他拴在王亭的门口吧 忠肝义胆 责任心强 别闹了 他可不会在意这些 李珍在意的 就是一只成剑制的黑器 剩他一个 根本没用 对于敌人 李珍向来奉承的 都是能多狠毒 就多狠毒 你不对他狠毒 等人家 反过来咬你 那可是 会很疼的 至于杀了纯旭 那太过于便宜对方 伸了个懒腰 他似乎是听到了 少许雪快来了 大王 有人一队 拉着物资 说是要见你 负责营地警戒的 朔炎熊走了过来 见我 过去看看 李珍疑惑的 看着朔炎熊 见自己 还带着物资 这是要跟自己做买卖 放下心中的 疑惑和朔炎熊等人 走了过去 还不是从正门进入的 而是在距离王亭树里之远 李珍纵马过去 看到对方的打扮后 眼神中的疑惑 越来越浓 这些人皆是身穿黑袍 从头笼罩到脚 拉着三十多车的东西 我们大王来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赶紧说 哪位 是李珍大王 我是 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珍微微皱眉地看了过去 拜见李珍大王 这封信请你收下 还有这些物资 那人说着 将一封信递了过去 朔炎熊将其接过之后 仔细端向摸索了一下 确定没有什么的毒之类 才给了李珍 这一套搞得李珍更加的疑惑了 将信封打开入眼捐秀的字迹 李珍亲戚 马车上是兵器粮草等物资 全部送给你的 这行字极其的简短 李珍抬头要询问的时候 那伙人转身就跑 朔炎熊当即就要带兵去追 不过被李珍摆手拦下 他来到一个马车前 抬手将长部掀开 里面是堆积整齐的长刀和长枪之类 李珍随意地拿起一把 右下脚印着一行小字 铃国气泄思住 李珍翻了个白眼 这很难评 李珍障儿摸不着头脑 他在铃国没有熟染 在他的印象当中 铃国就是九州六国凑数来的 存在感实在是太低太低 而且面积相比于大欲小得多 他之前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对方 不过现在他也是顾不上在意这些 人都跑得没影了 那家伙好像是做贼似的 能从铃国调集这么多的武器粮草 想来也不是一般人 他搞不明白 不过也不需要明白 给东西就收着呗 虽然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拉回去 李珍打量着手中的信 猛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名字 薛都灵 铃国女爹 好像除了他似乎也没有人 能够从铃国调集这些东西 然后出关送到这里来 越想他越觉得应该就是对方 可是李珍真的不认识他 从来没见过 奇怪 自己难道是魅魔体质 铃国 薛都灵收到信息后 绝美的面容浅浅地露出两个酒窝 他应该不会知道是我送的吧 旁边的老丞相在心中满是无语 怎么可能不知道 以李珍的智慧 要是猜不到那才是有问题 武器上那么明晃晃的标识 联想到薛都灵的身份很简单 这也是他故意的 他可以将为踏硬的武器送过去 可是 为何要那样 既然已经送了 那就要表现出来 不过这些话他是不会说的 既然薛都灵想要这样 那他就配合呗 让李珍记个好 用得上用不上暂且不提 反正李珍记得就好 他若是让大狱给灭了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 假如他真的能够在丹州闯出一片天地 那将来说不准谁还能用得着谁 吃不吃流度的 走不走流路的 不过 老程相对于李珍的未来 不是很看好 据说少旭雪都已经赶往北韩关了 九州六国谁人不知 大狱有一文一武 文是李珍 是少旭雪 一日 北韩关 王霄带领手下 各部将领恭敬的 守在北韩关 和大狱内部的城门口 玄悦则是被压着跪倒在地 柳州等黑旗回到北韩关后 将来龙去脉原原本本的全部说了出来 一时之间 黑旗群情激愤 黑旗大营里 还剩的一万人 都是与柳州一道 要将这件事 告诉少旭雪 让他给他们做主 王霄看了看天空中的阳光 看这个时辰 也应该快到了 跪倒在地的玄悦心 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现在这个情况 他不敢保证 照不归还会照着自己 就在大家都心情不一的时候 远处两道身影 急迟而来 王霄立刻低头单膝跪跌 哗啦 所有北韩关的武将 齐齐贵倒在地 拜见大将军公主 代甲不贵 这是武将的特权 但是少旭雪是个例外 从小对方 就展现了非凡的兵士素养 曾经独自带兵 击退大沁 六次进攻于山水观山 用十万大军阻挡大沁 五十万大军 一战成名 大将军公主 这是独属于他的称号 玉 少旭雪来到众人 身前勒马而悬 目光看到 被五花大榜的悬月脸上 露出疑惑之色 清冷的声音从少旭雪嘴里发出 回禀大将军公主 黑旗统领玄 越在丹州战场之上 抛弃一万黑旗 独自逃命 随后 王霄缓缓将来龙去脉 一口气全部吐露清楚 紧接着柳州 一嗓子哭腔出来 黑旗全部跪倒在地 请大将军公主 为我等证明 玉月的嘴 被堵得严严实实 他恳求地看着少旭雪身后的赵不归 而被他恳求地看着那位 则是将目光挪到了别处 他现在可就不了对方 数万条人命 他背不起 更何况这可不是 单单是这北韩关大营的黑旗 整个大狱黑旗十万 分布在各个边关 这事情迟早会传出去 到时候这个业力太大了 他背不起 少旭雪本就清冷的面容 更是闪烁着杀意 他没想到北韩关这两天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还有黑旗这只大狱的精兵 居然损伤了将近七千多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 死在了自己人手中 这简直就是荒唐 未将不与世同生共死 本就死罪 为了自保 而肆意吐露我大狱之君 更是罪该万死 将这里的事情 非应传输回京都 弦岳全家一个不留 至于他本人 柳洲就交给你们处置了 少旭雪十分果断地下令 有错就要认 挨打要立正 听到少旭雪的话 柳洲等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多谢大将军公主 为我等证明 弦岳的眼神中满是惊恐 柳洲如何对待于 他那简直不敢想象 打开城门 我要去见李珍 少旭雪将这件事 处理完后冷声道 是 不过 大将军公主 末将 亲自看到李珍的狼旗 精锐十分 末将带领北韩官大军 与您同去吧 王小知道少旭雪的目的 但是让他亲自去 万一有个危险 李珍 他不会对我出手 打开城门 这是军令 说完 少旭雪拍马 从北韩观众将领中穿行而过 大将军 王小还要开口 赵不归纵马 跟了上去 公主由我保护 开城门即可 王小看了一眼 赵不归微微点头 他和赵不归的品级一样 但是对方是 少旭及眼前的红人 还是不同 打开城门之后 两人飞速冲了出去 王小命令副将 接替他负责北韩官 然后自己带着清兵数千 跟了上去 少旭雪说是那个情况 但是自己 必须得跟上去 现在的李珍可不是从前那位丞相了 万一出现什么事情 他可负担不起 少旭雪随着越来越接近李珍 他的心也是控制不住的加快 两人一别数月 身份已经是完全不同 这次他来的目的 就是将李珍带回去 和自己哥哥认罪 有他在中间调和 这件事还在控制范围内 至于死在李珍手里的黑 岂不算是 悬月是主要问题 两人飞驰在丹州草原之上 一个时辰后 少旭雪看到了 已经显露出形状的大真王亭 那敢大道 在风中烈烈作响 门口负责巡视警戒的狼 其正名谋盯着两人 少旭雪 这是亲眼看到了 传说中的狼旗 如今看到 也算是给他带来了一些震惊 的确是精锐之兵 什么人 朔炎雄策 马上前询问道 赵不归冷哼一声 瞎了你的狗眼 蛮医之辈 也配询问我等的姓名 让李珍滚出来 赵不归一身金甲 闪烁着属于强者的霸气 眼神中尽是蔑视 在他的眼里 丹州就是野蛮人的地狱 他们是落后的代表 对峙的朔炎雄目光一瞪 侮辱我家大王 我看你是不想离开这里了 说吧 朔炎雄打响一声口哨 悠扬的哨声传遍了整个营地 随即营地当中的狼 其纷纷带着武器冲了出来 赵不归的脸色渐渐难看 他虽然武力高强 但是面对这么多的骑兵属实 也是有些抵虚 少旭雪的眼神不变 淡淡道 我找李珍 你告诉他少旭雪来了 来了就来了 难道本王还需要出来 跪赢你不成 淡然的声音响起 狼旗大军顿时开始分裂 每个人都是将手握拳 放在胸口 朔炎雄也是如此 退到了一侧 李珍一身黑色锦衣长袍 手持霸王枪缓缓纵马挺进 一股无形的气势 从其身上流露 少旭雪看着眼前 熟悉而又陌生的李珍 眼神中千姿百味化作无言 现在的李珍仿佛一轮大日 因有天威半身 那般威势好似 和之前的他不是一个人 赵不归也是眼底有些错愕 说一千到一万 他听到李珍的消息 都是道听途说 现如今真正见到了他 只能说天壤之别 浑身激荡的真气 无不在证实当初的战报 武道以至武品之上 他怎么可能 少旭雪眼中的波澜涌动 沉寂片刻后 直视着眼前的李珍 跟我回去 听着那曾经他朝思暮想的声音 李珍微微摇头 古井无波平淡倒 回去做那任人宰割的鱼肉 做你少家兄妹的工具 李珍 现在你跟我回去 什么都来得解 少女的话语中有些倔强 少旭雪 你我之婚约已经在朝堂断绝 如果你是以本王未婚妻的身份来说 你没那般资格 若是以大鱼大将军公主的身份 来抓本王 那无须多言 做过一番即可 李珍仰旗手中的霸王枪 顿时身后的狼 齐开始拔出手中的马刀 速杀之气从狼旗身上缓缓流露 少旭雪的眼神中满是呆滞和错愕 曾经的李珍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么重的话 现在他居然要和自己刀兵相见 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李珍吗 你真的要沉沦在这放逐之地 统于这等蛮夷之人 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 比我都重要 少旭雪的眸子当中 隐隐有水光闪烁 哈哈哈哈 李珍听着他的话仰面大笑 可是不过片刻那笑声戛然而止 李珍的脸上哪里还有半分笑意 你说的好生可笑啊 少旭雪当初在朝堂之上 少旭极为逼于我 你漠然不语 我离去 你出口相逼 现在你说这个 千万不要忘了 少旭姬他是皇帝 那是因为他姓少 而我李珍能够成为大狱的宰相 靠的是我的实力 我李珍已经不是大狱的丞相 而是这丹州的真王 大真王庭的主人 狼旗的主人 李珍肆意的声音随着微风直上九天 真 真 真 狼旗看着那道璀璨的身影 高声附和 李珍就是他们的主人 李珍看着那曾经对自己 十分珍贵的毛子 此刻满是冰冷 冷血也罢 小蹄大作也好 他李珍就是这个性格 少旭雪的眼眶当中 泪珠萌动 他如此第三下四的开口 李珍还是这个样子 到底要他怎么样 李珍怎么就这么不可理喻 不就是那点小事吗 少旭雪将即将掉落的泪珠是去 强硬道 李珍当初在朝堂之上 不过就是那么点小事 而且是你先不顾君王之理 现在你怎么说的 好像是大狱在逼你一样 我最后的告诉你一遍 这也是你最后的机会 如果你拒绝我 从此之后 破镜难以重圆 从此以后 你我再无情缘 今日之后 你是你的大狱公主 我是我的丹州大王 李珍脸上的表情 几乎没有一丝的动摇 说话的表情十分的淡然 仿佛在说一件 和自己根本无关的事情 我替你说了 好 从此以后 再无瓜葛 那现在 是该说说 你善杀我大于黑棋的事情 少旭雪被李珍这个样子 顿时期的内心大怒 他怎么就不能跟自己低头认错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他了 他不是说 自己是王庭之主吗 那他就摧毁他的王庭 让他无家可归 到时候他去了 自己就杀到哪里 他要让李珍知道 得罪他少旭雪 今生他都只能活在阴影之中 黑暗之下 杀你黑棋的事情 李珍扑痴 一声笑了出来 他回头勾了勾手指 朔炎和旭 立刻纵马转到门口 拎着一根铁链子 将一道人影拖拽出来 大王 朔炎和旭恭敬地将链子 递到李珍的手中 李珍拽着链子 将一道人引甩到马下 少旭雪 知道此人是谁吗 黑棋副将纯旭 李珍用枪尖抵着他的胸膛 吃笑一声 李珍 你好胆 赵不归的瞳孔缩动 这李珍现在 怎么如此暴虐 崔才人的手段 简直就是 令人心中颤抖 堂堂大狱的黑棋副将 那也是北韩官的一号人物 如今却是形如家犬 少旭雪也是被震得不轻 李珍怎么能够干得出这种事来 纯旭已经数天没有进食 如今气息低迷 艰难的抬头 当看到是少旭雪后 残破的眼神中闪烁着喜色 公主 公主你是 话音未落 扑斥一声 星红的枪尖瞬间穿透了他的胸口 一抹血线染红了地面 纯旭刚爆发出喜色的眼神陡然暗淡 身体绷得僵直 他艰难地回头 瞠目结舌地看着李珍 过了大概两秒的时间 纯旭的投无力地垂倒在地面 血液缓缓流逝地加大了速度 李珍将枪抽出来 冷哼一声 杀了他倒是便宜了 他坐在马上 身体微微前倾 阴森森地说道 我杀了又怎样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令得赵不归隐隐到西一口凉气 眼前这个果断的 不像样子的人 真的是李珍 那个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士 李珍 你这是在践踏你大鱼高贵的血脉 自甘堕落 何况 还是在我的面前 公然杀我大鱼之人 少旭血眼神中 跳跃着火焰 她是一个女人 但是她也是大鱼的大将军 李珍这是在 践踏她的尊严 听到少旭血的话 李珍哈哈大笑 前仰后翻 振臂一呼 我丹州的儿狼血脉 并不比你们差 你们的黑旗 在我的狼旗面前不堪一击 主将逃窜 父将生死 如果不是本王 故意放过他们 你以为那三千多黑 岂能够回到北韩关 血脉高地 不是你说了算 而是事实说了算 报大王 十里之外 北韩关十万大军 正在赶赴而来 狼旗的探子 飞奔来低声道 顿时 赵不归的脸上 洋溢起了灿烂的笑容 哈哈 李珍 你完了 她抽出马背上的长刀 摇摇指着李珍 她虽然惊讶于对方的实力 但是赵不归 对于自己更加的自信 虎将赵不归 可不是靠嘴皮子得的 那是一刀一剑砍出来的 少旭血注视着 眼前的男人 究极仔细想要 从其身上 发现一丝的慌乱 但是没有 李珍听到这个消息脸上 并没有任何慌张 实力的对于大军来说 不过是顷刻之间 远处 素白色的大军 缓缓显露出身形 他们一身素白皮甲 前排士兵 皆是举着超大的弓箭 后方则是骑兵 中间是盾兵刀兵 十万北韩军 可挡百万凶军 大玉北韩官的主力 为守者正式枉小 他策马来到少旭血的身旁 末将来迟 请大将军 公主恕罪 无须多脸 少旭血正正的看着李珍 现在 你又当如何 十万大军在我手 你的王庭我白首 即可灭之 两万狼其算不得什么 李珍 你若是跟我回去 我可以允许你的狼其存在 也可以 让你的王庭存在 但是那个野女人必须的死 你明白 我是什么意思 你还要执迷不悟吗 旁边的赵不归听的心理 那是一个恨啊 现在的情况 都已经是他们 胜券在握了 少旭血仍旧在想带李珍回去 他到底哪里好啊 李珍听着少旭血的声音 眼睛微眯 感受到宿主正在纠结 发布选项 一答应少旭血的条件 奖励 奴仆剑法 大圆满 二 不答应他的条件 奖励 五万兵州狼其 实力皆在一品 李珍的内心无语 他也没抉择啊 不过 这个系统还真是给力 五万一品实力境界的精锐 有着六万人 他足以将整个单州 全部囊括入手中 少旭血以为 李珍不回复是在考虑 自己的话 当即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刚才的一切 不过他伪装的罢了 现在 看到自己实力强了 他仍就是动摇了 呵呵 蛮人啊 欺软怕硬 倒是让自己失望了 李珍似乎也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般刚强 王霄打量着李珍 对于李珍的军事才能 他是有些佩服的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当中 将一群杂兵训练成这个模样 要是能够落到自己的手中 那北韩军的综合素质能力 定然能够提升一大截 尤其是骑兵的能力 李珍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少旭血不复之前的模样 清冷的脸颊露出讥讽之色 嗯我想说 去你信号信号 李珍灵珍起手 让本有些傲然的少旭血 直接梦了 他是在骂自己 赵不归更是眼神中瞬间冒出怒火 骂少旭血比骂他更加的难受 举起手中的长刀怒声呵斥道 李珍 我要杀了你 我要让你的王婷一人不留 李珍红声大笑 骂的就是你们 少旭血你 真是让本王失望了 曾经以为你是一位人间仙女 现在看来 只能说是本王眼瞎 你不过凡尘胭脂 是本王将你是若真宝 可是现在才看清了 你也就是那样 说月儿是野女人 可本王娶的就是一个野女人 而你连野女人都不如 李珍放声大笑 身后狼旗附和的笑声直冲天际 后方王婷 朔颜月儿听到这话 也是浅浅地露出微笑 一颗心也是随之放在了肚子里 李珍 我要杀了你 赵不归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提剑飞身一跃而起 一道淡蓝色的真气从长剑上迸发 哟 舔狗急了 李珍哈哈大笑 提起单臂轻扁在马背之上 整个人腾空而起 右手霸王枪犹如油龙 金色的真气轰然爆发 少旭血的眼眸一惊 六匹 不仅如此 他的功法如此之霸道 他敢肯定对方在京都的时候 没有这般真气 若是那样自己不可能不知道 王小也是被李珍震到了 六匹 现在的李珍不过二十岁吧 这么年轻的六匹 霸王枪吞吐着金色的真气点 在赵不归的剑身之上 当 清脆的金歌之鸣响起 两人的对碰在空中形成了一圈余波四散 王小挥手将余波驱散 一击过后 李珍轻飘飘地落在马上 表情淡然 赵不归不过二 赵不归翻身 落地倒退两步 满脸的惊骇 眼神看着手中不断激荡的长剑 自己在硬碰硬上居然落了下风 这怎么能忍 他翻身一转从马侧抽出自己的一杆长脊 脚步如风 身躯婉转 舞动起来 那气势倒是不弱 李珍 虽然不知道你动用如何摇法弹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赵不归剑步而上 双手舞动 长脊随风骤起 李珍冷笑一声 你不只是舔狗 还是得爱找借口的舔狗 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 叫做真正的天才 花音落下 黑色的锦衣鼓荡 李珍飞身一跃而起 双手高举长枪 过于头顶 霸王压顶 李珍双臂用力 挥舞轮程满月 一股虚幻的金轮 从霸王枪上挥出 赵不归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连忙横起长脊挡在头顶 咔嚓一声响起 霸王枪落下 赵不归的瞳孔地震 他手中的长脊 已经断裂成两截 怎么换 呆滞的片刻 一点寒芒 已经闪烁到了赵不归的脖梗之处 就在即将扎实的时候 猛然 赵不归被一把扯到后面 一柄短腹横面 将霸王枪的枪间抵挡而中 好霸道的真气 出手之人正是王霄 他看着李珍的眼神颇具震撼 那霸道的真气和底蕴 完全不是赵不归所说的作假 你也不赖 既然加入进来了 那就一起吧 李珍收枪 在一瞬间反手而握横向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而去 王霄举起短腹站了上去 两人的打斗 显然比刚才赵不归的更具观赏性 李珍的霸王枪大开大合 每一击都是势大力尘 具弃吞山河之势 王霄防御得当 手持巨斧但是灵动无比 招招都能够格挡住 赵不归看到 邵续雪的眼神注视着李珍 将断裂的长脊捡起加入了战团 朔炎和煦一看这个情况 当即就要大举进攻 都别动 正好让他们两个给我练手 身处两人合击之中的李珍大合一声 他的攻法正是大开大合 应对群战 现在更是畅快无比 战得痛快吧 李珍这可是第一次全力施展 一身真气鼓荡霸道无双 巨力狂卷 以一敌二丝毫不落于下风 兵器碰撞在一起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响彻天际 越打王霄和赵不归 就越发的心惊 李珍就算是六品 但是他现在可是面对一个同阶舞者 还有一个天赋超群的赵不归 两人合击之下 居然讨不到丝毫的便宜 反而李珍是属于猛攻的那方 狂放无双的战力让人心惊 无论是狼齐还是北韩军此刻都是目瞪口呆 这种战斗他们能够见到的很少 这就是单纯的个人武力展示 少续学的眼眸中看到那道金光人影 战斗还在继续 李珍越打越熟练 气势如虹 一朝一世都是裹挟的真气令得地面尘土飞扬 一杆霸王枪在他的手中婉转如同游龙 大王威武 威武 狼齐中发出震天的吼声 这就是他们的大王 真正能够带领他们崛起的王者 反观北韩军则是显得有些静谨 他们的主将和大狱有着虎将之称的赵不归两人 合力都无法将李珍给拿下 这从豆江上面来说 他们的士气已经弱了一筹 李珍一枪横扫千军将两人扫退之后 大喝一声 爽快 自从得到系统的能力之后 他这是第一次毫无保留的施展 当真是爽力得很 被击退的两人则是脸色难看 王霄还好 赵不归已经快气死了 他为何这么能打 再来 李珍勾了勾手指 脸上竟是细血之色 他知道 此刻在这里不仅有大狱的人 还有丹州各部的人 这一战 李珍要让整个丹州知道 他的大真王亭不是那些被中原九州之国威压的王亭 他的王亭是独属于自己的 不受任何人挟制的 真正的草原之王 够了 少许雪开口冷冷的终止了这场比斗 这么打下去 对他们大狱来说 没有任何的好处 只会从士气上打击北韩军 何况他们可是有着十万大军 用不着和李珍斗浆 就李珍的实力 他都未必能够上去 将其拿下 听到少许雪的声音 赵不归松了口气 这场战斗 可谓是他极其屈辱的一次 王霄翻身上马 他知道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战斗 李珍 你当真是要执迷不悟 一条道走道黑了 少许雪仍旧不厌其烦地问道 或许是出于自己心中最后的那点温情 也可能是对于李珍的才华 而倾注的感情 现在的李珍文武双全 已经将他唯一的短板补上 放任在丹州 恐怕不需要过去多久 就能够成就气候 所以他需要确定 让自己的内心坚定 好痛下杀手 哈哈 少许雪废话少说 要战便战 李珍脚尖猛点 地面身体向后凌空飞跃落在马上 好 既然你执迷不悟 为了大狱我 只能未雨绸缪将你击杀在此 王霄听令 全军准备 少许雪的眼神逐渐坚定 李珍不可放 他是喜欢李珍 但是他更喜欢大狱 王朝姬叶蓉不得半分损失 哈哈 丹州的男儿们 告诉他们害怕吗 李珍仰起霸王枪放声大笑 不怕 两万狼气气吞山河的声音 给少许雪等人带来了一丝不好的感觉 往日丹州部落都是打不过就投降 从未表现出如此意志 尤其是王霄他对于丹州的部落太了解了 可是如今 这些人给他的感觉 就好像不是丹州人一样 将士气调集到如此的地步 他只能说 李珍有本事 暗中 丹州各部的探子看到那气吞山河的一幕 大家的心中跟着有些激动 丹州何曾出现过这种军队 往日他们面对大狱的军队 都是卑躬屈膝以求得权 但是他们旺旺 丹州的男人也是有血性的 生于蓝天白云之下 自幼旧习武的男人 起誓声而姚维起怜之辈 他们看着李珍的身影 浓浓的激动诞生 丹州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男人了 好 李珍邪复长枪于身后 眼神微眯 莫说十万大军 就是百万大军又如何 铁浮屠何在 话音落下的瞬间 轰隆隆 地面震动 狼旗分裂开来 三千重甲铁浮屠徐徐而来 瞬间威慑力拉满 在他们出现的一瞬间 远处北韩军上下眼神中 都是有着一丝恶然和畏惧 王霄眼神一正 这就是当初悬跃他们见过的 那支重甲骑兵 好恐怖的杀气 李珍这个家伙 邵续续的眉头青醋 他是航武之人 对于一支军队的感官十分的敏锐 这三千铁浮屠在平原 无敌 大王 铁浮屠已至 大王下令 铁浮屠将踏碎眼前的一切敌人 好 李珍身体慢慢挺直 狼旗何在 他的声音落下 在场所有人都是一猛 狼旗不是在你身后吗 他们来不及疑惑 突然北韩关的一个士兵 回头看了过去 进风席卷狂土 尘土飞扬 远处一杆自李自大旗 在风中飘扬 顿时那个士兵的瞳孔放大 有人 有人 有埋伏有埋伏啊 他的声音引起了连锁反应 大家回头看过去 只见远处漫天的银色的狼头甲 犹如一只咆哮的巨兽俯冲而来 狼旗统领上官奉先听大王之命 冲霄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犹如天神附和神王的指使 王霄的瞳孔缩动 好一个李珍啊 在不知不觉中 居然暗中还有这么一只伏兵 他扯着脖子当即道 保护大将军公主 那骑兵他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数字 但是肯定超过了三万 已经完成冲锋的骑兵突袭而来 根本挡不住 何况前方 还有李珍带领的铁服屠郎 起 两箱夹击 十万北韩军根本挡不住 少许雪被王霄一把拉着飞速后撤 李珍果然置如妖 什么时候 在后面埋伏了这么多人 李珍微微的叹了口气 扬起手中的霸王枪 枪间直指北韩军 就用他们的血来告诉整个丹州 什么是大真王霆 话音落下 两万狼 骑合三千铁 浮屠拍马而出 杀气席卷了整个天空 今日注定会血流成河 铁浮屠开动的瞬间 迎面的北韩军彻底麻木了 犹如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一般 那种凶悍的气势 是他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所见过 最为汹涌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 放箭 掩护将军突围 北韩军副将当即大吼一声 随后命令中军骑兵立刻向着王霄靠近 他们这些步兵今天是跑不出去了 但是 就算是死也要从他们的身上咬下来一块肉 前后双方狼 骑一走一过 北韩官的八万大军瞬间被冲散 厮杀的声音漫天而响 战场当中一片惨叫 李珍看到逃窜的王霄等人面露冷笑 朔炎和续播出五千人随本王追击王霄 威灵北韩官 从今天开始 丹州就不是大域的羊马场 更不是他们可以随意出没的地方 是 朔炎和续扛着大刀跟上 身后五千狼骑拍马赶上 此刻邵续学野士反应过来了 心中无比的气氛 李珍居然真的敢对他出手 回去随我反攻 大将军 不可呀 李珍的骑兵人数太多 我们回去 就是自投罗网 王霄急忙道 他面对那数万狼骑得冲锋 能够逃出来 就已经算是可以的了 少旭雪霜木通红 李珍此举让他的心 直接降到了冰点 他真的敢对自己动手 刚才如果不是王霄 自己很可能都要面对骑兵冲击 这他无法接受 公主 刘德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我们回到大域之后 再行动手 到时候七百万之兵 血洗整个丹州 王霄回头瞥了一眼 他的北韩军此刻 已经被狼骑吞没 那可都是他的心血啊 全部都完了 少旭雪 大域兵先 现在怎么跑得这么快啊 还有你 大域虎将 干脆以后 叫跑将算了 李珍追击在后面 放声大笑地讽刺着 刚才他毫不怀疑 如果自己没有五万狼 其出现 那么少旭雪 会对自己发起冲锋 杀自己更是毫不留情 所以他如此 自己也就不用念及旧情了 他要杀我 我定然要杀他 这就是李珍现在的思考 管你曾经 是不是未婚妻 管你是谁 他很了解少旭雪 一个完全以家国大业为先 个人事情放后的一位金国公主 李珍 我要杀你 我一定要杀你 少旭雪回头冰冷的声音 令人心中不寒而栗 杀我 现在你办得到吗 你的士兵正在为你奋战啊 若是按照你所说 你应该要留在这和我殊死一战 听着后面的声音 少旭雪已经快要遏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 他是有谋略懂兵士 但是平时的那些对手根本影响不到他的心境 但是李珍不同啊 王霄看到这一幕暗道不好 李珍这是在攻心之策 这个疯狂的家伙真的想杀了少旭雪 这读书人狠起来是真的很 曾经好歹也是老秦人 这说杀就杀 不能再让其说下去了 要不然少旭雪真的被控制住了 他们回去也得死 留下更的死 王霄心中一横 回头传达了一个令他心碎的命令 所有骑兵留下阻击李珍 缠斗之后速速回城 是 骑兵统领没有任何的犹豫 率领两万骑兵立刻停止掉转马头发旗反冲锋 他们是军人 掩护将军 是他们的使命 王霄看着这一幕目自欲炼 这些人都是他亲手培养的 能回去的还有几何他也不清楚 有可能全部都回不去了 但是没办法 他太大意了 在他思考而来 李珍和少旭雪再如何都不会动手 所以领着大军堂而皇之的到来 深入丹州 更没想到的是李珍居然有伏兵 或者说 李珍一开始就想要他们的命 好可怕 王霄深深地看了一眼那道大杀四方的身影 这特马简直就是个疯子 翻脸不认人 少旭雪可是曾经他的未婚妻 结果他居然已经惦记上了对方的性命 少旭雪听到王霄的命令 清醒过来 回头恶毒地看着李珍 由爱生恨很快也很简单 旁测的赵不归心中冷峻 或者说他是很复杂 李珍这个家伙 如今改头换面 和之前好似不是一个人 回去以后 我要起兵 吐露整个丹州 少旭雪满含愤怒的声音冲天起 浓浓的怨气从心中产生 绝美清冷的面容上 满是狠毒和凶恶 内心的仇恨 疯狂的滋生 他能杀李珍 但是他不能反抗 他能杀李珍 但是他不能杀自己 现在的李珍就是一个王八蛋 李珍舞动霸王枪横扫一片 数十名北韩军骑兵被扫成血雾 后向后瞥了一眼 看到狼旗的援军已经从后方赶来 李珍独自一人 直接杀穿了北韩军的阻拦 向着三人追了过去 今天他就追到北韩关下 告诉所有人 他李珍已经站起来了 从今往后 谁要是进入丹州 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朔炎和旭看了一眼 那个上官奉仙 感受到了满满的压迫感 对方虽然装扮和他们一样 但是气势比他们可是狂放得很 你们围杀他们 来两千人随我保护大王 上官奉仙举着方天画戟追了过去 就这样 丹州草原之上 王霄三人策马狂逃 李珍在后面紧追不舍 后面狼旗也是奋起直追 这等速度一下几乎都是全速推进 过去而不知道多久 北韩关的轮廓出现在王霄的眼中 他的脸上立刻露出欣喜之色 终于到了 李珍回头看了一眼 狼旗的弓箭根本够不着 他将霸王枪反握在手 身体一跃离于马上 给我站下 李珍大吼一声 霸王枪顿时化作一道金光 长红灌日划过天际 正对邵旭雪的后心 当他们注意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 赵不归眉头一皱 用力将邵旭雪扯到自己旁边 但是 他的整条手臂和邵旭雪夸下的战马 都被这股真气轰碎 一团血雾炸脸 李珍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大骂 这个死天狗 而邵旭雪早就已经呆了 后背仍旧矗立的汗毛在提醒他 刚才李珍是清晰的要杀了他 这么恨自己 李珍回身坐在马上 沿途将自己的霸王枪抽了回来 舔狗真特么的误实 三人已经冲到了北韩关范围之内 楼上的守军已经注视到了三人的模样 早早的打开了城门 放箭 王霄大吼一声 刷刷刷 刷刷刷 齐刷刷的箭语将李珍的道路阻隔 从上面看好像是画下了一道隔断线 李珍勒马而停 没有继续向前 追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一个人进城 他还没有狂妄到这种地步 李珍坐在马上手持霸王枪 瞇着眼看着这座雄关 身后上官奉仙带领两千郎 其赶赴而来 城墙上的守军早就已经扒了 他们的十万大军呢 进入城中的第一时间 赵不归扑通一声从马上跌落 他已经到了临界点 整条手臂都没了 邵旭雪看着赵不归眼神中满是怒火 快将他带下去医治 治不好 我要你们给他陪葬 众多人将赵不归带下去之后 邵旭雪红着眼眶命令道 王枪给我点兵 我要出关踏平丹州 王枪绝望地摇了摇头 心痛无比 内心在滴血啊 公主来不及了 等大军赶过来 北韩军已经死光了 而且附近的大军为数不多 满打满算能够凑起来十万 北韩官是大狱驻军最少的一个边关 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弱了 大狱从未将丹州当过什么对手 结果 谁能想到这个场面 给我凑 还有三万树龙位 看着邵旭雪的样子 王枪内心叹了口气 他知道 现在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是 末将立刻去办 现在多说无意 按照王枪的预计 想要拿下李珍 起码需要大狱出动百万大军 将他彻底封锁 才可以 要不然 以李珍那支骑兵的精锐程度 就算是打败了 也不会令他元气大伤 但是 大狱会出动百万大军 来一个不毛之地 大狱的所有兵力 加起来也就三百多万 但是防御在各地盯着那些国家 集合大军 那么其他关口怎么处置 他刚传完令 李珍的声音 就从外传了进来 邵旭雪 回去到处邵旭 从今天开始 丹州就不是你们大狱 可以随意出入之地 从今天开始 大狱的一兵一卒 胆敢进入丹州 我李珍见一个杀一个 这十万北韩军 我李珍笑闹了 邵旭雪冲上城墙 双手紧紧地拍在城墙之上 李珍 我要你死 听到那满寒怒气的声音 李珍放声大笑 随后调转马头 湿湿然地 在他眼皮子底下离去 嚣张的程度拉满 邵旭雪 是不会出来的 所以他也没必要 多费口舌 李珍率领狼 骑退回丹州 沿路清理起了北韩军 面对这些人 李珍没有多说 不说话的情况下 那下场 基本就可以明白了 留着这些人 李珍不确定 他能够收服 所以 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这一日 从北韩关到大真王庭的路 都已经被血染红 血液潺潺流动 在草地的缝隙 北韩关的那两万骑兵 逃了不到两千 其他人 全部都被李珍带领上官 奉先屠路干净 而那八万人 则是被狼旗吞噬 一战十万北韩军逃回去的 不足十分之一 整个丹州沸腾了 大玉十万北韩军者 在了李珍的手里 这个从大玉离开的旧城 亲手撕碎了大玉无上的光辉 不只是撕碎了大玉的光辉 更是震惊了整个丹州 原本六个大部落 朔延成了如今的大真王庭 迅丰部落被撕碎 剩下的四个部落 和原本的大金王庭 此刻都陷入了恐慌当中 丹州的格局变了 他们从未在九州六国当中 占据便宜 而现在 李珍打破了中州的光辉 同时 也给他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压力 大金王庭 金王 金屠璐坐在虎皮大傲王座之上 满脸都是忧愁 下面是四个部落的主子 金王 那个李珍太过于凶残了 残杀了大玉被寒据十万 大玉一定会复仇的 到时候祸患连带我们 这个怒火我们承受不住啊 折兰部落的主子 折兰树满脸的埋怨 显然 他是对于李珍冒昧的动作 十分的烦躁 金王 现在就您拿个主意吧 我们丹州不需要一个外来人做主 耶律部落的主子 耶律阿凡达也是一脸的愤怒 这个外来人给我们带来了灾难 赫连部落的主子 赫连信附和着说道 角落中的戴着棉帽的男子低头不言 他就是最后一个部落 断部落的主子 断气 金屠璐听着几人的声音 摇了摇头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派遣使者去大玉告诉玉皇 这件事和我们部落没有关系 那是李珍和朔岩部落的罪念 他现在也只能想到这些 打李珍 根本不可能 北韩军在丹州那也是名声在外 他们打不过北韩军 而北韩军打不过李珍 这个对比就已经很明显了 该死的外来人 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精锐的骑兵 折兰树说着心中 那叫一个羡慕 行了 这段时间 我们这些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李珍这个人的图谋太大 绝不可让他占据咱们的祖地 金屠璐抬头看着几人道 四个部落当中 赫连河段部落的骑兵最多 各家都有五万 而折兰有三万多 叶率有四万多点 再加上王庭的本部骑兵 加起来能够凑个二十五万左右 金王 通知祭司吧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 那个李珍给朔岩部落带来了功法 朔岩部落的两万骑兵 现在已经全部都学习了功法 还有他的五万狼骑 那都是会功法的 我们根本挡不住 依我看 一边去告诉大狱我们的立场 一边也要请祭司出面 要不然我们肯定挡不住李珍 他的图谋就是丹州 他一定会对我们出手的 从贺连信的话语中能够看得出 他很是害怕 这都是因为他的部落距离大真王庭最近 段部落 耶律部落都离着大真王庭太远 对方即便是动手他们 也肯定是在后面 但是 自己首当其冲啊 而折兰部落 他们有大骑罩着 人家心中肯定不怕 放心贺连兄弟 明天我就去大骑的铁玄关 将李真的事情告诉大骑主将 相信他也不想看到 我们丹州被李真插足 折兰树开口安抚道 祭司的事情 本王会去 明天就去 但是去大骑的事情 是耽误不了的 今天晚上 我派遣我的谋士 前去北韩关 代表咱们丹州 去将这个意思传递过去 李真大王 事情就是这样 我也是从大骑叛逃出来的 咱们是一家 我对您是非常欣赏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您的人了 我早就已经跟他们 那蛮夷呆够了 如今您能够来到丹州 简直就是我的幸运 大真王庭 王赵 李真看着眼前 尖嘴猴塞一身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大骑叛逃出来的 为何金王 会让你去给大骑传递信息 回禀大王 他们不知道 我是叛逃出来的 哦 感谢你的通风报信 不过本王不喜欢 不成识的人 李真说着越过暗台 来到对方的身旁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那个中年人脸色慌乱 大王 我没有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身上 还有金王的信 李真微微摇头 轻轻地伸手 放在其肩膀之前 声音轻柔 不不不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 中年人脸色疑惑 那您是 话音未落 他突然整个人身体僵直 瞳孔泛白 李真收回手摇了摇头 满嘴齐国口音 还说自己是大骑人 拉关系也不会说的真一点 扑通 对方倒在地上 被拉了出去 上官奉先 将那封信搜了出来 双手递给李真 朔颜何旭 以及朔颜雄在旁边 看着李真 大王 金王和那群部落 居然敢背着咱们 给大骑传信 末将院带兵去屠露他们部落 朔颜雄低头请示道 李真看着那封信 还有上面的名字眼中露出讥讽之色 土崩瓦狗尔不足为惧 不过本王 倒是好奇这个祭司是什么东西 李真好奇地问道 朔颜何旭出列道 大王 萨满祭司是在殷山深处的一群人 他们有着通神的能力 可以和神明沟通 各个部落 每年都会对他们进行朝供 王庭负责和他们联系 人数不清楚 但是 在丹州 祭司的命令堪比 中州国家的圣旨 有意思啊 李真将手中的信扔在旁边 这个萨满祭司他很有兴趣 李真身体靠后 眼神扫过他的四位干将 其中上官奉先的武力最高 堪比武品 一赶方天化己 堪称是吕布转世 系统奖励的五万兵周郎 其全部都交给了他指挥 剩下就是朔颜兄弟了 他们掌握着朔颜狼旗两万 最后 是完颜古达这位铁浮屠的将领 满打满算七万多人 朔颜兄弟派人去给各个部落送信 明天让他们来王庭议事 是时候 该见见这只窝囊废了 李真舒展身体淡淡道 是大王 还有派人去查查这个萨满祭司的位置在哪里 本王要去看看 他们是怎么沟通天地鬼神的 是 行了 都退下吧 李真摆了白手 当晚 大真王庭的烛火在风中摇曳 丹州一战 十万北韩军尽死在了李真的手里 这个战报 以一个疯狂的速度 传遍了整个天下 齐国 林姿 皇宫 一声声惨叫 从一处寝宫中发出 侍卫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陛下 宰相和大将军 连夜入宫求见 有边军急报 听到这个声音 陈淑萍扔下手中的鞭子 匆忙走了出去 陈淑萍十分的年轻 他的年龄和少旭姬差不多 但是他没有少旭姬那么坎坷 他的父皇驾崩之后 权力过度的十分平稳 还有两位辅国大臣辅佐 陈淑萍自己的能力更是在水准之上 大七可是六边形战士 内政 军事全强 真正的六国第一强国 来到御书房后 陈淑萍看着两位老臣急忙道 周相 连大将军 边关出世了 他的眼神中满是疑惑 深夜打扰陛下 实乃大罪 但是情况 紧急还望陛下 亲自过目 陈淑萍将战报双手 递给了陈淑萍 后者打开一看 脸上的面容 微微扯动 李珍居然有这个能力 陈淑萍将战报放在暗台上 把两位大臣扶起来 眼睛微密 情报上面是关于 丹州一战的所有情况 不仅如此 还有关于折兰部落 请求庇护的意见 陛下 李珍辞子鬼魅无常 依我看是个棘手的情况 不如联合大狱 将其扼杀在摇篮当中 周天和低眉道 他对于这个李珍的感官想来 都不太好 因为其手段太过于不近人情 他的政策中透露着一股 几乎不近人情的感觉 和他的执政方式迥异 所以这个人周天和不喜欢 但是对于他的能力 还是佩服的 文正对方 已经在大狱 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如今更是展示出了超强的武略 辞子的能耐 太过于恐怖 连老将军 您的意思呢 陈淑萍听到周天和的声音 微微点头 随后看向连江 后者微微躬身 陛下 老将以为应该放弃折篮部落 我大骑战马 已经有了续养之道 他们实在是无用 而大狱乃是我国最为强大的对手 我国应该扶持李珍和御国对抗 以此来牵扯御国的经历 连江说完默默地坐回座位 周天和叹了口气 陈淑萍的心思他们清楚 如果周天和说的决策符合他的想法 他是不会让连江开口的 郑看来 扶持他不可 但是为敌也不可 通知铁玄关张于祥 命他断绝和折篮部落的所有联系 从此之后 放弃丹州 放任李珍发展 我们俩不想帮坐壁上官 陈淑萍由于片刻后悠悠道 李珍这个人能力太大 心性隐远的太强 跟他合作 无异于鱼虎谋皮 帮助大鱼更不可能 毕竟从现在来看 大鱼威胁远远超过李珍 现在他就隔岸观火 陛下英明 二老赶快去休息吧 明天就不用来上朝了 回去安生休息 陈淑萍一手扶一个 将两人送出宫门 随后回到自己的宫殿当中 看到床上已经冰冷的女子 眉头微皱 旁边的太监顿时心中慌乱 贵倒在地孔俱道 陛下恕罪 奴婢不知道 他已经 陈淑萍摆了摆手 今天朕心情好 下去领二十大板吧 对了再给朕带一个来 谢陛下 奴婢这就去 与此同时 大庆等国也是知道了丹州的事情 反而发生这事的大狱 却是诸国当中最后一个知道的 大狱皇宫 少旭姬看着手中的战报 儿母癖 狂图 狂图 少旭姬整个一个大破坊的状态 这份战报给他带来的打击 简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十万北韩军全部葬身在李真的手中 少旭姬的愤怒直达天听 来人 给我召集摆棺 立刻马上 少旭姬的咆哮声轰动了整个皇宫 无数宫女太监都是纷纷打寒 陛下近日的怒火更胜从前啊 自从李真离开后 他们的这位陛下就是愈发的暴怒了 近一个月 被鞭挞致死的宫女太监多达了五十多人 现在宫中的下人们是风声鹤唳 小心翼翼 生怕什么时候自己就会惹得少旭姬暴怒 从而丢了性命 不好还了呀 半君如半虎 更何况现在半的是一只已经有些发狂的怒虎 唉 深夜 百官都被宫中的急报而催促醒来 接着换上衣服马不停蹄的赶往了皇宫 当然 这路上少不了对于少旭姬的咒骂 莫明天了 他这个样子 好像搞得大狱要亡国了似的 整个皇城都萦绕着浓浓的怨气 打工人刚刚睡着就被叫起来 可想而知 他们到达勤政殿的时候 都是纷纷调整自己的状态 将那妇幽院的神色收敛起来 顿时换上忧心忡忡的面具 一个个步履急聪 灯火通明的勤政殿当中 少旭姬独自一人站在玉街之上 一双龙目同红 他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喜怒不形于色 但是 那也得分情况 他在此刻 在此时根本无法保持理智 他现在就插提着刀 去北韩关找李珍去 百官看到这位的状态后 就知道 这是不小 80%和李珍有关 定然是北韩关出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不是在这里一天两天了 基本的情况 还是能够看得明白的 能够把少旭姬整成这样的 为李珍儿 诸位都睡得安稳啊 少旭姬抬起血红的毛子 扫尸着大殿中的诸位成功 大家低头不敢回答 这话问的就是有毛病 都睡着了 能不安稳吗 纯纯废话 这也就是他是皇帝 要是换个身份看看 来真让你们听听 我们大狱的前宰相都干了什么 真远道你给我毒 少旭姬将战暴甩在大理四清真远道的脸上 后者抖了一下 然后跪地捡起战暴扫了一眼后 整个人呆若目击 脑袋瓜子当中一记惊雷 劈了个结结实实 你给我毒 少旭姬怒吼一声 他此刻已经顾不得什么皇帝威严 什么礼仪礼节 真远道颤颤巍巍的开口道 李珍 李珍贼子 与丹州伏击公主 北韩关主将王霄带兵保护公主 遭受李珍贼子伏击 十万 十万北韩军战死丹州 胡将 赵不归为保护公主 被李珍重伤 恳请陛下立刻调击大军 赶赴北韩关灭杀李珍 读完之后 真远道整个人都虚脱了 这短短的几行文字 是他这么多年读过最为漫长的 太折磨人了 百官都已经被震惊地呆置在原地 大脑根本反应不过来 李珍伏击少旭血 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假的吧 李珍舍得动少旭血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还有十万北韩军被伏击全部战死丹州 李珍哪里能够有这么多的兵力 刑部尚书贾四安当即就出猎道 陛下 这绝对是有人动摇军心 完全都是凭空捏造 大将军公主和胡将都是人中荣凤 岂能被区区李珍打败 我北韩军更是十万精锐 此消息陛下万万不可当真 他话音刚落 一个欲如意直接砸到了他的脑袋之上 少旭姬赤红着双眸 这是王霄传过来的 还有续血的汇报也是如此 汝生至佛 顿时 贾四安低着头退了回去 百观都是暗中松了口气 得亏是贾四安嘴快 要不然就是他们哀训了 这居然是真的 李珍这是彻底疯狂了 连和少续血的感情都不顾了 还有他的武力兵力 那一猎武将受到的冲击更是严重 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 三朝老臣 武勋之家的祝国 攻满眼都是茫然和仇恨 还有愤怒 因为 赵不归是他的孙子 少旭姬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续血请命 让朕调集百万大军 入北韩关北上踏平丹州 现在 你们给朕一个章程 少旭姬身为皇帝 愤怒是愤怒 但是 大局观还是在的 少旭血信中所说的百万大军 那根本不现实 现在大域内部可动用之兵力 就剩下了少旭姬的数荣位 总共不过十五万 全部都调过去 他的安全怎么保障 其他军队全部都驻扎在边关防御 若是有所危动 那么接壤的几个国家肯定会知道 到时候万一趁火打劫 大域又该当如何 下方的武将都是心头一颤 少旭血亲口所言百万大军 那是不打折扣的 因为其的作战方式他们都清楚 不会无地方使 曾经少旭血顶住大庆的攻击 也没有说过调击百万大军 这么夸张的字眼 陛下 李真贼子到底有多少人 祝国公臣声道 少旭姬将少旭血的亲笔信 拿在手中咬着牙关道 约莫十万狼旗 还有三千种甲骑兵 这个数字 让朝堂上的人 都是为之一净 不是 李真的兵是复制出来的 前几天还是两万 这就约莫十万了 现身都不敢烫啊 祝国公苍老的面容 射出寒光 老陈愿意带领十万数龙为前去丹州 若是取不回李真的人头 老陈愿意死谢罪 他还以为李真有多少人 十万而已 他当年以五万御军对战 齐国十万 平分秋色 李真的狼 其在强能够强得过齐国的军队 少旭血还是太年轻 显然是意气用事了 他要去给自己的孙子报仇 身为武将短去一臂 那就已经合废了 没什么区别了 他最为重视的一个孙子 祝国公的话刚说完 一道悠悠的声音从少旭姬的嘴里吐出 其大军士兵接在异品之上 死 百官都是将目光投向祝国公 刚才他说的啥 带十万数龙为去取李真的人头 完不成怎么得 祝国公一张老脸通红 最后索性双眼一翻倒在了地上 他要是不晕 这是没法解决 十万一品的存在 李真这是从天上借兵吗 少旭姬瞪了一眼住 国公随后摆了摆手 祝国公担心其孙 忧劳成疾 送他回府吧 要不是赵不归为了救少旭 血断去一臂 他怎么也得让祝国 功领个欺君之罪 自己话没说完 他就中途打岔 难道他看出来的自己 看不出来 如果就是十万平平无奇的骑兵 少旭血 就不会这么大动干戈了 还有谁愿意领兵出征呢 少旭姬的话音落下 武将一列从前到后 脑袋都埋了下去 大鱼最能打的两位 军士才能最强的两位 一个已经装死了 一个差点死了 再说 十万一品的骑兵 作战的地方 还是在丹州平原 少旭血说的百万大军 一点都不为过 在大鱼的军队中 一品武者 已经可以当个百夫长 毕竟人家 已经成为了武者 能够来钱的地方太多了 看家护院 挣的都比军队多 少旭姬暗暗的在心中 骂了一声废物 平时一个个耀武扬威的 现在闭口不言当乌龟 文官也是闭口不言 此事无解 大鱼的兵力就那么多 三个主力大军 与大齐接壤玉平军 大庆接壤的玉林军 还有驻扎在南边的玉本壁军 这三支加起来 有个一百多万 全部都是大鱼的精锐 剩下还有像北韩军 这样的常规军队 但 骑兵占据着少数 让步兵去平原围剿骑兵 不用武将 文官都知道 这是天方夜谭 打得过也杀不掉 少旭姬也是心头烦闷不堪 说实话 他是有一个冲动想要 将黑旗和树龙卫集合在一起 然后再从各地抽掉十万精锐 组成五十万大军 前去丹州 可是这个不现实 打得过打不过都不一定 更何况 谁能保证李珍就只有那狼旗 不会出现更多的兵力 这个谁也无法保障 所以 在现在所有人目光都盯着自己的时候 他一定得保持稳定 就算是颇天的怒火 都得压制的下去 少旭姬就是再恼火他也明白 现在李珍还在丹州 跟他的大域内部没什么关联 若是真的出兵丹州 风险不说 能不能够打得赢又是一回事 沉寂片刻 少旭激叹了口气 集合所有黑旗入北韩关 近归于王霄统领 命哨续血和赵不归 立刻回都不得有误 这个仇他一定汇报 但不是这个时候 如今这个消息 其他国家肯定也清楚 所以 他们都在盯着自己的边关 那些精锐一兵一族都不能抽掉 十万黑旗也是给王霄 以震慑李珍 这就是所谓的光脚不怕穿鞋的 大域的兵力足以碾压李珍的朗旗 即便他们都是一品武者 但是大域统预的地方也太多了 都散了吧 传达完命令 少旭祭拜了白首 百官行李之后 徐徐地离开了大殿 其中很多人都是心中在骂娘 这不是没事溜着他们玩吗 半夜把他们叫醒 然后跟他们分享一个坏消息 然后再让他们回去睡 可笑不可笑 文官大多都是这么想的 还有一些则是震惊李珍 他的能力和手腕还有那天降神兵 大家都是怀疑可能李珍 早就已经在部署这件事了 就是等待有朝一日和少旭祭翻脸 要不然这十万大军难道是凭空捏出来的 某国谋身李珍都是独领风骚啊 按照这些士兵的精锐程度 估计李珍从进入大域的朝堂 就已经开始筹划上和少旭祭翻脸了 李珍之谋独不天下 他们只能是深深的佩服 看着百官离去 少旭祭看着穹顶 一双眸子射出射人心魄的光芒 李珍啊李珍 朕还真是小看你了 如今大域内外都说 是他嫉妒李珍的才华 将其逼走的 少旭祭的名声受损不说 现在用强的仍旧是碰了一鼻子灰 可谓是丢尽了脸 这也符合李珍一贯的风格 少旭祭强行将自己的心情压制下去 他现在要将李珍正视为自己的对手了 虽然不想承认 可是事实就是一时半会 自己无法拿下李珍 少旭祭从这一刻已经认为 李珍当年以十五岁之灵结识自己 到展示自己的才华 再之后步入朝堂都是他的算计 在自己的身边折服了五年 这五年他从大域学到了什么 拿到了什么 少旭祭一无所知 能够将内心隐藏的滴水不漏者 李珍第一人 五年的时间 他少旭祭是在利用李珍 那他何尝不是利用自己 好一个啊 算露无一理宰相啊 在他的想象中别有阴谋的李珍 此刻在丹州大真王亭搂着朔颜 育儿睡的四仰八叉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少旭祭定义为是别有用心 接近他的人 不过知道了李珍也会淡然一笑 爱咋咋地 他愿意咋想就咋想吧 若真是他想的那样 大于现在早就兴力了 他这么尽力的辅佐 难道是因为自己 善? 搞笑 北韩关 少旭雪一夜未睡 在府邸中做到了天亮 赵不归已经醒来了 但是 当他看到自己空荡荡的手臂后 泪流满面 从此以后 他就是残废了 在那时 少旭雪开口了 他说 自己会为这件事负责 愿意娶赵不归 当时 赵不归的眼泪就停了 脸上居然出现了笑容 在场目睹这一幕的王霄 那是佩服无比 舔狗无异 关在他的脑袋 上证何事 甚至王霄 都觉得他是千古第一天狗 给人家当上门女婿 还这么高兴 也不知道 祝国公知道了 会怎么样 房间中 少旭雪眺望着漆黑的夜空 他对赵不归自然 不可能是爱情 只不过 是出于感谢罢了 不过女人的感谢 是不能当做爱的 他经过了一天的时间 心情也已经平复 此刻一夜 未睡时再等 等帝都的飞音传信 报 大将军 帝都急报 陛下命 您和虎将即刻回斗 听到这个声音 少旭雪双目紧闭 手掌钻紧 指甲刺入到手掌之中浑然不绝 血液顺着手臂滴答 落在地板上 我知道了 少旭雪吐出四个字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一双眸子睁开的时候 已经满是波澜不惊 王霄也是收到了帝都的命令 他来到少旭雪的房间 看着他心中复杂 最后 汇聚成一句话 也不知道 你来干啥来了 如果不是他 自己的十万北韩军 根本不至于死伤殆尽 逃回来 也已经失去了战心 不知不觉中 王霄对于这位大狱的兵仙 有了怨言 这是人之常情 那些人都是他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 现在全部都死了 黎明十分 三万数龙位赶到了北韩关 见到了躺在马车上的赵不归 还有一言不发的少旭雪 大将军慢走 虎将军慢走 王霄微微低头行李道 来的时候他是跪赢 但是走的时候王霄 已经不愿意跪了 嗯 少旭雪回头 看了一眼丹州的方向 那道人影 在他的脑海中 呼一致不去 驾 少旭雪纵马离去 赵不归被马车 拉着笑容满面的和王霄挥手 三万数龙位跟着离开了 他们刚到 没有一炷香的时间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但是看这个情况 应该是战斗结束了 嗯 树荣卫的将领内心满是怀疑 那他们这趟是来干嘛呢 有什么战略意义吗 搞不明白 王霄目送人群离开后 叹了口气 从此他的北韩官不太平耐 不过他也算是拿到了黑棋的指挥权 失去了十万的北韩军 得到了十万黑棋 如果单纯从做买卖的角度来看的话 好像这个买卖转了 可是 向来精于算计的王霄却高兴不起来 那是十万条生命 他们有血有肉 怪李真 凶手的确是李真 但是 因却是少絮雪 当然 这其中也有自己的问题 只能说是 阴差阳错结果导致如此 他走上城墙 看着远处一望无际的平原 王霄在北韩军十年 头一次 从这片平原上 感到了危险 山羽欲来丰满欧 大真王霆 李真朔炎院的服饰下起床 穿上了一身黑色悬衣 营帐外 朔炎和蓄贵地道 大王 少絮雪离开北韩军了 李真走出营帐抬了抬手 有些怀疑地问道 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大王 我们在北韩军的人亲眼所见 李真眯起了眼睛 有意思啊 他认为大狱即便不会倾巢而出 也会集结个三五十万的大军 来袭击自己 毕竟现在邵家兄妹 对自己的仇恨如果可以凝聚成实体 都能够从京都烧到自己这里 结果居然走了 不过片刻 李真脸上露出笑容 邵旭啊邵旭 你倒是比我想的成熟了 能够将暴怒状态的少许雪回去 除了那位玉帝以外 再无他人 看来这段时间 他的日子也不好过 要不然成长得不会这么快 让那边的兄弟盯着 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 是大王 朔颜和旭刚起身 朔颜雄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大王 铁悬官来人要见你 李真刚转过身顿时停在原地 慢慢转过身略有些疑惑 齐国的人 带他过来 没过多久 一个穿着官服的中年男人 被带着走了进来 看到主位上的李真 立刻低头行李 齐国铁悬官 随军官陈放 拜见大王 李真看到对方的模样 眼中的疑惑更加浓郁 抬了抬手 请坐 这个态度很耐人寻味啊 多谢大王 陈放抬起头 看着那张过分的面容 心中微微感叹 这就是名动天下的李真啊 坐下之后 陈放刚要开口 李真就率先道 陈大人过来是说 关于折兰部落的事情吧 陈放微微点头 满脸堆笑 大王心智敏锐 满不过 您的眼睛 的确如此 对于李真能够猜得出 他的来意丝毫不意外 对方可是李真 要是猜不出来 那才是有问题呢 陈放起身 对着李真 微微躬身 从林子传来消息 我家陛下 已经断绝了 和折兰部落的联系 陛下 对您可是神骄已久 我家陛下 亲口所说 您在大域那 是太屈才了 如今乾隆脱困 我家陛下 愿意退出丹州 放弃折兰部落 全力支持您 成为丹州的大王 这番话说的 可谓是十分高潮 竟显大齐的善意 那就替本王多谢 你们陛下了 李真淡淡地回复一句 齐国的用意 没有过多掩饰 甚至可以说是明白着 用区区一个丹州部落 促成大域的心头大患 牵制大域的精力 即便是看出来了李真 也无所谓 毕竟整个丹州 真正让他能够注意的 也就是齐国 之前李真 就在思考折兰部落 和大齐的关系 现在看来 多少是 有些自己多想了 可能在齐国的眼里 折兰部落连狗都不如 随意的可以丢弃 陛下早就和您神交 故所如此 事情已经传达到位 在下 就不多打扰 希望大王可以统一丹州 从此自立为王 说完 陈放公身行李 离开了这里 何须替我送送陈大人 李真摆了摆手 朔炎何须带着陈放 离开了营帐 出去后 陈放左右 打量着正在训练的狼旗 他虽然是文官 但是驻扎在军队当中 多少的眼界还是有的 这些狼旗训练有素 而且兵甲精良 是精兵无疑 北韩军在平原面对 这样一支骑兵 败得不冤 同时 他对于李真的感官 也是有些变化 这样精良的部队 在他的手中 统一丹州抬手可为 那等对方统一了丹州呢 还会不会有新的举动 陈放拼命地 将这里的所有事情记住 他要回去之后 制成信件传递回林姿 早做应对 提前提防 陈放 陈放离开后 朔炎何须回到王丈 此刻距离和丹州王亭 以及剩下四个部落的时间不足半个时辰 上官奉先 末将在 带着你的狼 骑在营外 摆开阵势 末 完颜古达 末将在 带领铁浮屠驻营内 整装待发 末 李真吩咐完之后 眼睛微眯 这就是亮肌肉 让他们看看 什么叫做天壤之扁 丹州只能有一个王亭 那就是他大真王亭 而他们只有病入或者消失 小半个时辰后 丹州各部的主子 还有金王亭的人 都到了大真王亭 他们一路进来 看到的都是那些 杀气腾腾的狼旗 进入大真王亭之后 那铁浮屠 更是给了他们极大的震撼 带领他们的是朔颜雄 看到他们眼神里的震惊和畏惧 朔颜雄的胸膛微微挺起 将他们集合于王帐之后 朔颜雄就离开了 四个部落来的都是主子 而金王亭派出的 却是幼贤王 金哈真 他们互相都是太熟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也没人开口 谁都不能保证 这里有没有人偷听 一个个做的笔直 不过心中都是 在疑惑李珍将他们召集起来干什么 不过不管是什么事 都肯定不是好事 因为李珍的出现 本身就代表着 丹州要打破往日的格局 出现新的情况 这就不是好事 哲兰树倒是很淡定 他派去大旗的人 虽然没有回来 但是他心中有底 李珍这些精锐的骑兵 在丹州可以说是巨无霸 但是得罪了大旗 那就完全不够看 甚至就是大鱼 按照他们的思考 也是雷霆将至 李珍就是秋后的蚂蚱 长不了 众人心思各异之时 外面的整齐的声音响起 拜见大王 在场的人全部都是站了起来 随着帘子被朔炎熊撩开 李珍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 哲兰竹等人眼神中充满惊奇 李珍太年轻了 年轻到让他们感觉有些不真实 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李珍本人 虽然大家都是站起来了 但是谁也没有见李 甚至没有喊一声真王 这也是无形的抗议 李珍的大真王婷 并不是他们认可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行礼 李珍副手走过 倒是也不在意 眉眼带着淡然的笑容 打量着来自丹州草原的窝囊废们 一个个长得倒是五大三粗像的人样 各位都坐 我们都是丹州的人用不着这么多脸 李珍来到主位坐下 脸上的笑容始终没有散去 他对着众人拱了拱手 显得十分的文静 这一幕 让众人都是暗暗的松了口气 看起来 李珍也不是传说中的 那么不好打交道 结果就在他们刚要坐下 李珍突然画风一转 眼眸微眯 一抹阴狠浮现 让你们做你们真的要做啊 顿时 哲兰竹等人都是将目光投向了李珍 紧接着 营帐外面上官凤先带着朔炎熊 还有许多士兵鱼贯而入 分裂在两侧 肃杀之气 瞬间在营帐中充斥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要杀了我吗 哲兰竹眉头一皱 冷声问道 这也太过分了 他让自己等人做的 结果他们屁股还没挨着凳子呢 李珍又说这话 啥意思啊 给他们下马威呢 其他人也是有些怒气生疼 他们好歹也是单周的一号人物 李珍这也没把他们当人啊 李珍微微摇头 手指有节奏的在桌面上敲打着 本王让你们做事出于客气 而你们要是真做了 那我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 不妨有话直说 我哲兰竹乃是大七的官员 你可不要欺我太甚 杀了我 齐国到时候问责 你担待得起吗 李珍文言大笑起来 笑得前仰后翻 哲兰竹眉头一皱 你笑什么 本王笑你啊 笑你一个窝囊废说出的窝囊话 一个马夫也算是官 李珍摇头叹笑一声 你 哲兰竹顿时怒不可遏 虽然李珍说的是事实 可是事实也太伤害人的自尊了 他的确是给齐国养马 但那也是 和齐国有关 你到底把我们交到一起是干什么 金王庭的右贤王金哈珍瞪着眼睛问道 干什么 大尔之母 问问问你问个什么 你就是金王庭的大王 李珍瞥了一眼他问道 我乃是大金王庭又贤王金哈珍 大王的亲兄弟 哦 那你既然不是金王庭的大王 那就不在我的邀请之列 奉仙将其给我拉出去砍了 在场的人都是一阵恶然 紧接着眼睛瞪大 脸色一阵殷勤转换 李珍翻脸的速度 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 说得好好的就要砍人 这简直是有些精神分裂 金哈珍顿时暴怒 你敢 你敢杀了我 我外面带来的五千王旗 李珍嫌弃的摆了摆手 将他的五千窝囊费一并杀了 哲兰竹等人看着语气轻飘飘的李珍 心中胆寒 简直就是个疯子 杀人的时候 居然连一点点杀气都没有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才死一只蚂蚁 上官凤仙已经领命来到金哈珍的身旁 抬脚踢在对方的膝盖之上 咔嚓一声 金哈珍甚至没有一丝的反抗之力 就被上官凤掀费了双腿 上官凤掀冷扫一眼单周胳部主子 然后拽着金哈珍的头发 伴随着他的哀嚎声将其拖了出去 刷 刀剑入肉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血液潺潺的流动的声音 在静谧的银杖中震耳欲聋 四个部落的主子都是呆愣在地 他们没想到李珍会杀人 会这么粗暴的杀人 会这么毫无道理的杀人 仅仅就是因为 对方不是他邀请名单上的人 这么一个简单而又荒唐的理由 大王 已经杀了 上官凤先将圆滚滚的东西扔到了地上 但没到 李珍看着地面的东西满眼嫌弃 你带五万狼齐去一趟 把这颗 还有外面的五千颗 一并送给那个窝囊金王 将它带过来 大王 死得可以吗 上官凤先抬起头问道 最好是活的吧 也可以让他来了 一轮完再死 两人的对话 让哲兰竹等人都是心中狂悍 这特么是人能够说出来的话 就是因为他没去就要大军压境 这尼玛 简直就是恶魔 李珍的名号 他们今天算是见到了 甚至是超越了听说的 传闻是很利无偿 见了面那几乎就是白无偿 大王放心 末将就是屠戮他整个部落 也必定将其带回来 上官凤先扫了四人一眼 冷哼一声离去 紧接着就是狼齐调动的声音 战马踏地 杀气席卷而来 李珍悠悠的叹了口气 将这四位看好了 等人齐了本王再说 是 哦 对了 看着点 谁也不能坐 谁坐了 就把他坐了 李珍吩咐完看都没看几人 静止走了出去 朔炎熊从腰间抽出长刀 眼神凶悍地看着四人 而折兰树四人 此刻已经敢去腿打站了 这谁敢坐 可问题是 金王什么时候能来 王杖之中 四位单州部落主子 一个个站的笔直 他们已经在这里 站了快一个时辰了 即便是身体强悍 肌肉发达 但是这玩意 不是强壮不强壮的问题 你就是再强壮一动不动 站着 也确实是难受啊 他们纵然此刻双腿有些颤抖 但是没有人敢吱声 刚才那个金哈珍 已经给他们做了典范 作为单州自身力量最强的王婷 李珍都丝毫不放在眼中 更别说他们了 嘴炮的哲兰竹 也是低头闭口不言 他毫不怀疑 只要自己敢说一句废话 李珍就敢砍了自己 他那股谈笑之间 就要砍人的架势 刚才已经可见一般了 更何况 旁边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朔炎熊 他们的身后 还站着持刀的狼骑士兵 大家的心中百感交集 因为他们刚才想了想 好像这也没有第二条路 因为金王廷来的不是郑主 都受到了如此对待 若是他们不来 李珍还不带着大军 直接杀过去鸡犬不留 经过一番评测 几乎可以确定 怎么得都得死 不过大家心中 还是抱以幻想的 若是真要杀了他们 刚才就动手了 何必多此一举 突兀的 脚步声响起 一道高尾的身影 伴随着刺鼻的血腥味 走了进来 他的手中还拎着一个人 哲兰主等人定睛一看 正是金王金屠璐 此刻他的脸上 哪里还有半分丹洲王的模样 满脸是血 嘴里还塞着一块布 哲兰数几人对视一眼 眼神中满是惊骇 李珍手下的将军 居然还真的 把金屠璐给抓来了 从金王廷里抓来的 金王廷里 可是有将近七万的骑兵啊 狼骑的战斗力 他们更加的直观看到了 简直就是一群来自地狱的战士 此刻金屠璐的眼神中满是呆滞 他此刻脑海中一片混沌 在记忆的前一段 他还在叫自己的儿子射箭 等待着自己派出去的人 回来回禀大狱的消息 但是没想到 人是等到了 但是来的居然是狼骑 在他的视线中 狼骑冲进部落当中 肆无忌惮的屠璐 疯狂无度 尤其那个 拿着方天化解的男人 金屠璐从未见过 有人这么的勇猛 然后他就亲眼看着自己的王庭战士 被踏成肉泥 或者是冲撞顶飞 再或者直接砍杀 不到一个时辰 在丹州这片土地上 数百年的金王庭 倒在了狼骑的马蹄下 上官凤先将束缚金王的绳子解开 然后随手将其碰到了旁边 两个士兵将他按倒 哲兰竹等人都是 将脑袋低下 恐怖 太恐怖了 他们心中已经没有别的词汇 来形容李珍 没过多久 李珍悠然地踏着小碎步进入王帐 进来之后 瞥了那个金王一眼 果然符合他心中的窝囊废模样 这一次进来 哲兰竹等人都是躬身道 拜见真王 哦 李珍扫了四人一眼 随后依旧是那如沐春风的笑容 本王还是喜欢诸位刚才那个嚣张的模样 说吧 摆动衣袍坐在主位上 上官凤先拱手道 大王 金王庭七万余骑兵 斩杀三万俘虏 四万六千多人 李珍身体靠后点点头 清了清嗓子 好了 人到齐了 那咱们就开始 第一件事呢 就是这位金王派去大狱的人 还有你们的联名信 李珍拍了拍手 朔颜雄将一封信摆在了暗台之上 顿时在场的四人都是为之一惊 这信怎么会跑到李珍的手上 金王此刻眼神里满是空洞 王庭已经灭了 他已经不是金王了 从他被带到这里 就已经明白 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他一个死人 李珍说什么他都不在乎 因为没什么更重要了 金王庭的传奇 就倒在了他的手中 折蓝竹眼皮子狂跳 这不是相当于被刺李珍被发现了吗 李珍将那封信双指夹起来 朝着几人汗手示意 你们很恨本王啊 跪久了起不来了 本王是带领你们单周崛起的人 你们不懂吗 听着李珍的声音 几人心中已经颤抖到了极致 真王不不不 大王 这都是他的主意 跟我们没关系 是他强迫我们这么做的 折蓝竹极为的机灵 当即甩锅到金屠鹿的身上 反正他几乎已经是死人了 死也死了 不差这一下了 金屠鹿果然也像他想的一样 默不作声 李珍淡淡的轻哼一声 要不说你能够成为齐国的马夫呢 果然心思机敏 那就跟你说说齐国的事吧 昨天齐国的随军官来到了这里 主动求见本王 听着李珍的话 折蓝竹心里咯噔一下 完了 这个活颜王冲着自己来了 不过脸上倒是表现得很淡定 大王 不管齐国找您说了什么 您都不必理会 您才是我们丹州唯一的王 我们折蓝部落愿意全力支持您 从此之后 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折蓝竹说得言之凿凿 旁测的贺连信满是无语 那天在金王亭 这个家伙可不是这么说的 变脸速度和李珍有的一拼 只不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 李珍闻言面露满意的微笑 折蓝竹你很不错 非常不错 你不说本王都不知道 在丹州还有这么忠诚的狗 既然这样你就带兵去攻打北韩关吧 话音落下 折蓝竹一张脸顿时铁青 这 这不是还让自己去送死 强打着笑容道 大王 奴婢去世没问题 但是奴婢单去了 您不就是没了一条忠心的狗吗 旁边的三人都是一脸嫌弃 折蓝竹的无耻 他们算是见识到了 真特么的无耻啊 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当狗可以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明白这才出来吧 李珍听着眼眸含笑 你是个人才 他的话不是挖苦 而是真的夸奖对方 人才分很多种 有能力 都可以成为人才 当然他的这方面也算 不要脸是大才 因为他没有底线 面对这样一个 可以卑微到没有底线的人 谁都会下意识地轻视 往往这最为致命 折蓝竹心中大定 不知不觉中 已经是一身冷汗 不过现在来看 他算是保住了自己的狗命 这个李珍 比大七的人难忽悠啊 同时他心中 对于齐国满心愤怒 他兢兢业业的给大七喂马 结果对方 把他直接给卖了 一点不把自己当个人 相比起来 大七更不是人 呸 行了 这封信的事情就过去吧 本王也不是那么爱计较的人 赫连信和耶律阿凡达 还有段齐 都是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 是他们心中最大的事情 如此过去倒也是好事 除了这件事 他们只要乖乖地听李珍的话 对方应该不会太为难他们 折兰竹看到他们都是放下戒备 心中苦涩中带着无奈 现在还敢信李珍的话 那就是你太天真了 从对方不让他们做的时候 折兰竹就已经明白了 这位绝对不是他们常规意义上见到的那种人 他的心思你根本摸不透 他说的没事 或许是你这回没事 但是不保证 你下一秒没事 折兰竹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大脑的疯狂地运转 他现在就想活命 想要活命 就得让李珍看到自己的能力和重要性 就像当初齐国他们 本可以选择别的部落 甚至金王亭也是上杆子给人家喂马 但使人家没用 这是因为什么 使他们折兰部落的技术好吗 并不是 而是他折兰术争取来的 而此刻折兰竹明白 像那次一样的选择又来了 他利用那一次机会 让折兰部落拥有了强硬的靠山 但是这一次 他选择的却是自己的命 还有折兰部落 能不能继续存在在这个地方 李珍将信随意地扔在了地上 然后看向四人 废话本王就不说了 如今金王亭已经成为了历史 丹州也需要一个真正的主人 那就是本王 丹州占据丰饶的水草 天然的骑兵乐园 而你们却将这种保地力 用到了这般地步 说实话糟见了 所以本王来了 本王来帮助丹州的人民脱离苦海 李珍饶有兴趣地看着四人道 本王需要你们每个人 给你们的部落下一道命令 让所有的战士全部来到这里 他的话立刻引起几人的警惕 大王 这是什么意思啊 赫连信眯着眼问道 这个举动很耐人寻味 甚至他们都认为 李珍想将他们如同北韩军 一样一网打尽 放心 本王不会屠杀你们的人 如果杀光了本王 难道就管理本部兵马了 偌大的草原 理应是我们共同享用 李珍淡淡地说道 就在赫连信三人还在摇摆的时候 折兰竹走了出来 大王 奴婢愿意下令 奴婢从您进入丹州开始 就已经注意到了您的雄才伟劣 您就是我们的救世主 您的命令就是来自草原的天命 奴婢对您的敬仰 那就犹如江水 折兰竹已经看明白了 李珍这是想收复各个部落的人 然后统一整个丹州 这是好事 对折兰部落来说 是天大的好事 李珍收复了这些人 自然要传授他们功法 但是折兰的人 肯定还是依附他们这些主子 毕竟大家都是一个性的 所以到最后 李珍是竹兰打水一场空 人还是他们的人 只不过需要顶着一个大针的名头而已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 用李珍的物资和功法训练他们的人 这不就是增强他们的实力吗 丹州不是中原九州 他们的部落观念已经形成了千年 一时半会不是那般容易改掉的 李珍想用中原九州的治国思维 来用作丹州 他还是太年轻啊 自己现在可是举双手赞成 其他三人一看折兰树这般模样 也只能一个个跟上 毕竟这个家伙太积极了 显得他们很淡 不过他们纵然心中有疑惑 但是同样也相信李珍不可能将他们各个部落全部涂漏 就像李珍说的一样 他们这些大部落都被杀光了 那他统治谁啊 统治那些叮铃的部落 看着他们的动作 李珍轻轻地缓了口气 来人将这些书信交给他们带来的人手中 说完 李珍起身抬手一吸 那封书信落在他的手中 各位 跟本王一起去看看丹州男儿的风采吧 说完 李珍绕过岸台走向营帐外 大王 此人如何处置 上官凤先看着呆若木鸡的金屠鹿 送他下去 和他们的人团聚吧 李珍头也不回道 杀鸡儆猴 猴都安稳了 鸡也就没用了 折兰竹等人也是头也没回 金屠鹿坐在金王亭的时候是大王 但是现在王亭都没了 他自然也就什么都不算了 现在的李珍也是如此 他有狼旗有实力 才是真王 若是没有了 众人也会如此 连一眼都不愿意看 李珍走出营帐 来到营帝外面 这里早已经摆好了椅子和桌子 还有茶水 不过就一个椅子 跟在后面的折兰树 还有贺连信等人 都是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因为 大营中的兵马 此刻都是全副武装 上官凤先持着方天化戟 站在李珍的左侧 完颜古达站在他的右侧 朔岩兄弟 则是带着他们的两万狼旗 已经到了金王亭 接收那些俘虏 铁浮屠就在李珍的身后 全副武装 五万狼旗在铁浮屠的后方 折兰兄弟 这 噓 折兰主赶忙让他们晋升 他在大七学习的时候 知道那些高手 都可以隔着老远 听到你说话的声音 李珍的武力高强 他肯定能够听到 李珍耳朵微动面露淡淡的笑容 手中握着一杯热茶 眼睛微眯 经过折兰树的提点 三人都是不敢再开口 一个个站在距离李珍不远的地方 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现在他们完全搞不清楚 李珍要干什么 约莫半个时辰 折兰部落的骑兵率先到达 折兰竹立刻挤着笑容 凑到李珍的身旁 大王 这都是奴婢的军队 现在都是您的了 都是好拿 个个都可以拉大功 齐数精湛 退到旁边 上官奉先瞪了对方一眼 好好好 折兰竹尴尬的退了回去 没过多久 赫连部落的骑兵也到了 紧接着是耶律部落 最后是断部落的 人一过万扯天连地 更别说 现在汇聚在这里的是 十八万多大军 这些大军看着对象的铁浮屠 都是忍不住的目录畏惧 铁浮屠即便是一动不动 就那么摆开阵势 站在那里 就充满威慑力 你无法否认 在这个时代 铁浮屠就是骑兵的终极浪漫 李珍看到人差不多了 起身副手露出微笑 蛇蓝树看到他的微笑 当即心跳慢了半拍 心中不好的感觉 油然而生 杀 李珍吐出一个字 顿时四人瞳孔地震 李珍 你不是说不杀我们的军队吗 你出而反而 你杀了他们 丹州永远都不会臣服于你 听着几人的话 李珍抬起手微微摆动 一讥讽浮现 本王说的可不是杀他们 而是 杀你们 杀我们 赫连信面目错愕中带着震惊 不是他怎么不按套路来啊 杀人不过头点地 刚才大家在营帐中 都已经做好了要死的准备 结果李珍没杀他们 结果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会死了 然后李珍说要杀他们 这个心情的波动可想而知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在你刚刚松了口气的时候 紧接着又突然给了你一刀 赫连信还想说点什么 一个字没吐出 后面的狼 骑一刀已经砍过 人手分离 血液迸发 旁边的折兰竹双腿发颤 脸色煞白 他亲眼目睹赫连信的脑袋 飞到了天空当中 紧接着就是耶律阿凡达 他已经做出了反抗 拔腿想要跑出去 但是 狼骑士兵早就已经盯上了他的脑袋 跑 能跑得了吗 三人左右横七竖八砍了过去 没来得及跑的赫连信挨了一刀 跑了的耶律阿凡达挨了十几刀 那个惨了 只能说是跑也不行 不跑也不行 总之就是一个字 死 折兰竹双膝易软跪倒在地 他不想死啊 大王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我一定会成为你最忠诚的奴婢 求求你 折兰竹泪水混杂的鼻涕 还有口水不断飞溅在空中 那叫一个悲痛啊 求生的欲望充斥在他的内心 李珍瞥了一眼他 摆了摆手 留下来吧 这人是个人才 李珍刚才就说过 他看人在于能不能用 而不是忠诚不忠 对你忠诚 那是因为 你掌控他的命运 或者说拥有巨大的利益 除此之外 哪有什么绝对的忠诚 有也是少数 而在这里 显然不存在这个少数 折兰竹看着距离自己不过半步的狼骑士兵 顿时身体一软瘫倒在地 李珍这种拿捏人心的手段 太可怕了 他现在不敢 也不会再揣测李珍的想法 因为都不对 李珍从一开始就没想放过他们四个 不对 是五个 还有那个死了的金屠鹿 人家的目的是收服丹州的人 而不是他们这些部落主子 自己的预测错误 差点给他送上了鬼门关 剩下的就一个断棋 对于他 李珍没什么多话 从其进来之后 都一直没有开过口 李珍自然也意识不到 他有什么价值 所以大手一挥 等待断棋的下场 可想而知 处理完了他才是重头戏 一个狼骑士兵走上前 举起刀 对着他的脖梗 随手砍了过去去 就在刀身快要碰到其脖梗的时候 断棋的身体 犹如一阵青烟飘渺 人在转眼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数米之外 这一幕 让那个狼骑士兵顿了一下 随后就要跟上去 再次下手 等等 真王 大祭司有请你 我们断部落 乃是萨满祭司的下属部落 今日来也是奉大祭司之命 邀请您见大祭司 断棋急忙开口道 他刚才已经看到 上官奉先准备动手了 其身上散发的气势 绝对不是他这点微末伎俩 能够抵抗的 所以 赶紧把自己的来意和背景说了出来 萨满祭司 李真眉头一挑 不是金王廷负责和他们联系吗 怎么又跑出来一个断部落 不过疑惑归疑惑 这个问题还是很好验证的 等这里的事情结束了 对方若是真的是受那个大祭司之命而来 那就带着他一起去找大祭司 如果不是 再杀了也没问题 现在杀和一会杀没啥区别 凤仙将他们全部带下去 李真淡淡一声 大王 我 碰 折兰竹哭丧着 又开口哀嚎 不过被上官凤仙一巴掌拍到了脖梗 将其击晕 断气明白 李真这是要先把他们带下去 现在 他也没有反抗的能力 只能担忧的 看了自己的部落士兵一眼 李真接下来的举动 他不是很清楚 也不是很明白 但是应该不会死 两人被狼骑带了下去 李真则是坐在马上 看着远处的丹州各部骑兵们 这些人可谓是寒酸到了极致 大多数连个正式的甲咒都没有 手上的武器有一部分甚至是自制的 中原九州的六国 对于丹州的封锁 还是很有成效的 李真在看着他们 他们也是在盯着李真 那些大汉们眼神中都是透露出疑惑 不明白 李真将他们集合到这里干什么 至于对李真杀了他们的主子 也没什么表情 面对已经在丹州名声赫赫的狼骑 他们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 是不敢冲锋的 曾经两万黑骑都可以将丹州 各部落震慑的屁都不敢放 更何况 现在李真可是将十万北韩军杀的七零八落之人 那话而言之就是 现在的李真可比当初的黑骑 还有北韩军更为的可怖 所以 他在动手的时候 各部都是安安静静的看着 更没有人振臂一呼 李真策马穿过狼骑的护卫 来到空旷的地方 然后还没有停 就那么湿湿然的纵马 来到了各部骑兵的前方 犹如一个军王 在巡视自己的军队一般 各部的万骑将军 各个部落主子 最为忠诚的亲信 此刻都是低下了头 不敢抬头看李真 生怕给自己一刀 丹州的男儿 好大的气感 你们看不到 本王刚才将你们的主子杀了吗 你们的脸呢 知道本王怎么称呼你们吗 从本王第一天来到丹州的时候就知道 在场的各位说是 男儿言过其实 应该说是丹州的窝囊废们 李真扫尸一圈后 发出计笑之色 然后迎来的就是一片平静 李真的内心满是愕然 不是 按照这个剧情 不应该是他们 其中有人受不了 然后出来驳斥自己 紧接着 自己扯一遍振奋人心的讲话 最后他们心悦成福 跪地三呼万岁吗 可是现在看过去 大家的脸上毫无怒涩 甚至是有点麻木 好像李真说的 完全不是他们一样 这这这 这很难办啊 给自己的计划都打乱了 完全不符合自己心中的那个场面 哎 怎么特么的这么窝囊 是自己被调做的不够吗 这还真是 李真从穿越以来 对于丹州的信息知道的不算太多 他不知道的是 刚才他说的话 早就已经被无数人说过了 甚至更难听的都有 齐国和御国的人 对于他们 可没有这般温柔 动辄抢他们的女人 回去当奴婢的多不胜数 甚至在边关 丹州女奴的命都不是命 毫无地位 朔炎月儿能够对李真如此 也是因为 她已经习惯于 这种不对等的地位 丹州就是一个 被九州抛弃的蛮夷之地 奴婢之地 经过短暂的愕然 李真清醒过来 不能这么大在这里啊 别人可能不觉得咋回事 但是她尴尬的脚趾头抠地 可能朔炎部落 已经是丹州最有血腥的了吧 曾经李真也和邵续基 检阅过大域的几支军队 那斗志昂扬的精气神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看着那些麻木的脸庞 李真内心叹了口气 这些人真的收服了 又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这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过可能也是 他们如今的实力和眼界 都在这里 就好比在学校 一直挨欺负的学生 你对他说 你一定要努力振作 不要怕他们 你要反抗 那大概率情况 他不会在心里认同 甚至会嗤之以鼻 因为你只告诉了他反抗 但是没有给他反抗的能力 李真勒马而停 眼神扫过这些人 然后拍了拍手 顿时后面的狼骑 开始步步逼近 肃杀之气令的各部骑兵的战马 都是有些惊慌 一阵骚乱和马蹄声焦灼的声音 本王也不跟你们多说什么了 从今往后 大臣王庭就是这单州唯一的王庭 而你们就是本王的子民 朔延部落你们都知道 他们曾经和你们一样 被九州六国随意地欺负 但是自从本王来到这里之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们能将北韩军杀败 能够让大域吃扁 能够让七国主动放弃折蓝部落 而这就是本王的能力 本王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加入大臣王庭的军队 迎接你们的是 无休止的训练 还有功法 能够让你们变强大的功法 变得比玉国 比七国士兵更加强大 说着 李真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个选择就是 回归牧民生活 从此你们 只需要为大臣放牧 饲养牲畜 成为大臣的百姓 从此担惊受怕的生活 和你们无关 李真的话音落下 不少人都是抬头看着李真 这一次 有了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李真望着这一幕松了口气 若是这些人再像刚才一样 那他就只能让七滚蛋了 杀他们都是白费劲 你真的能让我们 比七国的人强吗 折蓝部落的人群中 一个有些畏惧的声音 响起 李真冲进人群中 抓着他的手拉了出来 他这个激动啊 这个感动啊 终于是特么的 有人开口了 这位兄弟 你把你刚才的话 大声地说一遍 李真举着他的手鼓励道 那个折蓝部落的男人 刚才还以为李真要杀他 听到就是让他复述一遍的时候 松了口气 于是大声说道 你真的能让我们 比七国的士兵还强吗 李真兴奋地挥了挥拳头 说得太棒了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前不久就在这里 北航关十万大军 被本王杀得七零八落 这还不足以证明吗 丹州的男儿 从来不比任何人差 我们丹州不弱于九州的人 甚至我们更加的强悍 只不过 你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功法 但是现在我有 而且是更适合丹州男儿的功法 告诉本王 你们想被欺负吗 想被九州当成奴隶下人一样吗 李真已经将自己的演讲功底 全部运用上了 声音 情绪 表现几乎已经达到了巅峰 要是再大域下面的人都得疯 而这里 李真话音落下 只是有一小部分的人 发出了附和的声音 其他人还是那么的木讷 李真当即趁热打铁 愿意跟本王住 就丹州辉煌的男儿们 不论你们是哪个部落的 都给我站出来 刚才发出附和的那些男子 纵马从人群中走出 不到三分之一 五六万人 这是李真的估计 毕竟具体人数 他这一眼可看不过去 剩下有犹豫的 还有压根就不搭理他的 见状 李真就已经明白了 这些人压根他就不是当兵的料子 如今的丹州各个部落 只要是个男的 就拉出来当兵 所以造就这般景象 李真累了 他已经踏马的说的够多了 这简直比他攻打北韩关还要累 跟一个不爱你的人要感情 跟一群不上进的士兵谈未来 没差多少 甚至后者更绝望 不过好歹还是挑出来一部分 够用了 来人将出列的他们留下 其他的人回到各自的部落 凤仙 每个部落派一万狼气把守 在本王没有下令之前 任何人不得离开部落 李真摆了摆手吩咐道 他已经失去了 跟他们沟通的想法 这些人就安安静静的当牧民吧 放羊牧马 是大王 上官凤仙刚要执行 被李真一把拉住 李真贴近以后低声道 将各部落万岐统领之上 所有的高层全部处理掉 上官凤仙闻声 没有一点犹豫 是 看着上官凤仙的背影 李真微微摇头 系统奖励的人的确是好使 不过就是有些人情味不足 仿佛就是一台机器 不过力大于弊 至于杀他们这些高层 李真只能说是 为了自己的统治 既然他决定了 要将丹州收入囊中 那么自然是要建立 一个从上到下 坚决服从自己的大真之军 那些之前的骑兵统领都不作数 但是他刚才基本看了一下 这群人都在队列之中 这是完全不行 这些人生存在军队中 难免有之前的旧下属 影响团结和军令 所以李真就只好送他们下去了 李真认为这都是为了丹州 他们肯定也是希望 丹州越来越好 这是李真的想法 他们的想法是啥样的 不重要 回到王帐的李真 越想越特么觉得窝囊 白辛苦自己 摆出这么大的阵势了 早知道如此 那还费这么大的劲干嘛 离了个大仆 端起朔岩院的递过来的茶水 李真一饮而尽 浪费自己的唾沫 他都给自己说激动了 那些人倒好 就像前世听推销电话的自己表情一样 波兰不经中夹杂着一丝丝的不以为意 丝毫没有自己那个世界异族的心态 看看人家 从匈奴到突厥 再到猛园 满清 多斗志昂扬 哪个不想着南下秦龙 就算是没成功被打得支离破碎 那也是想尽办法再缝合自己 人家是一族亡我之心不死 这里倒好 全然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已经能把自己给窝囊死 唉 只能说这个世界 九州六国太狠了 现在丹州基本都稳定了 那接下来 就是开始正式抬起发展的步伐 是继续现在的王庭制度呢 还是建立 正当李真犹豫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如期而至 感受到宿主正在纠结 发布选项 意义维持现状 扩大大真王庭的影响力 奖励 大米种子 玉米种子 二建立大真帝国 奖励 帝都一座 包含皇宫一套 紫禁城类型 李真的脖子 忍不住的探钱 不是他好像没听懂系统的意思 奖励个什么玩意 城 擦了擦眼睛 再次阅读了一遍 没有问题啊 就是奖励一座城 这 不是现在的系统 都是这么抽象的吗 连城池都要可以奖励了 而姆来得去的 还带皇宫 六 李真此刻的内心 已经是一片骇然 要多抓马 就有多抓马 以后是不是都要奖励自己小男孩了 但是话说回来 这个系统 是真的懂自己啊 营帐住的他 脑袋都疼了 如果说 他对大狱很是怀念的话 那就是 怀念帝都的便利 还有自己住的地方 这地方一望无际的 刚开始还新鲜 出门就是草原 蓝天白云大草地 但是这个抑郁风情 体验一下 就完了 天天带说实话 他也难受 如今系统奖励了自己一座城市 那他 基本就可以发展 单周CBD了 吸引所有的单周 叮铃部落 纳入自己的城池当中 开放护士 李真顿时不淡定了 这还用血吗 几乎不用 玉米种子和大米种子 那纯粹就是系统 玩自己呢 大玉遍地 都是卖烤苞米的 但是 虽然现在狼旗 他们都把自己当成神仙 可自己一夜之间整出一座城来 那特么的神仙也不好办啊 到时候不得把中州九国给吓死了 一觉醒来 旁边突然多出了个城市 那 可就有意思了 当即李真就准备将自己的部将们叫过来 这件事得事出有因 建立几天台 然后昭告天下 动静弄得大一点 向上苍祈福就以这个城池的名义 最好能够传遍九州 吓死他们 半个月后 大真王亭的牢房当中 哲兰树还有断旗 两人扒着栏杆 看着外面的蓝天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李真该不会是把他们给忘了吧 这是要杀 还是要寡的 总得给个信吧 关在这里 没人管是啥意思 他们已经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 再这么下去 饿死了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们啊 哲兰树绝望地看着 嗓子都哑了 但是这个地方太特么骗了 在王亭的最角落的一个嘎大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这也太绝望了 他和断旗以为是 将来要被李真叫过去谈谈 结果一等 就是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可以选择一种死法 一定不要是饿死的 断旗靠在墙上 已经没了说话的力气 他的琵琶鼓 还被穿着呢 那一点微不足道的真气 也用不上 他此刻也是认为 李真故意将他们扔在这里 折磨而死 实际上 他们是想多了 这回外面正在大兴土木 建立着寄天台 李真要寄天的事情 已经在整个丹州传遍了 那些当初 在李真面前 唯唯诺诺的各部之人 都认为李真疯了 寄天他们听说过是 求风求雨的 没见过是求成的 真当老天爷 是他爹不是 北韩关 王霄看着 从丹州传递过来的情报 表情极其的丰富 每一个字他都懂 但是连在一起不懂了 什么叫做李真 要建立寄天台 请求上仓给他一座城池 而且还说 如果上仓答应了 就是同意他建立大真帝国 王霄拧巴了半天 把手中的信 直接揉成一团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 完全不通啊 难道是什么暗号 王霄突然心头一灵 赶紧将地上的指剪了起来 认真的 仔细的 反复的琢磨之后 直接一把撕碎 仔细看之前 杂乱无章 奇奇怪怪 仔细看之后 狗屁不通 胡说八道 再探 务必要搞清楚李真 到底在干什么 将军 已经查清楚了 那个李真 就是要祭天 然后想求一座城池 那个负责传令的士兵 欲哭无泪 这是真的呀 如今丹州都已经传风了 谁不知道 大真王霆的那个李真 要祭天求成 他苦口婆心地不断解释 甚至用脑袋担保此事的真假 王霄在房间中来回踱步 脸上沉思 嘴里振振有词 不对 一定不对 李真此人谋略极深 此举绝对另有深意 来人笔墨伺候 本将要立刻将这个事情 非应传回京都 陛下身前能人 亦是不守 必定能够 堪破李真的阴谋 他王霄也算是饱读兵书 所谓释出反常必有妖 李真的治理 那是毋庸置疑的 多治如妖 治国之能臣 能够说出如此之智障言论 必然是有他别样的目的 哼哼 想骗过自己 障眼法罢了 旁边的士兵嘴角抽搐 将 将军 会不会他就是单纯的想要求一座城 乔姆来的娘批夕 那李真难道很像的白痴吗 还是你认为本将军是白痴 王霄脸红脖子粗破口大骂 这么白痴的话 他是怎么说得出来的 亏得跟在自己身旁这么多年 欲世不绝 以史未见 纵观数千年历史 最为著名的术士诸葛武侯也就是求个疯 借个语 何曾听说过如此荒诞的借口 所以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而且是大大的阴谋 王霄副手来到窗户前 脸上闪烁着得意的笑容 若是等闲之辈 恐怕就认为李真是哗众取宠 这可能也是李真想要达成的目的 可惜自己并非是那等庸碌之人 没想到自己的智谋意识不弱 李真可能还不知道他碰上了自己这么一个对手 哼 莫要是天下英雄为蜀辈 他也就是为将了 如若不然 他王霄也是有着提笔安天下的前置 大狱 京都 邵续基带领文武百官在正阳门等待迎接邵续雪归来 邵续基一身龙袍坐在银浆亭下 看着桌上的茶桌眼神陷入沉思当中 从前 每每邵续雪大圣归来的时候 他都会和李真做耳品茶迎接 这个亭子 建成三年 他这还是头一次自己坐在这里 内心感慨良多 如今大狱的潮世愈发的不可控制 百姓 对于他废除李真的变革之法 极为不满 这正是邵续基要的场景 他要等到一个适合的契机推行新政 一个属于自己和大狱文武改革之后的新政 虽然依旧是李古少皮 但是里面有他自己的东西 到了那个时候 百姓的评价一定会两极反转 这段时间他也渐渐缓了过来 之前会觉得烦躁焦虑 但是此刻他才是真正的感受到帝王的忙碌 登基这些年 他好像才真正的当上了皇帝 这种新鲜感让他最近十分的沉醉 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主 不用和任何人商量 即便是询问他们的意见 最后仍旧也是以自己为主 很好 这才是真正的镇集大狱 陛下 公主到了 邵续基的旁侧 一道单薄的身影公身道 长相面观如玉 浑身透露出文士之风 他的模样很像李真 甚至气质也是极其的贴合 从远处看过去 就如同李真一般无二 此人名为唐玉杰 新任的宰府之臣 是今年科举之状元郎 也是邵续基力排众议而用之人 其人乃是关中唐家的年轻俊杰 从他的形象 到其对于大狱的治理 都是甚合邵续基的心意 尤其是他当初在面圣之时 提的那句 君为重 陈为清 百姓之于红毛尔 当年李真曾经说过 君为清 百姓为重 这与之辈到相识的言论 对于邵续基现在来说 那就是金玉良言 而唐玉杰也是十分善于把握 邵续基的心理 只要是李真说过的 他都想招法 从其一些观点上反驳 之后再加点自己的东西 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成为了大狱的宰府之臣 朝堂新贵 万人追捧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邵续基如此重用唐玉杰的原因 还有一个 就是他向李真 他每次看到唐玉杰 跪倒在自己脚下的时候 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快感 邵续基微微点头 起身副手 看着远处 缓慢停进的大军 三万树龙位一个个 都是面色沧桑 和出发时候的精气神截然不同 这还是身体上的 心理上的更为不爽 你想想派 你去打仗 然后刚到地方 还没说咋的呢 掉头就往回走 这要对于杂兵来说 肯定是好事 不用打仗就是好事 但是他们可是天子清君 大狱如今明面上地位最高的军队 一个个兴起高招呢 所以 这么白兜了一趟 大家心中难免有些付费 祝国公看着丹币 骑马的赵不归 老泪纵横 这个挨千刀的李真啊 不对主要是得说 这个挨千刀的孙子 整个就是一个舔狗 李真疯子要杀邵续穴 你就让他杀呗 你表现个什么劲 现在倒好了 成了个残废 至于邵续穴亲口所说的 要嫁给赵不归这些事 他也知道了 但是 他活了这么多年 岂能不明白 一个男人想要 获得女子方心 靠的是铁吗 显然不是啊 他无数次跟赵不归说过 邵续雪是之猎马 他降服不了 可他非是不听啊 现在倒好了 人成了残疾 以后连舞枪都是个问题 红鹰枪都拿不稳 舞不动 那一杆子 估计也够呛 老头深深的叹了口气 他老赵家的日子 不好过啊 还是准备培养二孙子吧 黄兄 邵续雪看到邵续机后 顿时眼眶红润 他平时 在文武面前表现的 都是金国英雄 但是此刻 他难忍心中的惆怅和悲伤 下马快步走过去 一头扎进邵续记的怀中 黄兄 李珍他要杀我 他居然要杀我 他还对我动手 他怎么可以这样 我说 杀他只是说说而已 我也没动手 他居然对我下死手 黄兄 你说他对吗 听着邵续雪的声音 后面的文官 都是暗暗的撇了撇嘴 这一拳 他们都挡不住 从战报上来看 明显是邵续雪仙下的命令 要杀李珍 结果他在这委屈上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位大将军的拳锋 如此之霸道 黄妹 那个人的名字 从此不要提了 朕已经决议 待内部条例屡顺之后 心五十万精兵 征讨丹州 这个仇咱们兄妹 一定要报 一定要 邵续记听着自己妹妹的 露窟肃心 都要碎了 他对自己妹妹非常的爱护 对方从小就支持她 义母同胞 真正的亲情 莫要哭鼻子了 正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大玉年轻才俊 科举状元唐玉杰 邵续记抹去邵续雪的眼泪 指着旁边的人引道 唐玉杰立刻躬身行礼 文质彬彬道 陈唐玉杰见过公主 邵玉雪看着唐玉杰 躬身下去的影子 眼眸顿时闪过复杂的神色 唐大人请浅 唐玉杰起身之后 温润的微微欠身 陛下期盼公主之心 可是溢于言表 早早地就命令文武百官 汇聚于此 请公主不要心生烦恼 李珍之辈已经是日落西山 从她离开大狱 离开陛下 离开公主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 她的未来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以死谢罪 这番话说的是气势不弱 哈哈哈 唐青说得好 正看中的 就是你那极具大局观的眼光 雪儿你也听到了 唐青此人之才学 不弱于那个无君无负的贼子 往后你们 还是要多接触接触 邵续记说着 一手拉着邵续学 一手拉着唐玉杰 十分自然地走上龙念 唐玉杰的内心极为震惊 随后狂喜 整个大狱谁不知道 和陛下同年的臣子当中 只有一人 那就是李珍 这戎宠 邵续记上了龙念之后 看着下面无数呆滞的目光 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旁边的是唐玉杰 不是李珍 从前都是肌肉习惯 这这这 可是现在情况已经是这样了 她也不能把唐玉杰给轰下去 那样百官会怎么看自己 属实是属于肌肉习惯了 邵续记无奈 之下松开了唐玉杰的手 淡淡道 回宫 龙念前行 百官跟随 风中只剩下了潇洒的赵不归 按道理来说 自己付出了一条手臂保护邵续学 陛下不应该嘉奖自己吗 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没有人看自己一眼 今天的主角不应该是她吗 难道不应该说说她和邵续学的婚事吗 还有 怎么又跑出来和唐玉杰 李真平替 祝国公早就已经随着百官入城了 对于赵不归她已经放弃了 自己这个大孙子 太天真 她不懂一个道理 那就是真情总被辜负 真诚换来的不是真心 而是一辈子的内伤 夜晚 皇宫举行了宴会 与其说是宴会不如 说是邵续机给她妹妹开的安慰大会 让人家打成那个模样 损失了十万边军 还舔着脸开宴会呢 要是换做其他将领 不砍了都算是好的了 看似宴会间一众文官推杯换战 就讲邵续和邵续许爱听的说 实际上内心独白那叫一个难听 他们的话自己都觉得难听 但是那是来自于内心 以前跟着李真混的时候 这种占用下班时间的宴会很少 有也是在上班时间 自从李真有了 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样了 加班都是日常 这都不算啥 以前累也是累 但是从来不加班 而且人家李真公司分明 一码归一码 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工作 给你穿小鞋 或者是扣你工资 但是现在不是了 少许激动不动就扣俸禄 用李真的话来说就是 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内阁的官员一晚上眼白 都要翻出来了 他们是辅佐载辅的一个机构 都是李真一手提拔起来的年轻人 受到李真熏陶极为的严重 当初朝堂对李真口诛笔伐的时候 他们是不在 若是再非得打起来 等他们知道的时候 李真已经走了 后来他们这个部门 就一直在换领导 换了十几个 没有一个能比得了李真的 如今 这个唐玉杰更是过分的不得了 每天正式不干 就是在让他们加班 干一些无聊的面子事 内阁总处理员王海涛 坐在唐玉杰的身后 看着他跪舔绍续机的模样 那叫一个比一 什么玩意 狗屁真才实学没有 就知道狂舔 其他官员 虽然不如他表现的明显 但是也差不多 以前李真作为百官之首 是不跟他们抢这个机会的 现在倒好 这孙子又当裁判又当选手 真特么的不是个玩意 怀念李真的不知道多少天 他们现在是明白了 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 人走了才追回莫及 御史大夫催折低头喝着闷酒 他上次被打了之后心灰意冷 他太怀念李真了 那个心系天下的百官之首 面对他不卑不亢 有来有回 上班尽忠职守 下班两人还一起去过一厢楼 可惜啊 崔折兜是这个模样 御史台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几乎成为了一个摆设 在朝堂上不怎么发言了 老大说了几句为国为民的话 差点让打死了 他们还说什么 虽然御史的终极梦想是名流青史 但是切记是流史不是让打死 这有着根本的区别 如今朝堂上文官分为四派 一派是以门阀贵族为首拥护 唐玉杰的新老官员 另外一派是内阁这些奋青组成的年轻人 他们接受李真的新思想比较多 对于唐玉杰是嗤之以鼻 还有一派是中立派 就是御史台 当小透明领愤怒不说话 最后一派就是鱼龙混杂派 一边明面上和唐玉杰混亲近 内心对于歧视厌恶至极 同时表现又是浑水没于不干事 以前朝堂上可就两派 李真和其他人 现在可谓是八仙过各显神通 赵不归坐在末尾一言不发 喝着闷酒 一场宴会 他看了少许雪627眼 对方一次没看他 就是舔狗 他也得有点回应 才能舔着石头 也觉得甜吧 赵不归喝了点酒 加上心中郁闷烦躁 顿时郁节不舒 气涌上头 将手中的酒壶猛地砸到地上 刚准备起来 释放两句 门外一道声音响起 陛下 北韩官首将王霄飞鹰紧急战报 赵不归立刻又坐了回去 少许雪姬听到 是北韩官的战报 心头顿声烦躁 他现在听到任何 跟李真相关的事情 都是下意识地想掠过 但是如今 这也是等级最高的战报 他又不得不看 乘上来 旁边的内侍立刻将战报接过 小碎步双手递给少许雪姬 唐青 你替朕看 少许雪姬摆了白手 他不想看到那个名字 唐玉杰屁颠屁颠地 接过密封战报 徐徐打开 末将王霄急奏陛下 丹州贼子吞并丹州各部 建计天台 宣称要祭天求成 此举甚为诡异 末将绝有阴谋 请陛下 与朝堂百官分析此事 以明末将如何行事 下面紧跟着 就是当初王霄探子打探回来的李真 在丹州祭天的详细事情 唐玉杰的话 让在场诛人 都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祭天求成 李真莫不是疯了 少旭姬眼眸中有些不解 陛下 此事不然 唐玉杰挺起胸膛双手附后 眼睛微眯 李真此人狡猾奸诈 这么做定然有他的目的 哦 那唐卿说说 他此举有何目的 少旭姬的好奇被勾了起来 唐玉杰来回夺步 最后攻身行礼 陈毅时摸不透 不过陛下放心 只要陈仔细琢磨后 必定能够参破他的想法 况且 此人狼子野心 陈以为不管如何 他此举都是对我大于有阴谋 他的话说完 下面许多人都是露出不屑之色 你不知道说的那么详细干啥 少旭雪听到那个名字 充耳不闻 李真这两个字 对于他来说就是禁忌词 不想听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少旭击摆了白手 他现在要消除李真的影响力 所以并不想在这个地方讨论对方 至于李真再如何 他难道还想建国不成 区区一个丹州 蛮夷之地 李真就算是有本事在那个蛮荒之地 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又能如何 少旭记的心态已经平静了 李真他不会再放在心里 更不会放在眼里 宴会当中 唐玉杰不断围着少旭雪 他颇善言辞 一场宴会斗的少旭雪 频频露出笑容 也算是给他阴霾的心情 带来了一丝天情 宴会结束之后 官员两两三三结伴离去 赵不归摇摇晃晃的 回到了祝国公府 他心凉啊 一晚上少旭雪从未正眼看他 少旭姬更是好像把他这位虎将给忘了 如今断臂实力大不如从前 实力也就是勉强达到四平 双重打击狠狠地折磨着他的内心 国公府的下人们 看着这位曾经的天之骄子 都是唏嘘不已 赵不归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院子 一道身影正坐于堂中 爷爷爷爷 我可当不得你这舔狗之眼 祝国公冷哼一声 爷爷你也这么说我 我喜欢一个人有错吗 赵不归眼神中闪烁着疯狂 在酒精的加持下 他也是敢于说出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 我也这么说你 赵不归你看看 你这个狗屎样子 为了一个女人变得断臂修为调品 你睁开眼好好看看 如今大于何人在乎你 你现在就是个废人 陛下不会再重用你 少旭雪也不会嫁给你 皇家之言一切都建立在 你还有利用价值上 你现在还有利用价值吗 今日在宴会之上 你看看有人还记得你 这个舍命保护少旭雪的人吗 祝国公暴怒的 发出咆哮之声 他终究还是看不过去自己这个 曾经寄予厚望的孙子 变成这般模样 赵不归闻言 犹如遭到雷劈一般 跪坐在地上 脸色凄惨 看在你还姓赵的份上 我给你两条路 要不辞官以后 就在家当的残废 要不就给我滚去边居 用你的残体去给博一个出路 祝国公看着赵不归沉声道 现在在京都 他混不下去了 他原本的职位 也不可能回得去了 少旭姬不会允许一个残废战 在自己的身边 赵不归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 他看着自己爷爷 那凄惨的眼神中露出一丝坚定 我要去边居 我要去边居 他恨 恨少旭雪的说话不算话 恨少旭姬没有把自己当回事 恨李珍将他变成这个模样 我已经安排好了马车 去东平城任千夫长 剩下的路就你自己走吧 祝国公起身摆了白手 顿时走出几人将赵不归带走 被带到马车上的赵不归 此刻一张脸已经满是盈利 仇恨可以让人面目全非 他一定要对少家报复 要对李珍报复 此仇不报非君子 宴席散场后 少旭雪回到了自己的府邸 刚进去 就看到他的老师 已经在不远处等着他了 少旭雪低着头走了过去 师父 我都听说了 这件事我会去处理 你不用管了 吃了你们少家这么多年的饭菜 也该是时候还了 老者副手看着少旭雪微微叹气 后者闻言顿时错愕地抬起头 师父你不能去 李珍现在已经不似从前 他手下精兵数万 您去了 自家人知道自家的事 自己师父曾经是一位九品的宗师 但是因为某些事情伤到了根基 现在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不足八成 甚至不到八品 面对数万铁 其一走一过 八品也活不下去 无妨 这件事不用你理会 我会理真的人头拿下 老者淡淡一声 微微抬手 一道青光窜入他的手中 那是一柄断剑 师父你 少旭雪想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老者提前错影消失在了门口 当年他落寞之际 原本想了却残生 是少旭雪将他从那个地步拉了回来 师徒十年 勤奋深厚 如今他们都看不清 但是他能够看得清 李珍当年武学天赋 是他这么多年 见不出类拔萃之人 他的天赋还在少旭雪之上 而之所以少旭雪说 他毫无根基也是出自于自己之手 那个时候 老者就已经看出来了 李珍绝非持中之物 若是不加以遏制 其将来万一和大玉反目成仇 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也是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李珍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从一阶文士成长到如今 手握精兵的丹州王 若是再给他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 到时候对方挥师难下 大玉不一定能够挡得住 所以为了大玉百姓安康 他择无旁贷 见神之名 也应该再重出江湖了 少旭雪追了出去 但是哪里还有他师父的身影 他急了 自己一生最为重要的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皇兄 另外一个就是他师父 少旭雪立刻命人传令下去 务必将自己的师父给拦截下来 自己也是找了匹马追寻上去 真去了丹州 他毫不怀疑 就李珍现在的性格 绝对会将他师父给杀了 丹州 大真王婷 李珍搂着朔颜玉儿 盘算着现在传播的速度 如今 基本丹州已经人尽皆知 自己要祭天的消息 不用查也知道 现在对于自己的评价 基本都是说他已经疯了 异想天开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等待祭天台建立完成 到时候就是他们打脸的时候 大王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萨满祭司 朔颜玉儿靠在李珍的胸膛上 轻声问道 听到这话 李珍突然坐了起来 他最近就顾着祭天台的事情 还真把这事给忘了 当即起身穿起衣服 玉儿 你先休息 本王去处理点事情 他把那个折蓝树 还有断起早 就忘在脑后了 他走出王帐 叫来上官奉仙 问到这两人的时候 上官奉仙摸着脑袋 想了片刻 才想起 关在了哪里 他这段时间 也是忙着训练 收拢来的各部骑兵 还有王庭的残军 所以就 当上官奉仙和李珍 来到关押两人的地方后 入眼看到的 是两具皮包骨头的人影 大王 好像死了 李珍也是叹了口气 哎 这俩人也算是可怜 活活给饿死的 将他们埋了吧 李珍摆了摆手 以后 还得是建立正规的牢房 有人看守的那种 刚要离去 一道脆弱极不可闻 但又急迫的声音响起 大王救救我 我还没死 李珍瞪大眼睛回头 仔细看着两人 我乐个去 小强啊 饿了将近一个月还没死 将他们两人带出来 医治一下 李珍赶紧命人 将他们两个抬出来 进去的时候 狼奇都梦了 那个场面 只能说是惨烈 连地上的草都吃没了 两人已经脆弱的气息游离 李珍看着被抬走的两人 嘖嘖称奇 果然人在绝境中 能够爆发出极强的潜力 这都能活下去 得亏这没有评选什么记录 要不然 这两人绝对破记录了 牛掰啊 上官奉先挠了脑袋 道 我 这显然是他的问题 李珍摇了摇头 淡淡道 不打紧 你让他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 还激发了他们的潜力 他们应该会感谢你的 上官奉先抬头第一次对李珍的话 有了怀疑 他们真的会感谢自己 李珍看着那张认真的脸 哭笑不得 是会感谢 只不过感谢的是你八倍祖宗 王丈当中 李珍看着在旁边狼吞虎咽 往嘴里色食物 看着他们的样子 微微无奈 这俩人真特么的命大啊 折兰树吃着眼泪 从枯燥干裂的面容上流下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 再也吃不上饭了 断旗也没比他差多少 李珍是想开口 让他们少吃点 毕竟饿了这么长时间 突然吃这么油腻的东西 容易出现问题 但是 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 也没开口 这两人都是能人 不能按照常理来推算 吃就吃吧 呃都没饿死 还能出现啥问题 你们吃着本王问点问题 断旗你明天带本王去见 那个什么萨满祭司 折兰树你现在住下吧 等有事情再安排你 听到李珍的话 断旗猛的点头 他只要能够活着就行了 那种在生死边游离的感觉 简直就是激发了人心中 最深处的恐惧 大王放心 您担忧吩咐 奴婢必定全力以赴 折兰树颤颤巍巍的 还要行李 李珍赶紧摆手 一个二百多斤的大汉 现在估计也就是残质三分之一 一阵风刮过来都容易到了 但是 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行了 都下去吧 吃得多的事 李珍说完 门外的狼 其将两人给抬了下去 抬的过程中 这两位都不肯松开嘴里的肉 只能说是 怕了 两人被抬下去之后 李珍靠在椅子上 手指有节奏的敲打着桌面 现在他手下的军队 已经数量不少 狼骑惠总给了上官奉先 统一管理 朔颜雄和朔颜 和旭两人为狼骑副将 铁浮屠依旧是那个编制 承担着王庭的警戒 上一次从那个金王庭 还有其他个部落 汇总起来的骑兵 现在他们已经学习了李珍的功法 由上官奉先负责训练 这个功法适配去丹州的所有人 所以修炼起来速度还可以 和朔颜部落的人差不多 战斗力在慢慢的形成 与此同时 还有他们的忠诚也是在逐渐的增加 功法的附加能力 李珍可还没忘 等待祭天台整好了 他就着手准备祭天 该说不说丹州的工业能力真的很差 一个简单的祭天台盖了这么多天 那就像是挤牙膏 一点一点的 任重而道远啊 等他将城池建立起来之后 就准备南下 和邵家兄妹的梁子已经结下了 李珍要打过北韩关 拿下全大狱 李珍的性格怎么说呢 就是有恩未必记得 但是有仇记得太清楚了 这是要是搁到别的臣子身上 那一定会认为雷霆与路俱势均恩 但是对于李珍来说 你是个狗逮 何得来我辅助你 你我千古君臣佳话 留下一段历史让后人称赞 你要是不懂事 那就干掉你 我自己成就一番千古伟业 就从造神开始 他要在丹州把自己造为神 收服那些细细碎碎的部落 让他们知道 自己就是那个 可以带领丹州兴盛的存在 天命之子 草原之神 如此一来 只要是丹州的人 都将视他为神 一座天然的兵库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世世代代将供奉自己 从丹州开始席卷九州 李珍的眼里熊熊火焰燃烧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人的改变 往往就在一瞬间 他当臣子 可以达到在世周公 现在身为丹州王 自然也要胸怀天下 就让他李珍 开启着乱世吧 攻破北韩关的时候 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 身为大狱的宰相 他十分的清楚 现在各国都是在压抑 许多年来的仇恨 都在积攒 互相都在克制 各自发展文质积蓄力量 这个平衡 若是有一点的动荡 那么瞬间就会颠覆 李珍自认为 他可以是那个 辽薄乘感的存在 虽然如此会引起血雨腥风 湿山血海 但是 他罪在当代 公在千秋 始皇帝当初 给所有后来者 带来了大一统的概念 奠定了华夏英豪 两千年的执念 在这个时代 他也要成为对方 不只是成为他 更要超过他 成为万古一帝 一日一早 段祺被抬上了马车 他现在也就是刚刚恢复 还不能达到 自己行走的地步 但是 李珍可没空等他恢复 如果不是他说 自己是萨满祭司的联系人 李珍都不会留下他 李珍穿着一身蓝色锦衣 带着三千狼 骑和朔颜雄 离开了王亭 铁浮屠这种重甲骑兵 虽然压迫感十足 但是不得不说 他们就像是卡车一样 不够灵活 只能用在大场面上 平时行动 灵活方面 还是狼骑 离开王亭之后 狼骑向着丹州的 核心之地略去 丹州很大 金王亭和六部落代表的 仅仅是丹州的精英阶层 更多的是 默默无闻的小部落 他们生活条件落后 还在那个 为吃饱发愁的地步 四散游牧 部落大的三千多人 小的甚至有二三百人 李珍这也是第一次 进入丹州的深处 一路所见 只能说是落后无比 丹州的人 善于内斗抢地盘 走了一上午 已经见了数十个部落 在互相厮杀 规模都不大 但是数量可真不少 不过 当他们看到那杆大道的时候 都是纷纷停下 对着大道跪地行礼 现如今 李珍已经是名副歧视的丹州王 这个待遇还是有的 虽然因为祭天的事情 有些人心中认为 这些丹州王的脑袋 不是很好 但是 这并不妨碍他们 钦佩李珍的武力 丹州狼 其已经在丹州的人 心中种下了 超过了大羽黑旗 还有大旗血旗 李珍坐在马上 奔腾在草原 这一路上所见所闻 对于他来说 在意料之中 又在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的就是乱 自己若是不做点什么 那他和当初的金王亭 有什么区别 朔炎凶 李珍招手对方 策马靠近 大王 等回去之后 颁布禁武令 任何部落 不得在丹州私自战斗 有恩怨的 有划分不明的 一律到王亭处理 每日派出巡察队伍 谁若是敢私自动武 一律徒步 就算是他们要打 也得在本王的同意下 才能打 朔炎凶将李珍的命令 全部记在心里 默默念了几遍 记书之后 点头领命 李珍挥舞 马鞭冲了出去 丹州的人散惯了 若是不下狠手段 还真不容易集权 慢慢他要将这些人的想法 都给掰过来 他们的部落 他们只有经营权 没有指挥权 从王亭出发 想要到达萨满祭司的地方 需要一天的时间 李珍并没有埋头赶路 而是在夕阳落下的时候 找了一个有河流的地方 命令安营扎寨 因为一天的颠簸 那个断期受不了 这个生命力 也是颇为脆弱 饿了一个多月没死 颠了一天 差点死了 夜晚 李珍跟朔炎熊 还有半死不拉活的断期 围着篝火 带来的肉串 在火焰的灼烧下 刺刺冒油 丹州人 对于烤肉 有些独特的手法和火候 香味不一会 就萦绕起来 刺激着人的味蕾 顿时半死不拉活的断期 只冷了起来 朔炎熊一巴掌 将气呼开 将第一串献给了李珍 给他吧 本王还不饿 听着李珍的话 朔炎熊才递给了对方 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李珍接过朔炎熊帝过来的茶水 看向断期 后者撕咬着烤肉 胡轮道 大王 萨满祭司是来自丹州的保护神 他们享受着丹州的供养 人数不多 但是在丹州有着最为超然的地位 每个人都身怀神奇的力量 其中每代都一位大祭司乌辜 大祭司的力量是通天彻地得 断期说着眼神中不自觉地露出膜拜和赤诚 大祭司乌辜 那这个 乌辜是这个萨满部落的 不是大王 萨满不是部落 而是一份传承 每代大祭司快要消亡的时候 就会从六部和王庭中挑选乌辜的继承人 文言 李珍眉头微挑 从六部挑选 那这一代的乌辜是哪个部落的 耶律部落 李珍的眼睛微眯 耶律部落 断期将嘴里的肉咽下去后 看出了李珍的担忧 当即道 大王放心 成为乌辜之后 他就不会再有私情 本王才不会在意他 没有没私情 本王在意的是 这个丹州 只能有一个神 那就是本王 李珍说着 眼神中闪过寒光 听起来 这个萨满部落 就不是什么好玩意 应该说他 对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天生就没有好感 又不是道门传承什么的 这次去了 他要亲眼看看这乌辜 听话然则罢了 若是不听话 那么他不介意将这个萨满部落 复制一句 一夜无话 一日 李珍大早出发 按照段祺所说 一个多时辰 就能够到达 萨满祭司的所在地 一个时辰之后 李珍远远的就看到 远处矗立的数十根石柱 大王 段祺挺起精神指着远处 闭嘴 本王知道了 李珍加锦马赋冲了出去 随着接近 对面的景象也是越来越清晰 那十八根柱子成圆形 将一片地域圈进其中 那个区域里面 和丹州其他的部落也差不多 帐篷村落 帐篷外面挂着一些造型奇特的装饰 就在他们接近那个地方时 一团黑雾突兀地出现在他们的前方 随着缓慢的凝聚 一道身影出现 身材宛如小山般 头上戴着宝珠头孤 满脸横肉 大王 那是萨满祭司中的护法 阿里谷护法 段祺看到那人立刻介绍到 他在王庭当中所展示的技能就是他教的 玉 李珍勒马停止 身后的三千郎其同样停止下来 阿里谷挺着肚子微微侧身 伸手邀请 真王 我们大祭司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不过这里只有你能够进去 其他人不行 李珍文言抬手握拳 朔炎雄立刻将大道插入地面当中 半个时辰 若是本王没有出来也没有下命令 冲进去 杀光他们 李珍丢下一句话 策马挺进 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对方跟自己玩单刀附会 根本没在怕的 至于下这个命令 他仅仅就是吓唬一下他们 绝对没有威胁他们的意思 身后的朔炎雄 李珍立刻领命 三千狼旗慢慢地从腰间抽出长刀 犹如一只叙事待发的野狼 阿里谷显然是没想到 李珍会这么说 看着那熊熊杀气的狼旗 眼皮子跳了跳 他这段时间已经听说 李珍太多太多 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 凶残暴力 他在前 李珍在后 他走路 李珍骑马 两人居然 差不多高 这个阿里谷身影 属实是有些霸道 踏入内圈柱的区域之后 李珍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不是身体不舒服 而是这里的契机和自己身上的 真气不对付 有点说法 看来这个萨满部落 不是花架子啊 所谓行家一出手 就知道有没有 区域性的影响 已经证明了 这个萨满祭司 绝对不是自己想象中 装神弄鬼的存在 李珍当即勒马停了下来 阿里谷也是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李珍 真王 你这是 李珍没回他的话 反过头运起真气道 派人去王庭传令 命上官奉先点起五万郎 其即刻赶赴这里 若是本王有何损伤 鸡犬不溜 朔颜雄文言 立刻派了三路传令兵离去 阿里谷盾石头上出现一条黑线 李珍在传闻中不是一高人胆大吗 怎么这般怕死 好了 我们可以继续走了 李珍笑嘻嘻地看着阿里谷 后者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默默地带路 这是他没法评价 更没法回答 毕竟若是李珍有个三长两短 那要杀的可是他 阿里谷带着李珍来到了 深处最大的一个营杖 这个营杖的外力面上附着着各种图案 请 阿里谷将营杖的帘子撩开 李珍下马摆动一袍大不留心地走了进去 潇洒无比 不过父后的右手上面已经萦绕着淡淡的金光 这位大祭司很强 甚至是李珍从大狱到如今见过前所未有的存在 他刚才就已经感受到了里面这位 心里李珍都已经骂娘了 丹州的人弱的一批被九州六国奴役 七呀 结果你告诉我这什么萨满祭司里有这么个存在 早知道是这个情况 他就应该带着七万狼骑过来 狗日的断骑 等他出去了也得将其给砍了 这么重要的情报自己不问 他就不说了 该死 进入营杖后 一瞬间视线变化令的眼前一黑 不过很快就调整过来 我以为真王不会来了 随着熟悉光线 李珍也是看到了营杖中的人 一眼看过去都是腿啊 好长比断骑的命都长 赤脚站在地面 但脚上并没有任何的泥土无尘 反而光洁如玉 让人忍不住想要把 上身穿着类似前世苗族的服饰 脖子上挂着一串银饰相圈 面容被一张猙獰的面具包裹 手中持着一柄权杖 打扮倒是很符合李珍的想象 不过就是从腿来说 这位乌姑很是年轻啊 超出李珍想象的是 对方的实力 八品之上 是否到达九品 是个未知数 但是 能够让他感到如此压迫力的 八品肯定是稳了 你在看什么 看腿 对 好看吗 好看 两人一问一答 李珍倒是十分的坦诚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这是人之常情 尤其是对方的声音更是好听 戴着面具的面容之下 更是让李珍想如飞飞 好看 那真往想不想 在李珍的视线当中 一幅能够引起人心底最深处的欲望 画面缓缓出现 就在他双眼迷离之际 一声龙吟从其胸膛中发出 顿时眼前的景象消散一空 李珍扎巴着嘴回味无穷 好看 爱看 乌姑打量着李珍 眼神中有些忌惮 自己的幻境可是酝酿了不少的时间 李珍不到一息之间就破了 这番本事不弱 好霸道的功法 真往名不虚传 乌姑 商量个事情 你说 再来一次 乌姑面具下的面容嘴角抽搐 不是他说的这是什么话 再来一次 当自己是免费表演的 真王 请坐吧 乌姑忍着心中的怒气 深吸一口气 坐在垫子上面 李珍倒是意犹未尽 这玩意多好啊 3D全景体验 花钱都买不到 不过可惜 人家不表演 他也不能强迫 走上前 坐在他的对面 乌姑 商量个事 乌姑听到 这熟悉的话 手上刚端起的水杯 轰然破碎 说 看看脸 李珍 乌姑顿时忍不了了 手上的权杖重重的 砸在地面 他的眼神看得自己浑身不舒服 说话更是轻狂梦浪 他是萨满大祭司 不是青楼蒙面舞娘子 看什么脸 李珍撇了撇嘴 将垫子挪到了侧面 顺着他的目光正好能看到他的腿 真王 你来找我到底是干什么 乌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 他自从成为大祭司之后 还从未有人如此无礼 李珍翘着腿淡淡道 我来这里 一开始 是为了看看这传说中 萨满祭司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那你现在看过了 嗯 没看全 李珍 你如若再放肆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听着那犹如小女孩生气的言语 李珍哈哈大笑 随后认真地看着乌姑 那就聊聊正事吧 本王要在丹州建立帝国 你们这个 萨满祭司看起来还算可以 本王给你一个机会 带着萨满祭司 加入本王的大真王庭 给我机会 加入你的大真王庭 真王 你是在命令我 乌姑的手中全杖上挂着的铃铛不停地碰撞 一股绝强的气息从其身上爆发 在那等威压之下 李珍仍旧面色不改 给你机会是真的 命令倒是谈不上 只不过是合作共赢 加入大真王庭 本王封你为国师 封萨满部落为国教 李珍懒散地半躺着 没过来的时候 李珍还没有那么强烈想要收服对方的想法 但是 见到这个乌姑的时候 他就已经明白 萨满祭司必须为自己所用 从进来之后 他就感觉到 树谷不同强弱的气息 那个阿里谷的实力不弱于七品 还有六品的 五品的 可以说 萨满祭司这里人不多 但是都是精锐 还有刚才那种幻想 这足以说明 这里的不简单 那我要是说不行了 乌姑直勾勾地看着李珍 不行 不行那就不行呗 你不行我也不能强迫你 李珍贪了贪手道 请离开吧 我们萨满部落 没有这个想法 也不想掺和到权力争霸当中 同时 作为萨满祭司的大祭司 我想提醒你一句 单周人示弱 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分了 李珍起身拱了拱手 明白了 本王就不多烦扰了 告辞 说完李珍转身就走 乌姑面露下的面容错愕 不是 李珍这就走了 他不是刚强异常吗 怎么这么听话 你 你这就走了 李珍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乌姑 你要留宿我呀 不是 你 乌姑有些手忙脚乱 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 但是李珍答应的也太痛快了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 而且记住了 你还要我干啥呀 李珍转过身扰有兴趣的问道 哦 没啥 你走吧 记得以后别乱杀单周的人 记得了 李珍挥了挥手走出去 营杖的帘子落下 乌姑将面具扯下去 一张青色绝艳的脸庞满是疑惑 不是说李珍不好说话吗 怎么 这很好说话呀 他答应的太痛快 虽然有点不礼貌 但是这也不足以让自己动手震甩 阿里谷将李珍送出去后 李珍回到朔炎熊身旁 大王如何 传令 命上官奉仙和完颜古达带兵 立刻赶赴到这里 李珍眯着眼淡淡一声 刚才在里面他清晰的知道 自己不是这个无辜的对手 所以他出来了 暂避锋芒 保护自己 等大军来了 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到时候 若是不加入 那就得死 就算他是九品 能杀一千人 一万人 难道还能杀十万人吗 小姑娘 还是涉事太浅啊 是 道 那我们现在 撤至百里万 李珍回头 看了一眼萨满部落 嘴一脚勾气 大祭司 李珍带人退了 阿里谷回到营帐外面 微微低头 真的退了 乌姑的声音中 有些不可置信 一个单枪匹马杀入丹州 将丹州各不杀的七零八落之人 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的离开了 他还是有些不明白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确定退了 大祭司 李珍估计是感受到您的力量了 所以他害怕了 阿里谷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 乌姑总感觉不对劲 但是现在 人家都已经走了 他总不可能追上去问问 喂 你咋不打我 这说出去 就像脑子不正常似的 不过这也是好事 起码萨满祭司 没有被对方牵扯进去 萨满祭司的职责 就是守护丹州 守护丹州的人 当初金王廷 就派人过来求援过 但是 乌姑没有答应 李珍建立的是王廷 手下部落 是朔岩部落的人 这属于是丹州内斗 他不会干涉这些 这也不是他的能力范围 甚至乌姑觉得 李珍相对于来说 要比金王廷好一些 毕竟对方的性格刚强 面对御国也是不低头 敢和对方硬碰硬 有些雄主的风采 至于李珍 是丹州人 还是九州人 乌姑不在意 只要他建立的是 王廷那就是 打着丹州的旗号 再到现在 他吸纳了无数丹州部落的人 李珍现在 已经和丹州分不开了 但是这次见面 让他的感觉有些改变 李珍好像也不是传闻中说的 那么凶煞毒辣 话挺和善的 自己说话他也是好好地听 还不勉强自己 乌姑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没想到 李珍此刻脑海中 想的却是要他的脑袋 一夜过去 第二天 乌姑早早地醒来 盘腿坐在垫子上 双手盘硬 不过片刻 他突然眼睛睁开 整个人化为一道 残影来到萨满祭司之外的区域 他出现以后 阿里谷 天美来 赫 等萨满部落的高手 纷纷跟了出来 乌姑看着远处 铺天盖地的狼旗 眼神里面被愤怒填满 那狼旗大道在风中飘扬 一望无际的狼 其仿佛将天地灌连 杀戮的气息 从远处犹如乌云鸭顶般袭来 大祭司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狼旗 阿里谷的眼神中满是惊疑 李珍不都已经走了吗 动 乌姑将权杖狠狠地砸在地面 现在这个场景他若是还不知道 那就是傻子了 为守者一身金甲 手持霸王枪 威风凛凛 正是昨天诗然离去的李珍 给朕将这个萨满部落围了 李珍大手一挥 顿时两侧的狼旗缓缓分流 从四面八方将整个萨满区域围了起来 哈哈哈 乌姑又见面了 李珍策马来到乌姑的前方摆布 脸上挂着笑意 堂堂真王 你怎么可以骗人 乌姑发出愤怒的声音 不过在李珍听来 还挺好听 本王骗人 这从何说起 李珍细血地看着乌姑 你昨天亲口所说 乌姑说着一时语色 昨天好像他也没说自己不答应会如何 你说啊 本王是答应你不动手 还是答应你我今天不来啊 再者说了 昨天答应你是昨天的我 与今天的我何干 李珍身体前轻笑眯眯地问道 你无耻 乌姑被气得哑口无言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 萨满大祭司 本王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 到底加不加入本王的大真王婷 这次是命令 不过 昨天的条件今天还有效 李珍将霸王枪插在地上抱着手道 今天自己的底气回来了 的确是说话硬气了 哼 李珍昨天的你 可不是这般说的 没想到 你居然是如此人物 乌姑现在想想就起 他就说 昨天李珍 为什么会那么轻而易举的就离去 搞了半天是叫人去了 亏他还以为李珍是个通人性的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这个道理难道大祭司不懂吗 如今天命在本王 若是大祭司不答应 那本王只好让这萨满祭司消失在丹州 李珍摊着手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只不过耐等笑容十分的冰冷 大祭司 你不用管我们 你快走 这里我们顶得住 阿里古等几人 都是纷纷将乌姑护在身后 挡得住 你们挡不住 哼 真王你太小看我们了 我们的实力 或是不如你们九州人强 但是我等有特殊的能力 若是你强行动手 杀你万人不成问题 阿里古眼神凶狠地说道 哈哈哈哈 杀我万人 那本王还有两万人 五万人 后也能够耗死 你们这些人 李珍坐在马上放声大笑 都让开 乌姑举着权杖砸在地面 然后来到众人之前 李珍 昨天 我的确是被你骗了 我们萨满祭 肃无异于掺和你们的争斗 我可以答应为你出手三次 大宗师之下都可以 乌姑直勾勾地看着远处金甲李珍 大宗师之下 李珍的心被这几个字狠狠地震了一下子 按照乌姑所说 那他岂不是九品 这次还真是来着了呀 果然逮了条大鱼 同时心中也是庆幸无比 得亏是自己聪明 他昨天要是单枪匹马地在人家的地盘耍棱 估计被留在那里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出手三次 这也太少了 感受到宿主正在纠结 发布选项 一答应乌姑的条件 奖励 无限防御 一次 二收服乌姑 奖励 金刚不坏 李珍听到系统的声音 迟疑了一瞬 脑海中忍不住谩骂 好家伙差点就让系统给下了套 那个无限防御属实是非常的惹眼 但是这个金刚不坏不是更好吗 包选二的 李珍当即看向乌姑 宁声道 大祭司 不如这样我们打个赌 听你的意思 你应该是在酒品 而我现在的实力 你应该清楚 你全力出手 我接你三招 若是我接不下 我带领狼 骑掉头就走 以后你们萨满的吃穿用度 我都包了 若是接下了 你跟我走 成为我大真的国师 乌姑迟疑了一瞬 抬起头看着李珍 你又想骗我 这话说得李珍一愣 嗯 学聪明了 则 不好骗啊 昨天本王是以李珍跟你说的 但是今天本王是大真的王 面对我的七万狼 本王不会赖账的 李珍十分真诚的看着乌姑 后者听到李珍的话 还是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是也说不上来 可是无疑 僵持在这里 始终不是个解决方式 倘若李珍真的撕破脸 这些狼奇一走一过 除了他 其他人可能都活不下来 你说的可算话 李珍顿时面露灿烂的笑容 本王说话算话 说这话的时候 他心里都忍不住想笑 这个大祭司真好玩 从他的眼神中 李珍看到了清澈见底的愚蠢 嗯 应该说是天真 就这个心智 他是怎么再如此年轻 就达到了九品 难道这个世界终于傻白甜 搞不懂 不过这对于自己来说 是好事啊 这次你若是在骗我 我真的会生气的 乌姑深吸一口气 他还是选择相信李珍 毕竟这里这里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 要是他食言了 还怎么当真王 可惜他不知道的是 上位者的话 那就是一股气 放了之后无色无味 找不到任何踪迹 简单来说就是个屁 大王 您怎可身射险境 末将替您接他三招 上官奉先拱手请命 用不着 本王可不是大鱼那个残疾人 说吧 李珍飞身一跃 稳稳落在地面 抬手一息 霸王枪落入手中 请赐教 乌姑走上前 将身后的披风一把扯下 手中的拳杖上的铃铛不断碰撞 一股浓重的威压 从其身上爆发 李珍眯着眼看着乌姑 酒品 光是这个气息就不一般 这次交手 对于他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至于输 不可能 从无辜答应他开始 就已经输了 因为李珍只说了 接不下算他输 但是这个具体怎么接不下他可没说 话而言之 只要自己有一口气在 这都算接下了 而对方肯定是不会下死手的 因为输了 他还向着大真供养萨满部落 所以李珍怎么算都是赢 而他如果真要下杀手 到时候李珍只需要轻轻的一挥手 狼旗便可全速进攻 到时候 场面依旧在他的控制当中 这是李珍计策高超吗 根本不是 这纯属就是骗乌姑的 这换作在大狱 四个人都会发现其中的端倪 而乌姑 李珍只能说 他的心太干净了 干净到没有一点被污染 乌姑看着 在那傻笑的李珍挠了挠头 你准备好了吗 李珍倾咳一声 微微点头 收敛气息将体内蒸气 催动到巅峰的状态 第一招 乌姑话音落下 身体瞬间消失 不到一秒的时间 就已经出现在李珍的面前 然后轻飘飘的一掌推了出去 李珍瞳孔放大 这特么是闪现吧 来不及反应 下意识运起真气 一掌对了上去 龙鹰之声咆哮天际 金光闪烁 哄 两人的手掌触碰的瞬间 周围十米之内 烟尘飞舞 So 紧接着 李珍化为一道流光盗飞而出 双脚在地面 划出两道深深的沟壑 在即将撞到前排狼旗之时 李珍狠狠地将霸王枪插在地面 以此来泄去了余境 稳定住后 李珍的嗓子中涌上一口腥味 声声压制下去 九品 浩强 大王 上官奉仙 完颜古达 朔颜雄几人 顿时就要下马 都呆着 李珍平缓了一口气 将地面的霸王枪抽出 他还是小看这个世界的舞者了 的确千军万马之下 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 但是绝对不包括九品舞者 就眼前的乌姑 他若是想要离开这里 七万狼齐拦不住 宗师已经如此之恐怖 九品之上大宗师 那又该强到了何种地步 真王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乌姑看着李珍 眼里闪过一丝异色 他以为对方会直接 被自己一掌拍飞 没想到 居然只不过是气血翻涌而已 这就算了 那本王 如何南下青龙 吞并九州 不过 不得不说 大祭司的手很软 李珍哈哈大笑 将头上的发孤扯下 一头碎发在空中飞舞 乌姑看着一步一步 向自己走来的李珍 微微摇头 刚才我出了五分力 接下来就是六分了 尽管来 李珍说吧 挺直胸膛 他就不信对方敢打死他 打死他 大家都别活了 虽然有点险 但是问题 应该不大 乌姑右脚后撤步 微微借力 顿时身体化为一颗炮弹崩发 在冲向李珍的路上 翻转身体一技 边腿甩出 轰的一声 李珍 已比刚才更快的速度 倒飞而出 一六烟数百骑 被李珍给装飞了 飞在天空中的马尔惊慌失措 双眼瞪大 控制不住的排线 乌姑深吸一口气 面具下的脸庞 有些担忧 李珍该不会让自己 一脚给踢死了吧 大祭司威武 阿里谷看着这一幕 兴奋的大喊 区区李珍 还敢和他们的大祭司较劲 其他萨满祭司之人 也是看到神威无双的乌姑 面具激动 那个熊霸个部的李珍 在他们大祭司的面前 不值一提 上官奉仙 立刻瞪起眼睛 李珍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都要死 完颜古达默默的 将眼神 再会第一个就杀他 随着一时没了动静 乌姑的心中有些紧张 自己该不会真的 把李珍给打死了吧 哎呀 自己用那么大的力气干什么 这 上官奉仙已经双眼通红 狼奇听命 话音刚落 李珍的声音响起 全军后退五百米 听到这个声音 乌姑将眼神投了过去 只见李珍从人群中爬了出来 此刻她的面容 多少是有些凌乱 嘴角一抹烟红异常显眼 她现在感觉自己五脏六腑 都移位了 不过都是值得的 再挨一下 拥有金刚不坏以后 再碰上九品 就不会那么被动了 金刚不坏 可不仅仅一个防御技能 而是跟谁都能五五开的权利 今天的挨打 是为了明天的不丢命 不是每个九品 都会手下留情的 擦去嘴角的鲜血 李珍拄着霸王枪 亮枪地走到前方 大王 末将愿意带兵平了对面 大王你不要再打了 上官奉仙等将争仙恐后道 朔妍雄满眼泪花 自从他们认识李珍 对方哪里受到过这般委屈 听着他们的话 李珍眼睛一瞪 这群王八蛋 这不是害自己呢 就插一下自己就金刚不坏了 这要是冲锋了 这两下不就白挨了 都给我滚蛋 后退五百米 本王和大祭司约定好的 谁若是再敢言语 力斩不饶 李珍说吧 上官奉仙虎目含泪 大喊一声 退 狼奇顿时后撤五百米 此刻他们看着萨满祭司的眼神 满是仇恨 一个个叙事待发 真王 你这是为何 收服我就这么重要吗 乌姑看着 李珍那张苍白的面容 满满都是不解 以前 你或许对我不重要 但是现在很重要 李珍强打精神 站直身体 竖起一根手指 还有一下 乌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 如此重要顿时有些彷徨 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听着他的话 李珍点了点头 你的腿 对本王很重要 听完李珍的话 乌姑眼神中的波动 消失得一干二净 你真是 废话少说 就剩下最后一集了 本王撑过去 你就得跟本王回王庭 李珍看着乌姑道 他刚才 可是感知到了他的情绪波动 所以才这么说 要是对方脑子一抽抽 不用打了跟自己回去 那 他特么不是白杆了 乌姑扬起手中的权杖 这一击八成功力 你如此执着 怨不得我 李珍文言露出一抹微笑 耍了个枪花 将霸王枪 双手而持 挨了两下他 已经到了极致 这一次 他要和对方硬碰硬 乌姑抬脚跺地 整个人冲天而起 双手抡起权杖 在天空中 抡至半圆 李珍双手持枪 群魔乱舞之横贯八方 全力施展 通天神龙弓 催动到巅峰 体内的真气 全部灌注于枪尖之上 哄 李珍周身契机 疯狂暴涨 他留着的真气 都在等这一刻 这一招 他一定要顶得住 好 李珍手中的霸王枪 此刻化为一道金龙 愤怒地咆哮着 冲向天空中的乌姑 当 全杖和把霸王枪 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真气化为一圈水波纹 以两人为中心 向四周荡漾 李珍的发丝 随风摇摆 壮如蜂魔 体内真气 源源不断地传入霸王枪 脚下的地面军裂 形成蜘蛛网 蔓延百米 乌姑看到此刻的李珍就知道 他赢了 搜的一声 乌姑借助余境 从天空中弹 开平稳落地 手中的权杖戳在地面 李珍收枪二力 这一击 对方放水了 甚至都没有第一击开的墙 如此对方 甚至依旧轻飘飘地 将自己最强一击挡住了 九品宗师 名不虚传 够强 够劲 从前他不明白 少旭姬为何对于那些门派那般忍让 现在他知道了 九品武者 或许面对千军万马没辙 但是若是惦记上你 纵然你是皇帝 也会担惊受怕 真 真 朗旗看着李珍的眼神中满是火热 上官奉仙心中 净佩无比 你赢了 我会效劳十年 听着乌姑的话 李珍眉头一皱 这是什么意思 说话不算话 读约当中了 没有时间限制 乌姑赶忙解释道 不是我不愿意 而是我只能活十年 十年之后 我就需要寻找下一个乌姑 所以 乌姑说着手 微微攥紧 却又无奈松开 李珍闻眼眉头拧得更深了 沉默片刻后 抬起头看着乌姑 你的力量不是修炼的 而是传承 乌姑显然没想到 李珍这么快 就想明清楚了这里面的来龙去脉 点了 点头有些无奈的 你说是传承 我更喜欢说是诅咒 怪不得 李珍心中的疑虑 顿时都说得通了 将霸王枪随手往后 扔出射向上官奉仙 后者抬手 将霸王枪接下 李珍走到乌姑的身前 伸过去手 欢迎你加入大真王庭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真王庭的国师 至于你说的什么诅咒 本王会替你解决 嗯 乌姑抬起头看着那张干净的面容 有些疑惑 本王的人 可不受你们什么诅咒 走吧 李珍说 完拉起乌姑的手 转身面向狼旗 这天下的事情 没有绝对办不成的 身处这个奇特的世界 自己又拥有系统 总归会有解决的办法 乌姑就那么被李珍牵着手走了出去 她从被选择成为大祭司的时候 就只有15岁 那个时候 什么也不懂 懵懵懂懂的 就成为了大祭司 戴上了面具 所以 她总有一种萦绕 在周身的不安全感 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但是知道 自己会什么时候死 这种不安全感 在李珍的身上 好像有所缓解 因为李珍给人的感觉 就是很安全 所以 一时之间 她没有反抗 就那么被李珍牵着向前走去 大祭司 我们跟你走 两人刚走出两步 阿里谷等人突然开口 走就跟上来 李珍拉着乌姑的手 嘴角勾起 还真是软得很啊 狼奇奔腾着离开了这里 从这一刻 李珍可以说 自己是整个丹州唯一的领袖 无论是权力还是精神 回到王庭 李珍按照萨满祭司的规格 画出一片区域给了乌姑 并且命令上官奉仙等人 没有她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这里 甭管其他的 现在的乌姑就是一个金牌打手 双花红棍 将来少不了要她动手 待遇方面还是要提上去的 以后你就住在这里 想干什么 做什么都可以 好的大王 你不用叫大王 乌姑侧头看着李珍 那我叫什么 叫好哥哥 无耻 你真名叫什么 叶绿智武 哦 好妹妹 你 半个月后 寄天台终于完工 在叶绿智武的挑选中 找了一个丹州的良辰吉日 李珍正式摆开场面 准备寄天 与此同时 北韩官 铁玄官等等 各国边关主将都是派出探子 混迹在丹州的百姓当中 李珍没有派人查询对方的身份 这本来就是作秀 自然是要观众越多越好 陈希出生 第一缕光芒 洒落在丹州的地面 寄天台在大珍的王庭的南边 森然的狼旗已经将道路封锁 铁浮屠拱位在寄天台附近 场面宏大 时间还早 但是周围已经被人围得水泄不通 丹州很少有这种活动 更别说是李珍这位丹州新王 原本大家对于李珍寄天求成的事情 是很不屑一顾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 萨满大祭司都已经被李珍给收服了 这个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一个时辰后 沉闷的号角声接连响起 周围杂乱的声音消散一空 李珍穿戴着一身狼纹黑色金线锦衣 从王庭纵马缓慢而出 锁过之处 狼旗纷纷拔出长刀举过头顶 李珍坐在马上看着两侧挤满的丹州百姓 很想呐喊出心底那句瞳 不过他还是忍住了 不合适 等他将九州打下来 再喊比较应景 来到寄天台的下方 李珍下马抬脚走了上去 寄天台九十五到台阶 寓意着九五至尊 在他登上最后一层的时候 耶律志武 持着拳杖轻轻的在他身上环绕一圈 接着李珍来到寄天台的中心 周围一个圆桌子上面摆满了寄天用的牲畜 李珍来到主位站定 耶律志武又又是一番神神叨叨的做法 结束以后耶律志武退了下去 他不明白李珍为何要做这么一番无用之功 寄天求成 这完全就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李珍深吸一口气 抬头看着天空 本王李珍 尽天地神之 日月山川 草原河流 上成天道 下平溺乱 新丹洲之名声 就丹洲百姓于水火之中 不受外敌欺辱 于今日正是祭天 然本王雄星不止于此 星吞日月之势 意见立大真帝国 以丹洲为基 席卷天下 若上天有意 可于明日降下神城 在此李珍立言 若天降神城 那就是天星丹洲 天星大真 本王登基九五 立国大真 剑原星武 若天不降神城 则是本王无天命加身之能 李珍说 霸将一杯酒 端起一洒而尽 周围的十六位 狼旗 立刻举起手中的锤子 敲响大鼓 各国的探子 看到这一幕 都是有些震惊 李珍刚才的话太狂了 祭天求成不说 更是放下豪言 要席卷天下 这说难听的 就是在向九州六国宣战 简直就是疯了 不过也是他估计也知道 上天不会答应他 这么无理的要求 才胡说的 还天降神城 你当天是他爹啊 费了这么一番力气 打自己的脸 可谓是古今未见 大鱼的探子冷哼一声 上天要是给他降下神城 自己就赶去茅房吃 将李珍的话 一字不漏地记载下来 他就悄悄地 退到了人群外面 祭天仪式已经结束了 从这些话里面 他是看不出什么计谋和目的 更像是李珍自己在发疯 他一直都认为王霄是多想了 李珍这明显就是义政了 他们那些 聪明人都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了 算了 谁让对方是主将吗 他愿意怎么看路 怎么看吧 自己是始终相信 李珍就是想求个成 齐国的探子露出一丝讥笑 李珍大财 但是现在失去了施展的机会 居然都开始装神弄鬼了 若是可以求成 那还需要劳民伤财 大家都求不就好了 真是瞎搞 其他几国的探子 想法大差不差 李珍不是疯了 就是病了 正常人是干不出这种事的 任务已经完成 他们也该回去禀报了 李珍在台上也已经完成了仪式 只待明日了 明天的晚上 估计很多人都睡不着了 这个时代明治未开 对于天命之说很是信奉 明天事后 自己的名字将传遍九州 天命加身 上天之子 口号他都已经想好了 到时候 一波宣传肯定是少不了 李珍抬脚准备下去的时候 陡然一道杀机迸发 那抹杀机伴随着一道剑光 将空气和微风全部刺破 转瞬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李珍的面前 在场许多人 甚至都根本没有看到 是何人持剑 速度快到 眼神锁定不了视线 这一切发生的 都在电光火石之间 计台下方的乌骨反应最快 他借力向上冲了过去 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李珍的脸色骤变 那一剑犹如裹挟着天地大势 如泰山鸭鼎般倒挂而来 当 清脆的声音响起 实践老者的眼眸 瞪大闪烁着不可思议 只见断剑 距离李珍半寸之时 被一道金色的屏障牢牢抵住 不得寸净 滚 李珍大喝一声 金色的真气 瞬间从其身上爆发 老者皆是翻转身体 又是一剑刺出 丝毫没有逃离的意思 在这一瞬之间 乌姑已经到达了祭台之上 撑当当 乌姑手持权杖和老者站在一起 兵器碰撞的速度快出残影 此刻上官奉仙也是反应过来 当即命令狼奇将祭台团团围住 李珍副手而立 后怕不已 好家伙 他都不敢想象 如果没有金刚不坏自己 今天还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 刚才那一剑毫无征兆 甚至在临身之前都没有一点感觉 如此精湛的剑法和能力 和乌姑能够打得有来有回 难道又是一位九品 随着两人的战斗 耗时耗力建立的祭台被打得支离破碎 李珍借力飞身落在下方 祭台的坍塌毫不影响乌姑和老者的战斗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周围的狼奇将腰间的弓抽出 弯弓搭剑对准了战团 完颜古达眼神凶狠地看着老者 在众目睽睽之下袭击李珍 而他们居然没有丝毫感觉 这不是打他们的脸吗 九品 你是萨满祭司 老者被乌姑一仗鸡飞落在地面 后退数步才堪堪将这股霸道的劲气泄去 正是 乌姑微微前倾身体 蓄势待发 丹州的祭司助纣为虐 帮一个九州的人 你也不怕你的仙辈们在下面气死了 老者捂着胸口 压制下自己的内伤 他本身就身体不如从前 和乌姑对战的这五十招已经是竭尽全力 我们萨满祭司死了以后不去地府 乌姑盯着老者淡然道 老者被噎了一下 转头看着李珍 没想到 你刚才居然能够挡住老夫的一剑 在他的预测中 自己完全可以将其的性命取走 本王乃上天庇佑之人 乌姑 若是敌不过可退回来 李珍看着乌姑道 大王 他身上有伤 坚持不了太久 乌姑话音落下 身影一闪而消失 转眼之间便来到了老者的身后 权杖从天而降 砸向老者 老者抬手一剑格挡 挡住了 但是 内伤复发老头一口血 喷在面罩之上 气息萎靡下去 他全胜时期 面对乌姑可能还无误开的 但是现在 他早就是一副遭身体了 刚才回光反赵 才能和乌姑斗的不分上下 现在赵兜已经反到头了 强行催动功力 他已经是游进灯窟 乌姑趁机一脚将其踢飞出去 老者翻滚倒在废墟当中 将他带过来 李珍看到那个刺客被拿下 心中松了口气 果然还是有个打手好使 乌姑走到废墟中 将气息萎靡的老头一把拎起来 扔到了李珍的脚下 老者眼睛 微眯从袖子中抽出一把短刀 趁机刺向李珍 哼 早就看出你会如此 李珍伸手 将其手腕牢牢锁住 用力一掰 顿时骨头断裂 手掌软了下去 老者也是能忍 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好人耐力啊 说说吧 谁派你来的 李珍将其手腕松开 居高临下地看着对方 没想到自己这么快 就享受到了有刺客的待遇 没有人派我来 只是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老者从牙关 蹦出一句话来 手腕被声声折断 痛楚刺激着他的大脑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哈哈哈 真是可笑 若非是天上的神仙 要不然还没有人 是本王得罪不起的 李珍坐在上官奉仙搬过来的椅子上 挥了挥手 将他的面罩摘下来 本王看看 这是何方神圣 如此人物必然不是 无名之辈 上官奉仙走过去一脚 将其踢倒 踩着他的胸口 用方天画截的脊尖 将其的面罩撕开 露出的面容 让李珍身体 微微前倾 哟 这不是剑神大师吗 他自然认识 这位少许学的师傅 据说从前是一位 剑道宗师 最后受了伤而退隐 在京都的时候 他没少见过对方 不过大多数的时候 他都是冷冰冰的 也不和人说话 哼 李珍 老夫早就关你有反骨 不是忠良之辈 没想到今日终成真 叙血对你不薄 而你如今 却是放浪行骸 太对不起叙血了 你也不用逼问我 我是自己来的 并没有受谁的指使 只是看不过去眼罢了 老哲表现得十分之刚烈 他已经活了这么多年 什么没见过 李珍还能把他怎么了 杀了 他根本无所畏惧 因为李珍不杀他 他也活不了一年了 强行催动功力的时候 他就已经踏入了鬼门关 无非就是早晚罢了 李珍眼神中 微微闪烁着光芒 好一个忠心糊涂的师父 本王听着眼泪 都要流下来了 不过放心 无论是不是邵家兄妹指使 本王将来 都要找他们算账 李珍起身摆了摆衣袍 今天这个老废物 确实是给自己吓了一跳 这件事 都是老夫自己要为 跟他们没关系 只是看不惯你 这件华之人作威作福罢了 现在被你抓了老夫也无话可说 杀了我吧 李珍文言 弯腰俯下身子细血地看着老头 剑神老头 本王是不会让你死的 那么简单的 来人穿了他的琵琶骨 把他给本王养的白白胖胖的 老者心中顿感不好 这个小子 那可是阴损得很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李珍脸上的笑意消失 转而变得阴沉 当然是将你千刀万剐 凌迟处死 给本王在九州找最好的刀尸 只要技术好 本王愿意付千金 说完 李珍转身就走 把自己 吓了一跳他想死 那不是做梦呢 虽然说最后的结局不会变 但是 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 而这都是他应该受的 李珍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 老头话音未落就被狼 骑下手抓了起来 乌辜瞥了一眼 弹指一道真气 将其的功力废除 这么对你是应该的 你半死不活 不好好苟且偷生 出来干什么 不就是闲活的 太滋润了吗 那本王满足你 下辈子记得别没事强出头 李珍淡淡的声音 传了回来 他这么狠的原因 就是刚才被吓了一跳 这么多差点吓 李珍寄天的事情 本身已经够热闹的了 再加上 还有刺客刺杀 这让各国的探子 都是将情报 迅速传递回国内 陆陆续续的 都离开了丹州 只要是个正常人 就不会相信 李珍寄天求成的事 毕竟老话说的好 天上还能掉馅饼 馅饼 都不可能给你掉 更别说是一座城了 荒谬绝伦 北韩关 王潇看着探子 拿回来的全程记录 哎呀 咧嘴的左 看看又看看 怎么看怎么 不是的玩意 以自己这般聪慧属实 是看不出这李珍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端向了半天王潇 将指扔给了旁边的副将 传回去吧 是将军 副将点头松了口气 他真怕自己将军的牛脾气上来了 研究一晚上 刚要离开他突然停下脚步 脸色犹豫 将军 那个公主的老师 咱们要不试着营救一下 王潇一听顿时摇头 营救个屁 他本身也是老不死的了 为了救他 咱们损失兄弟 凭啥 王潇因为上次的事情 对于少叙血血 可是颇有微词 如今 他久久梦回 都会梦到自己的十万兄弟来找他 王潇在梦里 可是把自己甩了个干净 就算是逃命 也得找少叙血血去 都是那个娘们 本身这是他和李真的情感问题 那要是陛下发命 让咱们去营救那位 将军咱们咋办 你个王八蛋问题咋那么多 命令来了再说 现在这不是还没下呢 是是是 末将告退 副将走了之后 王潇摸着脑袋 李真的到底是想干什么 难道明天 真的会想神城 这个想法出现的瞬间 王潇对着自己的脸 就是一个巴掌 他娘的 自己都让李真给带歪了 明天时间一到 他就看着李真丢人现眼 到时候派人去丹州散播点言语 此为攻心之计 文武双全啊自姐 深夜 李真带着乌姑 来到了靠近北韩关的地方 李真左右 巡视一圈 微微点头 这个位置好 很好 乌姑 你觉得本王把成剑 降在这里咋样 心思相对单纯的耶律制武 看着李真的眼神 都有点异样 大王 我该说什么 怎 什么叫你该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哦 那我认为你有点的 李真文言转过头 嘿 你这小丫头骗子 跟谁学的 跟你啊 乌姑抬起头认真的 看着李真 你怎么不跟我学好的 你身上哪点好啊 我 李真摇了摇头 年轻人就是学习的快 这才多长时间 能言善辩的 哎 算了本王 不跟你一般见识 今天就带你开开眼吧 李真说 玩掉转马头 朝着后面冲去 乌姑不明 所以跟了上去 他感觉 李真神神叨叨的 比自己都神刀 如果萨满大祭司 不是指定传女不传男 他觉得 李真太适合这个位置了 毕竟自己都不敢去神刀的 让上天给自己一座城 跟着李真后 退到很远很远后 李真停了下来 他轻咳两声 伸手在空中一顿乱比划 嘴里 还阵阵有词 天零零地零零 太上老君快显零 乌姑大大的眼睛里 充满浓浓的疑惑 这是哪个门派的词汇 听着好像挺厉害的样子 难道他真的会点什么 一时之间 乌姑有种同行 在自己面前的错觉 李真左手包裹右手 右手食指和中指合并 掐了一个手掘 右脚不停的堕地 他微微睁开右 眼瞥了乌姑一眼 小妮子 一会看歌不下思念 同时心中默念 领取奖励 口中大喝一声 承来 话音回荡在漆黑的夜空 耶律至无眼睛微闭 朔妍月儿教他 在李真装十三的时候 一定要配合 而且发出惊讶的声音 这样会让李真很开心 耶律至无睁开眼 刚要按照朔妍月儿 教他的步骤进行 可是下一秒 他傻眼了 只见在黑暗当中 一座规模盛大的城池 就那么突然出现 位置还是刚才 他们确定的那里 李真得意地回头 看着耶律至无 怎么样 话音未落 耶律至无 突然直挺挺地 倒在了地上 李真吓了一跳 哎我去 这是咋的了 耶律至无被震昏过去了 昏倒的前一刻 嘴里还不停念叨 牛掰 与此同时 北航官守城的士兵 昏昏欲睡 靠在墙头上 眼神迷离 不是他们警戒不高 而是北航官 已经很多年 没有战士了 一个士兵困意浓重 正要睡着 一股尿液来袭 他转身 对准城墙的缺口 就开始解裤子 眼神迷离地睁开眼 睁开眼的一瞬间 他双眼瞬间瞪大 紧接着浑身打了个冷战 发出一声尖叫 啊 王二麻子 你特么的睡魔症了 再喊给你一脚踢下去 守城统领 刚睡着策划一嗓子 给喉醒了 王二麻子 来不及提裤子 一指着远处 不断地比划 脸上的神色茫然 震惊无措恐惧 那个统领 瞬间清醒 有人攻城 一个鲤鱼 打挺起身 顺着王二麻子 指着的方向 看了过去 一个城池的轮廓 若隐若现 那个统领浑身发冷 嘴唇不断颤抖 这这这 啊 一声声尖叫 从城墙上响起 铸扎在营地中的 王霄正睡的香甜 旁边三四小切横沉 温香软玉之下 抚慰着王霄的心灵 将军 不好了 不好了 听到这话 王霄下意识从床上跳了下去 拿起窗边的武器冲了出去 冲出营帐的时候 眼睛都没睁开 咋了 李真打过来了 不是 将军你快去看看吧 成 有什么成 你特么的能不能说清楚 王霄眼睛一瞪 吓他一跳 他以为 李真打过来了呢 副将着急的 在原地不停跺脚 将军 李真球的城出现了啦 王霄的瞳孔地震 放你娘的屁 睡蒙了 你快去看看吧 真的出现了 而且距离咱们不足白脸 副将都着急的 要哭出来了 他就算是 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说这谎啊 王霄冲上城墙的时候 上面已经围了不少的士兵 黑旗许多人 也都趴在上面看 王霄扒开众人 来到城墙边上 隐约之下 他的眼睛中 出现了一座城池的轮廓 乌尔姆的 真的求来了 王霄双手用尽 不知不觉 扣进了城墙里面 有这能力 他求什么城啊 求点别的不好吗 王霄的大脑 都当机了 天命归裂 王霄推开众人 晃晃荡荡地走下城墙 不对一定是自己 还没睡醒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一定是这样的 城不只是北韩官看到了 齐国的铁玄官也看到了 虽然是深夜 但是大家都被这景象征的目瞪口呆 虽然看到了 但是裕国和齐国都没有派人过去 这玩意的谁敢去啊 大半夜突然出现了一座城 你知道那是给人住的 还是给鬼住的 万一是封都鬼城咋办 在无尽的担忧和折磨下 天色终于大量 至此那座城池也是露出了全貌 黑色岩石制造的外立面 城高八米 比北韩官的城墙都高 远远看过去压迫感十足 尤其是与北韩官几乎是面对面 视力好的甚至能够看到 远处城门上的字 南真们 这一夜 北韩官的士兵们颠覆了认知 他们都感觉自己活得不真实 好端端的睡一觉 第二天旁边多了座城 这你感谢 王霄坐在城头上 双眼发红 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甚至分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 大真王霆 早早的李真就接到了汇报 不过他并没有着急 而是搂着朔颜 月儿睡到了上午 穿戴整齐洗漱完毕后 缓缓来到了外面 此刻从上到下 大真王霆的所有人 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李真 大王 城真的出现了 上官奉仙声音中 充满不可思议 李真微微白首 神情自若 奉仙 曲曲小成二 合足挂齿 这波必须得装圆润了 周围的狼旗们 看着李真的眼神满是狂热 这就是他们效忠的大王 让天给城就得给 嗨嗨 来人背马 本王要去看看 这上天赐语之城 到底如何 若是有不合适 本王还得让他换换 李真十分淡定地挥了挥手 狼旗们对视一眼 大王也太牛了 居然还可以退换货 是大王 朔颜雄激动地将马牵了过来 李真翻身上马 抬起右手指着远方的那座熊城 随本王接收上天赐语之城 摸 瞬间 大军出散 李真带着大军急驰而去 他的出动也吸引了各国的探子 还有丹州的百姓 他们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是不慢 一上午 大家都基本都知道了 真王向上天求来了一座城 这在他们的眼中 那就是上天指定的丹州王 光是这一首 李真已经可以说 从今天开始 我即为丹州 丹州就是我 天定主理人 从今天开始 以后每一个丹州的新生 迎接他们的不再是父母的亲吻 也不是草原的威风 而是李真的名字 李真率兵赶到那城池前 周围已经有狼 骑在警戒了 这是李真吩咐的 装十三可以 但是不能装过头了 万一被玉国趁虚而入了 那自己 可就是滑天下之大击了 李真看着远处的北韩关 微微摇头 这个距离远了 昨天也是没做好攻略 直接和北韩关贴住好了 这样工程也方便 迈个步就过去了 开城门 李真大手一挥 两侧的数十郎 骑翻身下马 合力将那沉重的城门推开 城门打开的瞬间 一股异样的感觉传来 李真抬头 看了看旁边的大道 双方好像有某种联系 难道系统 还可以给自己 开个全家桶 智能联动 从南门入城 李真带着骑兵 用了一上午的时间 基本将大街小巷 转了一圈 城池当中街道房屋林立 整齐整劫 只不过 如今还没有人进驻 没有做生意的 缺少些人气 而且城市里的布局 可谓是十分的先进 还是环线城市 你敢信 自己的皇宫 是处在整座城市的中心 中轴线上 围绕着皇宫 是一圈的街道房屋 这一圈之外 是又一圈 最外面还有一圈 三环 李真嘴角抽了抽 系统属实 是给自己前瞻了一把 将来古城 直接升级为CBD 经济分区 皇宫他也进去看了一圈 整体都是以黑为主 造型和各种房间 都基本和他曾经去过的故宫差不多 李真带兵进入皇宫 来到了奉天殿上 那黑色的龙椅急剧压迫感 争鸣的龙头 对着李真好似在咆哮 北韩关 经过一上午 王霄即便是接受不了 他也得接受了 因为现在实际面临的 就是自己多了个邻居 不仅如此 如今北韩关内许多百姓 都已经传开了什么天降神城 天命在里的胡乱之言 他若是再不振作起来 那么危机就来了 王霄在大营当中召集北韩关各部降临 首先是联名将这里的事情汇总到京都 若是就他自己署名 他怕邵续姬不相信 正在商量当中 门外的士兵会报道 将军 李真入城了 入就入了 难道本将军还要给他送花不成 王霄回头低喝一声 他现在心情可是十分的烦躁 主要他不明白 李真咋的何天要成天就给了 甚至王霄都感觉 现在上面是不是搞活动呢 他得建议一下 让邵续姬也记几天 说不准给点啥呢 将信息整理好了之后 王霄就命人快鹰传报 负责训鹰的士兵叹了口气 这么多年了 就他这批鹰这么来 以前几年都未见得飞一次 现在没事就飞 都死了两个了 他的命和鹰的命都苦啊 王霄坐在主位上脸色阴沉 现在那些事情不是他考虑的 需要他考虑的是 这座城带来的隐患 从此刻开始 李真就不再是那个蛮夷之名 有了城池 也就是说李真有了根基 这才是最麻烦的 以李真现在表现出来的性格 和那牙子必爆的星星 将来大狱和对方必有一战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 只不过就是看谁先按耐不住了 放任李真做大 那么将来他肯定挡不住 但是现在和李真开战 大狱付出的代价太大 就看京都那边是什么意思了 王霄深深的叹了口气 一个李真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 当时陛下的脑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驴踢了 还有 李真难道真的是天子 要不然这没法解释啊 刚生出这个念头 王霄就赶紧压制下去 这玩意思考起来没个头 思考的自己都怀疑人生了 现在就看京都那边怎么说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李真难道 乌尔姆的自己好像走不出去了 那种感觉又来了咋的 大狱 京都 朝堂之上 还未到上朝的时间 官员三三两两都会聚在一起 讨论着最近的一些八卦 唐相道 远远的传送声响起 等候在外的朝臣都是纷纷转身弯腰 拜见唐相 唐玉桀骜然的从轿子上下来 对着众人的行李微微汗手 都起来吧 哎哟 唐相 下官官宁进来 越发的容光焕发 额头之上神光内敛 下官以为 唐相近日 必有好事将至啊 一个尖嘴猴塞的官员 堆起笑容挤了过去 刘大人 你是我大狱的官员 怎可一副太监做派 唐玉桀眉头微皱 大意凛然 宫殿门口的内侍翻了个白眼 这孙子 太监挖了他家祖坟了 这特么不是赤裸裸的骑士吗 是是是 下官梦忘了 拍马屁拍了马腿上 那人脸色一阵铁青 不过近来 本相还真颇有剑术 李真那贼子 今日就要禀报陛下 唐玉桀说完 附和的声音响起 那李真差唐香甚远 唐香初 马必定是首到擒来 马大人所言甚是 好眼光 谬赞谬赞 本官只不过是说些实话罢了 后面各部官员 都是微微撇嘴 他们说的就是狗屁 这几个月 唐玉桀每天找了一帮人 研究李真的事情 这要是再研究 不出来个什么 就有鬼了 动 随着钟声响起 官员不敢继续再围在一起 陆陆续续的列好队伍 摆正姿态 整理一关 唐玉桀副手 来到百官之前 动 动 紧跟着两声响起 百官入堂 分裂两侧 卡好间距 对一下整齐度 然后低头闭目仰神 过去大概一炷香的时间 少旭姬 从屏风后面 走到龙椅上坐下 三呼万岁之后 朝义正式开始 期间 少旭姬姗姗来迟 来到了唐玉桀的 旁侧的队列之手 他这段时间 都在想办法营救他的老师 派出了许多人 但是无一例外 全部都死在了丹州 据说已经有不少的快刀手 赶赴丹州了 大狱的人 涉于他的威严 不敢去拿着千金 但是其他国家的人 可不会搭理 他少旭雪的的命令 放着千金不去拿 要不拿也可以 那就是少旭雪出千金 但是这根本不可能 他要是敢这么说 那估计把国库掏空了都不够 所以 现在少旭雪 就是干着急 但是又无可奈何 只能在心中的默默支持 希望自己师父能够少挨点疼痛 同时 他会记住这个仇恨 将来给他报仇 陈玉石大夫 催蛇要参当 朝宰相唐玉杰 唐玉杰刚要开口 被催折的声音声声拦下 他回头阴侧的看了催折一眼 最近玉石台还是挺安稳的 没想到这个老东西 搞突然袭击 少旭姬靠在笼椅上摆了摆手 说 启禀陛下 陈要参唐玉杰当官不作为之罪 其成为丞相以来正是不干 每日结党营私 汇聚一帮朝臣于青楼歌舞之地 不务正业 对于治国之策毫无建树 对百姓民生毫不关心 对陛下辅佐智能毫无作用 除此之外更是鬼话连篇 吏部寝室其关于赈灾之举措 唐玉杰此人居然回复吏部一言 臣听完之后 当真是哭笑不得 催折的声音落下 朝堂上许多人都是立刻出口谩骂 因为他们就是和唐玉杰在青楼的人 唐玉杰倒是一副淡然模样 在这里阴玉隐藏不住 适合回复让崔玉使如此愤怒 听到邵徐记的询问 崔折看着唐玉杰倒背如流 吏部寝室 关中受黄灾影响 收成不好 这个事情该如何处置 咱们的唐相批复是 黄灾之年收成不好 处置这个问题 还是要看如何处置得体 崔折说完贪着手起身 环视一圈 各位何其荒唐 何其可笑 这是我们大玉的丞相啊 夸夸其谈哪有半分真才识学 除了谄媚于陛下 羡媚于公主 她哪里有半分真才识学 黄灾的处理方式 李真不是曾已经公布过 功效卓著 我们的唐相 为何连照猫画虎都不会 崔折话音落下 少旭姬的脸色 少旭血的神态 唐玉杰的面容 百观的状态骤变 这话说的可是重了 说唐玉杰可以 但是不能把皇帝和公主带入进去啊 这不是找死吗 他们以为崔折是彻底沉寂了 没想到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 唐卿 你有何所说 少旭姬坐在龙位上 眼眸低垂 好歹唐玉杰也是自己推上去的人 你可以说他结党营私 说他专权专横 但是你不能说他能力不行啊 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唐玉杰淡然一笑 施施然地来到崔舌身旁 对于崔大人所言 微臣且不言其他 臣就想问问 刚才崔大人所说 李真之法治理皇宅有用 那么请问 当初崔大人 为何连名数位大臣 要罢黜的相位 崔大人 本相听闻 你对李真十分推崇 可是当初 好像是你一手 将李真推出的朝堂 如此举 仿佛让本相 看到了主动尾身青楼之女 而又做那贞结裂父之相 属实是可笑至极 此言一出 崔泽气血上冲 脸色通红 当初那不是 他抬头看着少旭姬 敢坑说不出话 少旭姬道 是抬手妈撒着下巴 唐玉杰说得好啊 近来百姓 对于他的流言蜚语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愈演愈烈 如今 倒是给他找了个好借口 这一口锅 让崔泽背着 甚好 崔泽满心的愤怒 但是无法开口辩解 将皇帝扔出去 这不是臣子所为之道 唐玉杰看到 崔泽如此更是畅快大笑 你是不是想说 本相有顾左右而言他之举 那今日本相就告诉告诉你 本相最近在干什么 李真贼子 祭天求成别有用心 本相已经堪破 其拙劣的手段 说着唐玉杰 转身面向少旭姬 陛下 那李真贼子的想法成 已了然 今日就向陛下汇报 少旭姬坐直身子 看着唐玉杰 速速说来 对于李真的事情 他还是关心的 尤其是这种 戳破他阴谋的事 更是激动 从前李真 就喜欢卖关子 每次都到了事后 他才能看得出李真的谋略 这让他像个二傻子似的 很是不爽 如今更是如此 现在能听到唐玉杰 对他行为的解释 少旭姬自然是喜闻乐见 唐玉杰摆动官袍 自信十足的副手 而立在朝堂之上 陈以为 李真贼子祭天 求成之举 有一点目的 说着他抬起左手 竖起食指 李真贼子出入丹州 虽然手下略有兵足 但是因为他的身份 丹州那些部落制主 并不服从于他 所以李真要做这件事 所谓遇事不决 以史为鉴 纵观历史李真的手段 并不稀奇 曾经齐搏横帝 就曾经占据我大域之地时 使用过这般招数 祭天求成 不过是障眼法 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分别那些部落之主 究竟哪个是真心臣服于他 哪个是对于口服心不服 祭天求成之举 人尽皆知是不可能 故所以 他就是要看 谁相信他 谁不相信他 类似之举 林国女帝尚未之时 也曾经使用过 比如指鹿为马 看似荒唐 实际上不过二 只不过是陛下日理万机 不愿细看罢了 唐玉杰话音落下 在场百官纷纷鼓掌 唐相有理有结 才思机敏 真乃是陛下手中千古一象 是啊 李真贼子 其心瞒不过陛下和唐相 唐玉杰淡淡一笑 面对邵旭姬 躬身行礼 都是得赖陛下天威 若是没有陛下 微臣乃能想到这点 邵旭姬身体前倾 饶有兴趣地问道 此事与朕还有关系 关系太大了陛下 那日 您在御花园遛鸟之时 微臣看到您与鸟互动 故才有的灵感 查阅史书之后 才看破了李真的阴谋 唐玉杰说完 旁边的太监 都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而母了个妹的 这都能扯得上关系 邵旭雪在旁边 回想着唐玉杰的话 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依邵旭雪 对于李真的了解 他谋士总是走一步看三步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就为了这 邵旭姬文言龙言大悦 他当然知道 唐玉杰是在奉承自己 但是这让他很舒服 皇帝的待遇 就应该是如此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是有功的 都得是他主导 如此才能彰显自己的不同 你个滑头 不过说的好 能够看破李真的阴谋功不可没 赏你锦断百匹 千金 唐玉杰低头拱手 多谢陛下上赐 崔哲看着这一幕 心中复杂无比 这简直就是荒唐至极 李真人家在丹州随手而为 大玉上下 居然足足研究了数月之久 且不说唐玉杰说的对不对 光是这个事情 就有问题啊 人家李真知不知道 你们这么研究人家的事 而且看那样子一个个洋洋得意 众星捧月 崔哲都怀疑 自己都以为唐玉杰是干了什么惊天地的大事 崔哲 唐青已经说明白了 你就先下去吧 少旭祭拜了白首 是 崔哲领命之后 失魂落魄的回到自己的位置 他不理解 但是大为震撼 唐玉杰阴厉的瞥了崔哲一眼 这个老东西 找个机会一定要将其弄死了 什么档次也配参自己 以为他是李真那般懦弱之人 得罪了他 可没有继续留在朝堂上的资格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旁边的太监 常喝一声 话音刚落 门口的侍卫跪地会报道 陛下 北韩官夹急战报 听到这几个字 顿时少旭姬的脸上露出不悦之色 怎么又是北韩官的 拿进来 虽然很是不悦 他也很不想看 但是这玩意 必须得看 唉 这次的战报 足足绑了四封 原本按照王霄的命令 是要全部都送过来的 但是那个飞鹰的训练人员 偷偷将率先发过去的 给藏下来了 然后等了一个月的时间足足 凑了四封 才一并发往了京都 毕竟能一趟干完的活 干嘛要飞四趟 他们倒是便捷 左一封右一封的 谁知道自己的苦 乃鹰类的呼吃带喘的 自己的鹰 他们不心疼自己心疼 反正早点晚点 都也是那么回事 又不是真的打起来了 所以这距离当时 神城出现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当中 京都百官 居然是闻所未闻 外面都已经翻了天了 外面的人 以为京都上下都知道 因为事关李珍 他们也不好提 所以 就很尴尬 全天下 都在讨论的事情 大狱核心领导层 甚至都不知道 随着信封被打开 那个倒霉的 太监叹了口气 每次念都是自己 他的命是真苦 第一封 是王霄最早的一封 末将王霄叩拜陛下 李珍贼子 祭天求成 夜半城池 凭空现世 于北韩官 不足百里之地 末将用人头 担保其真实性 联名北韩官 上下全体 联名保证 贼子李珍 真的求了座城出现 规模不如京都 但相差不远 请问陛下我部 该如何处置 念完之后 太监瞟了一眼唐玉杰 哇 好尴尬 此刻唐玉杰的脸上 已经是潮红一片 满朝文武 都是双眼呆滞 不可能啊 少旭姬走下台阶 将那封信一把拽过 逐字逐句看了起来 上面数十个名字 都是北韩官的将领 亲笔所书 怎么可能 少旭姬手一松 信落在了地上 李珍 居然真的求成了 还求到了 这 唐玉杰也顾不上了李杰 走过去一把将信捡起来 看完之后 满脸疯狂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念第二封 少旭姬挥动龙袍大声道 太监立刻拆开第二封 末将王霄叩拜陛下 李珍贼子已带兵入城 如今事情传播极快 不少流言蜚语 都说天降神城 天命在里 我大狱百姓也有附和者 如今已经传入关内 还请陛下定夺处置 说完 太监紧跟着第三封 末将王霄叩拜陛下 李珍开城门白送房屋 开仓放粮 不限人口 如今我大狱受灾百姓不少都脱家带口 去了对方的城中 贼子煽动人心 强行锁成孔生明辩 请陛下处置 末将王霄叩拜陛下 从北韩关离去的灾民已超十万 请陛下速速定夺 末将控制不住了 四封信结束 朝堂上静命一片 少旭姬的脸色铁青 天降神城 天命归礼 百姓流亡入城 这一桩桩一件件 对于少旭姬来说 都是重击 陛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一定是他的障眼法 唐玉杰满脸都是不幸 这根本不可能 少旭激瞪了他一眼 刚才他说的都是放屁 什么狗屁不服李珍 他以为对方憋大招呢 结果是给自己拉了驼大的 狗屁分析 崔泽一脸吃笑 看看这就是他们大狱的群臣啊 北韩关 王霄现在城墙上 看着源源不断 去往争斗的百姓 深深的叹了口气 不是京都那边 怎么还不给自己回信呢 确定信件 都已经传回京都了 王霄回头问道 确定将决 千真万确 那个迅英兵点了点头 回去是回去了 只不过是一起回去的 奇了怪了 那为何还不回信 王霄挠挠挠头 该咋办倒是给自己个方法呀 将军一末将看 京都不回信已经是很明确了 现如今咱们大狱内部受灾 许多流民流离失所 各地粮食紧缺 流民无处可逃 这或许就是陛下的计策呢 把这些流民故意送给李珍 让他处理 流民是咱们大狱的百姓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咱们的人 那岂不就是李珍 在替咱们大狱养人 副将眯着眼揣侧道 王霄听完之后 恍然大悟 你欺母的还真是个人才 说的对啊 大狱内部蝗灾 水换在一起集中 这么说也能说得通 等灾过去了 再张贴告示 让流民回来 李珍费了粮食 又没落着人 简直就是妙计啊 王霄深以为然 毕竟在他固有观念来说 蛮夷之地 大狱百姓 怎么可能看得上呢 现在只不过是因为那里有吃的 等到国内处理完了以后 他们肯定会乐呵呵的回来 王霄家里都是熏贵 没挨过饿 所以无法理解 吃不上饭的感觉 更体会不到那种绝望 他不知道一子相识的可怕 更不知道为了一口吃的人 有时候也可以不是人 他都已经不是人了 还会管他是出生在哪 他不懂 各地守将文臣更不懂 有懂的吗 有 但是没用 受灾的地方主观有吃有喝 纷纷利用自己的关系换到其他地方任职 有幸的官员都是贫苦出身 他们关系网不足以支撑办事 其他地方的官员更是生怕刘明 进入自己的管辖之地 甚至有的城池公然张贴告示 直接就明说从北韩关出去 外面有吃的 所以 这一个月以来 无数百姓托家带口的从北韩关出去 而王霄没有得到京都的命令 不敢关城门啊 刘明太多了 若是他敢关城门 就得负责他们的吃喝 军粮都能让吃没了 所以 王霄也不敢关 陆陆续续这一个月 已经从这里出去了将近十万之举 现在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通知下去 取消记载数量 大开城门 只要愿意出去的 不用检查 全部都放走 王霄这么一想也不再多虑 京都这么长时间不回信 就像副将所说 不回信已经是回信了 毕竟陛下也不可能直言说放弃这些百姓 自以为体会圣意的王霄 大开方便之门 对面的真都 李珍看着源源不断流入城中的百姓 嘴角抽搐 满脸疑惑 不是 这是啥情况 大鱼破产了 不干了 怎么人越来越多 在这段时间 他吸纳单州百姓进入城中 分配房屋略有成效 不过人太少了 连二环的一小半都没住满 于是 李珍发布通告 任何人 都可以来珍 都领取房屋 并且只要 你加入大真的名册 成为大真的百姓 他就可以免费发放粮食 于是 场面一下子爆炸了 如今二环大面积的已经入住 一下子充实了起来 大王 都是流明 将他们放进来 这不是白白消耗我们的粮食吗 上官奉先满 是疑惑的问道 你不懂 人才是最值钱的啊 粮食咱们 不是有的是吗 这些人现在是流明 但是等他们安稳下来 就是流动劳动力 更是兵库 李珍副手看着城下不断注册成大真子民的人群 脸上露出微笑之色 既然玉国这么大方 自己就全部接受了 奉先你记一下 本王做如下 部署调整 第一 每天给他们发放粮食的时候 让他们喊三遍大真万岁 真亡万岁 声音要响 第二 有你从流明中选出三千人 成立城市护卫管理队 清理卫生 巡查记录 有人不老实 直接砍了 第三 组织起来有异象的女子 组建青楼 记得不可抢逼 只招有意愿的 有经验的优先 已经录用 待遇丰厚 第四 组织起来年龄大的女子 从皇宫出前 派人从邻国进口 李珍吩咐着突然注意到了上官奉先的表情 怎么说呢 就是眼神中透露着清澈的愚蠢和茫然 他除了听懂第一个命令 其他的都没听太懂 看到他这个样子 李珍叹了口气 自己也是位男人了 他是个动手的 非要他动脑和动笔 第一个和第二个你记下了吗 记住了 行了去吧 把这两件事办明白了 剩下的本王亲自干吧 好嘞 上官奉先也是松了口气 刚才他听李珍说话 就像是和尚念经 根本听不懂 李珍摇了摇头 他还当初是一进城 就登基呢 登个屁 啥都没有 啥都不行 他得将流明中十字的 当过关的挑出来 别小看流明 里面有才华的应该也不少 这要是啥都找自己 他得累死 如今的李珍可不是从前 他现在喜欢动手不喜欢动嘴 能来武的他不想动文的 来人 大王 朔炎熊立刻走了过来 传本王命令 从流明中挑选十字的 参加过科考的 当过官员的 全部挑出来 只要确认是读过书的 每人赏赐一包肉干 是 大王 朔炎熊立刻领命离去 李珍看着圆圆不断的流明嘴角 勾起一抹笑容 工程需要的炮灰 好像有了 不仅有了 而且很多 邵续基啊 你真是让本王失望 李珍转身走下城墙 现在就来吧 大狱敢放多少 他就要多少 这些人进入城中 吃了他的东西 住了他的地方 可就身不由己了 何况这些人心中 就没有恨吗 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脱家带口四处流亡 求爷爷告奶奶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现在自己给了他们吃的 给了他们住的 再生之恩 何以为报 当然也可以 不遵守李珍的命令 只不过到时候 他们吃了什么 就得全部退出来 进来的时候 是一家 那到时候死的时候 也是一家 吃了李珍的东西 就得听李珍的话 他给了他们第二条命 也可以取走他们的命 奉天殿上 李珍大马金刀 坐在龙椅上面 一身玄黑色锦衣 衬托着他的面容 愈发英俊 与几个月前的他 天壤之别 那时的他浑身 散发着属于文人气质 如今浑身营绕着沙气 宫殿的下方 是朔颜雄 从城中挑选的二十余人 均识文断字 有六人参加过科举 有两人在玉国 当过官员 不过都是芝麻绿豆的官 在场的人 都是低着头 拘谨模样 读过书的人 都知道李珍的名字 但是 他们更明白 此刻的李珍 可不是大狱的那位宰相 而是丹州王 李珍依靠在龙椅上 抚摸着座椅扶手上的龙头 眼睛微眯 都放轻松 本王许你们过来 可是给你们好拆似的 办好了 吃穿用度 王廷全部负责 听到他的话 大多数都是低头躬身答应 但是 那两位当过官员的 却是露出一色 他们在人群中很是扎眼 聂东 徐渝 你们两人为何不行礼 旁边的朔颜雄当 即眉头一皱 冷声道 再下身为大狱之臣 石南向向叛国之臣行礼 请大王恕罪 被称为聂东的年轻人 犹豫着土路出口 旁边的徐渝也是默默点头 大胆 朔颜雄当即面露争鸣 行了 你看你那个样子 把他们都吓坏了 李珍起身副手淡淡一声 慢慢的从龙椅上走下去 来到两人身旁 笑呵呵的说道 你们二位 倒是很有终结之风啊 聂东心里害怕不已 主要是李珍身上的杀气太浓烈了 走过来 有一股若隐若现的血腥味 但是他想到 自己和徐渝商量的事情 还是强达底气道 一臣不似二主 在下感念大王救命之恩 可心中圣人之言因犹在耳 实属无法 他说着 偷偷地看了旁边的徐渝一眼 后者也是赶忙开口道 大王曾经在大狱之时也曾说过 忠君爱国 恪守臣子之道 所以无等 李珍文 眼点了点头 背着手来到朔颜雄的身旁 慢悠悠地道 这两位都是人中龙凤啊 忠臣 大大的忠臣 既然如此 那本王也不抢求 查一下他们两人是否有家卷在这里 若是在 他们两家共计吃了几天的食物 都查清楚了 吃了几天 就关他们几天 若是还有命出来 那就流放丹州 同时派铁籍护卫 不允许他们吃一粒丹州的粮食 若是能活着走出 丹州本王 就饶了他们的性命 朔颜雄文言 顿时拱手领命 这个意思很简单 就是吃了几天饭 就 他们几天 没饿死 就拉到丹州饿死 总之就是饿死他们 聂东和徐渝两人顿时 大眼瞪小眼 这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他们在听到 朔颜雄的征召命令时 就已经明白 这是李珍手底下缺人了 毕竟丹州没什么 能够行政的人才 他们也清楚 所以 两人一合计 就准备来个代价而估 按照李珍 在大狱的政策和言论 他肯定是喜欢 那种忠诚之类的 所以两人就来了 这么一出 说白了 就是让李珍记得自己 高看他们一眼 其实 他们很想给李珍出谋划策 毕竟在大狱他们 也就是个芝麻官 这里如今可是个好地方 他们只要待的时间长了 未必不能够 混个李珍身旁的官职 毕竟物以稀为贵 结果 谁能想到 大王 我们错了 我们愿意辅佐您 求求您再丢个机会 徐宇眼疾手快 一把贵倒在地 恳求着磕头 聂东的速度也是不慢 悲气无比 同时心中将徐宇 给咒骂千万遍 都是因为他 李珍看到这一幕 顿时笑容更胜 他背着手慢 悠悠的弯腰 看着不停磕头的两人 嘴角勾起 你们知道吗 若是刚才再坚持一刻 没准本王 还真以为你们 是忠诚之事 可惜啊 露线了 听到这话 两人抬起头 瞳孔缩动 李珍这是在 再把玩他们 哈哈哈 拖下去 全家处死 就在闹势口 李珍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的干干净净 他刚才就是逗逗他们 给自己快活的生活 增添一点点的乐趣 就他们的小九九 从他们开口 李珍就已经明白了 狗屁的忠臣 真正的忠臣 连真都的城门都不会进 你都已经挂着我大真的子民身份 吃着我大真的饭 然后跟我谈中烈 周尔姆个妹 这种自作聪明的人 他极其讨厌 以为天下就属他们最聪明 也不看看自己脑袋上几根毛 在场的其他人 听到那杀气腾腾的声音 低着头 都快将脑袋埋进了胸膛里面 两人哭爹喊娘的 被朔颜熊给拖了出去 李珍说完 脸色又转回温润的模样 各位 都已经逃难到这里了 就不要像他们一样 学那股做派 什么忠臣 什么大鱼百姓 你们把大鱼当国 大鱼把你们当名吗 你们家乡的惨剧 你们自己知道 豪强权贵 可受到半分的影响了 你们在这时候 还能见到往日作威作福的老爷们 本王给你们吃的 给你们住的 给你们活命的机会 你们就得给本王卖命 这就是利益交换 所以 都别扯什么有的没的 参加过科举的人是谁站出来 李珍转悠一圈 回到自己的龙翼之上 学生 学生方天如拜见大王 人群中 一道脸色苍白的干瘦男子 走了出来 双膝跪地 李珍微微点头 这还像个样子 而且看上去对方的神态 还算松弛 心理素质还可以 何年参加的科举 回大王 学生天启四年参加的科举 榜上有名 只不过被你给化去的名字 李珍文言 眉头挑了挑 认真的看着方天如 本王从未见过你 方天如抬起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学生原名方许 您说 学生心思过于歹毒 让学生改名 李珍听到这个名字 瞬间倒吸一口凉气 他记起来了 没见过他本人 但是李珍看过他的策论 记忆由深 当时是李珍出的题 询问名列前茅的世子 问 执政之地出现瘟疫 蔓延数十里 或计百姓数千 何以处置稳妥 当时几位世子提的都不错 什么圈地控制 以防蔓延等等 但是这位回答的是 纵火燃尽 悲痛万分 带头祭奠 看着那面露灿烂笑容的方天如 李珍脸色微红 这个其实也不能怪他 当时他给大狱定下的国策是法制 以法为主 以百姓为主 在那个时刻 他如此回答 问题处理了 但是 他的确是个人才 但是不符合当时大狱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 本王记起来了 当时本王将你名字划去后 也安排你到当地任意行李 你难道没去 方天如刺着牙 哈哈一笑 学生去了 但是没进门 就被打出来了 他们说 学生心肠歹毒 有可能造成囚犯恐慌 嗨嗨 说得有脸 李珍倾咳两声 同时内心则是长须一口气 天赐良人啊 当初的他觉得不合适 但是现在可太合适了 自己建立的大真就是纯利益主义 而这位可谓是正合适 既然是当初本王将你前程斩断 现在就还一场机缘吧 从今天开始 任命你为随从侍郎 全权负责本王下达的命令 这些人全部都交给你管理 同时将皇宫外 成天区的院子 赐给你们当作行政之地 你们的家眷搬入到本王化归的内部区域 李珍在二环有独立的一个区域 就是赡养朔炎熊 朔炎和絮 折兰竹这些人的家眷之地 那里环境很好 适合李珍全包 不过就是有狼旗全权助手 这些人每天要去哪里 干什么都得汇报完才可以出去 可以说 这就是明晃晃的威胁 他们如果谁有二心 李珍可以先杀了他全家几棋 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上官奉仙和完颜古达 则是不在此恋 因为他们没有家眷 更不会背叛自己 学生叩谢陛下 方天儒深深福贵在地 他的性格在大狱无疑是不被接受的 不仅是李珍将他名字划去的事情 还有就是他经常与不惊人死不休 没有人敢跟他当朋友 之前也有过 但是后来人家跟他探讨过事情后 就避而远之了 慢慢的他就成了十里八乡的名声人 只不过是不是傻好名声 但是方天儒很苦恼 自己明明都是考虑的 最适合他们的方案 比如他的老师师母与人通窜 自己给的建议是 在其身体特殊部位中下入鼓毒 其与肩肤勾连之时 双双发毒 这种毒不会要人命 但是发作起来 再染毒部位会起养无比 养你会干什么 肯定是挠啊 但是他师父说他下流 没有读书人的风范 这他很难受 自己明明是替师父 选择了一种最为畅快淋漓的报复方式 但是他居然骂自己 后来备受打击的他 也就人云亦云 随波逐流 但是他生性如此 岂能改变 刚开始灾情出现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感到这里待不久了 他辗转树得提前跑了 方天儒其实没饿着 他是主动来的 原因就是想看看现在的李珍 还有就是人怎么能够求得一座城 听到朔颜雄的征兆后 他就跟着来了 方天儒起身之后 兴奋地看着李珍 大王 请问您有没有什么需要未成干的 这次他算是来对了 李珍现在可是和之前完全不同 他相信自己跟着李珍 能够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 当不当官无所谓 他就是想施展才华 好 本王需要的就是你这种立可能干活的人 我做如下部署 你记下 给他准备纸笔 旁边从丹州挑选的侍女 准备转身时 被方天儒打断 大王 学生博恩强计 您说就行 缺一个字 我立刻一头撞死 看着方天儒激动的心情颤抖的手 李珍嘴角抽了抽 他总感觉这个玩意是主动来找自己的 而母的 该不会是记着自己的仇来报的吧 记不住你就问 倒是也不至于一头撞死 第一件事就是你带人去找 找所有从事过青楼行业的女子归公红婆 将她们聚在一起 等本王命令 第二件事是组织擅访之手工的女子 汇聚在一起 等本王的命令 李珍说的话 他都已经在了心中 他很快就明白过来 李珍这是要做青楼产业 李珍身为珍都的大王 他亲自开设的产业 那吸引力十足啊 别看现在进入珍都的都是刘明 刘明是因为没有吃的 不是没有钱 虽然不多 那也有 饱暖私盈欲 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 有意思 果然有意思 现在的李珍 不是当初的那位李珍了 他其实很早就从李珍的某些政策中 看到了同道中人的影子 这下子一看 确切无疑 你都记下来了 李珍看着一脸贼笑的方天儒 开口问道 记下了大王 学生给您复述一遍 第一 方天儒身后的人群 都是错愕的看着前方的方天儒 都是读过书的 这个差距好像有点大 有这个本事还用流亡 李珍坐在龙椅上微微点头 这齐母的真是个人才啊 来人传折兰树来 李珍挥了挥手道 他得给方天儒配个人 要不然他去了没有办事的能力 至于为何配折兰树 那是因为对方胆小怕死 但是有灵活 在方天儒身旁需要这么个人 而且 折兰主以前和齐国的人经常接触 也合适 没一会 穿着长袍的折兰树 就小碎步地赶了过来 脸上的笑容 犹如菊花般绽放 一个华柜来到大殿中央 大王 您叫奴婢 李珍指了指方天儒 他是本王的随从侍郎 你代三千郎其辅助他办事 大王放心 奴婢必定完成任务 折兰主起身 对着方天儒躬身毅力 姿态极低 见过方大人 见过蛇兰公公 方天儒赶紧行礼 听到他说的话 折兰主脸色顿时变得一致 李珍面露笑容 摆了摆手 行了 赶紧去处理吧 他也不想解释 一般在御国 只有公公才叫自己奴婢 方天儒这么理解 也没什么 看着两人的背影 李珍面露一抹笑容 自己创业的感觉是不一样 百废戴心啊 人不够 完全不够 他得想个办法 让大真迅速充实起来 培养人才时间 根本来不及 那需要完善的体系 他想要迅速壮大 就只有掠夺和吞并 北韩关 迫在眉睫 打下北韩关 就相当于是 打开了御国的门户 届时自己的骑兵 才可以一往无前 珍都这边 李珍在快速发展 各种能够快速来财的事情 这些事 李珍全部都准备 弄成自己经营 比如清楼 赌场 药房等等 这些可以吸纳一部分的难民 没有银子 就是管吃管喝 另外 年轻的男子 自然是吸纳成为兵力 扩充步兵 狼骑士精锐骑兵无疑 但是这个工程 总不能骑马冲上城墙吧 所以步兵还是得有 而且急需 这边一片火热的时候 李珍浑然不知 他那句天降神城 天命在里已经引起了多大的动静 齐国 林姿 义政大殿 陈淑平和手下两位辅国大臣 看着来自最近一些舆论 皆是脸色不太好看 大齐和丹州接壤 再加上大齐有自己的情报系统 所以对于丹州近来发生的事情 几乎是了如指掌 陈淑平将手中的情报拍在桌子上 眼珠子转了转 悠悠道 李珍真乃神人也 凭空弄出一座城来 他想不到对方是如何绊倒的 佩服归佩服 随之而来的就是深深的忌惮 李珍若是持续他从前那般也罢 自己还能坐山观虎斗 但是现在李珍显然是磨刀霍霍像朱阳 而那个朱阳就是玉国 少许姬那个白痴 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源源不断的流明 还在涌入珍都 这简直就是可笑 周天和面色阴沉 李珍现在一改往日那般刑方正式 对方现如今在珍都可谓是 全力推行极致的利益之道 不管不顾的发展 若是按照现在的速度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商人闻着味道去往珍都 有了商业 有了钱 有了军队 再加上丹州的那些蛮夷四肢发达 李珍很快就可以拉起一支大军来 陛下 老陈以为 我们应该派人将这些情报 全部送于玉京 将李珍吞天之心暴露 那时少许姬必定会出兵 到时候 我们坐山观虎斗 周天和认为这是现在最佳的解决方式 连江闭口不言 现在李珍对于大旗 还没有什么威胁 他不参与这个话题 陈淑平眼睛微眯 少许姬他能打得赢吗 出了北韩关就是平原 李珍七万狼 其不可小觑 少许姬想要彻底消灭李珍 需要五十万大军 但是他肯定不会撤其他地方的守军 而且他不一定会下定决心 其眼界狭隘 没有李珍全部暴露出来了 周天和闻言 看了看连江 最后看向陈淑平 陛下您的意思是 陈淑平眼神中射出韩光 斩钉截铁道 李珍必须死 死人能力之大 手段之神异 无人出其左右 他的威胁比喻 沁之流更甚 如今不加以遏制 等他莽雀吞龙拿下御国后 我们就危险了 陈淑平对于李珍在祭天时说的话 可是深以为然 他的心可不是御国 而是天下 何况陈淑平不想面对一个兵强马撞的李珍 陛下 是否言过其实 周天和有些疑惑 陈淑平的评价在他看来太过了 大旗的主要威胁还是御国 李珍在发展 也就是拥有一个不毛之地单周 还能比大狱的威胁更大 依他来看 李珍能够和大狱分周而制裁是最好的 大旗现在都应该支持李珍 如此削弱 大狱更甚 不不不 周相 李珍这个人 现在所展露的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他入丹洲的时候 谁能想到 他居然可以将区区一个破烂部落 训练成精兵狼旗 谁又能想到 李珍有骑兵功法 谁能想到他还有五万狼旗 这一次李珍的惊喜是给御国 下一次 没准就是大旗了 李珍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他必须要死 这件事正义一决 周相帮我传书给御国 朕要和邵续基在邻国相见 朕要说服他邵续基起兵功真 周天和和连江顿时惊身而起 一脸惊骇 陈淑平要亲自去邻国和邵续基见面 陛下 周相 按朕说的做 陈淑平站起身揣着手 眼神微眯 陛下那您传信即可 何必要亲自前去邻国 路途遥远 万一连江忍不住地开口道 没有万一 到时候皇叔会跟朕一起去 有他保护朕 二位放心即可 这一次朕不仅要促成邵续基公真 还要联合庆 楚 月 零四国共同组成十万联军 到时候配合邵续基公真 陈淑平此言一出 他们两人更是一头雾水 十万联军 这是什么意思啊 若是真的要联合起来公真 十万人未免也太少了 再说 李真何至于如此 让九州六国同时对他出手 可是现在陈淑平已经做决定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开口 自家陛下这个模样就说明 这件事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陈淑平走过 两人伸手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李真这个人的威胁 比玉国更重 这一次 朕要看看李真的身后 到底有谁 看看他 还有什么底牌 说完 陈淑平离开了大殿 他认真研究过李真 从其到丹州之后的信息 一点点的收拢 很不对劲 无论是李真的武力 还是那突然出现的狼旗 都不对劲 如今结合那天降神城的事情 陈淑平愈发的感觉到了异样的气味 所以 这次忽悠少俱姬出手是真的 至于十万联军 则是陈淑平对于李真的试探 他就是想看看 李真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下 会如何 探究一下 他的身后有什么存在 又或是 他还有什么底牌 观察了李真这么多年 陈淑平不会相信 一个人能够伪装五年 一边尽心竭力地辅佐少俱姬 一边又暗中练兵 这不合乎常理 陈淑平离开后 周天和 连江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叹了口气 陛下眼光长远是我等不具备的 但是 为何要去邻国亲身涉险 连江百思不得其解 还能因为什么 陛下是看上了邻国女帝薛都灵了 周天和对于陈淑平 那是看着长大的 什么不了解 薛都灵 对方好歹也是帝王 陛下对齐 连江眉头一皱 陈淑平的特殊嗜好 他们都知道 一般来说 没有人能够继续服务第二次 他的皇宫 对于女子而言就是阎王殿 这 罢了 陛下的嗜好 我们又能如何 大不了就是灭了邻国 周天和摇头无语 帝王骂 有点小嗜好很正常 陈淑平手段超强 眼光睿智 帝王之术纯熟 这已经很好了 他们要求的 再多就僭越了 李真的例子 还在那里摆着呢 邻国 皇宫内殿 薛都林坐在椅子上 看着手中来自齐国的书信 反复阅读后 轻轻的叹着气 穷眉皱气 老丞相看着薛都林的模样 同样眉头不眨 齐国 昨天突然传来书信 书信当中琐事 半月之后 齐国皇帝陈淑平 要亲自来邻国和玉帝邵绪基 商量李真之事 从九州六国的格局形成之后 几个国家有纷扰的时候 在邻国谈判的事情也不少见 毕竟邻国的实力最弱 在这里相对于是一个缓和之地 而且 邻国位处在各国家缝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天然成为了一个谈判之地 陛下 这个陈淑平乃当代雄主 我们还是要做好接待工作 万万不可 让其挑到咱们的礼节 老丞相陈叹一声 若国无外交 他们邻国没有拒绝的权利 只能接受 不仅如此 还要将招待工作做足了 薛多林摆了摆手 您去安排吧 老丞相看了其一眼 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了口 陛下 近来大真风头太盛 天降神城 天命在里这八个子 可以说得罪 那九州珠皇 这次可能就是那陈淑平 要窜多大狱起兵 这件事上您万万不可开口 只莫不作声 最近李真可谓是风头无两 尤其是那神城之事 满城风雨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所谓木秀于临风必摧之 虽然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 但是无疑对方 已经成为了各地的眼中定肉中刺 因为大家都是皇帝 灌着天命之子的头衔 本来这玩意就是挂着名头 谁也没真能给老天当儿子 结果好家伙 你蹦出来了 搞了这么一戳 弄得他们是难受得很啊 各国百姓都是议论纷纷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既然那个李真可以 那他们的陛下也差不到哪里去 然后就有人说让他们的皇帝也去祭天 李真求一座城 他们的陛下起码要求两座吧 最不祭也要求个风雨呗 这儿母的不就是把人家给加在火上烤了 多难受啊 祭天了 万一求不来 那不是圣鸣扫地 这个时代军权神兽 各国在大劫都有祭祀活动 以求风调雨顺 求不来 对于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所以 各国君主都不敢冒这个风险 既然大家都准不了 那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把李真这个异样的家伙给除掉 老丞相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就已经明白陈淑平的意思了 毕竟他也混迹朝堂了这么多年 所以他现在担心啊 自家陛下的恋爱脑 叫人家面都没见过 就已经爱上了 因为这件事 若是得罪了齐皇或者是玉帝 对于邻国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他们已经过得很困难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 大局为重 身为邻国皇帝 朕自然明白 老丞相的脸上露出宽慰之色 老臣告退 所以去安排了 薛都灵起身相送 目送着老丞相离去后 薛都灵步履匆匆的来到岸台旁 婉儿替朕严末 是 陛下 穿着干练的女官来到旁侧 薛都灵提笔轻声道 朕修书一封 你送去真都 必须交给李真本人 同时万万不可暴露身份 上官婉儿 嘴角抽了抽 刚才薛都灵不是答应了老丞相 不掺和这事吗 人刚走 他跟着薛都灵从小长大 是可以以自己的命 去挡刀子的存在 上官婉儿您没道 陛下 这事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老丞相都说了 这件事 我们邻国不能掺和到里面 何况陛下 这是李真的事情 跟咱们邻国没关系 你不懂 薛都灵摇了摇头 头也不抬 陛下 您说了奴婢就懂了 真正的懂不需要说 薛都灵话音落下 上官婉儿一阵面容扯动 他岂能不懂自家陛下 不就是暗恋吗 很早之前薛都灵就暗恋人家 轻目不已 谁能想到 自家陛下暗恋的时间这么长 心这么坚定 而且主要是也太暗了 从来没有对人家正主表现过 天天默写人家名字 说难听的 这就是单相思 而且是人家都不知道的那种 真是 暗恋 陛下 属奴婢渐月 您如此对待李真 他自己都不知道 更何况 他已经不是您想象的 那个翩翩公子 如今他在丹州的兄民人尽皆知 手下积攒无数人命 如此血腥之人 与您并不般配啊 那个御国的剑道宗师 如今还在争夺挨刀子呢 成大使者 谁不是踩着累累白骨 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朕不觉得他变了 反而觉得他更有魅力了 上官丸 心中狂翻白眼 好可怕 当初他隐约记得 自家陛下亲口所说 他不喜欢那种铁血手段 杀法果断之人 变得真快啊 说话之间 薛都灵已经将书信写好 密封以后 递给了上官丸 朕若是不知道也就罢了 既然知道了 就要帮他一把 也就一把 薛都灵清楚自己的身份 和自己承担的责任 是 奴婢明白了 上官吾尔该说的也说了 自家陛下执意如此 他又能说什么 只能听命了 再说 他也正好想看看 李真这个大狱丞相 如何变成了凶残至极的丹周王 这件事就辛苦你了 快去快回 千万不要让老丞相知道了 要不然 朕还得解释 薛都灵悄然的面容上 满是惆怅 齐国和御国 这两个国家若是联合出手 天下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住 他只能希望 李真知道这个对策 赶快带兵退出真度吧 隐匿在丹周深处 等着波峰过去了再出来 上官吾尔将信封贴身装好之后 退出了大殿 从邻国到丹周的路途也不算近 他要快马加鞭去了 在齐国 裕国的皇帝到达前回来 他总感觉 这次齐皇要亲自到邻国 有些不正常 没有什么依据 但是女人的第六感 向来很准 他要赶回来保护薛都灵 薛都灵的性格不适合当皇帝 这大家都清楚 邻国文武也明白 但是地方小人少就很团结 邻国上下众志成城 全力辅佐薛都灵 也勉强将邻国撑了下来 这也就是在邻国 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全臣和全臣 已经斗得头破血流了 甚至一分为二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同样 这可能也是薛都灵 会暗恋李真的缘故 他很希望自己成为那样 或者是拥有一个那样的人 贞都最近在李真的一系列措施下 渐渐有了烟火器 各行各业也在渐渐的完善 有人的地方就有商人 有商人的地方就有买卖 只要经济起来了 那么人气自然就会有了 不过让李真难过的是 北韩关封锁了 不允许难民再涌入贞都 皇宫当中 李真坐在龙椅上 妈撒着下巴 邵旭还是反应过来了 可惜啊 可惜 要是时间再多点 他能够吸纳更多的难民 如今贞都记录在册的百姓有多少 李真抬头看向下方 大真目前的能臣干将都在这里了 林林总总就那么几个人 上官奉仙 朔岩兄弟 哲兰竹 方天如 蜿蜒古达大猫小猫 就这么几只 回禀大王 现如今登记在册的百姓 总共三十四万五千六百十九人 其中 丹州本地占据了十六万两千三百二十人 大遇难逃而来之人 为十九万八千三百六十人 剩下的还有林 齐 楚 庆等国之人 不过这些人大多都是犯了时的 才逃到这里的 方天如对于这些信息信手拈来 上官奉仙回头瞥了一眼对方 光是他听着这些数字 就感觉头疼 这个人居然说的这么的流离 三十多万人 这个数字 倒是出乎了李真的想象 大遇要是再大方点就好了 不过可惜 既然对方已经关门了 那就肯定不会再开 所以 剩下的 还得靠自己了 李真靠在龙椅上 看了看眼下的几人 现在他们是各有各的工作 现在百废待兴 李真要建立大真的第一支军队 上官奉仙 可以肩着 已经开始选拔操练上了 这支军队李真命名为单州军 从其可见李真的野望 接下来 李真还想建立一个情报机构 但是无奈手上没人 耶律制武的人实力还行 但是他们 对于这方面 没有什么经验 性格过于的木讷 不适合这种灵活性 比较高的工作 想到这里 李真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 刚才方天如所说 如今真都中有不少的各国犯下事的人 汇聚在这里 能够犯事 还能够逃到这里的 这已经证明了对方的本事 要不就是实力高强 要不就是别有能耐 方天如 替本王你一道招贤令 其内容就是招能人一世 或是奇迹饮巧 或是武学高强 不管其从前在六国犯下什么罪 只要本王征用 一切都免去了 具体的言辞 你再斟酌一下 听到李真的话 方天如拱手领命 他这28年少有过的如此之充实 他喜欢忙碌 说完李真又犹豫了一下 其中不包括奸淫之徒 若是有这般人物 就交给朔炎兄弟处死就可以了 从古至今的骑士都有 就是骑士这类人 李真想不到 他们能够给自己提供什么帮助 床子之事 他自己有自己的经验 用不着他们这些人的技术和能力 对待这类人 还是杀了比较合适 放心大王 这件事 微臣一定将其办得漂漂亮亮 方天如的笑声 让后面的折篮树不寒而栗 众人当中 只有他知道 这位有多么的狠毒 别人身体里流淌的是血液 而他的身体中流淌的是毒水 想到这折篮树 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他现在对于李真 那叫一个忠诚啊 不只是因为其能够凭空求成 主要是因为眼前的方天如 折篮树无法想象 自己要是犯到他的手中 会面临怎样的境地 深深的恐惧 行了下去办吧 奉献你那边情况如何 现在招收了多少的人 大王 单州军目前已有三万人 正在加紧训练当中 他手下的人 基本都是难民 都已经是难民了 那个身体素质可想而知 可以说距离老弱就差一步 本王知道了 就这么办吧 李真摇了摇头 目前也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毕竟这个不是他能够操控的 精锐的军队 那都是需要时间锻炼出来的 大王 以微臣来看 这些士兵大多不需要多么的精锐 将来我们攻城的时候 当的炮灰即可 所以 精锐不精锐不重要 给口饭吃 重要的是 听话赶死就完了 方天如话音未落 上官奉先就回过头 不满地看着方天如 侍郎此言什么意思啊 你把他们当成炮灰而用 他们会听你的去攻城 李真也是看着方天如眉头微皱 虽然这话是事实 但是说出来还是不太恰当 正如上官奉先所说 抱着这个心态练出来的兵 那岂能为你所用 岂能汗不畏死 方天如贼笑一声 非夜非夜 大王 将军 这些人是什么人 难民 大王给他们机会 他们才得以活命 要不然 就是一句枯骨罢了 大王给了他们饭吃 他们理应感激 但是饭不能一直给他们吃 狗药是喂饱了 就不叫了 李真眼神中燃起了兴趣 继续说有点意思 这小子 肯定又有鬼点子 方天如清了清嗓子 大王 咱们建立丹州郡的目的 就是为了北韩关攻城的时候 牵制敌军 所以根本不必理会 精锐不精锐 我们只要给他们 一口饭吃就行了 主要是心灵教育 到时候派出三千人 穿着布衣 不拿武器 拿工具去叫门 他们根子可都是大狱的人 北韩关主将 肯定不会开城门 那我们就一个时辰派三千 十个时辰 把这三万人都派过去 等三万人全部派过去之后 已经就是深夜 到了深夜 下令让他们撬门 不管是杂也好 挖也罢 撬也行 就是闹出动静来 然后我们这边派人 每一轮都逼近一些 这样 这三万人的生存距离 会被慢慢压缩 他们就会像老鼠一样疯狂的钻洞 人的求生欲 会在这一刻爆发到最强的 接下来 我们再把他们的 听着方天儒的话 在场的人 都是眉头不经意的骤气 这儿母的桑尽天良啊 这是人能够想出来的玩意 损应得啊 李珍听着频频点头 他很确定 这个玩意将来死了 一定是下十八层地狱 好了好了 这个计策先搁置吧 李珍打断了方天儒的话 很好 他已经感到生理不适了 人狠不狠是一回事 但是这个家伙是天生的话呀 绝对不是因为有人教 李珍很相信 再大狱没有人能教得了他 这种人很难评 总之就是可以再绝境 爆发出想象不到的力量 但是平时还是不要听他说话了 容易感到心里不适 上官奉先一接五夫 也算是冷酷无情 但是比起来这位小巫见大巫 他都不想跟对方说话 生怕沾染点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方天儒说的尽兴 他的计策才刚刚开始 还有一大半没有说完呢 不过李珍开口了 他也不能强说 陛下 其实我还有一侧 方天儒话音未落 李珍抬起手摆了摆 你说的很好 但是别说了 都去忙去吧 他是不想听了 倒不是因为觉得方天儒过于冷酷 而是事情万万没到那一步 破这个城门容易 难得是后来的事情 方天儒异性阑珊 他其实对于兵法也是略有见底 还是等以后有空了 再和李珍汇报吧 等将来熟悉了 李珍就知道自己的内在 才是最有用的 众人往外走的时候 都是下意识的离方天儒远了些 这家伙的 万一哪天雷劈下来了 离得太近了 殃及自己 折兰竹大人 咱们再研究一下 这个关于你招贤令的事情 方天儒叫住了走在前面的折兰树 后者顿时脸色难看 不过还是挤出了笑容 好嘞方大人 下官全力配合 看着离开的几人 李珍摇头露出笑容 手下这几个玩意啊 可以说都是人才 上官奉先不懂兵法 就知道干 朔炎兄弟 可以说脑子是轴的 说一就是一 比如李珍说 不想见人 那么好 甭管谁来了 这俩人都能给拦住了 哪怕是太监 来送吃的都不行 宫女也不行 朔炎月来了都不行 除非李珍自己出来 要不谁也进不去 就是这么的梗 当然 这是优点不是缺点 接下来就是方天儒 他不说也罢 折兰竹 一个没近身的公公 完颜古达 一个不是笼子的哑巴 只负责办事 平时一句话不说 这个团队 个人领会心中疲累 报 陛下宫外有人求见 自称 是从御国而来 李珍听着来人的通报 当即眉头一皱 御国的人来 难道是 解救那个老不死的 暗杀完多了 来跟自己谈来了 刚起身的李珍 当即开口道 带他进来吧 他倒是很好奇 来跟自己谈点什么 没多久 一个人就被带了进来 包裹得严严实实 连明显特征都看不出来 李珍往后靠了靠 这看起来很不对劲 正常谈判也用不着这个打扮 身亡殿下 闻声 李珍的疑惑更深了 一个女人 大狱派个女人过来 什么意思 他还真是好奇了 在下这里有一封信 是我家主人给您的 还请您秉退左右 李珍闻言抬了抬手 两侧的侍卫和侍女 全部缓缓退了出去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身份了 别说什么大狱这种欲盖弥彰的话了 从其说出的两句话和口音 就能够看出 对方决然不是大狱之人 九州六国的言语基本一致 但是口音方面略有不同 真王道士睿指 在下邻国内是总领上官娃 上官娃 撤去身上的袍子露出清秀的面容 李珍身体前倾 邻国的人 他可没忘记 当初邻国送给自己的那些东西 当时他还想着 有空联系一下邻国女帝 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忙起来就忘了 我们陛下让我给你送一封信 您不必问 看完之后 您自己就明白了 上官娃说完 从怀中将信取出 李珍起身走下台阶 来到他的身旁 将那封信接过 直接撕开诉风 在他看信的时候 上官娃也是在打亮着眼前 这位文明已久的李珍 和他想象中的差不多 符合文师的长相 周身萦绕着淡淡上位者的气质 第一印象 倒是让上官娃 心中微微点头 若是自家陛下仰慕已久之人 是一个丑八怪 那他多少会感觉很别扭 李珍的目光 从刚开始的疑惑 渐渐变得平静 喜怒不形于色 他在当丞相的时候 就已经学会了 虽然这信封中的内容 让他心中已经阴沉的 能够滴出水 陈淑平 他之前就了解过对方 甚至当时李珍认为 此人乃是将来之劲敌 没想到当时的预测一语言中 只不过当初是大狱的敌人 而现在是自己的敌人了 自己现在才刚展露头角 甚至还没有南下 对方就已经开始对付自己了 李珍随手一震 手中的信 瞬间化为粉末洒落在地 替本王谢谢你们陛下 这件事记下了 将来一定还 来人护送这位先生出宫 上官瓦儿脸色一致 他以为李珍还会问他些什么 没想到 对方一句话都没说 上官瓦儿被护送出宫后 他才反应过来 回头深深的看了一眼皇宫 对方是怕人多眼砸牵扯太多 所以才这么急忙的 将自己给送了出来 但是他难道不想问问其他的 比如 自家陛下 为何要给他送信 他其实是想替薛都灵 给对方来的间接表白的 毕竟自家陛下如此对他 起码得让他知道吧 回头看了一眼皇宫 上官瓦儿 无奈摇头离去 至于李珍所说什么 将来报答之类的 他根本没放在心里 他将来能不能活着 都是个问题 宫殿中 李珍妈撒着下巴 眉头紧锁 信中薛都灵将他的预测 还有可能都说了出来 并且他建议李珍 带兵撤出真都 深顿丹州深处 在野外骑兵对战 比守城更能够发挥出 狼旗的战斗力 说的倒是在理 但是李珍不会那么做 相比于远顿丹州深处 李珍更喜欢 到御国的地盘 和他们战斗 传无辜 上官奉先前来 原本李珍 还没打算这么快开战 但是如今的情况 就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 不管如何 他要先把北航官给拿下 从内可和御军野战 外可防守他国之兵 珍都若是被围了 那就是一座死城 如果御国异军那么李珍 根本不拒 现在 可能会出现的 就是齐国野起兵 当然李珍 也不会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担忧 先拿下北航官 再说别的 实在不行 他就放弃珍都带着大军深入御地 反正就抱着一个准则 御国打他 他打御国 齐国打他 他拼了命的打御国 珍都可以不要 但是 御国别想安宁 七万郎齐弱 是迂回穿插 四处乱窜 横冲直撞 能够打多久 李珍不确定 但是能确定的 就是将大狱的北部地狱 霍乱一遍 很快乌辜和上官奉先 就来到了奉天殿 大王 上官奉先来到大殿后拱手行礼 旁边的乌辜 微微低头 看着两人李珍副手走下台阶 来到两人身旁 沉声道 今夜凌晨十分 你统一五万本部狼 骑在南门聚集 闪击北韩关 命令完颜 古达带他的铁浮屠 朔颜兄弟的朔颜狼旗 在城中巡视 今夜宵尽 听到李珍的话 上官奉先抬头 露出一丝错愕 就在前不久 李珍不是才说过 暂时不对北韩关动手 不过 他虽然有所疑惑 但是对于执行命令 是一点不打折扣 末将遵命 将命令传达下去 在皇宫会合 咱们三人入夜之后 潜入北韩关 开城门放人入城 李珍冷喝一声 上官奉先的脸上 顿时露出激动 这种小规模的行动 让他感到很兴奋 李珍副手 在大殿中来回踱步 眼神中的寒光闪烁 无辜今晚 就辛苦你了 耶律志武 将脸上的面具摘下 翻了个白眼 穷鼻微抬 不辛苦 我命苦 大王我是萨满祭司 你把我当萨满打兽 听到那忧怨的声音 李珍清了清嗓子 你说的都是什么话 这谁教你的 月儿姐姐跟我说的 她说 你经常说我是打兽 看着耿着脖子的耶律志武 李珍顿时一饿 千房万房 家贼难防啊 看来她得好好编撰 一下加法了 什么话 都能往外说 说话间 急匆匆的脚步声响起 只见方天如 脚步匆匆的 赶了过来 耶律志武 将面具戴好 她不是很想让人 看到自己的面容 大王 可是要动兵了 方天如冲进来后 急忙问道 李珍点了点头 如今自己的阵仗方天如 猜出来也很正常 她将齐国陈淑萍 准备联合邵续机的事情 告诉了方天如 至于是谁给她的信息 则是没有说 人家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告诉自己 若是万一泄露出去 对于邻国来说 也是灭顶之灾 方天如文言 神情凝重 怪不得李珍会突然如此 这个情况 李珍不动手 那将来就是别人先动手 方天如 本王能够相信你吗 李珍突然的开口 令方天如心神一阵 随后跪倒在地 陈甘脑涂垫 李珍走过去 将方天如双手托起 本王这次攻北寒关后 一时半会有可能不会回来 倘若真都出现什么事情 全部都交给你了 方天如的身体颤动 不是害怕 而是激动 梦寐以求啊 无数次她在梦中想到过 自己在城墙之上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若是真有什么万一 陈一定和真都共存亡 李珍摇了摇头 你在这 成本王倒是不担心 对你的要求本王就一点 那就是少做涅布 是尽量少些另类手段 差点把心里话给说了出来 方天如还是太谦虚 自己交给他城 根本不担心 城会失了 就是担心等自己回来了 城在 但是城里面的人 被他给玩死了 这种极致的利益主义者 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大王 若是您信得过微臣 臣要个相机决断权 所以您看 李珍看着方天如内心叹了口气 算了 自己要用人 不能束缚住人家的手脚 本王会带五万狼 骑和铁服徒走 剩下的两万朔颜狼骑 还有三万丹州军 都给你留下 你自己着情解决吧 但是只有一点 朔颜兄弟 绝对不允许死 方天如贼笑一声 大王放心离去 真都有臣在 必定无忧 是不是直接起飞了 李珍看着方天如的样子 也是面露淡笑 若是他打下北韩关之后 还有所动作 那么真都要面对的也不轻松 现在笑吧 有他笑不出来的时候 很快 全城各个城门封锁完毕 城中的百姓也让上官奉先 派兵驱赶回家 五万狼 其迅速集合在了南门的门外 肃杀之气渐渐覆盖了整个城池 城中不少国家的探子 看到这一幕 都是有些担忧 真都发生如此巨变 肯定是出事了 但是 现在城门封锁重兵把守 刚才狼 其统领都说了 谁要是敢出门 不问缘由接斩 裕国的探子 看到南门集结的重兵 顿时心中慌乱 这有可能是对于北韩关的一次行动啊 他捏手捏脚的从房间里逃了出去 东躲西藏想找个人少的地方溜出去 但是刚走出几步 就被狼其发现 数十狼其一拥而上 刀光闪烁间 对方已经成了一对碎木 欢迎订阅新魂爽文 下一集在置顶评论 血肉横飞 路过的上官奉仙也谋冷峻 转头向着属下吩咐道 在这个时间出来的 都是另有所徒者 告诉朔炎兄弟 若是走失一人 军阀处置 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人 出门就斩 诺 将军放心 一只苍蝇 也从城中飞不出去 好 本将入宫觐见大王 上官奉仙离开后 副将顿时瞪起眼睛 抽出腰间的刀 在大街小巷巡视起来 许多不以为意的人 还妄图上街 问问什么情况 出了门 就再也没有回来 大真已经完全是 一片肃杀之景 皇宫当中 听着上官奉仙的汇报 李真点了点头 命人将折蓝竹控制起来 本王不想出现一点风险 方天如眼睛微眯 人处无害道 大王 微臣已经将他和那个 御国老布死关在一起了 他的胆子 看到那个惨样 肯定不敢有任何恶性 李真便容舒展 有方天如这个同僚 还真是折蓝树的运气 不过那个老布死的 怎么还没死 那个老头还没死 他之前不是命令令令迪处死吗 大王 微臣觉得直接弄死 太过于轻松 所以陈安排他第一天挨100刀 第二天挨130刀 第三天 李真眼皮子微跳 这个方天如 还真是无时无刻 就不再展示自己的才华 今天晚上就将他处死吧 全当即齐了 嘖嘖嘖 方天如给城中多少人带来了灾难 不过也好 这么样的一个人在这里 会成为真都所有人心里的一条无形的底线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太阳渐渐落下 天色变得昏暗 北韩关对面 还没有感受到 来自于真都浓烈的杀意 他们看到了真都紧闭的城门 还以为今天他们早下班了似的 殊不知 黑暗伴随着的是 潇洒的杀意 带天色全然暗淡 黑暗笼罩大地 一场大便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夜晚 真都大老 已经奄奄一息的老头 躺在枯草中 他这一辈子 后悔过许多事情 但是最后悔的 还是孤身来刺杀李真 他以为自己心智坚韧 但是没想到 这里有那么个活颜望 炼剑之人渐心坚硬 但是那个方天如 将他的渐心已经击碎了 在三天前 老头就已经跪地求饶了 他想见李真 让他刺自己个痛快 但是那个畜生 都不给自己这个机会 浑身上下 没有一片好地方啊 远处折兰竹缩在墙角 瑟瑟发抖地看着老头 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突然就从看戏的 变成演戏的了 踏踏踏 脚步声响起 折兰竹连忙趴在牢门看了过去 只见方天如 带着三四人走了过来 方大人 方大人 你救救我啊 下官到底是犯了什么错 折兰树的声音中有些绝望 方天如黑黑一笑 折兰大人 你没有事啊 只不过是暂且在这里待夜而已 体验生活不过 明天就出来了 折兰竹松了一口气 内心怒骂 这特么体验生活 还有在这里体验的 方天如摆了摆手 旁边的士兵将牢门打开 他阔步走了进去 看着地上的老头冷笑一声 生命力还真是坚挺 大王有命 今夜闪击北韩关 杀你祭祈 老头你还真是命好 要不然本关还得陪你晚两天 面对方天如的声音 老头眼里闪烁着金光 这般地狱生活 终于要结束了吗 将他带下去吧 吩咐执刀人 送他最后一程 这次就按照999刀的规格来 方天如话音落下 老头眼里的光瞬间暗淡 哼 不知死活 方天如摆动袖袍转身离去 他刚来的时候 无意中碰见过老头 那时候的老头还没到 得知他是御人之后一顿喷 骂得那叫一个难听 这还得了 方天如这个人不记仇 真多 难门 李珍身穿夜行衣 身后跟着上官奉仙 还有耶律之武 身后是五万整装待发的狼旗 呆会以烟火为号 烟火一闪 立刻冲锋 上官奉先坐着最后一遍嘱咐 李珍紧了锦手中的霸王枪 自己这也算是过了一把特种兵的影 大王都安排完了 上官奉先抓着方天画几道 出发 城门打开一条缝 三人立刻从中间钻了出去 三人都是舞者 境界也不算低 百公里对于他们来说不算远 正好控制时间 距离北韩关还有不到十里的时候 李珍停了下来 微微压低身子道 本王是这么想的 你们两个利用轻功接力式的 将本王送上城墙 然后本王冲杀开一条路 将城门打开 耶律之武有些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不直接将城门打开 李珍翻了个白眼无语道 那城门非人力所及 你当自己是神仙啊 哦 上官奉先却是摇头道 大王 依莫将余见 还是将我送上去吧 你给我闭嘴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李珍强势定了下来 他可是看到了 上官奉先眼神里的蠢蠢欲动 还想跟自己抢 定下来之后 李珍三人飞速接近北韩关城墙 三人都是高手在夜色的掩护中 肉眼很难察觉 再者说 这个时间正是人困倦最严重的时候 三人顺利地靠近了城墙 李珍立刻将霸王枪抓住 伸手向着两人挥了挥 正盘算自己的跳跃能力之时 突然轰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紧接着就是地面震动 李珍脸色一惊 侧头看过去 只见上官奉先目瞪口呆地看着城门口 还保持台长的耶律制武 你 一巴掌你们拍倒了 李珍此刻突然觉得 刚才自己的安排 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自娱自乐 给自己玩嗨了 亏他脑海中 还幻想着自己身轻如燕 力敌千军 从城墙上杀到下面 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而母的 一巴掌把自己的武侠梦干碎了 此刻城墙上的士兵 早就已经惊醒了 整个城刚才都晃动了一瞬 他们要是再感觉不到 那就出问题了 李珍持枪叹了口气 行了 这更直接些了 奉先跌火 说完 李珍提着霸王枪剑步 冲向城门处 如山海般的御兵 从城墙上涌下 将城门堵得严严实实 但是无人赶上 毕竟眼前这一幕冲击力太过于强悍 那么高的城门 怎么就倒了呢 他们不动手 但是李珍可没愣着 大吼一声 双手挥舞霸王枪 霸道的真气 瞬间灌于长枪之上 群魔乱舞之横冠八方 瞬间扫出 金色的真气 顺着霸王枪传地儿出 远处拥挤在城门口的御兵 躲都没地方躲 狭小的空间 完全成为了修罗地狱 真气犹如镰刀收割着御兵 所过之处血末横飞 拦腰截断者不知几何 前面的御兵疯狂往后挤 后面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只能往前冲 顿时成洞子里发出了哀嚎 惨叫声 一朝过后 前面已经血染一片 腥臭味刺激着人的鼻腔 血液潺潺向着外面流动 脚下的城门被染成了红色 墙壁上还有真气划过的印记 刚才还生龙火虎的士兵 已经变成了冰冷残缺不全的尸体 侥幸逃过一劫的御兵脸上充斥着亥然 他们不是没见过武者 但是如此霸道的攻击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见识 后面的上官凤 先将烟花棒拉响之后 提着方天化戟加入了进来 自己才是武将 让大王给比下去还得了 上官凤先一把方天化戟挥舞的 犹如太岁神 硬生生顶着御兵将城门打通 大开大合的招式 裹挟着进风 擦着就伤 碰着就死 后方 真都内五万狼旗 早就已经等待着胶着了 看到天空上的信号 顿时脸色一震 扛着大盗的狼旗同龄掌喝一声 开城门 杀 轰隆隆 城门大开 狼旗瞬间化身一只只咆哮的恶狼冲了出去 马蹄声立刻通过地面传到了整个真都 百姓们这才意识到 今天的宵禁是和动兵有关 有各国的探子想要溜出去看看什么情况 但是刚有所动静 城内的朔炎狼旗就纵马赶了过来 吓得他赶忙吹灭火烛 今夜宵禁在家中休息 倘若有出门者 斩 朔炎狼旗在城中不断游走大吼 李珍感受到远处的狼旗已经动身 他余光扫了一眼大杀四方的上官奉仙 心中安定 持着手中的霸王枪 双脚跺地 借力纵身而起 霸王枪插在城墙当中 借力一跃 抽出霸王枪 冲进人群当中 一枪将附近的三五御兵扫成两截后 李珍向着深处穿过去 北韩关就是一道城门 在深处还有北韩关大营 这夜色遮掩身影迅速朝着深处掠去 这里就交给上官奉仙和狼旗吧 上官奉仙杀得酣畅淋漓 不经意地回头一看 李珍早就已经没了身影 耶律志武也不见了 只剩他自己 兄弟们 杀了他 就他一个人了 御兵的一位千夫长大吼一声 抽出腰间的佩剑冲了过去 后面的御军也是稳住了阵脚 大家开始有条不紊地对上官奉仙发起反攻 千军万马一将在 何人赶来一战 上官奉仙大吼一声 花音落下 无数的钢刀长枪还有箭矢朝着上官奉仙涌了过来 御军的战斗素质和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只不过刚才是被打猛了而已 现在缓过神来就开始阶梯性的攻击 上官奉仙挥舞方天化己将飞射来的箭矢尽数弹飞 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 御兵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 随即北韩关嫡系的号角声撕碎了静谧的夜空 北韩关黑旗大营 黑旗上将弹台竞顿时从营帐中冲了出来 报!将军有敌席 城门已破 传令黑旗披甲立刻支援 柳州你负责带队 本将去一趟王将军那里 弹台竞吩咐玩穿着单一 提起自己的大刀翻身上马朝着王霄所在的营地赶过去 莫! 柳州答应一声披甲带队冲了出去 他原本只不过是个万旗统领 但是因为在丹州之势中受了委屈 被黑旗上将弹台竞提到了副将的位置上 柳州带领黑旗冲过去的同时 心中已经有了预感 在这个时候敢对北韩关发起攻击的一定是李贞的人 除此之外别无他人 这次他就要血血在丹州的耻辱 为纯绪报仇 正黑旗之名 大营当中 听到号角声早已经开始调兵 王霄穿着内衬从营中窜了出来 立刻赶往城门口支援 万万不可让城门破了 王霄听到汇报睡意全消 浑身冷汗狂貌 城门都已经被打开了 十万北韩军已经补齐了编制 还新增了五万的预备军 再加上十万黑旗 二十五万的大军 王霄立刻命令还在营中六万北韩军前去支援 同时预备军立刻披甲准备 王霄回到营中脸色煞白 他没想到李贞居然真的敢攻城 胆子也太肥了 穿戴好甲咒王霄提着自己的斧头走了出去 恰好看到了赶过来的弹台竞 但将军 你的黑旗都派出去了吗 回禀将军 黑旗已经尽数出动前去支援 听到这个声音 王霄松了一口气 还好 黑旗要是赶过去了 一时扮回城门就会破不了 将军 究竟是何人敢敢夜半袭城 还能有谁 肯定是那李贞贼子 闲话少叙 但将军随我前去督战 李贞这个人向来谋而后动 肯定是有所准备 我担心岂有鬼界 王霄说完 清兵迁马来 他刚要翻身上马 突赶一阵杀意来袭 黑暗之中一点寒芒闪烁 寒风直奔王霄的脑袋 大胆 旁侧的弹台竞眼及手快 翻转手中的大刀 双手对近一刀隔在了王霄和寒芒之间 当 金戈之名在王霄的耳边乍响 双耳之中顿时血液渗出 不过他也速度快 立刻翻滚下马 好个孙子 缩脑袋缩的真是快 寒芒抽回李贞在空中 翻身坐在王霄的马上 随手一枪将旁边的清兵刺个对穿 李贞 王霄顾不及耳朵 从地上爬起后惊讶到尸声 但台竞也是眼眸冒出气光 之前虽然同朝为臣 但是他驻扎边外从未见过此人 再加上后来之时 他对于李贞可谓是十分的好奇 如今总算是见到了 哈哈哈哈 爷爷在此 王霄今日就是你丧命之日 快快送于人头 给本王 李贞说着架起把王枪朝着王霄额头刺去 王霄反手一抚 头当了上去 当当当当 李贞一连十几枪 军刺向要害 王霄拼力抵抗 但台竞观看数招后 毫无预兆 反手一刀砍下 早就防着你了 但台竞 李贞用枪围顶 在对方刀尖之上 李相好伸手 再接我一刀 但台竞双手 持刀提起马头高 高跃起一刀斩下 森绿色的真气破斧沉舟 李贞不闪不避枪出如龙 霸道无双 金光闪烁 战神无敌 但将军 我来助你 王霄找了匹马 翻身跃上 持着斧头 加入战团 面对两人围攻 李贞不落半步下风 当当当当 兵器碰撞的陈韵之音 谱写出了一曲乐章 李贞周身金色真气环绕 在静谧的夜空中 如人间太碎神 面对两人的围攻 李贞防守有度 每一击对碰 都震得王霄双臂发疼 哈哈哈哈 黑棋上 将弹台竞不过如此 王霄你比之上次 却是差下不少 李贞在俯影刀光中 大声嗤笑 他有金刚不坏 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三百招内 也赢不了两人 尤其是这个弹台竞 一把刀耍得跟官二爷使的 一刀比一刀臣 这可是战斗 外面狼齐面 对着十几万的御军 时间拉长一分 那危险 就多上一分 还有他的打手 哪里去了 来不及思考这么多 李贞眉头一鸣 只能先如此了 李贞阁开弹台竞的大刀 大吼一声 金刚不换 声音落下 李贞直接放弃了弹台竞 朝着王霄疯狂地攻击 一招一事不管不顾 拼命三郎的架势 直接摆下 面对李贞全力攻击的王霄顿时 脸色变得惨白 手中的斧头愈发地沉重 胯下的战马早就已经遭不住 双腿发颤 死 李贞看到他的模样 就知道是强弩之末 双手握枪猛地砸了下去 身后弹台竞猛了 他的大刀 王霄砍在李贞的后背 总是被一道金色的屏障阻隔 这也是令得弹台竞 恼火不已 一刀接一刀地砍下 他就不信了 今天还砍不破 这什么金刚不换 他这边是钻牛角尖 那边的王霄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 面对李贞 这一击太山压顶 他胯下的战马 悲鸣一声 四条马腿 瞬间炸裂血雾翻飞 王霄的双臂上 也是血珠渗出 嘴里大口的血往外吐 再来 李贞虎目一瞪 又是一枪朝着王霄的脑袋抽去 弹台竞 救我 王霄惊惧之下 悲鸣一声 这个接不眼了 他还在那砍 卡尔姆啊 这一枪要是抽实了 他的脑袋包包的 被喊了一嗓子的弹台竞 连忙收手 他属实是好奇 李贞如此刚硬的真气屏障 到底是什么玩意 不过现在 也不是自己探寻真理的时候 他反手将长刀握在手中朝着 王霄用力一致 嗖的一声 长刀应声而出 就在李贞挥舞长枪 与其要碰撞之时 突然霸王枪拐了个弯 转而一击回马枪 以迅雷般的速度刺向弹台竞 弹台竞此刻 已经来不及躲避 只能侧身 将脸缩起 李贞冷哼一声 手中霸王枪 犹如灵蛇撕裂弹台竞的胸甲 霸王枪横向撕裂胸甲 将弹台竞挂在枪身之上 李贞用力一挑 后者的身体 顿时凌空被挑起 反手李贞重力下压 但台竞的身体 被重重地砸在地面 李贞抽枪卡在对方驳梗之上 再动 死 但台竞的眼眸当中 满是震撼 自己堂堂黑棋上将 和王枪联手 居然被李贞给打到如此地步 死人 旁边的王枪 从地上爬起舞着胸口 抹去嘴角的鲜血 现在但台竞在他的手中 他也不敢动手啊 Soul 叶绿智武 犹如鬼魅般 出现在王枪的身后 抬手一巴掌轻轻地硬 在其后背之上 王枪甚至都没有反应就身体 一软倒了下去 把他给绑了 李贞看了一眼 弹台竞淡淡道 好嘞 叶绿智武 过去三两下 将弹台竞捆成了粽子 你刚才一直都在暗中盯着 李贞看了一眼 叶绿智武问道 他的实力还用藏 大可不变 不是 我迷路了 叶绿智武挠了脑脑袋 他刚才没跟上李贞 等他跟上来了 对方已经不知道去哪去了 于是 叶绿智武 就在黑黑的大营里找啊找 得 李贞撇了撇嘴 这也就是他 要是换做上官奉仙 自己非得给他一下子 而一旁被五花大绑的 弹台竞 心中已经是骇然一片 他居然在这个女的手中 完全没有一丝的反抗之力 这个女的 难道比李贞更强 他们咋办 杀了 叶绿智武给弹台竞 绑起来后问道 李贞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 你一个我一个拽着去前面 这俩人活着 会给玉军一个台阶下 免去他们拼死之战 玉军的能力他是肯定的 若是将这两位杀了 非但不能让他们恐惧 甚至会让黑齐和北韩军死斗 叶绿智武一把将弹台竞扔在马背上 将其嘴堵得严严实实 李贞则是将手中的长枪 反过来对着王霄的脑袋就是一下 当的一声 那声音清脆无比 李贞听着这个声音微微点头 这是颗熟头 王霄被敲醒之后 叶绿智武如法炮制 将其弄好了之后 扔在了另外一匹马上 王霄和弹台竞四目相对 眼球乱转 军事有些丢人 身为武将二达姨被人家李贞打的头 都抬不起来 丢死人了 李贞将霸王枪抗在肩膀之上 拉起缰绳 微微加马腹 向着堵在营地门口的王霄 清兵冲了过去 他现在没空跟这些小玩意抹嘴皮子 走过去一道真气横扫而过 一排数十人直接被那真气拦腰截断 至于后面的耶律智武他丝毫不担心 北寒关 城门口 上官凤仙一赶方天化解 都轮冒烟了 城楼的好处就是 地方就这么大 你也只能来那么多人 我也只能来那么人 刚才狼旗冲锋而来 上官凤仙原本是想带着狼旗 直接踏过城门去 但是正好赶上了黑旗到来 黑旗将上官凤仙故意放进城门口 但是死死地顶住了狼旗的冲锋 并且实施了分割战场 上官凤仙一个人被无数黑旗包围 后面城门洞处 北寒军死死顶着狼旗的冲锋 而上官凤仙已经到了极限 他马下附近的尸体 累落了一米之高 武者是武者 但还是人 这么高强度的消耗 对于他来说也是吃不消 再加上黑旗本身对于狼旗 就抱着一股血耻的仇恨 故而一个接一个的汗不为死冲了上去 拿下狼旗主将 柳州缩在旁侧大声地催促道 同时眼神中满是恨意 他要给纯旭报仇 李珍杀了纯旭 他就将这个狼旗主将给砍了 渐渐的上官凤仙 感觉手中的方天化戟越来越沉 同时心中也对于这只黑旗有了改观 不愧是大狱独步天下之一的精锐骑兵 武将冲锋打的就是士气 而对方能够顶住恐怖的死亡率 而丝毫没有士气崩溃 可见一般 一个百夫掌瞅准时机 朝着上官凤仙的肩膀上砍了过去 这一刀不快 但是此刻他已经无力防御 就在刀身快要落下的时候 一道金光从天边袭来 伴随着龙银之声轰然掀起一阵尘土 周围的黑旗被震飞出去 清空了上官凤仙周身数米的空间 柳州的心顿时揪了起来 这独特的真气只有李珍有 但抬静 王霄已被本王擒获 谁若是再动 本王就杀了二人 李珍的声音响彻整个北韩关 黑旗纷纷回头看了过去 只见李珍左手王霄 右手但抬静 大家一时之间面面相去 柳州眼睛一瞪 都愣着干什么 冲锋 他话音刚落 旁边的黑旗第一万七统领弹台风 就冷声打断 放肆 没看到上将军在他的手中 两人说话之间 李珍回头对着耶律志武低声道 将那个人杀了 他记得柳州 耶律志武脚尖轻点飞身一跃而起 在火把的照耀中化为一道残影 鬼魅般靠近了柳州 速度之快根本无人反应过来 等黑旗众人看到耶律志武的时候 柳州的脑袋已经轰然炸碎 李珍冷冷地看着黑旗 本王数三个数 要不然放下武器 要不 本王捏碎他们的脖梗 本王也是御人 不想沾染你们的鲜血 说着 李珍吐出第一个数字 随之微微收紧手指 王霄和弹台镜 不受控制地在空中挣扎 别动 弹台风大吼一声 然后看向周围的黑旗 放下武器 弹台镜是他情歌 如今要是换个人 他肯定要顾全大局 但是现在 这个是落在自己脑袋上 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大局固然重要 但是他哥更加重要 弹台风这么一嗓子 不仅是黑旗放下了武器 北韩军左顾右盼后 也是放下了手中的刀剑 李珍看到这一幕 将手中的两人扔在后面的马上 狼旗陆陆续续入城 开始收边俘虏 弹台风被狠狠地压在地上 李珍 你别动我哥 他趴在地上 眼睛不断向上望 你哥 怪不得呢 本王说到做到 跟你们黑旗不同 李珍淡淡的声音 让一些经历过丹州之事的黑旗 默默低头 现在黑旗的训练 都是以他们在丹州学习的为主 李珍来到上官奉仙的身旁 拍了拍他的肩膀 辛苦了 大王 末将给你丢人了 上官奉仙颇为惭愧地说道 什么话 本王丢什么人 主要不是你丢人吗 李珍说完 上官奉仙抬起头愕然了一瞬 这是不是多少有点伤人 哈哈哈哈 本王跟你开个玩笑 北韩官我们拿下了 李珍看着巍峨的城墙 脸上露出笑容 万事开头难 现在自己已经迈出去第一步了 驾 说话之间 完颜古达缓缓带着铁浮屠赶了过来 大王 末将 末将 听声音都能听得出完颜古达的惭愧 他们跑得太慢了 狼旗一下子将他们给甩在了后面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狼旗都堆在外面进不去 于是 完颜古达就那么在后面待了一晚上 他都已经急的想要去爬城墙了 行了 下次记得 让狼旗慢点 这么好的冲锋力气不用 李珍也是无奈 这是怨不到人家完颜古达啊 跑得慢是事实 起不进去也是事实 上官奉仙脸色一红 知道了大王 完颜古达 上官奉仙 你们两人收拢俘虏 将他们集合于北韩官大营 无辜你将两他们两人 带着去大营等本王 将近十万的狼旗 再加上十五万的北韩军 这要是不处理 那后果很麻烦 将近二十五万人啊 李珍抽出霸王枪盾了盾吩咐道 将方天如带过来 这二十五人的 根本在弹台靖和王霄的身上 这两人至关重要 对于弹台靖 他之前就在人群中见过齐一眼 天才武将 要不然 也不会在武将云集的大狱当中 成为黑器上将军 他和那个赵不归一直不对付 也不知道 那个田狗怎么样了 至于王霄已经是老熟人了 这二十五万人 若是收服不了己用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放回去是不可能 留下费粮食也不可行 唉 打下北韩关容易 收服北韩关难啊 李珍策马跟着运送俘虏的队伍 来到了大营 王霄和弹台靖 已经被押在大营当中 两人直挺挺地站着 口中的塞子已经取了 李珍 你夜里偷袭 无耻 你胜之不无 王霄在看到李珍后 一张脸满是怒容 李珍自若地来到主位上 施施然坐下 抬头看着一份田银的王霄 本王都已经将你打成猪头了 还胜之不武 那放开你再来一场 此话一出 顿时王霄就像 让尸堵了嘴似的 甘着急无法开口 我说的不是个人之战 也不是个人 你们不是二打一吗 我 李珍的言辞犀利 是王霄不能比的 当即就哑巴了 把脑袋挪到一旁闭口不言 李珍微微一笑 看向弹台靖 你有什么话想说啊 弹台上将 弹台靖摇摇头 坦然道 败君之将无言可说 要杀要寡 西听尊便 李珍赞赏的看了弹台靖一眼 瞅瞅人家这才是武将的态度 不像王将军 总喜欢找借口 废话少说 要杀就杀 王霄听到李珍说自己 顿时眉头一瞪 他自认为也是一员猛将 哪里能受得了如此讽刺 李珍往后一靠 杀你们干什么 大家之前都是同僚 多少也有一份情谊 哼 那难不成你还要放了我们 王霄冷哼一声 不过说的话里 多少是有一些期望 放你们也不可能 李珍妈撒着下巴 唯唯抬眼 干脆跟着本王干吧 王霄的脸上顿时露出赤笑 真王 你的劝降还真是别具一格 你觉得可能吗 他们乃是大狱之将 怎么可能跟李珍这么一个叛国之人 简直可笑 李珍起身轻笑一声 怎么不可能呢 相比于少旭姬本王 哪点不比他强 论文质 如今大狱百姓能够安得其所 既有所实 身有所处 不都是本王的功劳 论武功 本王能够将你们两位大狱猛将挑于马下 怎么你们的皇帝能挑得起来吗 皇帝无非就是文质武功 本王样样比他强 怎么就不可能呢 王霄文言顿时反驳道 李珍 你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 天子血脉 岂是你可相比 天子血脉 他能求得来成吗 不如本王修书一封送于京都 若是他少旭姬能够祭天求成 本王自负双手于京都 可问题是 他敢吗 若是按照你的言论 那普天之下本王最是上天之子 王霄兄堂不断起伏 你 我不与你争口舌之快 说话间 银帐外响起声音 随从侍郎方天如拜见大王 李珍一摆一袍回身坐下 进来吧 话音落下 方天如撩开帘子走了进来 满脸堆笑 恭贺大王拿下北韩官 李珍摆了摆手 你来得正好 这两位是北韩官主将王霄 还有黑旗上将弹抬进 他们不愿意臣服 想个办法处理了吧 他刚才说的也足够多了 跟他们废口舌已经是李珍破例了 既然他们没有这个意思 自己也不愿意抢求 方天如想个干净的处理方式 解决了就完了 方天如稳打亮两人一眼 大王 处理之法是他们二人 还是连带北韩官之君 都处理了吧 他们的主将不从 士兵也难 本王不愿意多废口舌 是大王 微臣有三侧应对 说着方天如来到李珍身旁 其一坑杀 于北韩官外倦一具坑 在御军吃食之中投入迷药 迷晕之后 至于聚坑当中 铲土填平 干干净净 死 古井无波的但抬进此刻 都是满脸惊骇和震怒 此人心肠何至于如此歹毒 王霄也是如此 破口大骂 畜生 那可是人啊 你怎可如此丧尽天良 坑杀之举 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方天如面对王霄的谩骂摇头微笑 噓 等本官说完 大王 微臣还有第二姐 让我们的狼旗穿上黑旗的衣服 由北韩官而入 扫荡数城之地 并散播谣言 让御国和黑旗产生隔阂 从而引兵来攻 最后将黑旗如树放回去 让他们自相残杀 作收渔翁之力 方天如说完 又是给两人狠狠的一阵 这个人是尔姆的从哪里出来的 怎地如此之狠毒 桑尽天良啊 他难道就不怕将来遭报应吗 李珍手持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 王霄和但抬进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李珍应该不会采用如此狠辣之毒气吧 沉默片刻之后 李珍悠悠地开口道 甚好 这样吧 两极共施吧 坑杀了他们之后 在派狼起伪装黑旗 屠城掠地 这样一来 他们的家人也会因此而累罪 被一并送下去 下去了也不孤单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方天如的眼神中射出金光 大王就是大王 他怎么就没想到呢 旁侧的耶律志五叹了口气 什么叫做牲口 今天他算是见识到了 现在他有点怀疑 跟着李珍甚至用不到十年 自己就会被天谴 这太损了 但抬进和王霄此刻 早已经目瞪口呆 同时心底一股寒凉产生 若是按照李珍所说 那么必定会如此 到时候他们的死 身在玉国的家人们也会遭受劫难 然后 不带两人开口 李珍就摆了摆手 就按照如此 行进处理去吧 但抬进和王霄脸色煞白 他们以为李珍只是吓唬吓唬他们 谁能想到居然来真的 李珍 你这么做会遭天谴的 你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王霄破口大骂 李珍冷笑一声 殷损 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 放心 本王就算是死无葬身之地 也一定比你活的时间长 门外已经有狼 其闻讯赶了过来 王霄怒目袁争 周身用力一崩 束缚身体的绳索 顿时崩碎 王霄甩开左右狼旗 朝着方天如剑步接近 手爪直奔其脖梗之处 我先杀了你这毒人 方天如脸色慌乱 他不会武功 哼 一声轻哼 王霄的动作顿时停滞 周身动弹不得 发出哼声的正式耶律之舞 九品 各这两个字 深深地印在了王霄的脑海当中 李珍身旁居然有九品宗师 哎 伴随着一声轻叹 李珍站起身跨过桌子 来到王霄的身旁 勾手一拳轰在其腹部 砰的一声 王霄脸色苍白到飞而出 李珍这一拳将他的修为废了 拖出去 软刀砍死 李珍随意地挥了挥手 左右狼旗顿时将绝望的王霄拖了出去 噗哧 刀入肉声响起 令人毛骨悚然 李珍看了一眼淡台镜 微微摇头 带出去吧 他其实是想收服一些御国的将领的 不是因为他们多强 而是这件事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自己总不可能将来打进御国 贱人就杀吧 不过可惜 御国还是有科取之处的 等等 就在淡台镜被带出去的时候 突然开口 李珍转过身挑起眉头 我愿意臣服 给黑棋的兄弟们留条命吧 淡台镜艰难地说出这句话 这句话 好似抽干了他全身的力气 哦 想清楚了 本王劝你好好想想 若是假意投诚 在跟我玩纯绪的那一套 那你们面对的一定比纯绪更惨 淡台镜转过头 看着李珍 左右的狼旗将其松开 扑通一声 淡台镜跪倒在地 莫将淡台镜拜见大王 心中无比的复杂 这对于他来说是屈辱的 但也是无奈 黑棋十万自己作为主将 无法接受这些人就这么被埋了 若是别的方式他也能接受 起码也是战死 可是如此他接受不了 想想就已经是绝望了 在地下醒来的那一刻该是多么的绝望 在绝望中步入死亡 李珍眯着眼看向淡台镜 对方可是玉国有名的天才将军 对方这么做 反而李珍有些不敢接受 末将只有一个要求 淡台镜此刻心中也是担忧 他害怕李珍不接受 那才是最可怕的 当你突破自己的底线后 仍未达到自己想要的 这才是最为难以接受 李珍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本王从来不跟人讲条件 但是给你破例子 说 淡台镜抬头看着李珍 大王 黑棋可以为您冲锋 但是求您给一条路 改头换面 重新建兵 还有就是 就是能不能和玉国交战之时 不用黑棋 黑棋之家眷都在京都 万一 李珍副手叹了口气 他明白淡台镜的意思了 改头换面 李珍走过去脸上扬起笑容 将淡台镜扶起 可以 对外本王会说 黑棋和北韩军一并埋入地底 不对大狱出手也可以 齐国不是也有一支骑兵和黑棋并名 以黑棋对付齐国刚刚好 但抬进抬头 看着认真的李珍 心中大定 长长地松了口气 这已经是 他能够做到极限了 保全 黑棋 保全黑棋的家眷 至于投降李珍 那也是无奈之举 不投就是死 不仅自己要死 家眷都要死 他虽然没有成家 但是十万黑棋有家 李珍给了方天如一个眼色 后者立刻会议 大王 那微臣看弹台将军也已经疲乏 要不先下去休息休息 好 你将弹台将军安顿好了 然后今天晚上 就将北韩军处理了吧 以免夜长梦多 话音落下 弹台竟身体一颤 十五万北韩军啊 但是 此刻他不敢开口 提得太过了 他甚至连黑棋也保不住 明白大王 微臣稍后就去做 嗯 把弹台将军带上 李珍说完 弹台镜面露苦涩 这是投名状啊 末将遵命 他掺和到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证明 自己和大狱将再无瓜葛 看着两人离开后 李珍的嘴角勾起 耶律志武也是起身感叹一声 大王 你肯定会下地狱的 李珍淡然一笑 地狱 或许吧 你也下去休息吧 耶律志武在走出去后 李珍心中思考着未来的路 突然间 系统的声音响起 感受到宿主正在纠结 发布选项 意义完美防御 联合北韩官和真度应对来犯之敌 并将其打退 奖励 狼骑二十万 八品护卫一名 二 主动出击 对大狱发起进攻 奖励 二十万先登死士 境界提升一品 三 南下擎龙 率兵拦截少续姬 将其擎获 奖励 县阵营二十万 境界提升一品 李珍正正地站在原地 按照系统的尿性来说 本来应该选择 非常鲜明的 但是这次看上去 每个选项 几乎都可以说是奖励丰厚了 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 这次的三个任务的难度 都不低 第一个狼 骑二十万 这个数字听上去 就很诱人 还有一位八品的护卫 不过相对比来说 后者就有些鸡肋了 他已经拥有了金光不坏 护卫多少是有些没用 爹有娘 有不如自己有 所以 李珍将目光放到了后面 两个选项当中 这两个都是主动选项 第一个是主动朝大狱 发起攻击 奖励二十万的 先登死士 先登两个字 在军队当中代表的 就是勇猛无敌 汉不畏死 先登夺起 而先登死士 可是三国时期 袁绍手下大将 区域建立的精锐军队 里面个个 都是能争善战 出生入死的很角色 这个他很想要 另外一个 则是县阵营 这更为出名 县阵知智有死无生 都是一等一的军队啊 李珍思索片刻 大手一挥 传上官奉仙 方天如来 他几乎是在瞬间 就下定决心 两个任务同时进行 他也没有问系统 多年的人生经验 告诉自己 这种事越问事越多 先干了再说 两个他都想要 两个他都分不开 抓少续姬他亲自去 至于攻略御国之地 就交给方天如 和上官奉仙两人 反正任务 也没说到底 打到什么程度 打下来一个线 也是主动进攻 大王 很快两人连妹而来 奉仙 将狼旗中突破 二品之人全部挑出来 换上黑旗的行头 本王要南下擎龙 在本王南下之时 你与天如对 就近的平原县 发起进攻 记得 打入平原县后 就不要再继续往前了 如果有大军来攻 你们就撤回北韩关 听到李珍的吩咐 上官奉仙的眼睛 瞪得溜圆 自家大王咋得 总是这么突兀 之前也没听说 有这个计划 不过不管了 不就是打仗吗 是大王 末将这就去 李珍说着 又看向方天如 沉声道 北韩军速速处理掉吧 本王此刻 没有多余的功夫 跟他们浪费 北韩军王霄已死 想要收复 整个北韩军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不四旦抬进 没有一个领头的 就不好统一管理 一个人一个想法 所以 不如全部处理干净了 以此 也可以震慑大狱 微臣明白 大王放心 这件事 还是微臣自作主张 方天如说 顽抬起头看着李珍 这种事情 对于上位者来说 都是黑历史 所以身为臣子 自然要拾君之路 忠君之事 背个锅而已 无所谓 他只要能够一展报复就行 李珍笑了笑 微微摇头 本王不是少续姬 对于名声 没有那么的看重 你无需如此 该需要你背锅的时候少不了 但是没有用的锅 也用不着你背 在这个时代善名 只不过会让你 被打伤好欺负的标签 就比如在争斗当中的那些难民 一开始感激李珍开城放梁 后来这些人 居然开始挑三解四 这就是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这件事也很好控制 当初开口废话的那些人李珍 全部都是刺死 就在当街 北韩大营 但抬进将黑棋的人 单独分裂出来 并且将自己和李珍的约定 说了出来 起初黑棋满是不解 他们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死根本没在怕的 但是当但抬进将李珍准备处理他们的方式说出来后 将近十万的黑棋当中鸦雀无声 好像投降李珍也不是什么过不去的事情 何况能够保全性命 家里的人也会受到抚恤 自己改头换面 但抬进看着众多人叹了口气 与此同时 方天儒那边已经开始动了 他派大军将北韩军的俘虏们带出了北韩关 来到针兜和北韩关中间的地方 美其名曰是要挖坑建立陷阱 那些北韩军的俘虏们拿着发下来的铁锹开始挖坑 交战当中 用俘虏来干一些苦力也不是什么不常见的事情 方天儒抱着手吩咐道 派人把但抬进还有黑棋的高层全部叫到城墙上来 让他们观摩一下 旁侧的狼旗顿时领命 方天儒的脸上露出一抹寒色 为大真发展 他当未雨绸缪 仔细敲打 很快 但抬进等一众黑棋高层就被带到了城墙之上 看到城下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但抬进的脸色都有些难看 他已经猜到这是什么情况了 没想到速度会这么快 很快从天黑挖到了天亮 一个几乎连接了珍都和北韩冠的长坑就这么出现 下面的人费力地挖 城墙上的但抬进等人看得手脚冰凉 李珍一夜未睡 他走上城墙副手看向城下 旁边的但抬进连忙行礼 拜见大王 其身后黑其重将纷纷跟上 免礼 李珍抬了抬手 但抬进带领众人起身 不过大家看李珍的眼神都有些异样 曾经他们听说过京都的天才宰相李珍 如今 再建可以说是火炎王李珍 这等冷血时买是中州六国中从未出现过的 六国之间打了几百年 多数情况就是死了三五万 俘虏大部分也是抓起来换东西 而李珍 李珍背着手淡淡道 是不是觉得朕有些过于冷血 但抬进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大王 坑杀这么多人忧伤天河呀 天河 呵呵 李珍眼睛微眯 中州六国小打小闹 多了忘了 什么是真正的战斗 本王不是 来跟他们争议成之地 本王要的是 天下 但抬进从李珍的那两个字中 听到了熊熊燃烧的野心 以单州一地蟒雀吞龙 真乃是古今第一人 六国之间的打了这么多年 死伤之人 早就已经不知反己 本王结束掉这乱世不好吗 车同文书同鬼 用一种货币 在一个国家 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同 李珍抒发完自己的报复之后 拍了拍蛋抬进的肩膀 育人也好 丹州蚂蚁也罢 将来都是一家人 好好欣赏 说完李珍 转身走下城墙 下面 方天如觉得 基本已经够了 当即命人 将早就准备好的吃食端了过来 忙碌了一夜的北韩军早就 已经鸡肠碌碌 众人围上去就是大快朵鱼 两个时辰后 所有人都是吃饱喝足地躺在地上 享受着他们的休息时光 幻想着将来可以回到大狱 想着想着 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北韩军和珍兜的城门同时打开 狼骑从两城中冲出 城墙上 已经有黑骑将领间持不住了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双眼中满是绝望 人徒 李珍 从城墙上下来的时候 但抬进等人的腿都在发软 回到黑骑的营地后 有人忍不住放声痛哭 亲眼目睹这一切简直就是 在心灵刻印下了 挥之不去的梦魇 非人到所为啊 从北韩军到珍兜的这段路 该是多么的怨气深重 但抬进心中沉重无比 哗啦 银杖的帘子撩开 方天儒走了进来 但抬进立刻起身 眼神中满是忌惮 下官是不是打扰各位了 方天儒笑眯眯地问道 没有 方大人前来可是大王有什么命令 但抬进扫了众人一眼 众将纷纷收起眼泪 没什么事 就是得将军送些吃食 一夜水米 未尽想来是饿了 方天儒拍了拍手 身后狼骑鱼罐而入 手中端着托盘 上面盛着热气腾腾的牛肉 吃完之后请将军将甲昼吞下 从今日起 各位就已经不再是御国黑旗 而是大臣的丹州旗 但抬进从其中听出了满满的敲打 虽然心中不悦 但投诚之将又能如何 请方大人放心 麻烦禀报大王一声 但抬进明白 但抬进拱手行李道 哈哈 那就不打扰将军了 方天儒微微躬身 退了出去 营帐中 众人看着吃食 均没什么食欲 但抬进健壮主动拿起一盘肉 吃了起来 如果李珍要杀他们 根本不必费如此手段 大营当中 李珍吃着牛肉 听着方天儒的汇报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待本王离开后 你就命当抬进带兵入真度 不可可待于他 但是也要盯紧了 这其中的尺度你自己拿捏 微臣明白 方天儒点了点头 本王此次前去时间估摸不到长短 这段时间真都就交给你了 多方考虑需要你去定夺 若是有什么事 你和上官奉先商量着来 目前李珍还是比较放心的 他南下 陈淑平和邵续姬就碰不了面 即便是齐国最后还要对自己出兵 那也是回来之后的事情了 届时自己已经手握重兵 哪怕是六国联军围攻 李珍也有打退他们的把握 吃完之后嘱咐了方天儒几句 上官奉先也走了进来 大王已经统计完成 狼旗中共有三千人突破二品 四百六十人突破三品 突破四品的只一人 李珍妈撒着下巴 看来系统给的人天赋都可以啊 突破四品那人升他为统领 随本王于明日入御地 是 去吧 将无辜照来 他此行最大的底气 不是这些狼旗 也不是自己 而是无辜 邵续姬身旁有一位老太监 在宫中随身贴户 据说也是九品的宗师 这一次李珍也不确定 对方会不会跟着 但是无论如何 邵续姬身旁肯定是高手不少 所以 这一次不仅耶律志武要跟自己去 他的祭司救部也要跟自己走 耶律志武进来后 听到李珍的命令 将他的祭司救部全部都叫了过来 总计八人 他们的武道境界不高 但是各有各的手段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北航官失守的事情被李珍严密封锁 如今哪怕是距离不到两百里的平原县 都不清楚 有但台经那边配合 日常的汇报和操练 还有书信汇报都还在按部就班的执行 御国京都 皇宫御花园 邵续姬和邵续雪兄妹对坐 皇兄 此去邻国路途遥远 途中万一发生什么情况 鞭长莫迹 我愿意替你去见陈淑平 邵续雪有些担忧道 邵续姬摇了摇头 陈淑平齐国皇帝 他敢去邻国 而朕却要你替 那说出去 朕岂不是弱了他一筹 何况探路之人已经派出去了 亮娜邻国女帝也不敢对朕如何 这次去朕倒是好奇陈淑平 为何对于李珍如此之忌惮 邵续姬收到的陈淑平亲笔信里面 字里行间都是忌惮 这让他太疑惑了 毕竟自己才是和李珍有仇之人 说实话 他都没把李珍看得那般重要 在心底邵续姬指 不过认为大玉是因为其他前置 若不然区区一个李珍 挥手即可觅耳 陈淑平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邵续雪也是有些理解不通 所以啊 这次朕就亲自去见见陈淑平 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从前六国当中 他和陈淑平那是一等一的雄主 不过如今李珍走了 大玉的国力在不知不觉的下降 他虽然用尽全身手段 但是成果一般 所以这次邵续姬也是想跟陈淑平商量 如果齐国可以暂时和玉国联盟 他势必要将李珍拿下来 他将其带回玉国 将其囚禁起来 逼问计策 这段时间朕不在了 朝堂里的事情你就和唐玉杰商量着来 当然还是以你为主 邵续雪文也没头皱起 黄兄 那个唐玉杰真才实学寥寥无解 你 话没说完就被邵续姬白手打断 现在需要这么一个人心火力 待将来时机成熟自然将其拿下了 黄妹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 邵续雪都能看明白的事情 她怎么能看不明白 好歹也是跟着李珍这么多年 起码该懂的还是懂一些 曾经李珍就说过 业务能力并不是衡量一个臣子的唯一标准 用人要看用的这人 对自己有没有某方面的特殊作用 恰恰现在唐玉杰就是特殊作用 他全力支持邵续姬的政策 大力贯彻 若是失败了 邵续姬可以毫不犹豫将其杀了 美名其约或乱朝堂 要是成功了 邵续姬再将功劳揽到自己头上 或者也可以说 现在邵续姬是在转移仇恨 如今外界骂自己的人都少了 大部分都是骂唐玉杰的 这就是特殊作用 皇兄心里有数就好 此次出行将树龙卫尽数带上 不必如此大动干戈 待一万树龙卫即可 曹公公大弟子会贴身保护阵 大动干戈行动起来极为不便 邵续姬摇了摇头 他到了边关之时自然有边君在 至于在国内这段路 邵续姬还真不担心 在自己的国家当中 难道他还需要小心翼翼 邵续姬看自己哥哥这个样子 只能叹了口气 他总觉得心中有所不安 但是也说不上来 可能就是忧虑吧 左右又嘱咐了一些 邵续姬看着自己妹妹这样露出苦笑 时至今日他心中也是觉得有些亏欠 邵续姬和李珍原本是天作之和 可惜 都是因为那个狼子野心之徒 一日 北韩关 三千四百多狼 骑已经换上了黑骑的装扮 好在是黑骑全部都是戴着面具 也看不出来什么 方便行动 耶律志武等祭司部落的人 同样身穿黑骑的甲骤 他们护卫在李珍的身旁 前者提着自己的霸王枪 腰间挂着弹台镜的令牌 从御国京都到邵国最近的 只有一条路 从京都出发 横川山水郡 过岳路山 进入和邵国接壤的天水郡 裕国的行政地方是郡 城 县 邵国和裕国的边地不像北韩关这么的严苛 那里的商业往来特别流通 邵国本身也是一个枢纽的位置 但是裕国在那里屯兵可是不少 天水军团五十多万人都驻扎在边境 看似贸易往来 繁荣实际上裕国对待那里十分上心 因为枢纽就代表着四通八达 这个军团当然不是防御邻国的 而是防御那些和邻国接壤之国的 在裕国的眼里 邻国可以说是约等于几乎没有 大多数的国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最终李珍研究了一晚上 将伏击位置定在了天水郡和岳路山的交错地 那里有一片短暂的平原 人很少 过了平原就已经来到了天水郡 到时候就不好下手了 即便是得手了 离开也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个位置是最适合的 岳路山前距离山水郡太近 那是大域的核心之地 京都出兵也快 思来想去也就这里合适 不过 岳路山上有一个道门天师府 里面有一位这儿八经的大宗师 九品之上的老神仙 不过李珍想来 自己也不会那么的倒霉能够碰上他 最坏的结果就是碰上了 那李珍也不怕 当你打不死我的时候 那就说明我们是五五开 他或许打不过对方 但是 对方也一定弄不死自己 这就已经足够了 北韩关外 方天儒和上官奉仙等人 看着急迟而去的李珍 也是回头准备起来 按照李珍的命令 七天后攻陷平原县 从北韩关往岳路山的方向 最快的一条路 需要四天的时间 但是途经三郡 十六城 其中和弹台竞认识的人 几乎没有 但是黑旗大家都认识 李珍也想过化整为零 到岳路山集合 但是那撤退的时候 有些不便 不如这样大摇大摆的过去 谁脑子里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王牌军队 会去抓他们的陛下 回来的时候就更好说了 一天的时间飞驰在旷野当中 夕阳西下 残阳笼罩在大地 远处已经有一座城市 露出了轮廓 东关郡 薛成城 李珍一马当先的纵马吉池 进入薛成城之后 就没有这么大端的平原了 几乎都是走一段一座城 走一段一座城 城门口的士兵 远远的就注意到了黑旗 守城的将领步履 匆匆赶到城门口 他没听说上面 吩咐有黑旗要来啊 黑旗凤圣命办事 闲杂人等退开 李珍策马吉池 距离百米之时大吼一声 手中弹抬进的令牌高高扬起 守将连忙摆手 赶快将横荡打开 两侧的士兵连忙将城门打开 李珍带兵鱼贯而入 轰隆隆 黑旗入城之后 那个守将摸了摸脑袋 刚才也没看清楚 上面是什么令牌啊 不过算了 黑旗办事肯定是京都那边的命令 而且看着这么急 自己若是耽误了 到时候搞不好要找到自己脑袋上 他可惹不起黑旗 毕竟黑旗在大狱 可是地位超然 更何况那个守将也不会往别处想 夜色完全笼罩大地后 李珍已经率兵穿过了三城 所过之处一路都是绿灯通行 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 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李珍却是平静如水 人只会担忧发生过的事情 像自己这种明目张胆扮作敌军 深入敌后的案例 整个中周真的多年都没有过 所以大家也就放松了警惕 毕竟这是在他们的地盘 不可能出现什么意外 李珍在火光下看着地图 他们已经过了汇集城 明天再走三百多里就出了东关郡 今天的目标达成 明日一早继续赶路 他相信现在邵续机肯定还没有出发 自己对于大狱的了解太深了 对邵续机的了解更深 对方不管干什么 都是等到最后一刻才登场 这也不外如是掐着点到是他的个性 这也正好给了自己机会 李珍将地图收起招了招手 雨晓 好 墨将在 将岗哨放出百里之外 三人同岗 一夜四体 墨 雨晓领命 立刻下去安排 他就是狼骑当中第一个突破四平 被李珍提拔成为统领之人 和上官奉仙几乎性格差不多 李珍起身伸了个懒腰 刚要回到临时营帐休息 突然他看到了夜色中走来一人 周围警戒的狼骑纷纷抽出武器 放下 李珍低喝一声 这里已经是玉帝 神经崩得太紧了容易让人察觉 闻言 周围的狼骑将武器都抽了回去 李珍跨着腰间的长剑走了过去 走近一看是一个邋遢老道士 看着脏不溜秋的 李珍顿时眼睛眯起 按照常理来说 这种道士都不一般 道长 这里乃是我黑其驻君之地 深更半夜 还请快快离去 李珍轻声道 老道士自顾自地穿过廊 起来到李珍的身前 挠了挠头 笑眯眯地说道 平道游离四方 腹中饥饿难耐 不知道君也可否云些吃食 说话间 于小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看着老道士一脸凝重 刚才这个老道士 仍然轻松地躲过了他的名哨暗哨 端蒂是鬼秘之人 李珍看着于小的脸色已经明白些什么 他侧身伸手道 道长要是不嫌弃 道士有些粗粮 哈哈哈哈 平道有一口吃的就行 不跳 老道士笑眯眯地走进营中 眼神不断扫视着四周 尤其在祭祀旧部的营帐中 不断扫视 李珍跟在后面手 放在剑饼之上 来到篝火旁 老道士席地而坐 李珍派人端过来一些面饼和水 老道士毫不客气地拿起就吃 李珍给了于小一个眼色 后者悄然地离开 李珍端着水地给了老道士 老道士在握住的瞬间 李珍体内蒸气透过杯子 灌入老道士的手掌当中 老道士回头看着李珍 嘿嘿一笑 小家伙 好狠的心啊 若是老道没有两下 恐怕你这股霸道的蒸气 已经将老道的经脉摧毁了 李珍眼睛眯起 悠悠道 道爷 所来何意 不妨直言 话音落下 耶律至无请客间出现在老道士的身后 嘿嘿 平道就是一个山野道士 只不过是感觉到了丹州祭司的气息 所以过来看看 老道士黑黑一笑 自若的啃着手中的面饼子 李珍文言 脸色一沉 这对于他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眼前这个老道士 仅凭借气息 就能够感受到祭司救部 那他的实力 道长既然察觉了 那就不应该过来看 有时候热闹 不是那么好看的 话音落下 老道士身后的耶律至无 闪电般的吸出一掌 瞬间印在老道士的身后 砰的一声 一团白雾 从老道士的身上冒出 在白雾包裹下 老道士的身体 渐进干瘪 最后只剩下了一团衣物 耶律至无眼睛微眯 仔细感受着那股气息 是道门伎俩 他在北三十里外 我去杀了他 耶律至无刚要出手 被李珍白手拦下 别去了 道门之人神出鬼没 小心着了他们的道 那万一 他将咱们的事情抖摟出去 李珍副手对着远方看了过去 老道士大抵士 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了 远处三十里外树林当中 老道士翘着二郎腿在树枝上 脸色细血 真是心狠手辣 天下风云变 还是尽快回山门 告诉掌门封山吧 这打起来太容易遭殃了 花音落下 老道士身轻如燕闪朔之间 消失在夜色之下 经过这件事 众人的警戒性 都是提高了不守 这玉帝可不是单周 能人一世无数 祭司旧部也是在耶律至无的 提点下将他们独特的气息 收敛回身体当中 一日大早李珍就带着他们继续赶路 现在距离还远着呢 京都 绍续姬离开的事情 没有大张旗鼓 甚至树龙卫 也都是借着野外拉链的名头 整个朝堂知道 这件事的就是唐玉杰 绍续血 而他如此保密的原因 也不是害怕 而是主要这件事 泄露出去 他怕京都有李珍的暗叹 毕竟对方这么多年在这里 说不准有什么神秘的事理 其实他想多了 李珍可以说 在刚来的时候 对于绍续姬主 打的就是一个推心致腹 什么后手 都一点没留 可以说是煞比的一批 若是李珍真有 那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下命令 将绍续姬的脑袋给取了 他还能活到这个时候 城外 绍续姬一身便装看着绍续血 和唐玉杰道 这段时间 大玉就交给你们两人了 有什么事情 商量着来 续血对于朝政不太清楚 若是有决断 你要和续血说清楚 他同意之后 方可处理 陛下放心 臣一定全力辅佐公主 此行路途遥远 陛下可一定要珍重 万万不可疲累龙体 唐玉杰说着声音有些悲戚 绍续血的眉头不经意地皱起 他感觉这也太过了 当年李珍和绍续姬那般情深义重 也没这样过 简直就是假的令人不喜 行了 莫做小女儿姿态 你们回去吧 绍续姬也没多说什么 摆了摆手转身离去 旁边的一个干兽人影紧跟 在绍续姬的身后 这一次去邻国 除了应约以外 绍续姬自己还是很想转一转的 皇帝这个职业 看上去是光滑亮丽 但是自己一年出不了几次宫 更别说能够单独行动了 皇帝也是需要放肆放肆的 刘公公 陛下 奴婢在 待会你去告诉树龙 魏左统领 让他带兵跟在阵身后五十里外 万万不可贴得太近 绍续姬淡淡吩咐一声 大军跟在自己身后太近了 他还怎么能看到最真实的百姓生活 或者说 他还怎么畅快地体验民情 主要是皇宫里的他都腻了 提前两天出来 就是为了转转 被称刘公公之人顿时会以 最懂皇帝心思的莫过于太监 当即身影 消失下去 安排去了 绍续姬纵马 离开京都 一路向着岳路山的方向而去 途中经过树城 看到商业繁荣 心中很是满意 这都是他的功劳 从李真的离去 绍续姬明白了 天下没了谁都一样的转 两天的时间 绍续姬甚至都还没到岳路山 他主打 就是一个转悠 体验风土人情 体验二字尤为重要 与此同时 李真已经带着大军 一路畅通无阻的 进入了指定位置 并且找好了藏身之处 现在就等着绍续姬的到来了 命人在附近的两个城池 做好钉烧工作后 李真将军队安置好 带着耶律制武 两人进入了岳路城 李真想到这一行会很顺利 但是没想到 会这么的顺利 可惜啊 这种办法 只能用一次 等自己将绍续姬给擒获之后 玉国肯定会防范 没了这种机会 要不然下次 他带着人 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去攻城 那一路 还不是直接能打到京都 不过能够将绍续姬给抓回去 已经是转了 李真找了个茶摊子坐下 古往今来都是异族南下 能够擒龙者寥寥无几 没想到 今天他李真 也要干这异族的事情了 李真和耶律制武喝茶的时候 一个狼 其装扮成的百姓 来到两人身旁 公子 属下多方打听 没有人知道京都的事情 会不会是他不敢来 文言 李真 微微摇头 他一定会来的 没有消息 只能证明他 不是大张旗鼓的去邻国 你们最近盯好了 派人去岳路城往南待着 邵续姬肯定不会孤身前来 护卫他的大军可能在后面吊着 李真 对于邵续姬的行为 那可是摸得一清二楚 两人以前 没少干过这种事 把护卫扔在后面 两人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不过 邵续姬的这个能力有限 平时速度 都是非常的快 往李真刚开始 他就已经结束了 是 那人离去之后 李真眉眼露出微笑 这可是 真是天赐良机 邵续姬如此行进 那是给他省了不少的麻烦 邵续姬啊 邵续姬 再见面的时候 地位可就不同了 也不知道 他见到自己会做何感想吗 李真抿了口茶水眼神里 有抑制不住的兴奋 在这里一等 就是三天 期间黑旗驻扎的地方 碰上了百姓迷路 为了以防万一 于晓只能将其处理 若是留下火口 那么泄露了风声 他可背负不起这个罪责 三天的时间等的李真 都有些不自信了 难道邵续姬真的没来 按照信中陈淑平约定的日期 也没几天了呀 就在李真等的有些烦躁之时 信来了 大王 在越路城往南两城之外 发现了大批的军队 李真听着探子的信息 当即起身脸色兴奋 终于等来了 大军出现在城外 那就说明邵续姬在那个城中 收回探子 告诉于晓 全军待命 李真说完带着耶律制武也是 来到了城门口的一家九四当中 坐在二楼的窗户边 正好能够看到城门 出城去往邻国的方向 只有这一个城门 大王 我们是在城中动手吗 听到耶律制武的话 李真微微摇头 出了城在城外 这城里 是天师府那帮牛鼻子的地方 他可不想 惹上越路山天师府 这里的道士他之前 也打过交道 没一个正常的玩意 一个比个狠 一言不合 就是动手 哦 耶律制武也不认识邵续姬 他坐在那里 喝茶就行了 从白天一直等到夕阳西下 终于李真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 邵续姬 李真紧跟着看到了邵续姬身后的一个干瘦人影 就是这两人 出城之后 你将那个老太监拿下 我去抓邵续姬 李真收拾东西起身道 他也在御国混了那么多年 对于太监的某些特征 还是能够认出来的 但是这人绝对不是那个酒品的太监 天助我眼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帮助自己 这条龙河该自己擒货 两人下楼之后 不紧不慢地跟着 邵续姬出了城 前面的邵续姬浑然不觉 后面已经有人跟上来了 他这几天是异常的疲倦 晚上心情劳累 白天还给赶路 要不是趴过了约定期限 邵续姬都想住个半个月 刘公公纵马眼神 锐利地打量着四周 接下来就是一片旷野之地 而且前后不相连 这种地方很容易发生伏击啊 若是有人在此设下伏兵 大概率可以成功 刘公公的思绪还未落下 陡然间 一股庞大的真气突兀地出现在自己身后 陛下小心 刘公公干把的脸瞬间逆转 条件反射地回头一掌拍了过去 碰 一只比他手掌细小得多的手 与只贴在一起 刘公公的瞳孔放大 九品 花音落下 他的身体 犹如炮弹一样倒飞而出 出手的正是耶律制武 一掌将刘公公击飞后 耶律制武身影 骑快冲过去 承你并要你命 刘公公一脸绝望 陛下 快逃 九品出现那就意味着 自己已经走不了了 最多坚持失照 邵续基此刻还在呆滞当中 他这一行的保密程度 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 还袭击自己 他朝着耶律制武大声道 朕乃是大玉皇帝 你莫不成找死不是 敢 邵续基说着 突然注意到了不远处的那道熟悉的身影 熟悉的笑容 但是迥异的气质 李 李珍 邵续基的声音都惊变了 他此刻感觉到一阵不真实 在这里怎么可能碰到他 不对 他是奔着自己来的 当即邵续基拍马掉 转往回冲去 脸色煞白 李珍这个疯子 居然敢伏击自己 这个贼子 李珍看着策马狂奔的邵续 击面露笑容 抬手坐着 龙银声响起 一股犀利从他的手中爆发 邵续基连人带马 被强行脱袭了回来 马儿用尽狂奔 但徒劳无功 刘公公 就震 邵续基面色慌乱的大叫一声 但是现在 对方有心无力啊 他被耶律制武打得节节败退 真气浮躁 五脏六腑都在颤动 过了八招 刘公公被耶律制武一巴掌 将胸膛拍碎 噗 刘公公气息顿时萎靡 一口老血喷了出去 在后退的过程中 连续挨了十几掌 气机断绝 生机烟灭 这眼前出现的酒品 比他师父更加的实力雄厚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刘公公隐恨之后 耶律制武提起对方的尸体 来到李珍旁边 此刻邵续基也被李珍控制 掐着脖子动弹不得 一脸的惊惧 我们走 李珍没有一句废话 拔腿就跑 远处坚硬的黑棋 也是侧马狂奔 会合之后 朝着来时候的路一路狂奔 被李珍把在手中的邵续基此刻 一脸的蒙比 黑棋怎么会和李珍勾结在一起 难道是北韩官 他的脑子还是转的 内心此刻 已经是一片茫然 封了他的穴位 给他套上盔甲 李珍 将手中的邵续基扔给于晓 是大王 于晓 在马上将邵续基的衣服 三两下扯开 一把将备用铠甲 七七八八的套在他的身上 邵续基就这么被扒得金光 然后换上了铠甲 全城茫然无助 就像是一具傀儡似的 越路城外 树龙卫曼悠悠出了城 出城曼悠悠的赶路之时 突然 树龙卫统领看到了邵续基的马 还有 地面战斗过的痕迹 顷刻间 树龙卫统领的脑袋 轰得一下炸开了 这这这 这明显是发生意外了 快找陛下 他大吼一声 当即命令大军分头行动 这要是邵续基出点意外 他们都得死 当即大军开始像无头苍蝇似的 左一批右一批的分开寻找着邵续基 当左右搜寻全部都没有踪影的时候 树龙卫统领眼前一黑 邵续基被劫走了 这如何是吼 他怎么跟京都交代啊 统领 在北侧发现骑兵行动的痕迹 听到这话 那个统领当即大吼一声 赶紧去 赶紧追 树龙卫快速朝着那里冲了过去 这可都是事关他们的身家性命啊 可惜他们冲过去的太晚了 他们来到城下询问的时候 李珍都已经带人离开半个时辰了 听到城中守将的汇报 树龙卫统领眼睛瞪大 那是什么黑气 那是劫走陛下的贼子 你们敢私自放走贼子 等着京都问责吧 听到树龙卫统领的话 守将当即反应过来 这个苟日的给自己甩锅呢 将军 此话说的未免有些过分了 你们没看好陛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放肆 你敢这么跟本江说话 上过班的都知道 在发生重大失误后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补救 而是赶紧找一个接盘的人 把锅甩出去 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 在他们互相争吵的时间当中 李珍已经带着黑旗连过树城 夜不停歇直奔北韩关 而夜半通城的借口 李珍早就已经想好了 那就是 丹州蛮夷要攻打北韩关 十万货鸡 这个借口一路上无人赶拦 当一日的陈辉升起 阴霾随之笼罩了大狱的京都 邵旭雪在清晨收到了树龙未传来的信件 邵旭姬被贼人抓走了 当看到这行字的时候 邵旭雪整个人的脑袋都是猛的 当即邵旭雪将唐玉杰和百官都召集起来 这件事瞒不了也不能瞒 现在瞒了 等到事情败露的时候 更会引起滔天巨浪 大殿之上 百官文言抬头错愕无比 他们都不知道 邵旭姬不在京都里面 得知了来龙去脉之后 朝臣们议论纷纷 有人说 这是陈淑平的阴谋 有人说 这是山匪所为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唯独没有说里真的 因为这根本不可能 按照传信所说 那贼人军队三千多 虽然是半座黑旗的模样 但是也不可能 是里真 邵旭雪沉着脸命人 给北韩官发急报 黑旗如今都在北韩官 这件事 王霄和但台竟难辞其咎 按照他们的方向 也只有北韩官能够堵得住 总之是这件事 弄得朝堂人心惶惶 皇帝丢了 主要这件事 他们还不知道 这已经算得 上市坏消息中的好消息了 这件事他们不知情 那就是跟他们没关系 邵旭雪的心中 愈发的感到不好 北韩官 李真 黑旗 这若是连贯在一起 难不成北韩官已经 北韩官 上官奉先看着 来自京都的急报 顿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将信件递给了旁边的方天儒 大王得手了 方天儒声音中有些惊讶 奔袭千里南下秦龙 这必定是能够记录在九州制当中的事情啊 几乎是在下一秒 方天儒就将信扔在了旁边 将军 趁现在赶紧攻打平原县 上官奉先眉头一皱 没有到时间啊 不 大王那边如此的顺利 我们这是替他们分担火力 我们这边的动静大他们才能够来得快 听到方天儒的声音 上官奉先也是点了点头 他觉得方天儒说的有道理 传令 城中狼旗 全部准备即刻发兵平原县 说完 上官奉先提笔写下洋洋洒洒的几个大字 然后将信扔给了那个负责训音的士兵 将这封信给他们送回去了 你要是敢动手脚 什么下场自己知道 说完 上官奉先哈哈大笑的走了下去 当天下午 京都那边收到了来自北韩官的信件 当少旭雪将其打开的瞬间 他双目瞬间喷出几乎是实质性的杀气 信上面就写着几个大字 大真王廷狼 齐上将军 上官奉先 为你们好 看到少旭雪脸色如此之难看 唐玉杰犹豫了一下试探的去接信 后者将信直接甩在了唐玉杰的脸上 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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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旭雪暴目的声音响彻整个大殿 这件事他几乎已经可以确定就是李珍 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敢带兵进入大狱深处 但是 李珍是怎么知道的呢 难道 少旭雪的眼神投向了唐玉杰 看到其面容上的震惊也不似作假 那这件事 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 不过现在 也不是他思考这事的时候 百官相互传阅之后 脸色相同的震惊 李珍攻破了北韩官 那这么说 就能够说得清楚了 攻破北韩官之后 对方利用黑旗的装扮 从北韩官进入 然后一路长驱直入 将少旭姬劫走 全部都说得通了 可是这件事 他们都不知道 李珍是怎么知道的 百官纷纷抬起头看向少旭雪 自古以来 九州六国之帝王 从未出现过被劫走的事情 这件事 倘若传开了 那么引起的影响 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是无法想象的 被众人注视的少旭雪 此刻眼神中闪烁着寒光 调兵押入北韩官 李珍若是敢不防皇兄 就图了整个丹州 我皇兄有一点闪失 我要整个丹州 给我皇兄陪葬 少旭雪愤怒的声音 在整个大殿回荡 百官都是低头不语 现在也顾不得什么大局和影响了 自家的皇帝都被人家抓走了 若是李珍再疯狂一点 将少旭姬给杀了 那才是真正的完了 传令 调集天水军团 立刻向北韩官方向急剪 同时快马加鞭 立刻联系北韩官之内的城池 全力堵截李珍伪装的黑气 少旭雪现在心中万般着急 他也不能动弹 这精度之中需要他坐镇 李珍啊李珍 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听到他的命令 各方人员都快速下去部署 堵截李珍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快马加鞭 再快也没有李珍的马快 估计过了今天 人家都已经回到北韩官了 与此同时 上官奉仙已经开始带着狼 骑向着平原县冲锋而去 平原县虽然是一座县城 但是没有像样的城墙 毕竟那么大的北韩官在那放着呢 县内的驻军更是加起来都不够一万 这点数量几乎没过半个时辰就打完了 对于当地的百姓 上官奉仙安抚为主 该干什么干什么 上官奉仙跃跃欲试的 想要到下一座城池 如若不是李珍的命令 就是平原县 那他非继续打下去 正在策马狂奔的李珍 突然听到了系统任务完成的声音 这是上官奉仙那边已经动手了 但是自己这个南下擎龙的任务 怎么没有开口呢 难道说 还得自己将邵旭机 牵回自己的地方不成 李珍秉承着这个信念 继续快马加鞭地赶出去 如今御国内部 估计已经知道了邵旭机被擒的消息 时不待我呀 跟时间在赛跑 被包裹在甲咒中 犹如傀儡的邵旭机颠的浑身疼痛难受 随着距离大禹越来越远 他的心也越来越凉 自己的性命危险了 他后悔啊 早知道如此 自己就跟着大军一起走了 要是那样 自己也不会沦为阶下囚 更不会成为李珍的阶下囚 但是 这世上哪里有后悔要慢 邵旭机现在的心情忐忑 他害怕李珍将自己给杀了 毕竟现在的李珍 可以和疯子画上等号 当李珍带着黑旗 踏入北韩关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如约而至 李珍真正地松了口气 他赌对了 所谓小赌遗情 不过就是太刺激了 若是没有系统 这趟显貌的他是直了 李珍看着 已经近在眼前的北韩关 放声大笑 多日的疲惫一扫而空 跟着他去的人 全部都安安全全地回来了 来将咱们的陛下带过来吧 估计这一路滋味甚是不好受啊 李珍笑着招了招手 与小一把将绑在马上穿着铠甲 带着头盔面具的邵旭机给提了过来 当狼一声 他脸上的面具被于航扯下 扔在地上 邵旭机此刻不能言语 只能恶狠狠地瞪着李珍 瞪着他这段时间最为日思夜想之人 解开他的穴道 李珍摆了摆手 饶有兴趣地看着对方 于航上手在邵旭机身上点了两下 后者顿时如同烂泥瘫软在地 他从未接受过如此高强度的奔波 养尊处优的身体哪里能够受得了 李珍 你有种就杀了朕 杀了朕 邵旭机从地上爬起 对着李珍愤怒地大声吼叫 李珍闻言抽出腰间的长剑 反手对着他的脑袋就是射了过去 没有一丝的犹豫 嗖的一声 下意识反应邵旭机将脑袋缩了起来 吸过的长剑将他的头发卷起一道绞碎 周围的狼起眼神满是讥讽和不屑 邵旭机浑身发抖 刚才死亡就距离他一步之遥 那种冰冷的感觉直入心底 邵旭机在本王面前就别装了 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天下没有谁比本王更清楚 李珍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位曾经的老板 人还是当年的人 只不过身份已然不同 邵旭机咽了口唾沫 没有说话 他不敢在机里争了 对方现在完全就是疯狂无睹 他邵旭机是天子 是大狱的皇帝 只要留的性命在 邵旭雪一定会想办法救自己 只要有命在 那么一切都好说 带上这位陛下回城 李珍淡淡一声 他看着邵旭机刚才的样子 就有一种熟人装十三的无力感 跟别人装装就得了 跟他装在这里可一点面子没有 邵旭机刚要上马 突然李珍的声音响起 天子千斤之体 怎么可以骑如此拙劣之战马 拴一根绳子拉着走 邵旭遍体生寒 歹毒如此 李珍 好歹朕与你也有多年感情 你当真要对朕如此绝情不成 邵旭机正正地看着李珍 他始终是不敢相信 当初的李珍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们之间的感情始终是存在过的 李珍恶麻眼神淡然 陛下 玉国宰相李珍已经死了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大真王亭真王 你选的吗 说完 李珍扬起马鞭盾时冲了出去 于小冷笑一声 给这位陛下拴身 立刻两人将邵旭机架起来 拴在马后 架 于小绿先拍马而行 后面的邵旭机被拖在地上生生 拉出一道烟尘 此刻的邵旭机在经历身体 和心灵的双重磨难 身为皇帝 如此屈辱时乃亘古未见 九州六国帝王谁也没有过这份待遇 邵旭机的心中仇恨一出 他恨自己当初怎么没在大殿上直接斩杀了李珍 放虎归山 导致如今这般地步 北韩关内上官奉先早就已经和方天儒 完颜古达等人来到下面迎接李珍 大王 众人齐齐跪倒在地 李珍扼马停下后翻身下马 将手中的剑鞘扔给朔颜和煦 平原县还有我们的人吗 陛下 还有一个万奇的兵力铸扎在那里 上官奉先回答道 李珍沉默片刻后摆了摆手 全部撤回来 平原县毫无可守之地不如给他们就完了 将北韩军和黑旗的事情传出去 本王都要看看 陈叔平敢不敢命齐军而来 是 上官奉先答应完立刻下去安排 方天儒走上前好奇地问道 大王 邵旭机抓回来了 李珍回头看着于晓身后东倒西歪的人影 眼神中满是笑意 那不是吗 方天儒顺着目光看了过去 面容扯动 李珍居然真的把这位大玉皇帝给抓回来了 很快 余航带兵就赶了过来 方天儒好似看动物似的挤了过去 看到那气质贵气 但是灰头土脸的少絮姬 脸上净是笑意 这位皇帝可是帮着他们大王开创了天下第一等的事情 南下秦龙 从古至今这个名号将刻在九州历史之上 将其带回真都压入大牢 你们都辛苦了 都下去休息吧 我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呀 是大王 于晓点头答应道 李珍随即跟耶律志武交代了一些事情 让他也去休息去了 这小妮子都快成为自己的兵器了 少絮姬的脸上被石头擦出两道伤痕 衣衫更是破破烂烂 头晕眼花 少絮姬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带到了争斗当中 两侧的百姓都是有些好奇 这位被严加看守的人是谁 少絮姬昏昏沉沉的抬起头看过去 只见不少的百姓都是玉帝的百姓 他当即来了精神 这都是他的子民 若是知道了他被李珍抓走 一定会想办法营救自己 少絮姬趁着于晓不注意扯起脖子 就是大喊 正是少絮姬 正是你们的陛下 有志之士速速就证 他不停地大吼大叫令的前面的于晓眉头一皱 不过没有过多的理会 少絮姬的话音落下 想象中百姓激动 疑惑愤怒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反而他们在惊愣过后 看少絮姬的眼神变了 紧接着许多人开始就地捡起石头 朝着少絮姬砸了过去 他们都是难民 许多亲人都被饿死在了那场饥荒当中 那些达官贵人毫发无损 他们流离失所 根结不就是这位皇帝陛下吗 然后 就是无数的石头朝着少絮姬扔了过去 烂菜叶子 他们可舍不得 砰的一声 一颗石头砸在了少絮姬的脑袋瓜子上 嗡嗡的 他龙颜大怒 这群贱民居然敢砸自己 当即少絮姬破口大骂 百姓们更是不惯毛病 骂人他们可难听得多 前方的虞小 有意的放慢速度 他就也算是见识到了 还有人自曝自己呢 好好的走不就完了 非得开口 这下好了 走这一路还得挨石头砸 咋寻思的呢 只能说是 少絮姬高估了自己的名声 低估了百姓对他的恨意 真斗兵营 但台经听着属下的汇报 脸色惊愕 你们确定看清楚了是 陛下 我见过陛下 就是他 李珍这段时间 就是去南下抓陛下去了 但台经的弟弟声音中满是震惊 其他黑旗统领都是脸色复杂 但台经眼神中满是阴郁之色 少絮姬居然被李珍给抓到这里了 这实在是难以理解 尚将军 我跟着去看过了 关押陛下的大牢 防守空虚 如若不然 统领孙涛低声的看着弹台劲道 其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他们若是能够将少絮姬从这里救出去 那么他们的罪免就可以被免 还能得个救驾之功 孙涛一说其他人也是有些异动 毕竟他们是大狱的人 如今身份还没有转变过来 但台经却是脸色一冷 你们是不是忘了现在的身份了 咱们已经不是大狱的黑旗了 尚将军 难道你还真想跟着李珍混不成 一抹将看 李珍就是昙花一现 终究会被大狱马踏破城 到那个时候就晚了 尚将军现在时机难得啊 孙涛仍旧不死心 他不明白但台经为何会如此优柔寡断 这明白着的就是非常正确的一条路 此事莫要再提 北韩军的尸体如今还在那里埋着 我不愿意带兄弟们冒险 李珍的手段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但台经果断拒绝 孙涛的眼神中寒光一闪 和周围几个统领对视一眼 既然但台经不干 那他们干 他们可不想待在这不毛之地 跟着一个叛逆之臣 入夜之后 但台经收到了他弟弟的信息 孙涛带着他手下三个统领和本部黑 去准备去攻天牢 但台经叹了口气 缓缓起身 你立刻快马家鞭赶去北韩关 将这个消息告诉李珍 我去劝降他们 但台风面色疑惑 大哥 咱们不应该代价而沽 万一他们真成功了到时候 咱们跟着他们一起救出陛下 若是他们失败了 我们再帮李珍 但台经文言摇头苦笑 弟啊 李珍是什么人 头发丝拔下来都是空的 你以为对方不知道天牢空虚 你认为李珍会把陛下 故意拉到城中溜达一圈 是干什么 北韩关是没有大牢吗 这是引蛇出洞啊 但台经说完之后 但台风脸色一惊 这都是李珍故意的 那大哥 咱们快去阻止他啊 但台经摇了摇头 按我说的去办 这是投名状 为了大局 孙涛他们必须得死 他若是将孙涛他们劝下来了 这一次他看出来了 出来的是这一部分人 下一次他看不出来 那么涉及的人会更多 所以这一次只能让孙涛他们去死了 死了他们保护了剩下的黑气 也让他们知道李珍是个什么人 能够面不改色 将十几万北韩军坑杀的存在 他会听你说投降 就真的把你当成自己人 不要开玩笑了 但台经几乎可以确定 李珍现在在衡量留下他们的价值 但台风听到自己大哥的话 也不再开口 急匆匆的离开大营冲了出去 他脑子和自己哥哥比起来不好使 但是他听话 他离开后 但台经起身将自己的大刀握在手中 眼下这出戏还需要自己收尾 如此李珍才能满意 出了营地之后 但台经立刻集合剩余黑气的兵力 朝着天牢冲了过去 在他动身之后 一道人影缓缓出现在营地当中 正是耶律制武 北韩官 李珍 方天如 上官奉仙 朔颜兄弟 折兰朔 完颜古达等人都在 争斗的兵力全部都被他抽掉出了争斗 可以这么说 朕斗现在除了皇宫守卫 几乎没有李珍的清兵 大王 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王妃还在皇宫当中 若是他们苟急跳墙了 上官奉仙有些担忧到 李珍端着茶淡定无比 朔颜育儿 不会出问题 就算是但台经 跟着黑旗动乱 朔颜育儿 也可以毫发无损地从朕斗出来 李珍刚把茶杯放下 门外就响起了禀报的声音 大王 但台风求见 听到这个声音 李珍的嘴角勾起 走吧 跟本王一起去看看 但台经是怎么清理门户的 这件事已经稳了 众将纷纷起身跟上 营地外 但台风看到李珍刚要开口 后者已经率先问道 但台经带兵去了 闻言 但台风心中惊骇 对方居然真的知道 这是个局 是 我大哥已经带兵抓他们去了 派我过来告诉你一声 李珍微微点头 拍了拍但台风的肩膀 你哥是个聪明人 我希望你也是 说完 狼骑正好正好 将马牵到李珍身旁 走吧 跟本王一起入城看看 李珍纵马而出 身后众将纷纷跟上 但台风停在原地 看着李珍的背影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跟这种人待在一起 太恐怖了 你的每一步 都在他的了解之中 得亏是自己大哥 要不然 他可能现在 也离死不远了 真斗大牢 孙涛带领黑骑 将大牢团团围住 进入天牢之后 他的神色兴奋 因为一路锁过 居然没有任何守卫 孙统领 这会不会有点不对劲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有一个统领 察觉到了不对 有些疑惑到 哼 李珍贼子 可能以为 在他的地盘 没有人敢如此做 不必担心 陛下就在前面 孙涛心里也有疑惑 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 现如今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无论如何 都得将少旭机救出去 到达天牢深处之后 孙涛看到了 躺在草席之中的少旭机 陛下 孙涛当即大喊一声 少旭机 条件反射般地 从地上跳起来 看到黑棋脸上 有些阴侧 陛下 黑棋第六万 其统领孙涛拜见陛下 陛下速速跟我们离去 孙涛将铁锁一刀斩断 冲进去跪地请示道 少旭机的脸色狂喜 这是自己的黑棋 不是李珍的 少旭机跟着孙涛 就往外走 但台镜呢 他在哪 闻言 孙涛冷哼一声 陛下 但台镜已经叛变了 他要给李珍当走狗 好大的胆子 孙涛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黑棋主将 等朕回到狱的 一定会重重的赏你 赏你们 少旭机闻言心中愤怒 但台镜 可是他看得上的年轻将领 居然敢背叛自己 少旭机被保护着 刚离开大牢 就看到外面的黑 骑在双方对峙 孙涛也是脸色一沉 远处那手持长刀之人 正是但台镜 后者看到 孙涛旁边的少旭机时 深深的叹了口气 从此再也回不去了 同时心中 还下定了有一个决心 那就是不能让孙涛离开 若是他们离开了 自己这边的人家眷不保 少旭机看到对峙的局面 当即满脸怒色 但台镜 你辜负了朕的期望 你若是但凡还有良知 赶紧把路给朕让开 但台镜这边的黑棋 看到少旭机都是有些泄气 那可是他们的陛下 这 但台镜抬头 看着少旭机 沉声道 陛下 时局已经无法逆转 末将已经带兵归入大针 已经回不去了 陛下 也请不要执迷不悟 回到天牢去吧 他不开口还好 一开口 少旭机气得牙痒痒 这说的是什么话 让自己回到 天牢引颈带路 你是叛逆 难道你们 也要成为叛逆吗 少旭机对着 但台镜那边的黑棋 大吼一声 好歹他也是皇帝 如此开口 顿时不少的黑棋 都是有些动摇 哈哈哈哈 陛下 果然是龙威犹在 让本王佩服不已 李真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紧接着 大真王亭的高层 悉数到场 但台镜看到李真 微微躬身 拜见大王 这一幕更是气得少旭姬 脸红脖子粗 李真温旭一笑 摆了摆手 不必多礼 今天你的所作所为 让本王很满意 剩下的事情 你就自己处理吧 真都已经被本王封锁 你可以尽情施展 即便是所有黑棋都叛变了 也无所谓 本王会给你新的军队 说完 李真往后退了几步 坐在马上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一幕 言下之意 已经不言而喻 今天这场战斗 不会有狼 气掺和进来 他们黑棋 互相厮杀能胜多少 全看淡台镜的本事 孙涛此刻脸色煞白 他指着淡台镜 怒声道 这 这都是你和李真的阴谋 李真如此恰如其分的到达 这还不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吗 他也不傻 他也不傻 天牢无人如此顺畅在家上 下午自己轻而易举 谈听到了少续机关押的位置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阴谋 听到这话 淡台镜没有解释 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随后扬起长刀 杀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双方黑棋在夜色中 瞬间冲杀在一起 来的时候 淡台镜为了防止误伤 让自己的黑棋 都将头盔面具摘下了 所以 在场中也是很好辨认 孙涛的黑棋 大概有三万多人 而淡台镜的 则是不到六万 其中有一万多 还突然临时倒戈 所以 一时之间厮杀起来 也是势均力敌 但是这在淡台镜的参与之下 场面就不一样了 淡台镜能够成为黑棋上将 那都是凭借自己的实力 再加上往日的微信 倒是勇猛无双 一个人穿阵向着孙涛杀了过去 淡台镜 你这个叛军之将 黑棋跟着 你会蒙羞 你会永远定在耻辱柱上 孙涛抽出长枪 向着淡台镜冲了过去 谭台风看到这一幕 也是心意横拿起武器冲杀进去 李珍看着黑棋的对翼微微点头 内部厮杀才有看头 上官凤仙冷眼看着淡台镜 对方其实和他的兴致是差不多 所以他看对方很不顺眼 方天如则是叹了口气 在他看来 这纯属多此一举 如今这个情况 防范外面才是正道 何必在他们的身上浪费这么多的时间 直接杀了不好吗 这也没啥看头 咔嚓 刀枪碰撞在一起 带起一阵火花 弹台镜双手持刀 一刀落下 反手一刀抽去 孙涛架架格挡 双手虎口被震得渗出血液 他的境界和弹台镜相差甚远 邵续基看着孙涛 如此勉强顿时心急如焚 他余光扫到了旁边的黑棋战马 当即剑步冲了过去 将其拽了下来 眼看着孙涛已经落入下风 他还是尽快趁乱自己逃出去吧 李珍看都不看对方 真都都已经被团团封锁 他能跑得出去吗 何况暗中还有耶律志武 想跑就跑呗 他只要不是插着翅膀 就飞不出去 不重要 邵续基趁着夜色逃离了这里 他的离开 让孙涛手下黑棋 顿时气息一致 战役全无 邵续基在 他们还尚有战兴 但是现在陛下都已经跑了 抛下他们跑了 这个打击相当的沉重 这也是为何皇帝不会轻易御驾轻征的原因 你在士气不一定会提升得很强 但是你如果稍有异动 对于士气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孙涛的脸色骤变 他此刻心里五味杂陈 当的一声 他手中长枪被但抬进一刀砍翻跌落在地 紧接着还没开口脑袋就已经冲天而起 但抬进手起刀落没有一丝犹豫 固然心中有些不忍 但孙涛必须死 孙涛一死几个统领都纷纷投降 这已经没有打下去的意义了 但抬进勒马看向了李珍 心中还抱有一丝幻想 李珍摇了摇头 这就是你们陛下 连跟你们一起死都做不到 已经走出去的路就回不去了 但抬进 你却将少许姬抓回来 剩下的格杀勿论 李珍大手一挥 转身向着皇宫走去 但抬进眼神黯淡 在抬头间果断下令 听大王的命令 反叛者格杀勿论 说完 他提着刀追了出去 在夜色之中他很无奈 旧游自取又能如何 如之奈何 无可奈何 少许姬在街道中疯狂逃窜 每到一城门时 都能够看到全副武装的狼旗 他调转马头向着其他城门冲去 转过身的时候 但抬进已经孤身堵在了后面 但抬将军 你带朕离开这里 朕给你封国公 你要的朕都能给你 少许姬歇斯底里道 今天晚上对于他来说 何尝不是折磨 本来都已经不抱希望了 孙涛出现又给了他希望 现在希望破灭 这才是最为致命的 但抬进看着少许姬 这位曾经的陛下摇了摇头 请陛下束手就擒 皇宫 李珍依靠在龙椅之上 该说不说 系统还是很贴心的 他是做不惯那种 没有靠背和俯首的龙椅 这款刚好适合自己 要是能够前后左右的晃游 就更好了 大殿下方的朔炎兄弟 上官奉仙 方天儒 完颜古达等人依次而坐 毕竟目前的大真创业团队 还属于是规模比较小 没有那么多的凡文礼节 咋舒服就咋来了 等了半课 上官奉仙有些坐立不安 陛下 那个蛋抬进 不会是带人跑了吧 要不莫将去看看 李珍玩耳一笑 行了奉仙 你当他是你啊 能够在万君之中 来去自如 李珍的花音落下 上官奉仙挺了挺胸膛 他觉得大王说得在里 方天儒等人 也是脸上露出笑容 上官奉仙这个人吧 刚开始接触高傲的一批 但是随着时间的加深 大家都是熟络了起来 好处得很 那可真是把你当兄弟 没过多久 大殿外面响起脚步声 一道人影 从黑暗中走来 正是蛋抬进 他的手中 还抓着疯狂 挣扎谩骂的少许计 李珍靠在笼椅上 抹扎着下巴 意料之中 蛋抬进是个聪明人 而他很喜欢聪明人 李珍也非常明白 对方如此不是 他有多大的人格魅力 而是因为蛋抬进知道 他若是不这样做 只有毁灭一条路 蛋抬进 将五花大榜的少许计 扔到地上 单膝点地 红声道 大王 信不辱命 啪啪啪 李珍毫不吝啬自己的掌声 趴在地上的少许计 眼神很毒 尤其是看到 李珍坐在笼椅上的那个样子 更为的痛恨 蛋抬进起身之后 李珍挥了挥手 立刻有人 将一个小板凳搬过来 放在了蛋抬进的身后 蛋抬进心中松了口气 将来李珍会不会试探 自己他不知道 但是暂时 他已经成为了 李珍的自己人 多谢大王赐座 蛋抬进行李以后 坐了下去 上官奉仙傲然地 瞥了齐一眼 今天算他识去 如若不然 他定取其向上人头 李珍 你也配坐在龙椅之上 就凭你也想满去吞龙 朕的大军 不日便会兵临城下 朕若是有半分损伤 戒使你也得给朕陪葬 邵续姬就像一条咸鱼似的 不停在地上挣扎 经历了辛勤的大跌大当之后 他多少是有些疯狂了 说话口无遮拦 李珍发出一声痴笑 淡淡道 陪葬不陪葬的先不说 古往今来九州六国民 也是第一个被抓到 丹州的皇帝吧 这话 对于邵续姬的攻击力 可谓是拉满了 后者顿时不停地扑腾起来 所谓杀人诛心不过如此 将他关押起来 善待于他 李珍随意地摆了白手 为何不直接杀了他 一聊百聊 上官奉仙有些不解 这玩意留着干什么 不是浪费粮食吗 不可杀 上官将军有所不知 御帝有大用 御兵来攻之时 将其挂在城墙上 可牵制敌军 谈判之时 这也是一份底牌 李珍还未说话 方天如就起身道 邵续姬的用处 那可是多了去了 他研究一晚上 肯定能够研究出十几种作用 都是至关重要 谈判 谁说要谈判了 李珍起身 摆了摆一袍 声音充满淡然 啊 方天如抬头 有些疑惑 北韩官一手难攻 但那也是在数量 有压制的情况下 现在丹州满打满算 也就是狼旗 铁浮屠 和不堪大用的丹州军 以及不可重用的黑旗 除此之外 再无一兵一族 狼旗是精兵无疑 但是守城 这玩意和对冲不同 眼下御军 肯定是席卷而来 可能还是主力 按照方天如的想法 就是坚持一波攻城后 和其开启谈判 大王 按照现在御军的情况 这次来的 很可能是精锐中的精锐 甚至是王牌 我们人数太过于悬殊 李珍副手 开口道 精锐 纵使百万大军又如何 将北韩军和黑旗的事情 放出去了吧 放出去了大王 三日之后 派人去各国编程传信 本王和御国的战士 哪个国家 要是掺和在其中 本王会先放弃 针对御国 转而去他们的国家 剑人图人 剑成图成 饱含沙翼的声音 在大殿中令人不寒而栗 那赤裸裸的沙翼跳跃 在李珍的瞳孔当中 拥有七万狼旗的他 唯唯诺诺 但是拥有四十万精兵的李珍 火力全开 但抬进起身心中暗叹 不说别的 就是光是这番话 就能够从李珍的身上 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自信 盲目 好像也不像 李珍的名声在外 有人说他是叛国之臣 有人说他不忠不义 但是唯独没有人说他傻 这是天下公认的 上官奉仙等人 看着李珍的眼神当中 满是狂热和崇敬 这就是他们的大王 霸气 方天如 暗暗地扯了扯嘴角 自家大王属实 是霸道过头了 用七万骑兵 威胁九州五国 这 哎 自己还是回去 研究一下毒药吧 虽然不可能 将六国打败 但是可以玉石俱焚 大家一起死 哈哈哈 李珍你是吃心疯了 以弹丸之地 威胁九州六国 哈哈哈 邵旭继闻言大笑 李珍对于兵士 简直就是一窍不通啊 李珍走下台阶 来到邵旭的身旁 蹲下身子笑眯眯的道 你记得你刚才走过的那条 入城之路吗 邵旭收敛笑容 不明所以的问道 记得 李珍凑过去 低声道 那条路的下面 埋着你的十五万倍韩军将士 本王就是个疯子 但是疯子有疯子的好处 正常人谁想跟疯子死磕呢 邵旭继的脸色僵硬 恰指此刻一股凉风刮过 由那儿外的喊 十五万地下 他一直就在思考 王霄他们哪去了 现在终于知道了 李珍起身摆动衣袍 大笑着转身离开宫殿 将邵旭关押起来 本王会让他亲眼看着 玉君死在城下 邵旭颤动的瞳孔中 诞生出丝丝畏惧 以前的李珍不是这般啊 他爱名如子 怎么会对大狱的人 下次狠手呢 李李珍 你会下地狱的 他被上官奉仙提起来 眼眸直勾勾的 盯着逐渐消失的背影 嘴里喃喃不停 但抬近撇过头 不看少续姬 李真的狠 他也是万尔惊叹 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 一个正常人 谁会和疯子去计较呢 齐国 云鹿郡 郡守府 郡守陈落水 拱着身子 恭恭敬敬敬地站在堂中 听着堂上年轻人的教诲 口中连连秤士 堂上主位正是陈淑萍 喜欢掐着点刀的存在 同为皇帝的陈淑萍 更是一个不喜欢等人的主 所以 他也不愿意早去 上位者 通常都喜欢压轴出场 陈淑萍的身旁 还有一位 穿着蟒纹金丝的中年人 对方紧闭双眼 好似一座雕塑 陈俊守 郑刚才 德话你可记下了 陈落水 连忙点头答应 微臣全部都记下了 话音刚落 一个身着黑衣的蒙面男子 从堂外走了进来 掠过陈落水 对着陈淑萍单膝跪地 陛下 悬疑未密报 李珍南下千里 将少旭姬抓走了 御国北韩官尸首 黑旗和北韩军 合计二十余万倍 被李珍坑杀 无疑幸免 碰 陈淑萍手中的水杯轰然炸裂 碎莫飞溅 那中年男人 也是缓缓睁开了眼睛 消息可准确 陈淑萍眼睛微眯 随手一挥 桌面上的碎片 陡然被扫落在地 精英密探所报 确切无疑 城中也有人亲眼所见 少旭姬被抓 黑衣人沉声道 哈哈哈哈 好一个李珍啊 千里南下 深入玉地 看来这是 是泄露了 陈淑萍虽然在笑 但是脸色平静 平静如水 陛下 与此同时 李珍宣告五国 若是有人敢掺和 他和御国的战斗 李珍将放弃 和御国的战斗 全力于齐国对战 见人杀人 欲成图成 黑衣人说完 低着头 不敢再看陈淑萍 结合陈淑萍 联络少旭姬的事情来看 李珍警告的 正是自家陛下 陈淑萍听闻之后 双手托在暗台之上 脸上闪烁着一色 这是在警告朕啊 李珍真是个疯子 不过 朕也不是什么正常人 传令 虎奔军团 向铁玄关集结 并通告天下 朕要出兵贞都 帮助御国与其结好 帮他们拯救回他们的皇帝 说吧 陈淑萍起深境 直离开唐中 邻国去不去 已经不重要了 等自己拿下李珍 传令薛都林入宫 侍奉即可 若是他不同意 正好兵封之宫邻国 一举两得 黑衣人起身 迅速离去 陈落水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这可是不小心 听到了一桩奇闻啊 这个李珍 真是胆大妄为 陈淑萍深深地吸了口气 脸上攀升出喜色 他早就已经不满足于 齐国一地 他想成就一番伟业 无奈六国大局已定 现在 这可是给了他 一个极好的机会 现在的大骑兵抢马壮 国库聪明 借助李珍之事 将邵续姬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逼玉国割地赔款 以此为开头 再将手伸入邻国 薛多灵 邵续血 陈淑萍一动不已 皇叔 这已经闻到了鲜血的味道 如今的天下 可谓是一旦激起千层浪 李珍从真都发出的消息震惊天下 令得各国百姓 对其印象加深到了一个 无以复加的地步 南下秦龙亘古未有 不仅做了 还成功了 更炸裂的是 坑杀北韩军和黑企 接着警告五国 这一桩桩一件件 都是能够令天下沸腾的事情 现在集体出现 更是舆论爆炸 李珍之前的名声是贤相 现在更像是个疯子 曾经是他为先师的御国世子 纷纷咒骂 声名扫地 恶名响彻 风平逆转的速度 堪称天下无双 同时 齐国的出兵消息 更是让本就翻涌的天下 直接陷入了滔天巨浪 齐国 如今六国当中公认的综合实力第一存 再加上御国 双双出手 李珍如今可谓是已经到了风暴的中心 御国京都 邵续雪看着齐国传信 穷眉威昼 他总感觉陈淑平不会这么好心 可是对方的加入 无疑能够给御国分担压力 而且他的准备是从北韩关应攻 对方能够绕后 直奔针都也算是断了李珍的后路 这也算是好事 省得李珍退入丹州打游击 给陈淑平回信 感谢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支援我国 待战事结束 丹州拱手于他 我大于分毫不取 负责传信之人记载后转身离去 邵续雪将性扔开 暗揉着太阳穴 近来之势繁重 他分身乏术 如今他才体验到自己哥哥平时的忙碌 唐玉杰现在被他安排去查李珍同党的事情去了 李珍能够南下将邵续机抓走 他们内部定然是有气同党 这件事一定要彻查清楚 其他人是靠不住 满朝诸公现在都是装聋作哑 都在等看着能不能将邵续机救回来 光在那里喊嘴炮 真实能够办事的寥寥无几 再加上邵续雪幽绿 邵续机的性命 他是彻夜失眠 不过 好在如今按照探子汇报 邵续机的性命无忧 还活着 这算是众多坏消息当中的一个好消息了 李珍这两个字 从对方离开京都之后 就成为了邵续雪的梦言 就因为当初那件芝麻小事 搞到现在这个地步 他已经不愿意去区分对错了 他们已然是死仇 无论是个人情感 还是家国大义 坑杀二十多万的狱军 这给了他深深的震撼 他也从军这么多年了 从未见过 如此歇斯底里的疯狂 在那疯狂当中 邵续雪前意识里 已经有了一丝的抵触和畏惧 这是无法掩饰和控制的 现在只等着B7公于1亿 大狱才能够保持那种稳定的局势 这一战大狱 只能赢不能输 邵续雪的眼神变得坚定 必杀李真 宫里的那位现在 已经离开京都了 此去不为他事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将邵续姬给救出来 林国 薛豆林看着手中的情报 久久不回神 旁边的上官网叹了口气 陛下 李真行事疯狂无度为人残暴 您还是不要再和他有任何的联系了 如今封平对他满是斥责 此次齐国和御国共同出兵 他注定 是死路一条 李真手下就那么多人 根本不是两国的对手 薛豆林将信折住 起身深深的叹了口气 唉 暗恋最难过的 不是对方对你没感觉 而是你上头了他要死了 将首尾清理一下吧 等他死后 若是可以将其尸体收回来吧 正想每年的初一十五给他烧纸的 上官网也是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陛下上头了 以邻国之力去帮助李真 那可真是以卵击石 现在看来陛下还是清醒的 要尸体也算是能够接受 谁让他的陛下是个恋爱脑呢 真多 方天如拿着来自于齐国的席文道 郑闻少皇兄被李真所结 夜不能寐 李真此人不忠不义 残暴无度 泯灭人性 朕身为齐国之主 岂能看少皇兄身陷淋雨 为大义 朕难辞其咎 特此出兵通告 以齐国皇帝之名 挨到裕国北韩军和黑旗 同时警告贼子李真 若是明事理 十大体 尽快自负双手出城投降 以免再起血世 方天如念完之后 将手中的纸收回 他在当初李真发通告的时候 就已经猜到了这个情况 警告五国皇帝 这是正常人干不出来的事情 李真就干了 但抬进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才刚不久加入大臣 没想到 这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面对两国夹击 他不认为 李真能够以这些人挡得住 哼 齐国皇帝也想来掺一脚 那就打 上官凤先率先开口 毫无惧色 完颜古达也是罕见的开口道 大王 铁浮屠愿意充当前锋 对齐国发起攻击 朔岩兄弟对视一眼红声道 大王 我们朔岩狼旗 可是丝毫没在怕的 折兰竹低着头不敢说话 现在这个情况 他也没有说话的份 李真靠在龙椅上开口道 现在丹州齐训练的如何了 他差点把自己扔在丹州平原训练的 那将近八万的骑兵给忘了 主要是他们的存在感太低了 当初李真收服他们的时候 就没想过对方 那个怂样子 上官凤先开口道 大王 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骑兵纲领 可以冲锋 李真妈撒着下巴 由于片刻后道 上官凤先听令 末将在 朔岩狼旗 本部狼旗 再加上弹台镜的新旗 再加上那八万的丹州齐 统一编入丹州骑兵军团 完颜古达的铁浮屠充当前锋 合计二十余万骑兵 本王全部都给你了 你的任务只有一个 击溃骑军 大王大王 李真话音刚落 方天儒就着急的开口道 微臣近日已经研究出了一味特殊毒药 骑军交给臣来 臣只需要那三万丹州军 就可以击溃骑军 他这几天光研究这个了 方天儒都准备将前不久那批黑器给挖出来 将其涂抹毒药然后以投尸器将其装载好了 对着骑军就是扔 不出三天 瘟疫必来 李真白手打断方天儒 这一战本王要堂堂正正的 在平原将骑国的军队击溃 上官奉先 你可有把握 上官奉先脸色一洗 八辈子也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当即大声道 末将遵命 但是很快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大王 人都给我了 北韩官咋长 方天儒赶紧伸手道 大王 我带着那三万人去北韩官也行 花音刚落被李真再次拒绝 北韩官阵另有安排 方天儒被拒绝了两次 顿时就感觉不好了 他苦心研究这么长时间的毒药 都没用得上 大王 那你就放心吧 齐国的军队交给末将了 若是击溃不了齐军 末将提头来见 上官奉先激动的大叫道 完颜古达为先锋大将 朔颜兄弟和弹台靖 你们三人为副将 本王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多杀齐军 既然陈淑平想玩点鞋的 本王就陪他玩 李真冷哼一声 他是没想到 陈淑平居然跟自己一样的 不按套路出牌 但台靖旁观着这一切 他感觉到了一阵阵疑惑 那就是 这些人好像都太兴奋了 他们难道不知道 面对是什么 为何还有这个精神头子 还有 李真说他自有安排就完了 他们都不问问 有啥安排 李真可以说是全部家底 都扔在了真都 他难道带着三万人去赌鱼国的 精锐之一的天水军团 封球了 上官凤先他兴奋个什么劲呢 二十多万对上齐国的精锐虎奔军团 别看虎奔军团仅仅三十万人 但是那都是实打实的精锐 这 他感觉自己一脚踩进了泥潭当中 但台靖忍不住了 有些犹豫道 大王 要不咱们退一退 依莫将于见 我们是不是退守单周打游击 更为合适 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李真微微摇头 但台靖 你只需要和上官凤先发起冲锋就行了 别的不用你管 就是 但台靖你要是怕了 就赶紧滚蛋 我们大真不养耸淡 上官凤先冷哼一声 上官将军 我不是耸淡 是英雄是狗熊战场上见吧 但台靖翻了个白眼 上官凤先就好像是吃了疯狗药了 见了自己就咬 既然李真都已经这么说了 那他也不管了 爱咋咋地 哈哈 你儿母的也算是个男人 跟着本将军 只管冲杀即可 上官凤先大笑一声 男人就应该是这个性格 娘们唧唧的算什么 李真舒展身体 伸了个懒腰 他已经开始兴奋了 爆 议论之间 一个士兵冲了进来 说 大王 城外有丹州游牧部落联合起来 十二万的骑兵 要和大王同进退 李真闻言顿时大笑起来 看来他的这一番给自己造神的景象 还真是没白敢咋的 能够让丹州的百姓自发起来面对 其余二国围攻还敢来 但台境也是瞳孔震动 李真这是怎么办到的 这难不成是射了什么妖法 丹州的人是什么德行他也清楚 如今居然还敢自发成军 来帮李真 则则则 上官奉献 这些人都给你了 虎奔军团是精锐 但是本王的儿郎们也是如此 以如此之兵力 朕就一个要求 踏上丹州土地的齐军 都要给本王留下来 上官奉先 朔炎兄弟等在场之人 纷纷单膝跪地 大王放心 必定将那齐军有来无回 李真覆手而立 眼眸当中似有乱童浮县 所谓乱童县 天下乱 既然敢来犯丹州 那就灭了他们 滴答滴答 阴暗潮湿的地牢 水滴滴落在墙角 那种声音令人极其不适 偌大的地牢当中 只有邵旭姬自己在一个牢房当中 四周左右都是空的 在地牢本身已经是一种煎熬 更何况 现在还就他一个人 孤独的一百集 这个毒字被关在大牢里面 可以竖得上前三 邵旭姬靠在冰冷的墙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心中 绝望也是愈加的凝聚 踏踏 脚步声响起 邵旭姬头也不抬 如今这个时候 没到饭店 来这里看自己的 除了李真不可能 再有第二个人 陛下兴致不高啊 李真提着一个篮子 打开牢门走了进去 你是来看朕笑话的 邵旭姬眼神淡漠 刚开始他癫狂害怕 心惊胆战 但是随着时间 那种情绪也是在慢慢抚平 李真将东西放下 淡淡一笑 本王没有这个性质 过来只不过是告诉你一个消息 齐国已经派出虎奔军团 和玉国的天水军团联合攻针 狱族带着一个板凳走过来 放在了李真的身后 随后迅速退下 邵旭文言眼神中略有波动 最后变得沉寂 那你是来杀朕的了 杀你还用本王亲自来 本王只不过是过来告诉你这个消息 好让你的心中充满希望 最后再被失望填满 邵旭姬抬头 看着李真那张冷峻的脸 双目突出 李真 朕最后悔的就是那次 没有将你留在京都 让你离开了玉国 若是再来一次 我一定要将你包皮冲草 无码分尸 哈哈 这真是本王听到最大的笑话 世间没有回头要 李真起身淡淡地拍了拍衣袍 走到门口时转过头 一抹冷冽浮现 你不用担心 本王不会杀了你 本王会 将你一直幽静在这地牢之中 本王要让你亲眼看到 本王是怎么打到京都 将你邵家的基业毁于一旦 邵旭姬从地上爬了起来 癫狂大笑 哈哈哈哈 皮肤汉术自不量力 你以为你抓了朕 就能够打败玉国 李真 朕承认你的计谋能力 都是上上之选 但是九州不是你这么玩的 能挺过去再说不迟 但是无论如何 你终究都是一指都不到 朕垂怜的小可怜罢了 朕知道 你想看到朕痛哭流涕 悔恨无比 但是你做梦 朕就算是死 也是你的主子 也是你的陛下 你终究 还是那个跪倒在朕脚下的李真 邵旭姬哈哈大笑 他自认为这是李真的痛点 说一千到一万 还不是因为他当初罢免李真 才让其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模样 李真嘴角抽出了几下 你这波言论满分十分的话 本王给你八点八分 本王觉得你又一点儿 大沙别 还在那自娱自乐上了 李真听着后面的 癫狂笑声副手走出牢房 下一秒 李真的脸色骤然阴沉 在通道的入口处 一道背光的人影 正掐着一个狱族脖子 从光亮的方向看去 压迫感十足 咔嚓 狱族的脑袋 犹如烂泥低垂下去 生机断绝 陛下 老奴来了 人影口中传出阴柔狠吏之声 牢房中的少旭姬狂喜 这个声音是曹反淳 曹公公 杀了他 杀 少旭姬趴在牢门上放声大叫 他现在逃出去都不解恨 杀了李真才解恨 李真副手而立 眼睛微密 这就是那位九品的老太监了 咱家曹反淳 今日奉命送你上路 等等 本王知道你 九品的内饰 要不商量商量 你跟本王混吧 李真突然白手制止道 哼 拖延时间 李真 咱家知道 你有个九品护卫 咱家不傻 说话之间 对方已经略至李真身前 距离接近后 李真也是看到了她的面容 年过半百 但是皮肤紧致光滑 面容妖艺 阴柔至极 尤其是一身真气霸道无双 纯阳刚气 那股气势 从感受上来说 比叶绿制舞更具压迫感 对方逼近之后 手掐兰花指 道道真气 从其指尖迸发 李真面露讥讽之色 她侧头 看着哨续姬 这下看清楚了 会很帅 话音落下 曹反唇一指 已经点在了李真的胸口之上 当 两侧的牢房牢门 纷纷被四散的真气炸碎 花岗岩墙壁之上 犹如飓风刮过 道道真气痕迹刻印在上 场中 曹反唇 眼底满是巨色 一脸都不敢置信 李真根本就没有躲更没有防御 就那么站着挨了自己一下 护体神功 曹反唇也是见多识广当即惊声道 护你个头 老太监 今天不仅他走不了 你也走不了 李真眉目一瞪 这个老太监还不傻 随着话音落下 李真右手凝聚真气对着曹反唇 就是一巴掌拍了上去 龙音声震的少旭 激舞着耳朵痛苦不已 现在他已经是八片 想来也是差不了 对方太多 当即真气显化的金光 从李真的手中吞吐而出 好霸道的真气 今日若是不将你击杀 来日必成气候 曹反唇眼眸掠过惊奇 他自己本身就是练纯阳真气的 对于霸道的真气极其名胆 光是从其现在爆发的特性来说 更胜纯阳真气 不闪不避 在如此空间也无法躲避 曹反唇正手一掌递出 碰 两掌接触的一瞬间 周围的花钢岩瞬间被真气震碎 一掌之下 一股霸道力道从李真的手掌中反噬 嗖的一声 李真的倒飞而出 双脚死死的勾住地面生生化出去摆米 李真甩着手 看着也就倒退两步的曹反唇嘖嘖称奇 果然九品还是和八品不同 殊不知 此刻曹反唇也是心中大惊 八品接自己一巴掌都费尽 对方居然能够将自己震退两步 此子不出 将来必成九品 甚至是九品之上 曹反唇甩手一道真气 将邵旭基附近的粉末十块震飞 陛下先走 老奴将李真击杀之后 出去寻你 曹公公不必恋战 快走 邵旭基都破阴了 这个时候还打什么打 杀不了李真就赶紧扯户 陛下你不懂 此子若是不出将来 登陵九品 我们御国将 将你老母 赶紧带朕走 邵旭基大吼一声 他以为曹反唇能够速战速决 现在既然弄不死李真就走啊 还拖延个球啊 现在他就想离开这里 曹反唇被骂了之后 由于不到两秒 抓起邵旭基 就向着外面冲了过去 两人冲出去的同时 李真也是随之动身 若是让他们离开地牢 再想拦住对方就难了 李真双手猛地拍在身后墙壁之上 借力倒冲而去 在漆黑的地牢当中 好似化为一道流光 在两人快要出去的时候 李真一把将邵旭基抓住 反手双指朝着邵旭基的眼睛插去 公敌闭救眼 邵旭基眼睛瞪大 惊惧之下大吼一声 救我 李真看着近在咫尺的大门 烦躁无比 只能停下身一手 为掌切向李真手指 李真眼神中充满细血 上当了 老东西 他收指一脚 蹬在曹反唇的腰身之下 对于这般攻击 只要是个人 就会下意识地躲 不过 他没想到 这个曹反唇也是个狠人 根本不躲 就那么硬生生接了李真一脚 刷 曹反唇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 他不能松手 松手绍续基 就被他抓回去了 李真嘴角抽搐 这二母的是个狠人啊 不过能接自己一脚 他还能接自己十脚 秉承着 趁你病要你命的理念 李真疯狂很多 砰砰砰 曹反唇 直接被踢地失去了理智 本身他就是特殊人群 再加上李真 这么特殊照顾 当即暴怒 一拳砸在了李真的胸口 如此狭小的空间 李真必无可避 硬挨了一下 没受什么伤 但是惯例之下 李真倒舍而出 呲啦一声 他拽着绍续基的胳膊 瞬间断裂 血液挥洒在空中 哨续基哀嚎出声 曹反唇清醒过来 也顾不上安抚哨续基 转身朝着牢房门口出去 就在他刚看到阳光之时 光线的环境变化 让他忍不住闭眼 也就是这一瞬 一柄权杖重重地砸在了 曹反唇的胸口上 砰 门声响起 曹反唇 犹如皮球 一般被直接轰了进去 砸破墙壁 倒在废墟之中 持杖之人 正是耶律制武 与此同时 闻讯赶来的狼琪将地牢团团封锁 邵续基在废墟中投云眼花 他的身体根本支撑不住这样的攻击 耶律制武转瞬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把将其扯着扔了出去 狼琪一拥而上 将邵续基抓起来 后者吐出一口气 落在狼琪的手中也比刚才强 他差点被两人给活生生撕了 他甚至都有点怀疑 对方不是来救自己的 而是做了自己的 上官奉仙和赶过来的淡台镜 看到邵续基断壁的模样 军事位置一阵 嘖嘖嘖 独臂的龙 地牢当中 李珍随手将身前的废墟扒拉开 看到耶律制武面露欣喜 杀了他 耶律制武甩动手中的权杖 对着废墟中的草反唇砸了过去 唇员一体 草反唇此刻忍着胸口的剧痛 双手平推而出 真气化为屏障 将权杖阻拦下来 耶律制武眉头一凝 全力而为 整个地牢开始颤动 李珍见状飞速一跃而出 经过耶律制武之时 抓住其手臂将他扯了出去 两人出去的瞬间 地牢开始坍塌 外面狼 齐看着轻他的地牢 都是有些错愕 这就是武道强者的战斗吗 真是令人惊叹 李珍出去之后 呼了一口空气 他死了吗 耶律制武摇头道 没死 话音落下 废墟中冲出一道身影 在其出现的一瞬间 几经半死的少许鸡大吼一声 你快走 不要管我 回去之后告诉雪儿 朕若是有所闪失 他继位 快走 听到少许鸡的话 曹反唇转身飞速冲了出去 速度极快 耶律制武还要追过去 被李珍拉住 穷寇莫追 小心诱诈 老太监阴损得很 指不定还有什么后手 耶律制武心性单纯 万一被气算计了得不偿失 李珍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转头看着少许鸡 将他带到皇宫的牢房中关押 给他治好伤 少许鸡瘫软在地 他生怕曹反唇硬上 那样他的生命 还真不一定得到保障 太危险了 断臂的痛楚席卷在他的脑海当中 狼奇很快将其给压了下去 为了防止老太监声东击西 耶律制武也跟了上去 李珍看着坍塌的地牢 后怕不已 今日若不是有金光不坏 自己多少是要栽在对方的手中了 以后出门还是要带护卫 不一定是让他们保护自己 情急之下去报个信也行啊 逃出真度的曹反唇吐出一大口鲜血 刚才他都是忍着的 挨了耶律制武那么一下 自己的胸骨都断了好几根 若不是一口纯阳气 自己都得留在那里 曹反唇朝着天水军团的方向冲了过去 期间心中懊悔不已 邵旭断臂和他有分不开的关系 都是那个李珍 入夜 曹反唇赶到了天水军团的驻地 天水军团已经距离北韩关不远了 来之前他也和其打过招呼 只不过当时是想着能够将邵旭安顿在此 夜半营地当中 港少看到曹反唇当即通报入营 天水军团的军团长萧瑾 大不留心地赶了过来 萧瑾今年刚过四十岁 正是龙金虎壮的年龄 留着短须 面色刚毅坚韧一双虎目炯炯有神 大御数得上数的战将之一 一身境界达到八平 战功赫赫 他出来的时候 看到狼狈不已的曹反唇 就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 当即命令军医将曹反唇带了下去 各部将领都是文训赶了出来 军团长 失败了 天水骑军的统领熊方东 脸色难看 失败了 萧瑾沉沉地叹了口气 转身看着手下的各部统领 这一次都给我把轻视之心收起来 李真绝非善累 三天之后到达平原县 安营扎寨 派探子联系齐国虎奔许孝 约定时间共同出兵 没有本将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 胆敢私自异动者军阀处置 萧瑾眼睛微眯 身为异军之将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何况他们的敌人 本就不是寻常之人 白手起家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做出了许多震惊天下之事 心狠手辣 诡计多端 说实话 他面对这么一个人 是有压力的 李真和从前的对手都不一样 再加上如今军营当中 因为李真坑杀北韩军之事 士族都是憋着火 一生气就容易着急 一旦着急就容易出错 战场上错就是致命危险 各部将领纷纷拱手行礼 是 军团长 都下去吧 熊芳东 带着你的人外放百里外 夜晚不停寻港 百里外 军团长 难不成李真还敢夜袭 按本江的命令做 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不一定不会出现 是 入夜 李真搂着朔颜月儿温香 软玉在怀 美美地睡了一觉 他没兴趣带兵偷袭天水军团 眼下大战已经一触即发 等着对方过来送死就可以了 偷袭又没有什么作用 随着时间过去了数天 真都已经开始戒严 百姓在保障好自己所需的物品之后 就在家里不要出来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 全部都是真军的探子 一道道消息 由四面八方传入真都当中 眼下天水军团已经在平原县驻扎 铺天盖地的营帐 从北韩关上已经一目了然 工程器械等等一应俱全 李真从城墙上走下 拍了拍手 看来他们是在等齐军一起发起进攻啊 大王 莫不让末将先带兵冲杀一番 将其冲杀之后 再和齐军决战 上官奉先战役生腾 不妥 从这里看去 军营中有落马坑和预防齐兵冲锋的荆棘刺 现在突袭毫无效果 但抬镜摇头说道 这些设备都是防御齐兵偷赢的 效果极佳 李真点了点头 这里不是你们的战场 奉先你将齐军拿下 已经是投攻 剩下的就不要想了 上官奉先拱手领命 李真都开口了 他也不再说什么 但抬镜面色凝重地看着李真 大王 末将还是想建议您退居丹州打游击 天水军团总将萧锦以功成为名 其中登城死士更是勇猛 汉不畏死 天水军团能够被放在那个混乱的区域 自然是有道理的 截止现在 但抬镜还是没有看到李真到底有何部署 所以不免有些担心 李真轻轻一笑 本王自有上天庇佑 无需担心 倒是你们 那三万流明组成的丹州军 也一并给你们吧 他刚才观察了一下 天水军团果然严密 二者有联络的话 很可能到时候 齐军不会进攻一处 若是分散而攻 不进行平原战 那么真都还真不好守 是大王 上官奉先仍旧是答应一声 但是方天儒和淡台镜 都不淡定了 李真一兵一族都不留 单人对决整个天水军团 难不成方天儒突然想到了 暗兵 他看着上官奉先 底气十足的模样 顿时醒悟过来 当初在丹州 李真不就是赵郎齐而来 原来如此 这样一来 就都说得通了 怪不得有恃无恐 淡台镜还想再说什么 也被方天儒打断 以议论边防为由 李真将他们全部 都给扔去了真都 不止如此 他还让上官奉先 将所有人都给带了回去 整个北韩关 就剩下了李真自己 淡台镜是一头雾水 家满是不解 这属实是无法理解 回到真都后 方天儒迫不及待地问道 上官将军 大王是不是还有后手 上官奉先眼神中 透出清澈的愚蠢 啥后手 哎呀 自己人装什么 我的意思是 陛下是不是有暗兵 方天儒 己眉弄眼地问道 上官奉先坦诚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啊 方天儒瞪大眼睛 透出不可思议 你不知道你 刚才那么淡定 怎么了 大王说的话自然有大王的道理 问那么多干什么 他说完 庞次的朔炎兄弟 还有完颜鼓达都是纷纷点头 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方天儒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以为他们是知道什么 结果是什么都不知道 嘿嘿 将军对大王之信 下官佩服 五体头地 方天儒说这话的时候 满心都是苦涩 啥都不知道 就敢把北韩关扔给李真自己 这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还得是自己来 方天儒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他的未来可都在李真的身上 这世荣不得马虎 李真可以乱来 但是他不能 方天儒戒掉了一万的丹州军 开始了袍地的工作 与此同时 对面的天水大营 迎来了虎奔军团的第一军总将 早就听闻虎奔军团之名 虽然在下没有见过许军团长 但是对奇异是仰慕许久了 萧锦客客气气地将他胃头快支棱 到天上的第一军总将陈淑勋请了进来 对方进来之后 当仁不让地坐在了主位之上 天水军团各部将领顿时脸色阴沉 萧锦打了个哈哈 摆了摆手 主动来到侧面坐下 萧将军 闲话少叙吧 说说何时进攻 陈淑勋坐下后淡淡道 萧锦文言抬头道 明日饮食生火做饭 陈时发起进攻 陈淑勋喝了口茶 点点头 知道了 回去之后 我会和许军团长说的 说着站起了身 萧锦笑呵呵地跟着起身道 不知道许军团长准备如何攻城 是分而攻之 还是急兵一处 陈淑勋文言略有不耐烦道 我们齐军攻城 还需要你来指点不成 别忘了 我们齐军是为了帮着你们救你们的皇帝 说完 静止离开了营帐 出去之后 骑着马 立刻冲出 萧锦看着对方的背影 微微摇头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他本来是想提醒对方 不要大部队攻击 分散开来 四处开花 毕竟真军人束手 如此可快速破城 以防被对方牵制在平原对战 结果来了这么个二愣子 管他的呢 反正死的也不是自己的人 将军 太太无理了 就是 眼高于顶 他以为他是谁啊 众将都是有些不满 按道理来说 萧锦和许孝 是一个级别的 他算个什么东西 萧锦摆了白手 不以为意 他是齐国皇帝陈淑平的胞弟 自称什么勇武大将军 行了 别管他了 明天攻城的行动 你们都记住了吧 在场中将当即挺直身体 记住了 萧锦微微点头 走出营帐 看着远处毫无动静的北韩关 现在看过去这座关 好似没有人似的 面对玉琦两国联军 李珍手中可用之人不足二十万 他数次推演沙盘 总之是无所应对之法 但是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对 太安静了 安静的让他觉得诡异 也不知道李珍在预谋什么阴谋 不过不管什么 明日都能够见分晓了 铁玄关 许孝坐在大营中手持一本兵书 看到津津有味 他的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战斗 这次对于他来说也是稀松平常的一次而已 将军 陈淑勋回来了 副将走上前道 将他带进来吧 许孝将兵书合住后 抬头看过去 风尘扑扑的陈淑勋赶了过来 走进营地中他先是对着许孝攻身行礼 在玉军大营那边的黄傲消失的干干净净 眼前之人在齐国被称之为六虎之一 他之前加入虎奔军的时候 曾经还跟人家不服不分 关了三天的时间 对方出来以后屁都不敢放一个 萧锦那边是什么意思啊 听到许孝的问话 陈淑勋连忙将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许孝当听到萧锦问合兵一处 还是分兵而攻的时候 也是脸色闪过不屑之色 齐人还用不着他遇人教导 早在齐赶到铁玄关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要合兵而攻击一处 李珍手下就那么点人分手北韩关 他想不到齐还能有多少人来守真都 就算是有也不过是仓皇之间 拉起来的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面对这种对手 他已经不需要谋略了 恐怕对方连第一轮的攻城都挡不住 大军压境直接攻城 按照许孝自己的预测 最多一个时辰拿下真都 拿下之后 身在北韩关的李珍就是父辈受敌 传达一下陛下的命令 陛下不日将清零北韩关 对于这次战斗本将就不多说什么了 你们自己明白 破城之后 所有物品个人八成 上交两成 这次的限制就是没有限制 随你们而为 但是给我下去都传达清楚了 陛下要的是李珍 活得最后 若是死的也无所谓 还有那个邵续基 他一定要活的 总之本将就一句话 陛下的命令要完成 其他的随意 听到许孝的命令 众将都是不约而同的露出喜色 在七国驻扎 对于他们这种军队来说 太过于压抑 这次总算是能好好地享受一番 一个个听着心中都是颇为激动 甚至已经想到了自己进入争斗后 烧杀抢掠的那种快感 末将遵命 众将一个个下去和自己的部众传达这个好消息去了 当虎臂军各部士兵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欢呼声在铁悬关响彻天际 北韩关 李珍坐在城墙之上 看着远处的御军大营突然想到了什么 当即让耶律志武去把少许姬给带过来 耶律志武刚刚离开 李珍就站起身和系统沟通领取奖励 也是时候该让九州的人知道 何谓陷阵之至 有死无生 想想就激动 李珍跟系统沟通完 眨眼之间二十万先登死士出现在城墙之上 末将驱镜率二十万先登死士拜见大王 一道雄壮的身影单膝跪地 生如红中 李珍走过去将其扶起来 心中颇为满意 先登死士 气势无双 明日守城就辛苦取将军了 李珍将其扶起来后温声道 趋近当即攻守 大王放心 有我们先登死士在 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敌军踏上城池 好 李珍放声大笑 二十万先登死士足以将御军拦在城墙之外 但是 这远远不够 他的目标可不是守 而是攻 别忘了 他还有二十万的现阵营 待其开始攻城之时 李珍就会带领 现阵营 从城门而出 成功不下来不说 他还要一战将 天水军团覆灭 登登登 耶律志武 带着少许姬来到了城墙之上 当看到眼前这么多士兵的时候 耶律志武瞳孔呆滞 不是 刚才他走的时候 这里还空无一人 这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士兵 李珍是变戏法的 李珍没有理会 耶律志武的好奇 转头笑眯眯的看着少许姬 李珍 你又想干什么 你想以朕来威胁大军 朕告诉你 不可能 独臂残龙少蓄姬脸色苍白 那日失血过多 差点导致他下去见列祖列宗 如今虽然好些了 但是心灵上 遭受的折磨令他激进崩溃 古往今来 哪有皇帝是残疾人的 这对于国家来说 那是丢面子的事 自己就算回去了 还怎么可以当皇帝 李珍脸上闪过痴笑之色 用你来威胁裕军 你想多了 你觉得本王怕你们天水军团吗 今天将你带过来 不过是本王想让你亲眼看看 天水军团的覆面 顺便天水军团的人也看看如今 这位陛下是何等的落寞 李珍说完 抬眼看向了远处的一坎大旗 他的大道给了上官奉仙 毕竟他们那边李珍有些不放心 增负给了他们 初点事也能够来去自如 不会让齐军围剿了 双方都是第一次交手 所以大家的心里气势都是大大的问号 不过 只消这一战就能够摸清楚他们的规律了 少旭姬文言屈辱无比 李珍是可杀不可辱 你若是有胆就杀了朕 如此行径 非人子所为 少旭姬如此崩溃的原因就是 真把他挂在城墙上 那就丢死人了 身为一个皇帝 被俘虏已经是丢脸丢到家了 更何况两军交战 自己还向着吉祥务势的被挂起来 李珍文言却世面无表情 他现在也就是能够动嘴骂骂自己了 无所谓 当一个人歇斯底里地骂你时 千万不要理会对方 因为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手段了 最后在少旭姬疯狂的骂骂当中 被挂在了大旗之上 大风刮的战旗烈烈作响 少旭姬就在上面随风摇摆 李珍坐在椅子上 瞇着眼看着远处的御军大营 今天晚上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他他他 李珍听到脚步声好奇地回过头去 这个时间点还有谁会来这里 呼呼 方还如大喘气地来到了城墙上 大王 微臣 话说半截突然瞳孔地震 他的目光看到了四处戒颜 树枝不尽的仙灯死士 精兵 大王果然留有后手 李珍好奇地看着方天如 你怎么过来了 方天如连忙摇头 没事大王 我就是过来看看您 看到您好 微臣就放心了 说完 他一溜烟地跑了下去 下去之后仍旧惊魂未定 他一直都在城下 大王究竟是从哪里招来 这么一支精兵 凭空而来 不可能 一定是大王 别有手段 怪不得大王有恃无恐 原来根杰在这里啊 他还多此一举 想到自己侧杰作 方天如脸色煞白 赶紧处理了 要不然就完了 他着急忙慌冲了出去 赶紧烧了 快啊 一日天色刚亮 战鼓声响起 李珍穿着自己的锁子黄金甲 走上城墙 眼眸看着远处 已经云集的天水军团 面色冷峻 屈镜昨天已经在城中 准备好了弓箭 滚木 火油等等 先等死士 每一个都是面色刚毅 看着远处袭来的阴云 毫无波动 他们 本身就是在战场上 成长起来的军人 自然不会有任何的害怕 李珍回头看了一眼 插在城墙上的哨续机 昨天叫嚣了半夜 这里他倒是没有任何的担心 主要是担心珍都那边 想来上官奉仙带领重将 和所有的骑兵应该是没问题 李珍手持霸王枪站在城头上 远处集结的天水军团列阵之后 声势冲销 随着地面震动 天水军团正是朝着北韩关开劲来 一马归一马 李珍从这里看过去 能够看得出来天水军团之精锐 和为将之人的才华 李珍的心中有些火热 肖井 这等人才 今天必须杀了 很快 狱军就推进到了距离北韩关 只有百步的距离 这时候 肖井立刻准备指挥放箭 话音刚落 突然副将一把将棋拦下 将军 不可放箭 你看城墙上 副将的眼眸瞪大 有些精锯 肖井也是定睛一看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那战棋上面绑着的 正是自家的陛下 李珍无耻 肖井暗骂一声 两军交战 李珍居然如此行径 简直卑劣至极 哟 你是在骂本王吗 李珍踩在城墙之上 淡淡的笑道 肖井立刻走上前道 李珍好歹你曾经也是大狱的臣子 如今对待陛下如此 你的良心 难道就能过得去 李珍冷哼一声 你也说了 那是曾经 如今本王是大真之王 对待敌人 有什么错 好个牙尖嘴利 待会定教你尝遍苦楚 功成 肖井气得大叫一声 李珍这般姿态 完全就是破罐子破摔 死猪不怕开水烫 李珍哈哈大笑 好 各位玉君的兄弟们 你们也看到了 你们的陛下就在城墙之上 今天只要能够登上北韩关城墙的 本王赏千金 好好加油 李珍的声音无疑是充满讥讽的 玉君的士兵脸上尽是怒色 狂妄 肖井冷哼一声 他以为自己不放剑就打不下来 北韩关可笑 随着他大手一挥 云梯开始一做做的翻起 靠在城墙之上 天水军团中的勇士 开始咬着剑攀爬 城墙上的李珍微微抬手 顿时趋近一声令下 见时 滚木纷纷朝着云梯下方的士兵砸了过去 剑锋破甲之声 滚木砸在人身上的抨击声 哀嚎声 吼叫声顿时响成一片 肖井在下方指挥着人 将破门锤给抬了过来 看着几方士兵的惨状 肖井面色阴沉 倒不是因为死人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主要是他感觉出了不对劲 按照他的预测 面对双向的攻击 李珍应该没有这么多富裕的兵力啊 但是从现在看过去 城墙上人头涌动 而且各个身手敏捷 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这般的严防死守 另行禁止 这场战斗不好打 肖井虽然对李珍从未有过轻视之心 但此刻他还是觉得自己低估李珍了 李珍抓着霸王枪转身看向趋近 这里就交给你了 大王放心 李珍随后又看了一眼耶律志武 把他看好了那个老东西 若是再来就杀了他 好 耶律志武答应一声 他到现在还在思考 李珍是怎么突然弄过来这么多人 李珍走下城墙 看着不断被中击的城门 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珍都东门 上官奉先带领大军缩在城中 按照方天儒的安排 就是将其放进了 然后一举出兵 只要距离拉得够大 在平原之上 他们就能够将自身的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致 前排全部都是铁浮屠 从破阵这方面来说 没有人能够和铁浮屠相比 将军 虎奔军出关了 城墙上急匆匆的一道身影跑了下来 上官奉先立刻全身贯注 扬起方天化己 所有人听本将命令 待城门大开 而等全力冲杀 一定要将其留在丹州 莫 各部将领领命之后 向后传递而去 但台静在旁侧紧了锦手中的长刀 他现在担忧的是北韩官 自己已经是铁定的回不去了 若是李珍再败了 他唯有一死 铁玄关 大军汹涌而出 朝着珍都大军压境 犹如乌云一般 许孝看着远处毫无动静的城墙 微微点头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现在北韩官那边已经开始了 他故意拖了半个时辰才出手 为的就是让李珍将主力挪到那边 这样一来 自己破城就更加的容易 传令大军 放慢速度 许孝白手下令道 狱军也是他们的敌人 只不过现在不是罢了 所以 最好是能够让双方互相消耗到两败俱伤 这样他们齐国才能坐收渔翁之力 按照许孝的命令 齐军这段路又是走了将近一个时辰 慢吞吞犹如龟爬 城中的上官奉仙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将军 齐军已至成百步之处 听到这个声音 上官奉仙当即神色兴奋 等他们放箭之后 开门冲锋 上官奉仙低喝一声 前排的铁浮屠握紧手中的流星锤 身为前锋大将的完颜古达 面具下的眼神冰冷 一直以来 铁浮屠都未建功 这次他一定要展示出重甲骑兵的风采 破阵无双 铁浮屠后面就是狼骑和黑骑 再后面是丹州自发而来的骑兵 李珍这两个字 在丹州已经成为了神的代名词 其所作所为令丹州百姓心悦成福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上官奉仙握紧手中方天化己 耳边已经响起了箭矢之声 大军攻城三轮箭矢那是基本操作 许孝看着空无一人的城墙 眉头皱起 心中有一丝淡淡的不安 按道理说 即便是李珍抽掉走了人 也不可能城墙上没有任何的守卫 至于说放弃珍都根本不可能 因为那样的话 他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 所谓是出反常必有妖 许孝当即命令破城门 城墙上都没有人设空气也是无用 身为先锋的陈淑勋当即带人 朝着城门冲了过去 距离武士不知时 城门突然打开 一支武装到牙齿的骑兵部队出现 陈淑勋当即脸色大变 轰隆隆 完颜古达看到陈淑勋眼神一凝 手中流星锤朝着他脑袋挥了过去 So 流星锤划破空气瞬间砸在了陈淑勋的脑袋之上 后者也是眼疾手快 缩了一下脑袋 所以血肉横飞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但是脑袋上的头盔瞬间被砸飞 转过身陈淑勋惊惊恐万分 好恐怖的骑兵 在他们刚出城的时候 陈淑勋甚至感觉是一只只珊瑚冲向自己 陈淑勋转头的瞬间 完颜古达又是一锤子砸在他的后背之上 戴着刺的流星锤撕裂了他的甲咒 轰在了后心之上 砰的一声 陈淑勋被砸倒在地 生死不知 紧跟着后方的铁浮屠宛 宛如催枯拉朽般 将跟着陈淑勋过来前锋部队撞倒在地 紧跟着马蹄落下 血肉模糊 哀嚎遍野 许笑脸色大惊 看着从城中不断出来的狼旗 心中惊惧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盾兵 此刻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立刻召唤盾兵 上前顶住冲锋 绝对不能让他们冲起来 一列列大盾兵来到前面 将整个军队的前线包裹起来 完颜古达冷哼一声 冲锋 这种的盾牌挡轻骑兵还差不多 铁浮屠主要攻击力之一 可就是冲击力 三千铁浮屠 立刻朝着骑军冲锋过去 透过缝隙 迟钝的士兵看到奔袭而来的铁浮屠 心中不免畏惧 他们都没见过这种 连战马都披着重甲的骑兵 放箭 射死他们 许孝指挥着后排的工兵 开始朝着城门处搭弓射箭 扑扑扑扑 独在城门口的骑兵不断被箭矢射中 上官奉先随着铁浮屠向着骑军发起攻击 只要将骑阵冲破了 剩下就是一边倒的屠路 不到百步的距离 对于骑兵而言只不过是眨眼之间 前排的盾兵用力顶住大盾 感受着地面越来越近的波动 心吊在了嗓子眼 下一秒 盾兵连带着盾牌冲天起 在空中双手 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弯曲 后面的许孝目光震惊 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虎奔军顿阵阵 可是能够将大骑血骑阻挡住的存在 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撕裂了 上官奉先一马当先冲进虎奔军中 方天化己犹如龙蛇 挥舞之间血色飞溅 杀其军 杀 上官奉先如入无人之境 肆意图露 一敢方天化己舞的虎虎生风 周围的长矛根本进不了身 跟在他后面的弹台进长刀 如长虹贯日 刀身横过之处 手急漫天飞舞 冲进阵营当中 接下来就好办事了 狼骑黑骑跟在后面 横冲直撞 骑兵一旦冲锋起来 没有遏制住 那后果就是毁灭性的 现如今这样就是 铁浮屠在前面势如破竹 后面狼骑跟着江口子 往大撕 双方配合之下 前排的大军 已经被冲锋的七零八落 虎臂军各部将领 纷纷来到自己部中的身旁 指挥着人马阻击真军 许孝抽出自己的大刀 眼前真军的人数他已经数不清了 但是无疑 情报上面全部都是错误的 给本将军顶住 杀一个真兵赏五十两 双方夹杂在一起 刀光剑影 你来我往 虎奔军大多数都是步兵 根本难以阻拦骑兵的冲锋 不到片刻 前锋已经被冲得七零八岁 许孝连忙叫来传令兵 命他去铁悬关求援 退是万万不能退的 陈淑平亲自下的命令 就算是死他也得死在这里 吩咐完之后 许孝带着自己的清兵朝着 狼骑冲了过去 如今十万前锋已经被吞噬 自己若是不发起反冲锋 带骑主动过来就晚了 本身虎臂军的人数就不如真军多 再加上人家的骑兵 他们是步兵 这达得极其难受 许孝一刀将身前的狼骑砍成两截 血液剑射在铠甲之上 壮如蜂魔 余光扫过场中 他的心顿时量了半截 狼骑的精锐程度 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对方在战阵上面的配合 互动都远远超过 他见过的任何一支骑兵 顶住 顶住啊 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到 许孝话音刚落 一支箭矢从角落 瞬间袭向他的胸口 提刀将箭矢斩断 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一杆子方天化己 裹挟着万斤之力 从天而降劈了过来 仓皇之间 许孝持刀对了上去 当 一击 许孝的左臂虎口 渗出血液 胯下战马 悲鸣一声 四肢颤抖 刚才那余镜 可是全部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哎江何人 许孝喘着粗气 眼眸中 有些不可思议的 看着眼前大汉 李真手下 还有这般勇将 爷爷乃郎 骑上将上官奉仙 受死 上官奉仙怒目原争 仰起方天化己静止 砸了过来 许孝身旁 清兵一拥而上 面对数十人的围攻 上官奉仙双手 汇聚全身力道 横贯八方 横扫而过 当当当当 他们的武器 全部被方天化己扫断 上官奉仙得理不饶人疼 勒马俯冲 方天化己左右摇摆 许孝清兵 顿时被杀得大败 残之横飞 许孝看到这一幕虎目冲险 清兵都是他的同族 如今被其如此虐杀 他哪里能受得了 当即大吼一声 好胆 他不再退去 双手握刀 对了上去 顿时两人站在一团 许孝的实力 并不比上官奉仙差 只不过 刚才是分了心而已 这下子 愤怒加持下 奋不顾身和上官奉仙道 也是拼了个不分上下 方天化己 和大刀碰撞在一起 火星子飞剑 气静盘旋 周围士兵 根本不可近身 上官奉仙知道 自己带住大鱼了 使出浑身解数 全力施展 大开大合 如神如魔 两人这边 是激战干憨 其他地方 可就没有这般的轻松了 但抬进手持长刀 代替了上官奉仙的位置 带着大军 直戳中军 无人挡 朔炎兄弟 和虎奔军部 将站在一起 蜿蜒鼓达 也被一大汗拦了下来 但是 从士兵上来说 虎奔已然落了下风 中军被穿透之后 不消三个来回 真军就可以将其分割开来 然后小谷歼面 反而但抬进 成为了没人制衡的存在 身后二十多万骑兵 跟随着他一路砍杀 胜利的天秤 渐渐倾斜 铁玄关 张于祥收到 求援信息 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的事情 当他看到仓皇而来的传令兵时 脑袋瓜子轰的一下 在他们的预想当中 虎奔军根本不可能会失败 齐国的探子 对于真军的数量和实力 可是清晰无比 对方手中 只有一只狼骑士精兵 而且区区不过七万人 虎奔军团整军 三十多万人 拥有各种兵种和资重 怎么可能被打到求援 但是 这个时候张于祥 也顾不上多想了 他立刻调兵 铁玄关的常备军队 也就是十万左右 加上一部分的血气合起来 也就不到十五万 张于祥此刻也不得许多 他只知道虎币军 那是陛下看中的军队 何况里面 还有皇帝的弟弟 这若是出点什么事情 他脱不了干系 连责任自己都受不了 张于祥带着大军出关一路朝着针 都奔袭过去 步兵的速度太慢 他和五万狼骑先行出发 在他们赶路的时候 针斗那边的战斗 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三十万虎币军被冲杀的七零八岁 组织不起来任何有效的反击力量 再加上李箴命令只要多杀 没说俘虏的事情 顾而狼骑整个就是一个杀红眼了 不管投降不投降 过去就是一刀 这般打法简直将虎奔 这支齐国精兵打得直接就乱了 组织不起来有效的反击 投降又不管用 反抗又打不过 最后的结果就是跑 但是在平原之上 他们跑也跑不过骑兵啊 狼骑追上去 提刀横扫而过 头颅高高飞起 场中 上官奉仙和许骑的战斗 也已经是白热化 两人真气席卷八方 急隐翻飞 刀光闪烁 寻常士兵都无法靠近两人的战团 但台镜看着已经溃败逃走的骑军 此刻犹豫不决 按照他的思路穷扣莫追 但毕竟上官奉仙是大将军 他若是开口下令 那就是阅祖带袍 无奈 但台镜只能靠近两人的战斗 上官将军 骑军已经溃败 接下来应当如何处置 他又不能插手 只能在旁边开口 上官奉仙闻言没有分神 而是大喊一声 你自己看得办 他这个结果言可是窦江的关键 若是分心了 让许孝趁机给自己两下 得不偿失 上官奉仙不分神是因为己方占据上风 但是许孝听到这话炸了 他用于光看去 四处都是虎奔军的尸体 血液染红了丹州的土地 虎奔军的大旗都已经被斩断在地 残兵不断向着四处奔逃 也就是在其分心之时 上官奉仙抓住机会 一己将其挑于马下 反守泰山压顶砸了过去 许孝回神尽力抵抗 但是兵败如山 导将他的战心影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哪里还能够和上官奉仙战斗的那般入神 不过三五招手中的武器就被挑飞出去 方天画几横在其驳梗之处 坐在马上的上官奉仙眼神当中 有些赞赏之色 能和自己斗到这个地步已经证明其不凡之处 来人将他丢绑了 看看有没有活的 把后手处理了 上官奉仙畅快大笑 上次在北韩关束手束脚 场地有限打得十分之不爽力 这次倒是站得痛快 许孝还要挣扎被上官奉仙用方天画几的后尾 直接敲晕过去 但抬进将队伍整列好了以后 回到上官奉仙身旁 这一次战斗 朔延狼旗死伤不守 但是上官奉仙的狼旗道是死的没几个 黑旗伤亡到达了三分之一 后面的丹州联盟骑兵死伤的最多 被虎奔军阻拦下来的大多都是联盟骑兵 铁浮屠几乎没有死亡 别看他们冲在最前面 但是那般甲咒已经将致命伤全部都给抵御住了 由此可见其恐怖之处 刚整合完军队远处奔袭而来竖旗 报将军 铁悬关出兵了 多少人 但抬进当即开口问道 数万血旗 后方跟着还有步兵约莫十万余众 负责盯着的士兵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但抬进 朔延兄弟等人都是将目光投向了上官奉仙 接下来如何行动就看他了 上官奉先将方天化己附后 看了看自己身后的大军 众人脸上虽然有疲惫之色 但是更多的就是兴奋 尤其是丹州联合骑兵 他们虽然伤亡最大 但是兴奋也是最重 因为他们将骑国的军队打赢了 这是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兄弟们 大王的命令是放开了杀 你们还能顶得住吗 顶得住 顶得住 狼旗 丹州联合骑兵都是疯狂大吼 清惊暴起 神色兴奋不已 上官奉先将大盗一把抓了过来 大王大盗所指 兵奋不止 杀 但台经看着周围的大军 内心震撼 简直就是一群战争疯子 一个李珍带领着这么一群战争疯子 六国 铁浮屠前锋 狼旗中端 你们断后 杀穿他们 本将不要伤亡数字 本王只要齐人的命 上官奉先说吧 千马直冲而去 打赢了不行 还要让齐国疼 让他们知道 敢于挑衅大真的后果 随着上官奉先策马而出 身后大军迅速跟上 所有人在出动的一瞬间 军士将身后的弓箭取出 弯弓搭建 骑射是丹州而狼的技能 精锐骑兵自然也会 如今场地开阔三轮急速射 甭管什么血骑 统统都得下马 来到丹州土地后 张于祥是越来越心惊 他已经看到了不少的虎奔溃军 三五师疯狂逃窜 刚开始他还派人阻拦 但是后来随着数量太多 他也顾不上管理了 精气神都已经被打破了 这些人就已经不是虎奔军 而是溃兵 同时他的内心也是愈发的担忧 到底狼七做了什么 能够让虎奔军溃逃如此 七万挑战三十万 根本不可能啊 同样的惊讶解骑也是心中惊疑 随着他们越来越深入丹州 突兀的地面震动 张于祥瞬间全神戒备 如今能够在丹州 有这种震动的只有狼旗 但是这个数量 可不像是七万人能够发出来的 血骑纷纷抽出手中的长枪 全神贯注地盯着远处的高原 嗖嗖嗖嗖嗖 乌云席卷笼罩了张于祥 以及他身后带领的血骑 抬头七十五度仰望天空 箭矢汇聚成的乌云 在天空中迎送了一曲 来自于地狱的哀怨 张于祥脸色一惊 身后清兵死死地将他脑袋按下 一拥而上 扑扑 北寒关 此刻城墙已经被血色浸染 足足两个时辰 一个人都没有登上城墙 天水军团善于攻城的死士 都是蜈蚣而死 大多都被砍成了烂泥 被绑在城墙上的 少旭姬双眼通红 血泪横流 他再如何也是异国之君 如今看到 为了拯救自己 而死伤这么多的士兵 心中感情难以遏制 只能不停地摇摆身体 大声呼喊 但是他的声音 在这已经是人间炼狱当中 微不足道 甚至都没有人能够听得清 两个时辰过去 萧锦的脸色已经阴沉到了极致 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 他死伤了超过六万人 这六万人都是军中汉勇之士 能够作为第一批登城墙的 自然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毕竟两军交战打的就是一个士气 谁也不会把老弱病残推出去 当第一波攻城的 那样影响太大了 但是现在 萧锦都出现疑惑之色了 他很好奇自己派出去的 还是天水军团的勇士吗 怎么这座城会如此之难攻 两个时辰纹丝不动 就连前锋大将 都已经死在了城墙之上 现在他的希望 就放在了城门上面 只要将城门打破了 那么他们 就可以冲进城中 他对于天水军团的进战能力 还是信任的 只要冲进去 大部队能够入城 届时必定可以 将眼前这雄关征服 说来也是可笑 当初这关口 也是大于耗时 耗力建造而成 如今却成为了 他们的阻碍 同时萧锦 对于城墙上的少许姬丹心 也是愈加的浓重 李珍既然敢将其挂出来 就说明肯定有防备措施 那位老公公 如今还在养伤 萧锦叹了口气 他就没打过这么憋屈的仗 不过很快 好消息就出现了 在面对自己 狂轰烂炸了两个时辰的城门 终于是扛不住了 萧锦立刻命令盾兵 将盾牌扛起 抵御着上方的箭矢等等 过去将城门尽快打开 面对各种武器轮番上阵 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城门的裂缝是越来越大 在最后一锤子下 城门轰然倒塌 负责锤门的士兵们当即 脸色大喜 城门破了 话音刚落 突然间 空气凝固 周围的时间 仿佛都在此刻 慢了下来 那个士兵回头 看向城中 在他的瞳孔当中 只见一道超过十米的金光袭来 金光锁过之处 地面被拉出一道印记 前排的士兵 甚至来不及开口 就已经被金光吞噬 跟着本王 杀 这个时代 最为迷人的 无非就是你追随的人 喊出跟我杀这三个字 陷阵之至 有死无生 大王所向 兵风所止 黑甲 黑盾 黑刀 黑盔 八百县阵可汉天 而李珍现在 有整整二十万 敢叫天地换颜色 李珍一马当先 策马而出 手握把王枪 灌注自己的真器 左右挥动肩 恐怖的力量 横扫而出 中军大营中的 萧锦目光一瞪 李珍居然带兵早就 已经等在那里了 战狐 给本江杀过去 萧锦看着在人群中 横冲直撞的李珍 连忙点将 他的境界 仅仅也就是三平 有个自保之力 这种战斗 还是得派出自己的得力干将 五到六品的战狐 听到命令一个 绑大妖元的赤膊大汉纵马 朝着李珍冲了过去 一双虎目锐利异常 左右搁拎着一个银色大锤 爆炸性的力量 在其劫杂的肌肉上 一览无余 李珍小儿 本江天水军团 天水太保战 胡来会会你 战狐拎着两个锤子一路狂奔 对着李珍直挺挺地冲了过来 冲到眼前之时 双手大锤猛地砸向李珍 死 战狐目自欲裂 神情可不 身体仿佛在此刻膨胀了一圈 李珍扫了一眼对方 反手一枪砸了下去 霸王枪裹挟着呼啸进风 迅猛无双 狠狠地和其双锤碰在一起 哄 两人这一击掀起风暴 战狐的脸色突兀一白 从锤身上传来的那股真气 传遍他的全身经脉 石锤的虎口在瞬间就鲜血炸开 一股躺臂挡车的感觉油然而生 来不及多说半个字 战狐整个人就被砸飞出去 手中双锤脱手而出 倒在地上两眼一翻昏死过去 仅仅一招 这位号称 拥有天水军团第一勇士的战狐 就被砸得生死不知 萧瑾脸色惊恶 看着不知死活的战狐 目光呆滞 一击将其砸飞的李珍撇了撇嘴 看样子 他以为对方是个狠人呢 忠看不忠用 李珍将目光锁定在了坐镇中军的萧瑾身上 他在城墙上就已经看到了此人 面对这种良将 自己必杀之 他的眼神隔空和萧瑾碰撞在一起 萧瑾顿时打了个冷战 后背发凉 有一种被毒蛇钉上的感觉 不止如此 他还注意到了李珍身后的那支黑色大军 他们面对自己的天水军 几乎就是砍瓜切菜般的随意屠戮 这么精锐的军队 李珍又是从哪整出来的 来不及多想 萧瑾立刻下令明金收兵再打下去必败无疑 别看他们人多 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邵续基固然重要 但是天水军团也重要 将天水军团放在这里和李珍死磕 他下不了这个命令 当目的完不成的时候 那么一切都只是徒劳无功 李珍看到对方这么快就明金收兵更是忌惮之色闪烁 现在的损失远远没到天水军团肉疼的地步 对方能够下这种命令可见其心智谋略以及取舍的速度能力 李珍拍马冲了上去 天水军团可以不杀光 但是萧瑾必须死 天水军团在听到明金收兵的命令后 犹如潮水一般退去 所谓精兵就是能够在退兵的时候仍旧井然有序 显然天水军团就是如此 他们的速度很快 现阵营也不慢 蹬在后面紧紧咬死对方 不断趁机建功 而李珍就像是一台横冲直撞的大卡车 全力催动功法的李珍化身为金人 一路阻拦的玉军尽数被珍弃阵飞 萧瑾脸色大惊 急忙催促驾着战车的人 驾车的人马鞭子都要回到冒烟了 但是马的速度就是这么快啊 萧瑾看着越来越近的李珍 心中一横抽出腰间配件 隔断战车绳索一跃于马上 紧跟着一剑刺入马屁股上 顿时推背赶袭来 萧瑾抓紧缰绳 顿时风驰电撤在战场上 后面的李珍一看 当即佩服这个萧瑾 真儿母的有办法 但是你有张良记 我有个强踢 李珍反手将霸王枪握住 单眼微眯 对准萧瑾的后背猛的致出 霸王枪化为一道流光 朝着萧瑾飞射而去 周围的清兵副将看到这一幕 纷纷一跃而起 毫无聚色的挡在霸王枪的路上 但是他们低估了李珍这一枪的力道 霸王枪穿透了数十人后 仍旧力道巨大 真气虽然已经消耗殆尽 但是惯力还在 萧瑾回头看过去 一双眼睛中充斥着不甘心 噗嘶 霸王枪贯穿了萧瑾 还有他胯下的战马 直挺挺地将他们定在了地面之上 周围的天水军团将领一个个怒目原争 将军 萧瑾张大嘴血液不断流出 挣扎着吼出了生命中最后的一句话 快走走 仲将虽心中愤痕 但是萧瑾临终之言 他们也不敢不从 大家含着泪和满腔的愤怒及时狂奔 萧瑾看到这一幕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不是因为身上的疼痛 而是因为心中的难受 李珍区区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拥有如此雄兵 靠着一个草台班子 将天水军团打成如此模样 齐军那边 他想来也不会比自己这边强多少 可能会更惨 当今世上 能够抗助玉奇两国接近百万雄兵的进攻 李珍气候已成 少许姬就不回去了 与其如此 他不如给玉国保留力量 何必再做这无用之功 李珍看着已经死的 不能再死的萧瑾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比之英雄无知仇敌 大王 追不追 县阵营的统领高成 赶来请示道 李珍微微摆手 穷扣莫追 这次他们有得跑 下一次本王看他们往哪逃 现在追上去杀不了多少人 拉的距离太长了 人不能贪心 这一次北韩关可谓是大获全胜 虽然只杀了天水军团不到六万人 但是几方受伤的人寥寥无几 何况 这一仗不仅是打给两国看的 更是打给天下看的 往后谁若是还想和李珍过不去 那就得掂量掂量 他们是不是比今天的两国更加强悍 或者说 他们能不能付得起这个代价 收兵回城后 李珍命令屈禁继续防守北韩关 以防天水军团杀个回马枪 自己则是带领着高城两人去往了真都 那边的战况他还不清楚 得过去亲自看看才放心 李珍进入争斗后 静止来到齐军攻城的那个门 看着下方尸横遍野的场景 李珍赶紧眯着眼分辨开了敌我的尸体 当看到基本都是齐军的尸体后 李珍松了口气 这个伤亡还在控制当中 城门口数百狼齐正压着两个五花大绑的人 李珍走下去 副手看向两人 这两人是齐禀大王 此人是敌军降临许孝 旁边的那人自称是齐国皇帝的地点 负责看守两人的狼齐会报道 许孝一言不发 看着李珍的眼神满是愤怒 而旁边的陈淑平就嚣张得多了 不停地在挣扎 李珍 你若是不放了我 等我皇兄来到铁玄关 到时候齐国举全国之力 你这弹丸之地必定被踏平 速速将我放了 我还能让我皇兄放你一条生路 李珍眼神里充满细血 往往这种人不是不怕 而是他们害怕到了极点 才会这么强打底气的开口 面对这种人 李珍有的是手段 拖下去砍了 花音落下 两个狼齐直接就将齐拎了起来 他们刚才听着 对方喋喋不休早就受不了了 碍于对方的身份才一直忍着 现在李珍开口了 那可太好了 噗通 刚出去两步 陈淑勋就双膝一软跪倒在地 眼泪朦朦 大王 我苦啊 刚才都是我装的 我其实在齐果果的苦啊 我皇兄记荡我的身份 所以把我派来前线 我其实狗屁不懂 他就是想让我死 大王 你留我一条命吧 我知道 我哥的许多隐秘之事 他跟我爹的妃子 陈淑勋情绪地转变单得起 丝滑二字 从刚才的底气十足到现在的卑躬屈膝 用了不到0.5秒的时间 可以说 他在第一时间开口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 如果下不住李珍 就开启第二套方案 李珍走过去认真的 打量着哭啼啼的陈淑勋 人才 这绝对是个人才 而且有大用 旁边的许孝实在是听不过去了 破口大骂 陈淑勋 你给我闭嘴 皇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你给我站起来 站起来 许孝吼的脸红脖子粗 他说的全是屁话 陈淑勋是主动要求来前线的 美其名曰断炼自己 至于什么陈淑 平忌蛋他 那更是无敌放食 他也不撒抛尿看看自己 就他那个德行 还用得着陈淑勋鸡蛋 话而言之 若是他真有危及陈淑勋的能力 他安能有命在 至于什么妃子之类的事情 这是他能听的吗 陈淑勋对于许孝的话充耳不闻 一个劲地哭 说着还爬到了李真的脚下 抱着他腿的哭 李真眼里闪过一丝嫌弃 将他踢开 戴下去关起来 还有他一并关起来 他看错了 这个齐国的皇子不是人才 是奇葩 不过他说的陈淑勋 和他爹妃子的事情得听一听 有时候舆论起到的作用 都不是战争能够达成的 当听到不用死的时候 陈淑勋松了口气 他能够从皇宫里活着出来 成为陈淑勋唯一一个活着的兄弟 这本身已经代表了他能力非凡 从小在明正暗斗下长大的他 始终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只有命活着 才能够想其他的事情 若是命都没有了那还说个屁 两人被带走 后关在了一个牢房 陈淑勋看着不怀好意的 狼齐顿时暗骂一声 待狼齐离开后 陈淑勋立刻换了一副神色 徐将军 你看本殿下 刚才装得像吗 本殿下 其实都是为了 哎呀 别打脸徐将军 过去了大概一个时辰 上官奉先带着大军 才从远处归来 李真站在城墙上一眼 望去不少都是 拖着自己人的尸体 看这些人 李真脸上露出笑容 抛开狼齐 铁浮屠 黑齐不谈 这些单州的原住民 此刻也不似从前那般 脸庞上满是骄傲和激动 他们赢了 赢了曾经高高在上的 齐国血齐 这是对于自信心的重建 上官奉先举着方天话戟 高高扬起 大王 铁悬关主将张鱼祥战死 血齐尽数被斩 虎奔军溃不成军 我们赢了 随着上官奉先的话音落下 身后大军爆发出轰鸣的吼叫声 人群中的黑齐也是跟着大吼 毕竟战斗是他们一起打的 这份喜悦他们也是出了力的 而弹台镜则是将眼神放在了李真的身上 难道北韩关那边的战事都已经结束了 真军威武 李真有嘎而发微微抬手 锁子黄金甲在太阳下熠熠生辉 从下方看过去 此刻的李真就宛如朝阳 耗日当空 大王威武 真军纷纷高举武器大声附和 此刻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不分狼旗 黑旗 单周旗 都是真军 随着大军大胜入城 这一场面对两国围堵的战斗 正式宣告了结束 同时也代表着从今天开始 天下又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 那就是大真 甚至可以说大真就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一台战争机器 百姓少 地方小 但是人多 敢打 这就已经足够了 这场战斗暗中许多国家的探子都在 此刻他们都是将这个会阵惊天下的消息 纷纷传递回国 毕竟谁也没有想到 李真还有后手 尤其是 在北韩关出现的那支军队 此前 他们压根没有收到一点的情报 李真此人藏的 可真是够深的 平原县 御军大营 天水军团在撤回营地后 连忙将这里的情况 汇报回了帝都 汇报之后 天水军团高层沟通之后 一致决定先撤离此地 平原县无嫌可守 若是李真派骑兵过来 防不胜防 于是 天水军团扔下平原县 离开了这里 顺着来时的路径 退了回去 平原县县令 看着徐徐退走的天水军团 满脸绝望 这就相当于 是御国放弃他们了 放弃了平原县一万余户啊 他们这些人 世世代代地住在这里 房子地都在这 他们肯定不能走 县令我们跟着军队撤吧 师爷担忧地说道 上次郎骑过来 虽然没有对他们百姓出手 但是谁能知道下一次他们会不会呢 平原县的驻军被杀得七零八落 现在平原县就是一座 没有任何保护的县城 天水军团的到来本身 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感 但是 现在打了败仗走了 他们的处境堪忧啊 放屁 你我能走 平原县数万百姓能走吗 他们走了以后 吃什么住什么 此话休要再提 本官不相信他李真 会如此恶毒 对百姓出手 本官就在这里 哪也不去 县令捧着脸冷哼一声 人对于自己长大生活的地方 总是有独特的情怀 现在 这还没到那个地步 就算是李真的大军过来了 他就不相信 李真会对百姓出手 师爷看着县令的模样 心中摇头 县令不走他 是要走了 李真的凶名太盛 那可是坑杀了十几万人的存在 他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县令读书 读的脑袋都傻了 京都 少旭雪在大殿上不断的躲步 按照肖锦给自己的传信 今天就是公贞斗的时间 百官都在大殿当中 所有人都等待着捷报 唐玉杰低着头 不知道在思索什么 这段时间 他可以说是 借是将自己看不顺眼的人 全部都给清理了出去 尤其是李真留下的那些人 罢官的罢官 遣散的遣散 现在已经全部都换成了他唐玉杰的人 日子过得舒服多了 少旭雪眉头皱起 还没有战报传来 启禀大将军 海门 报 平原县十万火急战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大殿外的士兵而吸引 少旭雪故不得李杰当即快步走了下去 将士兵手中的传信接过 打开一看 少旭雪的脑袋轰的一下 萧敬战死 功成失利 李真留有后手 曹公公重伤 陛下令 少旭雪继任女殿 百官此刻 看到少旭雪煞白的面容 意识到了战时可能出现了意外 少旭雪将手中的战报扔下 两行青泪顺着 脸颊而流 传令 天水军团回到驻地休养整军 派出使臣出使真都 谈判 少旭雪留下一句话 转身离开了宫殿 她心如刀脚又无可奈何 玉国精锐军团出兵 都未能将北韩关攻破 她身为军人 自然知道萧景的意思 在损耗未超过50%的时候 萧景就命令退兵 这也就代表 萧景认为 即便是全力拼杀 也赢不了 对于萧景她 是非常认可的 玉国谋将之恋 能够排得上前三 对方已经如此行为 那就说明 李珍手中的力量 已经超过了天水军团 再加上曹公公重伤 无论是从哪方面来说 都已经够了 再打下去 玉国承受不了了 举全国之力和李珍死� 她办不到 少旭姬若是知道了 也不会同意 少旭雪离开后 百官纷纷朝着战报汇聚过去 唐玉杰一马当先 将其抓在手中 瞳孔放大 满事不可思议 李珍居然将天水军团 都给击败了 还将萧景给杀了 这这这这 唐玉杰久不回神 李珍有这般能耐 百官的注意点 则是在少旭姬 对于少旭雪的安排上面 继任皇帝位 女爹 少氏宗族这一代 也就这么兄妹两人 按祖宗妙法来说理应如此 但是下一代呢 再者说 少旭姬不是还没死呢 这件事 关乎他们切身的利益啊 相比于来说仗打不打得赢 他们更在乎的是 自己能够在这场风暴中获得什么 又或者是会失去什么 玉国老臣都是探着气离开了宫殿 他们都是活了一辈子了 自认为是见多识广 没想到老年还能够看到 这种蟒雀吞龙之事 再者说 李珍真的就会停滞不前 他难道没有南下之意 恐怕下一次就不是玉国北上了 而是李珍率兵南下 谁能想到 当初少旭姬小小的一任性 造就了一个丹周王 少旭雪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的秦殿 他关上殿门之后 落寞的瘫软在地 素来坚强的少旭雪此刻 泪水打湿了面容 怎么事情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李珍当初 不过就是一个书生罢了 有些才华 但是也不至于如此妖念 怎么就会如此 少旭雪抹去脸上的泪水 即不来到暗台 亲笔写下一封信 李珍之所以如此 不过就是想抱当初在朝堂之仇罢了 既然如此 那就用他来换自己哥哥 他不就是想体验胜利者的那种姿态吗 自己满足他不就行了 罪孽就让自己承受 他的哥哥必须回来 至于李珍 大不了自己作为质女 难道李珍还能对自己如何 少旭雪洋洋洒洒 写下一封信后 交给了自己的贴身侍女 同时在朝中寻找此次出使争斗的人选 一日 铁玄关 陈淑平坐着马车来到城下 撩开帘子看到迎接自己 居然是一个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小角色时 他眼神中掠过一丝阴侧 参见陛下 免礼吧 许孝将军和张于祥他们在争督 陈淑平下车之后淡淡地问道 那个百夫长头上的冷汗狂貌 臂陛下 许孝将军和张于祥将军都战死了 硬着头皮说完这句话 百夫长用力地将脑袋贴在地上 陈淑平一时之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 陛下 真度满意 联合骑兵数十万余针都阻击许孝将军带领的虎奔军 虎奔军不敌 求援铁玄关 张于祥将军带领血骑和铁玄关助军赶去支援 半路也被冲杀 全军 全军覆没 直到此刻 陈淑平才听清楚了 他走过去一把将那个百夫长拎起来 虎奔军和铁玄关的驻军全部都死了 陈淑平一张脸 猙獰无比 这般消息 对于他来说 也足以惊心 是 是陛下 逃回来的不足三成 请陛下 为张于祥将军报 百夫长话音未落 陈淑平抖然一巴掌拍在其天灵盖上 砰的一声 百夫长头颅瘫乱 死的不能再死了 周围的将士惊骇无比 陈淑平在齐国那 可是贤民远播 爱民如子 爱兵如子 如今 这猙獰可怖的面容和传闻相差甚远 黄说 带朕去一趟真多 朕要亲手杀了李珍 亲手杀了他 陈淑平彻底破防了 在他的想象当中 自己归来 应该是看到 对自己感恩戴德的邵续姬 以及卑躬屈膝的李珍 可是现在 现实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这种感觉陈淑平非常不喜欢 虎必军他能牺牲得起 铁玄关驻军也无所谓 但是事情不能超出他的掌控 陈淑平话音落下 身后金色人影一闪而过 带着陈淑平转瞬之间 已然消失在铁玄关中 真多 从里到外都洋溢着高兴的氛围 仗打赢了 对于真都林百姓来说也是好事 毕竟他们好不容易才有个落脚处 若是被外人进来了关职 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子 城墙上负责职守 是一对先登死士 从真都到北韩关 所有的驻兵 已经全部都被换成了先登死士 当班千夫掌正夸着刀 在城墙上巡视 突然间 他看到了 从远处奔袭而来的一道金光 千夫掌揉了揉眼睛 定睛一看 才发现那金光居然是两个人 当即大喝一声 放箭 先登死士的速度不慢 但是那道金光更快 箭矢撞在金光上面 直接被弹飞 金光在转眼之间 就从地面掠至空中 几番跳跃后 来到了城墙之上 千夫掌立刻抽出长刀 冲了上去 还未近身 身躯就陡然炸裂 李真在哪啊 陈淑平看着城墙上的 先登死士问道 杀 百夫掌毫无聚色提单上 陈淑平眉头皱起 黄叔解决他们 一道金光掠过 周围的先登死士 纷纷暴体而亡 这里的动静 引起了城墙上 其他人的注意 源源不断的 先登死士 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眼看人越来越多 陈淑平摆了白手 指着远处的黄公 黄叔去哪 他这次是来找李真的 没空跟他们纠缠 当即 金色人影 抓起陈淑平 一跃而起 朝着黄公跃去 先登死士几个千夫长当 看到对方奔向黄公的时候 连忙命人吹响战鼓 然后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黄公当中 正值中午 李真在宫中款待群臣 主要也是将高城和屈静 介绍给众人认识一下 但抬近此刻 对于李真是心悦诚服 他当初的担忧是多虑了 有这四十万精兵在拦住天水军团 那是轻而易举 只不过他多少是有些唏嘘于萧景之死 对方也是一代名将 可惜最终却死在了这里 方天如瞪着眼睛是满眼的好奇 他就不明白 李真到底是如何将大军凭空变出来的 这北韩官也没有地道 但是方天如很聪明 李真没有说 他就不会多问 上官奉先人家不也没问 那他问就不合适 李真坐在主位上旁边 是穿着精致服饰的朔颜玉耳 大殿当中拼酒的声音 此起彼伏 都是军中硬汉 自然是以酒会有 能不能喝是一回事 敢不敢喝又是一回事 李真笑眯眯的看着这一幕 哦 轻轻的战鼓声从远方传来 顷刻间 大殿中的各将 都是纷纷将武器 抽出一脸戒备的战起身来 大王 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上官奉先宁谋道 李真起身微微摆手 淡淡道 用不着了 人家已经到了 说完 他单手按着按台 身影一跃而起落在宫殿中央 从他的感知当中 有一股绝强的力量 正在不断接近皇宫 李真急步走出大殿 与此同时 耶律志武也是从后面跟了出来 很强 比我都强 听到耶律志武的声音 李真的眉头微皱 大宗师 还没到 但是快了 李真的心提了起来 接近大宗师的酒品 遇国派来的人 应该不可能 若是对方有这般人物 早就去救少续基了 不可能会来找自己 那就是齐国的人了 接近大宗师的酒品 有点意思 宫殿里的众人 也是脚前脚后 跟了出来 远处的金光转瞬之间 已到眼前 李真看着两人的身上的衣袍和气质 有些不敢置信道 齐国皇帝 陈淑平副手而立 眼睛微眯 你就是李真 正是 李真脸上露出笑意 没想到齐国的皇帝 居然还敢亲自来争督 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吗 和少续基凑个九州双龙 陈淑平没有多言 指着李真道 皇叔 杀了他 他的愤怒 已经不允许自己 多跟对方说一句话 只有杀了李真 才能够平息陈淑平的怒火 嗖的一声 那蟒袍中年人 化为一道流光冲向李真 右臂一拳砸了出去 旁边的耶律志武 刚即来到李真的身前 双拳接触的瞬间 一股进风席卷而开 李真身后的众将控制不住身体 背进风扫的不停后退 萨满祭司 中年淡淡一声 正是 花音落下 两人同时出手 速度快倒用眼睛 根本看不清楚 打得你来我往 皇宫前面的空地地板 纷飞崩碎 在耶律志武 应付对方的时候 李真的目光 则是投向了陈淑平 既然来了 就不要走了 花音落下 李真以手为肘 脚步轻点身影掠出 伴随着龙音声 杀向陈淑平 狂妄 陈淑平冷哼一声 不退反进朝着李真 冲了过去 中年人感受到 李真身上的契机后 古锦吴波的面容 扯出惊愕 陛下 快退 他双掌用力 将耶律志武推出 转身朝着李真而去 他的速度很快 但是李真 和陈淑平也不慢 尤其是双向奔赴 陈淑平听到他皇叔的话 已经晚了 自信满满轰出去的一拳 被李真手爪钳制 无论他如何用力 都无法挣脱 无凭 倒是有些本事 但是你跟本王相比 犹如萤火与浩月 不值一提 李真森然一笑 手爪用力 陈淑平顿时发出痛苦的嚎叫声 他的骨头 被李真全力一捏 全部粉碎 那中年人瞳孔中 散发着怒火 好胆 他全力一拳 砸在李真的臂膀之上 李真回头淡淡一笑 好胆的还在后面 说着他不顾对方的攻击 双手将陈淑平的手臂扯住 用力一拧 顿时麻花成形 陈淑平的脸色在一秒间血色全无 与此同时 那一拳也是落在了李真的身上 哦 金色的屏障将那一拳死死挡住 不得寸净 中年人大海 怎么可能 自己全力一拳 对方居然丝毫未伤 这金色的屏障 有古怪 来不及多想 身后耶律志武 已经提着自己的拳杖砸了过来 中年人一巴掌将拳杖拍开 掠到陈淑平身旁 将其拉到自己的身后 以一己之力 面对耶律志武和李真的攻击 李真 虽然对其造不成伤害 但是骚扰也有作用 而耶律志武则是火力全开 宫中珠将看着大发神威的李真 满眼皆是崇敬 这就是他们的大王 武力远远超过于他们 黄叔 走 陈淑平忍着剧痛扶着自己 已经软塌塌的肩膀 失策了 没想到 李真会这么强 谁能想到 顶尖武力值 那时 居然会是李真 这个以文明冠天下的存在身上 中年人眉宇间 满是冰王 李真和耶律志武 可是穷追不舍 全力而为拖住对方 不过差距 还是有的 中年人抬手 一记手刀横冠二人 耶律志武和李真 纷纷躲闪 趁着这个空荡 中年人带着陈淑平 转身而去 身影一闪 已经在屋檐之上 几个呼吸间 就已经消失不见 这一次耶律志武 没去追 因为他知道追上去 也留不下对方 反而他还容易挨揍 所以 索性也就没开口 李真 眯着眼看着远去的身影 嘴角掠起 虽然没有将其留下和少许姬 组成九州双龙 但 对方也被自己废了一臂 轰轰轰 先登死士 和文迅赶过来的军队 这才到场 李真 摆了白手命 他们都带回 同时让上官奉先 将许孝和陈淑勋 都给带过来 他对于那个中年人很好奇 对方身着蟒袍 那就是齐国宗室之人 齐国还有多少 这得打上一个问号 这件事旁人不清楚 但是陈淑勋肯定清楚 地牢当中 少许姬独臂 靠在昏暗潮湿的墙上 双眼无神 好似行尸走肉一般 从昨天他看到天水军团 被李真带兵杀的大败之时 他的心就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不过是一具躯体 旁边囚牢当中 是闭目不严的许孝 还有鼻青脸肿的陈淑勋 昨天他 可是被好一顿揍 若不是因为其皇家身份 估计许孝都能够将其打死了 随着地牢的门被打开 许孝的双目微睁 上官奉仙龙行虎步的来到牢房前 瞥了一眼哨续肌 没有多言 看向二人 跟我走 大王要见你们 好好好将军 陈淑勋起身捂着脸 一瘸一拐的来到门口 许孝窥然不动 要杀药寡西听尊便 我没空见你们大王 上官奉仙叹了口气 打开门低下身子道 本将看你也是一员汉将 不如跟了我们大王算了 他和许孝属实是有些惺惺相惜 一臣不似二主 上官奉仙你 无须多言 杀了本将 许孝直勾勾的看着上官奉仙 后者微微摇头 起身摆了摆手 两个狼 骑进来将其架起来带了出去 许孝一身真气已经被压制 如今的他还不如普通人 少许季微微抬眼 看着许孝的眼神闪过赞赏 好一个中军之将 不似但抬进那般 背信弃义 上官奉仙带着两人静直来到皇宫 进入 大殿后 陈淑勋扑通跪倒在地 许孝深深地叹了口气 身躯挺得笔直 旁侧的狼旗 当即就要对着他的膝盖踢去 算了 不跪就不跪吧 李真摆了摆手 微微前倾身体 看来许将军是不加入大真了 一臣不思二主 那你说得服吗 听到李真的问话 许孝脸上露出痴笑 兵者鬼道 哪有服不服的 如今已是阶下囚 真王不必多言 本将一心求死 李真微微点头 好一个忠臣良将 来人将他拖出去 即刻斩杀 话音落下 上官奉先叹了口气 白瞎这么个人啊 许孝闭着眼被左右拉了下去 李真把玩着手中的杯子 许孝或许会投成大真 但是那要付出的太多太多 他没有那个时间 也没有那个精力 所以只有送他上路了 许孝被拖出去没多酒店外 就响起扑吃的声音 跪倒在地的陈淑勋猛地打了个机灵 这次 他是真的恐惧了 李真毫不犹豫地便将齐国大将屠戮 这般冷血的态度让他猝不及防 一般来说 这种级别的人物都具有交换价值 拿来换个三五成之地 齐国肯定会换的 不按套路出牌 报大王 许孝已被处死 宫中统领禁殿会报道 李真摆了摆手 随后将目光看向陈淑勋 接下来该你了 陈淑勋立刻扶手在地 声音颤抖 大王 你想知道什么 想让我干什么 您吩咐 但是再下去不想死 他直白地将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 李真文言忍不住笑了一声 此人倒是活得较为直率 很多人不想死 但是又要装自己不怕死 他很讨厌那样的人 怕就是怕 装什么三四五六 李真靠着龙椅道 本王想知道陈淑勋身旁的那位宗师是什么人 那样的人齐国有多少 话音刚落 陈淑勋猛地抬起头 盯着李真不假思索道 大王 可是他来了 陈淑勋身旁的宗师之人齐国当中 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除了朝堂上的两位 也就是宗师之人才知道 李真不可能将探子 安插到齐国皇宫当中 故而 那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两人见面了 李真微微一笑 语气淡漠 来了 不仅来了 还让本王凝断了他一条胳膊 想来往后他和邵续姬 也是能够搭配成一对兄弟了 陈淑勋文言第一次认真看着眼前的李真 那张看似笑意盈盈 实际冰冷的脸庞带给了他无尽的寒意 陈淑勋带着皇叔来了 居然被李真给打跑了 他不怀疑李真是骗他的 因为没必要 自己都已经是这个地步了 骗他还有什么意义 没有丝毫犹豫 陈淑勋将那位的身份 全部抖落了出来 还有齐国的一些隐秘 李真听得眼睛微眯 这些情况他还真不知道 不过跟他猜得差不多 那位中年人也是陈姓皇族 而且是正统皇族 齐国开国皇帝的二儿子一脉 从陈淑勋的口中得知 齐国地域辽阔 掌握无数风水宝地 故而宗门也比较多 当年齐国皇帝见过之后 总觉得这些人是个隐患 于是就命令自己武道天父 出众的二儿子建立正武堂 想要震慑整个齐国大地 用无数天才地宝 将自己的二儿子 推到了大宗师的地步 带领无数高手 动辄屠宗灭门 这也引得齐国治下的武道宗门恼 王朝更迭跟他们向来无关 现在刀架在他们脖子上还了得 人和数十位宗师三位大宗师逼宫 齐帝不得已将正武堂拆除 最后改编为皇家供奉 并且和齐国武道宗门立下约定 宗门不得以武乱进 齐国也不能对武道宗门无缘无故动手 由当年的六大宗门 与齐国皇帝签订 永久有效 而那个中年人 就是这一代的皇家供奉 他们的皇叔 同时 陈淑勋还将自己和陈淑平的关系 大概讲述了一下 其实也没啥可讲的 就是陈淑平天之骄子 早早就有除龙之姿 然后他资质平庸 胆小怕事 可以说 人家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李珍听得嘖嘖称齐 没想到齐国还有这么一段秘文 旁边的上官奉仙 也是听得如痴如醉 尤其是那几位大宗师逼宫之举 真乃是倒进了武道巅峰强者的霸气 方天如却是从其中听出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一双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陈淑勋 后者讲完后 不经意地瞥了方天如一眼 当才他就感觉凉嗖嗖的 转过头就看着那个文士盯着自己 李珍沉寂片刻摆了摆手 起来吧 陈淑勋当即谢恩从地上爬起 他时间长不贵了 猛得贵这么长时间 他还真受不了 刚起身 他还没站稳 就听到一道令他毛骨悚然的话语 陈淑勋你想当皇帝吗 抬头看去 只见李珍悠悠地盯着自己 陈淑勋双腿一软再次跪倒在地 头上冷汗不停 这是啥意思 他该怎么回 在线等很急 看着对方的样子 李珍微微汗手 旁边的方天如 立刻堆起笑容走了过去 伸出手温柔地将陈淑勋扶起来 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 在下侍郎方天如见过殿下 其实殿下不必紧张 我家大王听完您的故事后 同情你的遭遇罢了 身为皇子 明明那九五之位 也有你的一份 他陈淑勋 却是将其独吞 你过得苦啊 方天如说得可悲可叹 惋惜无比 陈淑勋顿时明白过来 当即投摇的像波浪鼓似的 他其实没有那个意思 他过得挺开心的 方天如温润的笑容 突兀的变得幽冷 殿下实时误者为俊杰 我家大王觉得你苦 你不苦也得苦 那突变的神情 令陈淑勋嘴角抽搐 真特么的慧眼啊 既然如此 刚才对自己笑个屁啊 你直接这样不就完了 陈淑勋双膝一软 大王想让我干什么 请吩咐 李珍微笑着起身拍了拍手 不是本王要你干什么 而是你自己想干什么 你的身上流淌着的 可是皇家的血脉 王侯将相宁有肿户 本王想你应该明白怎么做 陈淑勋心底一凉 这是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牌坊 然后借口攻棋 李珍莫不是疯了 他真以为打赢了虎奔军 能够染指七国 大王我 陈淑勋此刻已经被震惊到 连话都说不明白了 李珍走下台阶 来到陈淑勋的身前 微微欠身 每个人对于本王来说 都是具有价值的 而你的价值 就恰恰在于此 将他送回去 给他三天的时间 三天之后 若是他没有想得明白 那就千刀万剐 那个老师傅 不是还在珍都吗 正好 说完 没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禁止派人将其带了下去 离开的时候 陈淑勋面容发白 惨然 光是李珍所说的后四个字 对他来说 就如同一座大山 可是 这件事不是这么论的 自己在这里装熊也好 跪地求饶也罢 他皇兄不知道啊 但是自己 若是真按照李珍说的干了 那就回不去了 李珍敢千刀万剐他 他皇兄也敢啊 别人不知道陈淑勋的嗜好 他还不清楚吗 表面看着他有多么的英明 背地里其手段 就有多么的肮脏 这道题 自己怎么走都是死路 大王 他会同意吗 方天如看着对方的影子 有些摸不着到 李珍淡淡一笑 他一定会同意的 哦 大王何以为然 方天如看得出来 陈淑勋虽然怕死 但是他更怕他皇兄 尤其对方 还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 往往是最不好把控的 李珍回头看着方天如 本王如此 是因为你啊 陈 方天如文言一愣 还没有反应过来 李珍就与他擦身而过 你多狠啊 他能不怕你 方天如服饿苦笑 这也算是 来自于李珍的夸奖了 李珍回到龙椅上 安坐下来 齐国基本的情况已经明白了 只要那九品的宗师 别是量产的他就不怕 大王 咱们是不是要对齐国和御国用兵 末将愿意带领丹州铁骑打头阵 请大王下命令吧 上官凤仙起身 红声道 朔炎兄弟 完颜古达 屈静 高成 但台静陆陆续续站起身 但台静已经习惯了 上官凤仙这个性格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有所惊讶 但是现在已经平静了 哪怕上官凤仙说 攻打六国 他都惊讶 李珍靠在龙椅上面容上露出笑容 打是肯定要打的 但是出兵讲究的是一个师出有名 有名? 大王 咱们什么时候有过名? 上官凤仙眉头一皱 疑惑地问道 他们攻打北韩关的时候 不是突然就打了吗? 凤仙 你若是这样 本王就得跟你好好说说了 这个名可以不正 但是必须得有 听着李珍的解释 但台静心中 暗暗地翻了个白眼 果然 他就说李珍肯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大王 名不正 也得有个名啊 咱们对齐国 还算是师出有名 毕竟对方是公我们 还有陈淑勋 这个牌方在 但是玉国 方天如挑了挑眉 这个玉国 可是不好搞 当初是邵续姬 对李珍不仁不义 但是 后者如今 都已经成为李珍的阶下囚了 若是还拿这个当名 多少是有限 不要面皮 听着众人的话 李珍妈撒着下巴 脸上挂着悠然的笑容 轻君侧 嗯? 方天如脸色一正 啊 但台竟满眼疑惑 呃 上官奉仙等人 也是面色错愕 轻君侧这三个字 他们都能够理解 但是从李珍口中说出来 他们不理解 君都被李珍扯断一条胳膊了 这个轻 轻谁啊 上官奉仙等人 虽然不理解 但是尊重 反正李珍说的都是对的 李珍看着众人的表情摇头苦笑 看来他们这方面还需要培养啊 于是他开口解释道 少旭姬是不是在本王的手中 是 但台竟回复一声 那本王也没有登基为帝 从等级上来说 他依旧是皇帝 本王之前和他君臣一体 现在也是如此 只不过他在京都被奸人蒙蔽双眼 所以本王才不辞千里 将他带到了真度 从礼法上来说 真都也是大狱的一部分 所以 现在本王奉天子之命 提兵入狱 清君策 有问题吗 但台竟嘴角抽搐 这顶多算是强词夺理 胡搅蛮缠 方天儒却是眼神泛光 陛下大财 微臣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内心感叹 果然上位者就是上位者 如此不要面皮的话 也就李珍能够说得出来 大王 但是这说出去 恐怕他们不能相信啊 但台竟还是觉得 这多少有点牵强 李珍微微摇头 这不是让他们信的 只不过是告诉他们一声 本王是师出有名 何况会信的人 他自然会信 不会信的 即便是真的他也不信 大王说得好 上官奉先带头鼓掌 李珍说的确实是有道理 信不信是他们的事情 李珍起身副手而立 现在就等御国少许雪登基了 届时便可冰封直指御国 但台竟微微拱手 末将受教了 他今天可算是见识到 李珍的抢变了 当然这种抢变 是在人家有能力的情况下 才能够说出的 弱者面对强者 需要借助大事 真理 舆论 理由 而强者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 李珍眼睛微眯 邪天子以令诸侯 陈淑勋那边很简单 以陈淑勋的身份下一道旨意 给陈淑平官上是附夺位 屠露宗师的名声 然后在争斗登基 称 齐国新皇即可 他需要的就只不过认 就是一个借口罢了 大众在意的从来不是真相 而是对他们有利的情况 当大臣的冰封 踏入到齐国领土的时候 所占之地自然以自己的意思为主 不过就是需要考虑一下 对谁先出手的事情 两线作战 对于李珍来说 太过于冒险 从萧景的身上 他看到了一点威胁 那就是谋略之将的能力 眼下自己这边 守城之将冲锋勇士都有 唯独没有能够单独领兵作战的谋将 方天儒那是毒士 对方出手 轻则两败俱伤 重则谁都别火 等自己一穷二白 天下接工的时候 方天儒才能展现出他自己的魅力 平时还是算了吧 说真的 用他 李珍都觉得有点熟冷 方天儒以为他不知道 其从上官奉仙那里借走的一万余人组成的丹州军 死了一半 最后 还是李珍暗中派人替他擦的屁股 重金安抚 这才解决了这件事 对方搞出来的玩意还好 没有直接传播进入真都 要不然现在 估计都成了鬼城了 头烫 李珍将脑海中的想法放下 现在得分配一下职责了 眼下争斗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责任划分得清楚了 这段时间 北韩关驻房取靖带领先登死士负责 真都由高城带领 现阵营助手 上官奉仙你的五万狼旗摘出来 单独建制 剩下的所有骑兵统一建制 新建丹州旗 主将淡台靖 副将硕颜兄弟 铁浮屠不变 听着李珍的话 在场所有人没有一个不发猛的 尤其是淡台靖 他瞪着眼睛满是不可思议 丹州旗经过那一战后 加上他的黑旗现在也还有三十万左右 全交给自己了 上官奉仙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他的眼中只有狼旗 对于淡台靖的能力倒是也是认可 方天如你为真斗令 执掌真度 折蓝数为副使 暂且如此 都下去吧 李珍没给他们多说话的机会 在这里李珍只需要一个生意 那就是他的生意 两国联工大真双双失败的事情 在几天之间传播到了整个天下 可以说这一战 天下皆惊 朝野之间议论纷纷 民间更是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齐国和御国甚至都阻拦不住 管天管地 谁也管不住百姓的嘴啊 庆楚等国朝堂 那更是幸灾乐祸 毕竟齐国和御国都比他们强大 如今吃了饼 他们自然是喜闻乐见 不过 也有人将李珍的威胁 提升到了最高的级别 毕竟面对两国近百万联军的情况下 安然无恙 还能分而击败 这种能力 他们自认自己举国之力 都不一定能够办得到 但是 李珍靠着区区一成就做到了 各国将这一次的战斗 经过详细版本仔细琢磨 通过研究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 那就是李珍 居然以弹丸之地养活近百万之兵 在丹州平原 将虎弊军击溃的丹州骑兵 就不下三十万 甚至更多 而在北韩关顶天水军团进攻 和后来李珍带着反击的大军 人数更甚 可以说这一战 齐和裕两国远远的低估了李珍的实力 若是早知道对方有如此雄兵 那么齐国是百分之百不会出手 裕国也不会只掉击一个军团 就敢朝着人家发起进攻 这次的惨败归结其一个原因 就是李珍那恐怖的藏桌能力 不到最后一刻 你永远也不知道 李珍手里还有没有人 还有多少人 这一战后 有人料定齐国和裕国不会对李珍出手 因为面对他近百万大军 谁上去啃都是个硬骨头 甚至都不能够啃得下来 即便是想啃下来 那也得是大费周章 甚至引起国体震动 这个代价和付出完全不成正比 在这说 下一次你就敢保证李珍手里 没有别的底牌 只能说 李珍藏得太深了 这一战打赢了 李珍丹州王的名号 从此在六国当中也算是名声剑气 没有人再敢把他当成一个无能文士看待 对方凭借手中的军力 彻底在那个不毛之地站稳了脚跟 裕国不仅皇帝没救回来 天水军团的名将萧景也被留在了丹州 齐国更惨 本来这是跟他们没有关系 陈淑平非要掺和一把 结果到后 六虎之一的许萧死了 虎奔军和铁玄关铸军 还有血骑被称剑制的消灭了 纵观这一场牵动整个天下的大战当中 冲突的主要方裕国损失最小 死了六万多人 这个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么 一比齐国的位置更是尴尬得很 本来想展示一下自己六国之首的地位和实力 结果一不小心弄成了个笑话 实乃是旧由自取 以为自己什么都能管 没想到碰上这么个硬茬子 崩碎了牙 邻国当中 薛杜林拿着战报久久不回神 旁边正在给他梳头的上官网略微惆怅 陛下 您都看了一天了 奴婢担心你的眼睛啊 薛杜林闻言 意犹未尽地将战报放在一旁 撬脸上满是喜悦 婉儿 我们邻国要是有李真这么强大的军力 就不会有人敢欺负我们了吧 上官婉儿叹了口气 是啊 陛下 若是我们有李真那么强大的军队就好了 邻国的地位可以说就从来没高过 一个平衡的产物地位可想而知 各国商贸在其地往来自由 但是邻国一分钱的税也不敢收 甚至在必要时候还得笑脸相迎 因为这些商人的手中都拿着各国的条子 谁的面子邻国都得给 但是邻国的面子 没人给 就像当初陈书平说要在邻国和邵续基商量事情的时候 老丞相都得提前安排打扫干净街道迎接两人 薛多林眼眸弯弯 荡着在空中的双脚 眉宇间对上官婉儿的话若有所思 上官婉儿注意到了薛多林的异样 有些犹豫道 陛下 您该不会想花钱顾李真的军队保护咱们国家吧 婉儿 你愈发的懂政了 薛多林回过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上官婉儿来到薛多林身前 半跪在地道 陛下 奴婢和您共同长大 岂能不知您 但是李真这个人 我们还是敬而远之吧 我们邻国是个小庙 和这般动荡天下的人物扯上关系 并不是好事 薛多林伸手将上官婉儿拉起 朕只不过是有这么个考虑罢了 若是平安无事自然用不着 但若是有事你觉得会无用吗 无论如何 朕都得未雨绸缪 上官婉儿看着薛多林坚韧的面容 突然发现 跟自己一起长大的小女孩变得不同了 如今这个世道乱世 将且 我们邻国若是不提前筹谋 只能任人宰割 李真是个好的盟友 他有兵 朕有钱 这和情感无关 这是一桩买卖 明天朕就书信一封 你替朕送去真厅 薛多林赤着脚走在清冷的宫殿当中 上官婉儿贵妇在地 奴婢遵遵命 齐国 请宫 龙他之上陈淑萍昏迷满头大汗 门外太医院的御用大夫汇聚在门口 急得满地打转 中年人站在宫门外 眉头深皱 陛下的胳膊保不住了 齐柄大供奉 陛下的胳膊 乃是外力所致 下手之人心肠歹毒 将陛下胳膊扭断之时 真气灌入 骨骼血液聚损 回天无力 太医院之手老者愁眉不斩 中年人双目紧闭 在睁开的瞬间 一道无形的劲气 将在场所有太医院之人全部笼罩 砰砰砰 一朵朵血花绽放 快步而来的连江和周天和两人顿时一惊 随后赶来看着遍地的尸体 都是有些错愕 您这是周天和叹了口气悠悠道 治不了刘之何用 陛下断臂之事绝对不能传出 你们两人将陛下照看好了 不就是一臂而已 本作去寻一条就是了 中年人说完身影瞬间消失不见 连江看了一眼房颜 眉头皱气 周天和晨晨的叹了口气 随后招了招手 将他们的家眷和弟子一并处理干净 切勿留下活口 不到第二天 陈淑勋就主动求见李珍 皇宫花园当中 李珍看着急忙见自己的陈淑勋笑而不语 陈淑勋跪倒在地 恭敬道 大王 我想清楚了 我其实在齐国过的苦啊 那个天杀的陈淑平对我是百般可待 我早就已经看他不顺眼了 所以今天特来请求陛下 一定要包打扮那个昏君 拿回属于我的天下 当然 事成之后 臣会将整个齐国拱手于您 以报答您对我的大恩大德 陈淑勋说着一个头刻在地上 邦邦想 他研究了一个晚上 最后还是觉得火烧眉毛的李珍比较急 哪怕现在先微深于李珍 等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自己在趁机操作 联系自己的皇兄 再编造一个谎言 顺便阐明自己是在卧底 将有用的情报传递给陈淑平 功过向底 只要自己在摇尾起怜 以陈淑平那般高傲的性格 自然会借过此事 故二 他主动来找李李珍了 庄孙子自己在行 庄了这么多年 身安其道 他料定李珍不会发现自己的小九九 果不其然 在他说完这般话后 李珍起身将其扶起 臣 惶恐 陈淑勋表现得极为贴合此刻的心路历程 但是李珍始终笑 而不语地看着他 也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做什么 就是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他 陈淑勋是越看心里越凉 没有无缘无故的注视 每一眼都是有原因的 好在就围扯了几戏之间 李珍就摆了摆手 将侍女招了过来 将陈先生先请下去 交给方天如带着吧 等时机成熟了之后 再心定夺 听到李珍的话 陈淑勋这种老恋之人 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劲 李珍这绝对是 没有把对自己的警惕心放下 但是又不挑明 加以限制 他不明白 是自己演得不够好吗 不过此刻 也不是多问的时候 没过多久 宫女带着两个侍卫 就走了过来 将陈淑勋带着离开了皇宫 看着对方 逐渐消失在黑夜当中的背影 冷哼一声 跟自己玩这套 他够格吗 再让他连个五十年 也会被自己一眼看穿 扑街仔了 要不是看对方有用 今天李珍 就将他的脑袋砍了 当然 这件事也不急 古有关羽不急 杀完再合 现有自己不急用完再杀 合理 朔炎玉儿从后面款款而来 看着李珍自己在那傻笑 顿时脸上充满笑意 大王 你自己在那傻笑什么呢 李珍回过神随意道 没事 一个跳梁小丑令本王发笑 转过头看着一身轻杀的朔炎玉儿 顿时露出一丝深意的笑容 小坏蛋 你很会啊 嗯 大王 夜晚 正在房间中苦心研究毒药和毒剂的方天儒 看到宫中侍卫带领的陈淑勋当即眉头一皱 一般来说 正常投诚的都不会带来给自己啊 比如弹台镜 带来给自己的都是需要悄悄打打的 当即 方天儒就明白过来李珍的意思了 来来来 陈殿下 下官正好整理点东西 你来了 就一病吧 正好你住在我的府邸当中 我们两人好生亲近一下 方天儒笑得十分真诚 陈淑勋在这几天也是看到了 这位在这里地位比较高 而且 还是个文人 这个文人一般来说都比武将好打交道 武将是一根筋 但是文人不同 这个人懂得多了 想法自然也就多了 早就已经仰慕方大人威名了 能够和您同处一个屋檐下 那真是三生有幸 陈淑勋当即一个箭步过去 将方天儒的手紧紧拉住 后者被他搞得一猛 不过转瞬就恢复过来 哈哈 好说好说 那就随下官进来吧 看着笑嘻嘻进去的两人 侍卫微微摇头 现在他笑得有多得意 待会就有多惨 谁不知道方天儒的名声 内部都给七起外号叫十毒丈夫 一般来说都是五毒俱全 而方天儒已经达成双倍了 另一边 当陈淑勋进入房间之后 顿时双目瞪大 一股梁一直冲头顶 只见房间的桌台上摆着 数不清的残枝断壁 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 不断刺激着他的鼻腔 还有无数的瓶瓶罐罐 场面犹如人间炼狱 方 方方大人 您这是 陈淑勋遍体声寒 口齿不清的颤抖道 方天儒黑黑一笑 从柜子上抽出一个布袋子制成的口罩 递了过去 下官平时喜欢研究点毒药 尤其是杀伤力大的毒药 这是在做适配 明日下官会将这些东西 散布于御地之中 以此来确认功效以及杀伤力 当然不止这种 你看蓝色的那个 那个是可以弥漫开的 瘟疫性毒药 只需要半瓶 一天时间可让弥漫整个平原线 当然 若是人群足够密集的话 那么效果更胜 寻常人若是碰上一滴 不削半个时辰皮肤溃烂 奇痒无比 一个时辰四肢酸软 两个时辰后已不成人形 明天下官带你去看看试验品 有一羽人名里 是难民吃着我们真听的饭 被地里去得御国传递情报 下官只是用了旁边灰瓶子里的一滴 当时他就什么都招了 但是招了也不能放他走 毕竟好不容易找到 这么一个合适玩意 随着方天如轻松的声音 陈淑勋呼吸紧促 生物本能的不是油然而生 太毒了 怎么会有这种人 没有一丝人类的情感 满满的都是恶毒 毒入骨髓 同时 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 他明白 李珍这是在警告他呢 要不然不会把他丢在这个疯子这里 方大人 我突然想到 我找大王还有事 所以我就先到辞了 陈淑勋刚说完 被方天如一把拉住 陈大人 既来之则安之 若是大王想见你 就会见你 而你这段时间 还是和下官一起 研究这些玩意吧 相信下官 一定会给你一种 前所未有的体验 方天如的笑声好似 来自恶魔的清语 陈淑勋此刻 只想离开这里 离开方天如的身边 但是府邸中都是侍卫 他又哪能走的了呢 几乎一夜都在视觉和嗅觉触觉的 极致折磨中度过 生不如死 人间地狱 大真独夫 恐不如死 折腾到天亮 方天如 才意犹未尽的结束 转过头看去 陈淑勋已经从头到尾 好似洗了得早似的 地面都是湿漉漉 方天如撇了撇嘴 来人送臣殿下 回去休息 下午继续 三天之后 被折磨得筋疲力尽 心里破防的陈淑勋 终于坚持不住了 在这三天当中 他的三观被撕裂之后 重新揉碎灌输到脑海当中 方天如比之恶鬼更胜 三天之后 他想要求见李珍 但是后者没有见他 而是再次将其丢入大牢当中 牢房中 邵续基看着自己的邻居 在短短三天的时间 变得几乎受脱香了的样子 目光中隐隐有些惊恐 李珍这是对他用行了 看起来不像啊 衣冠整洁 就是精神状态贪忧 陈淑勋回到牢房之后 嚎啕大哭起来 那声音令邵续基都动容了 陈弟 难不成你是被 邵续基惊恐万分地说道 该不会是找了几十个大喊 光是想想 就头皮发马啊 陈淑勋没有理会 邵续基的话 而是抑制不住的嚎叫 他不是难受 而是开心啊 此刻牢房 对于他来说 就是世外桃源 人间仙境 人激动到了极致 唯有流泪可表达 吱嘎 牢房的大门被打开 一道身影缓缓而入 听着那脚步声 突兀的 陈淑勋的哭声停止 布满血丝的眼睛 惊恐地看着那道人影 接接接 陈殿下 我们又见面了 黑暗中露出洁白的牙齿 紧跟着方天如的面容出现 啊 邵续基看着大叫的陈淑勋 嘴角抽搐 该不会就是他吧 口味也太重了 方天如看到对方的模样 心中冷哼 吓不死你个龟孙 转头看向邵续基 陛下 我家大王有请 说着 后面的侍卫打开牢房的门 邵续基死死地抱着草席 朕不去 有本事你杀了朕 朕死也不受胯下之辱 方天如微微叹了口气 打他 闻言 当即一个侍卫走过去 对着邵续基的脸 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 邵续基婚绝过去 两个侍卫一左一右 将其架起来 拖了出去 方天如看了一眼陈淑勋 淡淡道 陈淑勋 你是个聪明人 该怎么办 你应该清楚 说完禁止离开的牢房 大真皇宫 李真安坐在龙椅上 居高临下笑眯眯的看着 来自于御国的使团 一行六人 全部都是自己 在御国时 提拔起来的官员 其代表 是御国老臣 也是自己 在御国的忘年交 已经退休了的前载 俯陈宣府 殿中一行人此刻 是恍如隔世 他们听说了 李真许多许多 但是真实见到 心中滋味别忘 尤其是陈宣府 他当时及其看好李真 甚至将其视为 自己一波传人 得知李真的事情后 他还亲自入宫过 如今再见 已经是同任不同事了 一路走来看着城内 井然有序的生活 精锐的军队 都让这位曾经的老仔 相心中五味杂陈 都坐吧 等陛下道了我们再言 李真摆了摆手 陈宣府微微躬身 多谢真王 其他跟随也是分分行礼 都入座后 李真脸上挂着 颇有深意的笑容 少叙血还是有脑子的 知道硬的不行 开始来软的了 既然他想玩玩 李真就看看 他是个什么意思 陈宣府等人 在这里 是坐立难安 李真不开口 他们这些人 此刻也不敢多说话 空荡荡的大殿鸭雀无声 一种淡淡的威压 弥漫在空间当中 好在 这种诡异的 静谜在杂乱的脚步声 当中被打破 陈宣府等人 急忙起身 朝着脚步声的方向 看过去 看清楚后 六人都是面色难看 只见少叙血姬 犹如死狗似的 被两个侍卫架了进来 空荡荡的右臂更是引人注意 大王 陛下带到 方天儒 微微躬身行礼 李真起身 副手走下台阶 嘖嘖嘖 陛下到底还是年轻 在哪都能睡得着 说着 在众目睽睽之下 李真甩手一巴掌 将其打醒 旁边看着的陈宣 俯兄堂起伏 差点一头栽倒 天子怎么可以 受到这种待遇 清醒过后的少叙姬 看着满脸笑意的李真 惊恐万分 李真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别慌 你妹妹派人来了 李真抬了抬眼 少叙姬才 看到旁边的陈宣 俯一行人 当即眼神中 散发出金光 老陈寇见陛下 陛下万岁 万岁万万岁 陈宣俯带着一行人 跪倒在地 少叙姬的面容动容 这个声音 他已经很久 都没有听过了 陈老 少叙姬眼中含泪 有一种身在异乡 见老乡的感动 李真缓缓回到台阶上 扶着龙椅道 人也来了 陈老 少叙血是什么意思 就直说吧 本王没空看你们 君臣体恤的一幕 陈宣俯起身后 深吸一口气 对着李真公声道 真王 大将军愿意 以自己为筹码 亲至丹周 将陛下给换回去 如果真王 能够网开一面 将陛下放走既往不救的话 大禹愿意割让一郡之地 陈宣俯说完之后 方天如兜 是忍不住回过头 心中有些震惊 一郡之地 就算是御国最小的郡 也有二十几成 裕国还真是下了血本了呀 感受着那树道目光 陈宣俯脸都发烫 裕国一招 还从未有过 如此屈辱的事情 现在有了 而且是发生在他的身上 往后裕国历史上 提起这件事 都会和自己的名字挂钩 何等屈辱 邵续姬眼睛瞪大 反应过来后 挣扎着大吼道 大胆 是谁让你们拿着裕国的国土 来做交易的 朕不答应 李珍有种你杀了朕 杀了朕 朕是不会拿祖宗疆土 来保全自身的 邵续姬双眼发红 他也是一代 有理想的君主 能力如何且不论 但是心气 在那摆着呢 被李珍劫走 那是因为疏忽大意 但绝不是他懦弱 侍卫死死的 将邵续姬暗倒在地 裕国之人 看着这一幕 心中五味杂陈 陈宣俯走过去 将和侍卫扭在一起 都行了 将陛下扶起来吧 李珍 依着龙衣摆了白手 是为这才作罢 陈宣府抬头 看着李珍道 真王 如何您给个痛快话吧 李珍来到龙衣前方 坐下后 妈撒着下巴 邵续雪说的两个提议本王 都不喜欢 他的那句身体本王 没什么兴趣 至于一郡之地 这个没什么意思 所以综上所述 陛下本王是不会放 不过你也可以回去 告诉邵续雪 本王不会杀了他的 陈宣府眉头深皱 这个结果是既出乎意料 又在情理之中 李珍 我勉强算你半个老事 你跟老夫说句真话 你是想代价而沽 还是真的不打算放了陛下 李珍面露微笑 陈老 我是不会放了他的 哪怕是拿玉国换本 王都不换 陈老 回去告诉续雪 朕虽身处炼玉 但朕仍旧是大玉之主 即便是死 朕也不会向他低头 按照朕之前说的 大玉交给他了 胸中魅技 李应如此 陈老 大玉还需要您多加照顾 少旭姬对着陈宣府躬身一礼 起身之后挺直胸膛 啪啪啪 李珍拍着手 笑眯眯的看着少旭姬 好一个大义凛然 威武不屈的陛下 来人将陛下拉出去 挂在宫门口惺惺酒 话音落下 两个侍卫架起来对方就走 陈宣府还想阻拦 但是被两个侍卫用力甩开 李珍 你 陈宣府回头看着李珍 双目怒然 这可是皇帝啊 怎么就能够挂在宫门上呢 陈老放心 宫门吓唬不到阵 阵还在城墙上挂过呢 李珍 你吓不到阵 少旭姬的声音 远远地传了过来 李珍服额苦笑 还练出胆了 啼笑皆非 陈宣府闻言 双目中泪光闪烁 都给陛下整成这样了 在这里遭受了多少的虐待啊 李珍 你终不似当年模样 老夫没有看错你 以一介白身成就如此卓越 但是 你切记 刑报者 忠隐暴降身 老东西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再敢开口侮辱大王 本将将你扒皮抽筋 上官奉仙瞪大眼睛走了过去 一身煞气令的己人 犹如进入尸山血海 够了 天如 宋陈老离开吧 李珍看着即将动手的上官 奉仙摆了白手 陈宣府无论如何 对于自己也算是有提携之恩 这他得记住 他是李珍难得佩服的老头 因为一句话不值得如此 我们走 陈宣府冷哼一声 这件事固然 少旭姬有错 但是远远不至于如此 三纲五常 李珍是一点都没记住 为陈理应尽忠职守 哪怕皇帝错了 及时提醒也可 他不明白为何会闹成 如今这个地步 这趟算是白来了 回去之后 他就重出朝堂 陈宣府就不信了 大鱼还真就拿不下这么一个弹丸之长 六人离开的时候 看着被吊在宫门上的少旭姬心里 别提多复杂了 陈老 让旭雪将大鱼经营好 朕相信总有一天 大鱼会将朕引回去的 少旭姬大喊大叫令的侍卫 顿时恼怒 拽起绳子不断晃耀 少旭姬就好似大摆锤似的在空中摇摆 陈宣府当即不再回头 看得他心中苦涩万分 若是可以他都想替少旭姬承受这一切了 但是老陈不知道的是 他身后的几个年轻人脸上 倒是有了异样的神色 送出宫门后 方天儒就拱了拱手笑道 陈老 下官就不多往前送了 随行侍卫会伴随你们通过北韩关 陈宣府没有说话进直策马离去 他原以为自己来了 李珍多少会给些面子 但是 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就在他们离去的时候 一道身影与其擦身而过 方天儒看着包裹的严严实实之人 面容露出疑惑之色 方大人 此人说是大王顾骄求见陛下 缺近在其旁开口道 大王顾骄 凡请将军稍等 下官进去询问一下 敢单枪匹马进入争斗的 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但毕竟这是皇宫 不是谁都能进的 还是询问一番好 宫殿当中 李珍看着逐渐远去的身影 嘴角勾起 事情进展得很是顺利 陈宣府回去之后 少旭学肯定会登基为帝 然后大狱群臣雄心壮志 那个时候 自己就以少旭姬的身份下旨 至于借口嘛 也很好描述 对外所言 就是这一切 都是少旭学 吩咐自己干的 自己心里过意不去 然后弃暗投明 尊少旭姬为帝 带兵南下 拨乱反正 以正朝纲 尿啊 陈书勋那边 就更好说了 按照方天儒描述 对方此刻 已经下得精神失常 还是再等两天 再和其沟通吧 面对一个半疯不疯之人 他没有多少 和对方对话的欲望 李珍刚要离开 方天儒从殿外走了进来 大王 有人自称是您的故人 想要见您 故人 本王哪来的故人 李珍眉头微挑 有些疑惑 那人装扮得严严实实 看形态 像是个女子 但是下官不确定 方天儒略 有深意地抬起头笑了笑 虽然特征 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你别这么淫荡地看着本王 将人带进来吧 听到包裹岩他就已经知道是谁了 见过自己还包裹岩石的 也就邻国的那个使者 今天自己还真是忙 这人左一趟 右一趟的 方天儒一听 果然是故人 赶忙转身派侍卫去传令去了 李珍贴了一眼 留在店中的方天儒 倾咳一声 你没事就下去忙去吧 陈明白 是陈于顿了 方天儒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告罪离开 你明白个屁赶紧走 两天后将那个陈书勋带出来 看看啥了没有 李珍笑骂一声 嘿嘿 微臣倒退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李珍如此亲切的 李珍回身坐下 他对于邻国可谓是真的充满好奇 正好今天不忙 仔细询问一下对方的意思 过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 屈静带着包裹 严严实实的上官网走了进来 故人灯们啊 赐座 你们都下去吧 上官网和之前的打扮一般无二很好辨认 屈静行李之后转身离开 宫中侍女侍卫陆陆续续退了下去 整个宫殿就剩下了两人 上官网也不再隐匿 将身上的衣服吞下露出了轻力的模样 拜见真王 上官网公身义礼 对于现在的李珍 他和上次的感觉是不同的 上次他那是来给对方通风报信 对方已经危在旦夕 甚至最后陛下都要让人给他收尸了 但是现在不同 现在的李珍已经将当时两大强国联兵击 实打实的成为了单州霸主 不必多礼 赐座吧 李珍饶有心智地看着上官玩 他对于邻国皇帝真是无比的好奇 李次帮助自己 李珍居然猜不透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双方毫无交集 若说对方想投资自己也不可能 虽然邻国具体内政他不清楚 但若是邻国女帝有这等眼光 那么邻国不会是现在的地步 上官大人 上次只是本王还没有感谢你们 这次来得正好 留在这里待两天 本王也好啊 静静地主之夜 听着李珍的声音 上官玩摇头道 地主之夜就不必了 这次来施授陛下之命 跟您做个交易 哦 说来听听 只要是本王能够做到的 都可以答应你 李珍淡淡一笑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会平白无故的对你好 所以对方肯定是有目的的 现在终于是要吐露了 上官玩 从怀中抽出一封信地给旁测的侍卫 后者检查了一下上面 没有什么异样后 交给了李珍 打开后 仍旧是那捐秀的字体 看着上面的内容 李珍的笑容微浓 跃完之后 李珍将信放在旁边 上官玩口中的交易 就是给自己交保护费 若是邻国遭遇攻击 李珍出兵保护 而邻国负责大珍的吃穿用度 各种物资 这笔买卖 对于李珍来说很合适 他现在手下的军队数量翻倍的增加 光靠单周的那些存粮 已经支撑不到两个月 故而李珍才如此急迫的要用兵 打盗狱国和七国他们 才有饭吃 真王殿下 不知道 您以为如何 上官玩看着笑 而不语的李珍问道 本王答应和你们邻国合作 鉴于你家陛下 数次帮本王 这个恩情本王记得 大珍也会记得 物资方面 暂时是不需要你们支援 需要支援的时候 本王会派人去告诉你们 而邻国若是出现任何问题 可以随时来珍都求援 李珍大手一挥十分爽快道 现在不需要 真王殿下 按照您现在的军队实力 恐怕粮食消耗的速度 会非常的快 您确定 上官玩眼神 终疑获略浓 丹州没有产粮之地 仅仅靠牧羊之类的 根本攻不上大军的消耗 他以为李珍 会迫不及待的和邻国掉粮 李珍微微摇头 不需要 很快本王就有粮食了 说吧 上官玩还来不及疑问 就被李珍接下来的问题给打断 敢问上官大人 本王想问问 关于你家陛下 这是为何 屡次三番地帮助本王 李珍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上官玩露出一抹笑容 起身看着李珍 我家陛下在大王 还是御国载府之时 就已经慕名已久 大王之著作陛下 宫中无数 每一本都是翻过三遍以上 爱不是首 陛下对于大王这个人 更是仰慕已久 听到上官玩的话 李珍脸上露出错愕之色 他想了很多的理由 但是唯独没有这种 万万没想到啊 上官玩微微躬身 大王 邻国还有事情 我就不多呆了 若是大王有空 可去邻国一举 想来陛下会很开心的 说完 他转身离开 李珍嘴角扯了扯 他的迷妹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按照自己风流倜傥的这个模样 还有学府武车的才华 吸引个女皇帝 好像也是正常啊 李珍挪了挪屁股 还是没有站起来 他其实想说 现在自己就有空 数日过去 身在京都的少叙雪雪 已经收到了陈宣府发来的信件 将手中的信件一把柔乱扔在地上 少叙雪雪眼睛中射出狠毒的光芒 传令百官上朝 我要登基为帝 国不可一日无君 少家的基业还要继续 但是这件事 他不会如此 李珍如此无情无义 他的心已经彻底凉了 很快 大玉文武都纷纷来到了宫中 在朝堂上站列好了之后 低头不语 自从少叙姬被抓走之后 他们说话都是小心翼翼 生怕一不小心说错话 被少叙雪雪给砍了 唐玉杰揣着手站在文官之手 虽然少叙姬被抓走了 但是他的生活 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更好了 手握大拳 大肆排除异己 如今朝堂上 他的话语权也是越来越重 众人心思各异之时 少叙雪雪从殿外走了进来 随着他进来的 还有整齐的脚步声 百官纷纷抬头 当看到全副武装 杀气腾腾的树龙位 百官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是 少叙雪雪 脸色冰冷地直直走上台阶 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坐在了龙椅之上 李真贼子不放皇兄 皇兄回不来 但是玉国还要继续 姬也不能毁了 从今天开始 我奉皇兄之命 登基 百官听着 那充满杀气的字眼 都是低头不语 少叙雪继位也是合理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唐玉杰眼疾手快 率先跪倒在地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唐玉杰一脉之人 纷纷跟上 很快 百官就全部都跪了下去 一些老臣虽然觉得 女子登基此事不妥 但是眼下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若是地位长玄 那会让很多人 多了不该有的心思 少叙雪长长的叹了口气 诸位放心 带皇兄归来 朕将还位于皇兄 陛下英明 从即日起昭告天下 朕与李真不死不灭 此消彼长 同时建立新军 新军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打入真都 救出皇兄 新军定额一百万 从各地军中挑选精锐组成 军饷三倍于长军 召集各地主将 联合练兵 少叙雪上位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令得百官心中感叹 到底他还是个军人 白花花的银子啊都是 登基大典甚至都没有举行 少叙雪火先上位 皇宫他也没有住进去 毕竟那里面还有他的皇嫂们 住进去不太合适 虽然都是同性 但是 从他的内心来说 少叙雪雪也就是想 坚持到少叙雪雪回来 可惜 他真的能够等回来吗 大王 玉国那边 来消息了 少叙雪雪已经登基 并且其宣告天下 要组建新军 方天如拿着来自于京都的消息 匆忙入宫 李珍文言冷哼一声 组建新军 组建什么 都是白费 将少叙雪雪和陈书勋带过来 齐国和玉国 他现在有点纠结 该选择哪一个开始呢 感受到宿主正在面临选择 发布选项 一积蓄力量 稳固后方训练兵甲 稳扎稳打 等玉国来攻 奖励 全套骑兵装备50万套 二先生夺人 对玉国或骑国任意异国发起进攻 奖励 十万先登死士 三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同时面对两国开战 奖励 二十万狼骑 全套骑兵装备50万 系统的声音如鱼而至 李珍已经不出意外的猜到了 看到三个选择 李珍毫不犹豫选择了最后一个 所谓胆大的降龙腐虎 胆小的喂猫养兔 既然要打 那就敞开了打 自己是个光脚的 他们是穿鞋的 齐国陈淑平 那也是个牙子必报之人 现在没动静 早晚会有 先敌开火为王 我选三 内心默念一声 李珍让方天儒 将上官奉仙等人叫过来 没多久 方天儒就先提着邵续姬和陈淑勋 两人来到了宫殿当中 这两位难兄难弟在一起 也是熟悉了 进来之后 陈淑勋赶忙跪地行李 自从上次被方天儒 吓了个半死之后 他就老实了 再没有半分的心思 自己皇兄固然很辣 但还是人的地步 方天儒 他真不是人啊 所以 他选择举双手投降 邵续姬还是那副样子 在这里已经不短的时间了 他也释然了 李珍不会杀了他 那他也无所畏惧 陈淑勋 时间到了 本王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李珍眯着眼看向地上的陈淑勋 明白明白 大王放心 我这就起草文书 陈淑勋头点的像是波浪鼓似的 好 次座次墨 李珍摆了白手随后 又看向邵续姬 他肯定是不会自己写的 李珍也没对他抱有希望 关于对于发布的通告 他早就已经写好了 从桌子上将已经写好的东西扔了下去 给陛下看完之后 让陛下签字画鸭吧 邵续姬看着地上的东西顿感不好 你要让朕签什么 朕是不会签的 签不签不由你 若是不签 我就将你另外一只手给砍下来 拿着你的手画鸭 方天如捡起之后 大手一挥 两侧的侍卫将邵续姬控制住 李珍 你到底要干什么 被控制的邵续姬不停地挣扎 龙椅之上 李珍淡淡一笑 干什么 当然是南下入狱 文言 邵续姬瞳孔放大 你要 你要公欲 随着话音 他疯狂地挣扎起来 李珍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方天如将李珍 你好的布告放在桌上 从怀中抽出小刀 在其手指之上 割开一道 顿时血液流出 方天如拽着他的手指 按了上去 邵续姬挣扎之际 也看到了上面的内容 陡然面容变得猙獰 上面的内容 可以说是一派胡言 完全是以他的口吻发布的 什么李珍和邵续雪 联合将邵续姬绑走 邵续姬双目冲雪 他没想到李珍所图这么的大 李珍 你会下地狱的 你会下地狱的 你就是个疯子 遇过如今也有你的功劳 你怎敢如此啊 李珍闻言却 是连回答他的兴趣也没有 邵续姬现在 于他而言 就是一个可以随手 碾死的蚂蚁 多说无意 按完之后 邵续姬就被带着离开了宫殿 李珍要的就是个名头 可不是让其真的 还成为自己头顶的皇帝 侠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描述 也不准确 李珍此举属于就是个形式 旁边的陈淑勋那是比走龙蛇 这方面不用别人教 他自己就能写得非常完美 陆陆续续 上官奉仙 但抬进 朔颜兄弟 完颜古达 屈静 高成等将领 全部都来到了宫殿当中 李珍坐在龙椅上摆了摆手 众人分而入座 本王要对齐国和御国同时用兵 李珍语出惊人 众人纷纷抬头看了过去 上官奉仙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大王英明 但抬进则是有些担忧道 大王 这是不是太快了 我们是不是在 李珍微微摇头 与其等着别人来打咱们 还不如主动出击 这次对两国同时宣战 你们各自都要做好准备 齐国入境之兵由但抬进 曲静 高成你们四人领兵 曲静任帅 但抬进与高成为辅 李珍的话音落下 被点到名字的三人都是面色骤变 大王不可 三人几乎是同时开口 如今 真国的军力基本都在他们三人手中 但抬进的丹州其三十多万 曲静的先登死士二十万 高成的县阵营二十万 合计七十万大军 这七十万大军全部都让他们统领 那李珍对御国开战 难道就凭借那不到五万的狼旗 再加上三千铁浮屠 这完全就是开玩笑啊 御国的军力可不弱于齐国 五万狼旗固然精锐 打御国一个措手不及海刑 若是等人家回过神来 成建制的军团出手 请客间就可以将狼旗围杀 此事本王已经决定 你们放心即可 将如此大军交给你们 本王对你们也是有要求的 在两个月之内要占据陈乔郡 将陈乔郡彻彻底掌握在手中 李珍对着重将道 有陈淑勋这么一个家伙在 他们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别小看陈淑勋的作用 皇家血脉在这个时代的作用 可是太重了 李珍决意如此 重将都不再开口 反而上官奉先是满脸的兴奋 李珍这可是给了他天大的宠幸 与此同时 陈淑勋已经将东西写好由方天儒 呈给李珍过目 看完之后 李珍嘖嘖称奇 果然还是关系尽的人 揭牢底狠啊 上面写的陈淑勋 几乎成为了下劫之流 这要是让对方看到了 还不得气死 嘖嘖嘖 写得不错 公布之后 本王也该对你改口称陛下了 李珍将东西递给方天儒后 笑眯眯的看着陈淑勋 不敢不敢 小人永远忠于大王 陈淑勋才不在意那什么狗屁虚荣 他在意的就是自己能活多久 来人将陛下送回去吧 不要回牢房了 再真都在移出院子于他 再把对方扔到地牢中就不合适了 毕竟他这么的懂事 陈淑勋离开后 李珍对着曲靖道 出兵的时候你们要带上他 我会派萨满就不盯着他 若是他敢有半分歪心思 不要犹豫杀了他 是大王 曲靖当即答应道 李珍不会接受一点风险存在 若是让陈淑勋逃走了 那后果可就不美了 若是他但凡哪怕有一点苗头 都要杀了 死了总比逃了好 半个月后出兵 这半个月的时间 派人将陈乔俊的驻军都打探清楚 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公企团队了 是 行了 你们下去吧 李珍摆了摆手 之所以安排曲靖当这个总帅 那是经过他仔细观察的 高成为人也稳重 但是其善于防守 但台靖则是不太适合 陈乔俊大多都是城池 但台靖的骑兵行进 指示后攻破城后联动 曲靖 高成 但台靖三人出攻后 当即联合在一起 商量起了关于攻骑的方案 尤其是第一关铁玄关 剩下在宫中的就是上官奉仙 朔岩兄弟 完颜古达 剩下你们就不必多说了 奉仙 本王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你们也下去吧 大王放心 有末将在 必定带领 狼气冲在前锋 上官奉仙中气十足道 他就是这个性格 对于李珍的狂热 崇尚再加上自己本身的性格 别说李珍领他带着五万狼 骑打玉国 就是打六国 他都敢拍着凶仆子保证 所以李珍直接将其后半段话 忽略了就行了 众将都离开后 李珍起身伸了个懒腰 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和自己的老祖宗一样 面临如此地步 既然上天给这个机会了 岂能不珍惜啊 那他李珍必须得追赶老祖宗 成为老祖宗 最后超过老祖宗 毕竟老祖宗当年可没有系统傍身 齐国 林姿 经过恢复陈淑平已经伤势大好 断臂之处也已经装上了黑色的金属胳膊 这是他皇叔从九州名家公孙佳花重金制作的金属臂 内置机关可发射短箭 但是终归陈淑平身上是留下了缺憾 向来追求完美帝陈淑平岂能接受 这半个月以来他几乎是足不出户 每天在宫中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一天都得有个十几人死在他手上 暴虐之心难以遏制 后宫 大殿中不断传出哀嚎之声 门外的内侍瑟瑟发抖 双腿颤抖 过了半刻 哀嚎的声音停止 门外的内侍立刻进去将床榻上 血肉模糊的人影抬了出去 陈淑平将手中的鞭子扔开 整理了一下衣冠 淡淡道 下一个 话音刚落 门外内 事急不而来 陛下 丞相和大将军求见 不见 陈淑平眼睛微眯 声音冷漠 陛下该见了 一道人影闪烁在宫门外 陈淑平闻言扔开了手中的鞭子 扒开额头上的碎发 让他们去偏殿等着吧 偏殿当中 周天和以及连江两人进入后 相视无言 前些日子 陈淑平提出 要对争斗大举用兵 但是得到了两人的反对 毕竟对方只不过是个泥腿子 这个仇事要报 但是不能和对方死磕 从长计议 徐徐徐治 结果陈淑平 因为此事 已经数日不理朝政 大有什么都不管的架势 两人每天都来 但是每次都见不到陈淑平 今天找了那位皇叔 这才得以见到陈淑平 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满脸都是忧愁 谁也没有想到 陈淑平真都一行回出这种事情 更没想到李珍如此疯狂 他他他 脚步声响起 两人连忙起身 跪倒在地 老陈叩见陛下 陈淑平低头扫了一眼两人镜 直进入殿中 坐到主位之上 起来吧 二位 陈淑平面无表情 两人起身后 周天和率先开口 老陈知道陛下在生气 但是陛下先别生 陛下九五之尊 天子之体 切勿弃及伤身 周相 朕已经是个残废了 还怕气伤身 听到此话 周天和深深叹了口气 从玉国传来消息 少叙雪登基为帝 建立新军 异域报仇 老陈和联大将军 前来就是想跟陛下建议 我们也当建立一支新军 以新军 对李珍发起攻击 少叙雪登基了 陈淑平眉头微挑 是陛下 此次失利 完全都是因为玉国而起 我们齐国 是帮他们玉国才 遭受重击 虎奔军团负灭 这个责任 李珍要备 玉国同样要备 陈建议 派出使团出使玉国 让玉国 对于虎奔军的负灭负责 同时承担新军的一切开销 连江拱手说道 虎必军不能白死 现在不对李珍出手 不是因为怕李珍 而是齐国面积太大 动员兵力费劲 少了打不过 多了负担太重 齐国不是真独 国土辽阔 就代表着需要很多军队助手 一时之间根本照不齐 就算是照齐了边境 也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 两人才不同意 陈淑平要急兵攻真 就一周向所言去办吧 陈淑平摆了白手 周天和顿时脸色一喜 紧跟着道 陛下 老陈还建议派出一支使团 出使邻国 陛下如今也未娶亲 将邻国女帝纳为皇后 并且承诺邻国将来生儿育女 再还邻国一个国君 如此 周天和说着 陈淑平的眼神渐渐有了波动 全部都一周向所言吧 朕就一个要求 要快 陈淑平说着站起了身 放心陛下 邻国弹丸之国 必定不敢造次 朕说的是新军 一定要快 陈淑平冷声说罢 副手离开 明日正会上朝 听到这句话 两人松了口气 莲江看着周天和 何必提邻国之事 此事牵扯太大 你 周天和微微摇头 沉声道 我也不想 但若不给陛下找个新玩具 陛下的心就挪不开 再者说 宫里的人都快杀得不够了 莲江文言脸色一致 唉 真多 李珍将事情都安排下去之后 带着朔颜玉儿 两人在城中闲逛了起来 自从真都吸纳百姓以来 他还从未认真的转过 李珍一身黑色悬衣 手持折扇 身旁是打扮清新的朔颜玉儿 如今的真都比之奇遇两国 工程前更加的繁荣 除了李珍自己由王亭操控的 青楼酒楼之外 许多商人开设的各种配套设施 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开业 街边的摊贩 交卖着来自各国的小吃 两人就好似小情侣似的 在城中闲逛 吃吃小吃 转悠转悠街边的特色小馆 绕着皇宫转悠到了如今 还不太繁华的西边 李珍看着周围寄聊的街道 发出嘖嘖的声音 还是人少 等将来他将其他诸国都拿下来以后 一定要建立经济区域 真都占据的位置多好 大王 那边都没有人了 咱们再往回转转 我还想吃那家的酥糖糕 朔颜玉儿小鸟一人的 依偎在李珍身旁 走 你个小蝉猫 李珍笑着攥住朔颜玉儿的手 两人刚转过身 后面的房间一道人影 从突兀的跌落在地 听到动静李珍回头看去 只见数十人从四处八方飞檐而来 手中均是提着寒光闪闪的长刀 李珍看到这一幕 微微摇头 他真都大开城门 谁都能进来 故而一些各国的乱途 也是混杂而入 现在的真都甚至在江湖上 还有罪恶之都的名声 当然 这不是说城中混乱 而是因为那些以武犯境之人 都涌入了这里 他刚才一路走来 见到好几个小伤犯身上 都有不弱的真情 大王 要不咱们先走 瑟颜玉儿小声道 等等 咱们看看江湖人 处理恩怨情仇的方式 李珍饶有兴趣道 这些人穿着统一的夜行衣 行动敏捷 身手干净 他这还是第一次见识这种江湖仇杀 场中 黑衣人倒是也没注意李珍两人 毕竟真都不管这种事 但是真都发不过公告 江湖仇杀可以 但是要在人少的地方 而且处理完了之后 一定要收拾干净 这是方天如其草发布的 堂主给我一条活路 我知道我错了 躺在地上气息游离的男子 抬起头肯求道 给你活路 你问问堂中 三百余兄弟能答应吗 若不是你将堂中地址泄漏 我们何至于沦落到真度 听着对方的对话 李珍翻了个白眼 自己真都咋的了 多开放 说得好像他们多委屈似的 不过李珍倒是从其口中 了解到了一些自己需要的资料 这个门派居然有三百多人 若都是如此的话 有点意思 堂主多说无意 杀了他 杀了他 众人声音冷冽 可见是痛恨无比 杀 带头的黑衣人 扬起手中长刀 对着他的后心 一刀插下去 血液见射 那男子断绝气息 收拾干净 带头人抽出刀擦去鲜血 沉声道 周围的人开始陆陆续续的擦地 李珍微微点头 这些人还挺有素质 带头的黑衣人 转过身看了一眼李珍 没说什么 反倒李珍看着那人道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 嗯 黑衣人 眯着眼看向李珍 哈哈 不要紧张 就是看着各位兄弟 伸手干净 忍不住想结识一番 在这里有什么事情 在下说话好使 李珍脸上挂着笑容 拱了拱手 多谢公子 不过我们不需要 收拾完东西 赶紧走 带头的黑衣人挥了挥手 众人很快收拾起了东西 消失在了街道当中 李珍摸了摸鼻子 这些人的警惕心还挺强 算了 反正都在城中 等将来有机会了再结识一番 李珍一直都有个想法 那就是培养一支刺探情报 和斩首的机构 但是无奈 这太费劲了 专业对口的人员不好找 从头建立 是你想象不到的麻烦 大王 人家好像不想跟你认识啊 朔颜月捂着嘴偷笑道 嘿 你个小妮子 还敢取笑本王 看我神龙挠痒痒手 两人打得闹闹 消失在街角 这边是开心快乐 相隔甚远的邻国国 都此刻是一片寂静 皇宫朝堂上 薛都灵一张绝美的面 容不满冰浪 两侧 百官神色各异 有的气得脸色通红 有人则是面色平静 老丞相坐在凳子上 气得吹胡子瞪眼 引起这般景象的事 来自于齐国的事情 齐国丞相周天和千使 送过来的联姻信 说是联姻 其实就是要抢取薛都灵 信中言辞甚是霸道 换成白话可以理解为 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大殿当中 齐国使臣抱着手脸上 挂着傲然的笑容 女帝陛下 我家陛下天资过人 神威无双 堪称一代明君 您和我家陛下 乃天作之和 这是好事 不过本使臣怎么看着诸位 好像不太高兴啊 齐国使臣环视一圈 淡淡道 放肆 你齐国陛下英明神武 我家陛下 难道就何该嫁给你家陛下 何况 若是我家陛下去了齐国 我们邻国又该如何 邻国御使大夫 当即出列怒斥道 齐国使臣 转头瞥了一眼对方 邻国如何 区区三郡之地 我们齐国派个人过来 就可接受 又不是多大的地方 再者 丞相信中也已经严明 待将来诞下龙子 则已继承邻国皇位即可 邻国御使大夫 当即气得双眼通红 荒唐 华天下之大击 我们邻国不接受 万大人 陛下还没有说话 你如此对待友邦之臣 太过于僭越了 邻国礼部尚书出列打断 赵兴 你是何役 你难道要接受齐国如此态度 万济怒目元征质问道 此言何意 本官可没说 本官只是认为 此事理应让陛下定夺 两人的开口 瞬间衍生 到了其他人的身上 大殿中双方唾沫横飞 够了 老丞相起身 用拐杖狠狠地戳在地上 发出咚的一声 双方这才罢休 齐国使臣远道而来 先带下去安顿住 体验一下我们邻国的风土人情 婚嫁之事 请容我们商量一下 即也不急于这一事 齐国使臣闻言 微微拱手 既然如此 那臣就先下去了 望女帝陛下早做决定 若是时间太长 让我家陛下有所误会 就不好了 到时候 若是出现什么意外 谁也不想看到 说吧 对方转身离去 态度可谓是傲慢至极 齐国使臣离开后 老丞相狠狠地瞪了一眼 刚才开口的双方 诸位还真是丢了邻国长脸啊 在外人面前如此做派 嫌不够丢人是不是 面对老丞相的责骂 刚才开口的人都是低下了头 训斥完众人后 老丞相抬起头 看着皇位上的薛都灵 沉沉地叹了口气 目光中满是忧愁 女子为皇 本身就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路 尤其是这个身份 灌在女子的身上 总会有人将目光盯上来 邻国对于齐国重要吗 也尤为见得 陈淑平之所以如此 一半来自于邻国这个位置 还有地盘 另外一半则是女帝的身份 女帝啊 一个极致的位置 加上一个女性 陛下 您 老丞相话音未落 就遭到薛都灵的拒绝 朕不愿意 齐国皇帝如何英明神武 那是他的事情 朕不会嫁给一个朕不喜欢的人 至于各位 如果用设计来压迫朕 朕可以退位 若是你们有想法的 可以将自己的女儿 送给陈淑平 薛都灵冷淡的声音 充斥在大殿当中 许多的官员脸上 都是露出山红之色 刚才他们开口和万语使 对喷 其实是偏向于和齐国联姻的 毕竟齐国是当时第一大国 他们双方联合在一起 往后邻国也算是有靠山了 至于嫁给陈淑平他们 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薛都灵迟早都要嫁人 嫁给谁不是嫁 陈淑平的身份地位 都是当时顶尖 这还有什么跳的呢 而现在薛都灵开口 则是将他们的路都给挡住了 老丞相叹了口气 既然如此 那就调兵准备吧 拒绝了齐国 对方一定会大军压境 到时候免不了是血雨腥风 他能说什么 其实对于老丞相来说 薛都灵嫁给陈淑平 还真是一个好去处 将来生下一个 拥有陈家和薛家血脉的孩子 邻国可以有一座敦式的靠山 但是薛都灵不愿意 他也没什么说的了 老丞相的年龄已经太大了 没几年好活 大不了临死之时 再为大林努力一把 丞相 三思啊 战士一开生灵涂炭 齐国冰封之盛 请客间就可以踏入我邻国境内 到时候 我邻国将国之不国 还请丞相三思 请陛下三思 百官哗啦跪倒下去一片 将近二分之一的官员都跪了 里面有一部分 是齐国已经提前收买的 还有一部分 是主动想要靠拢齐国的 以及一些真的觉得战士开了 会造成生灵涂炭之人 薛都灵看到这一幕 起身一言未发 离开了宫殿 他没想到 面对齐国无理的要求 居然会有这么多人同意 这一幕 深深地刺痛了薛都灵 老丞相看着薛都灵离开的背影 回身沉声道 赵新 你带人把齐国的使臣陪好了 陛下这边我先说 若是说不通 再想办法吧 邻国常年不打仗 将士松懈 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 当齐国提出来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邻国 其实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答应 如若不然 恐怕连继续维持国体 都办不到 赵新当即脸上露出傲然之色 丞相放心 下官一定尽职尽责 万玉使双手攥紧 这等屈辱 若是成了真的 那他们这些邻国的官员 都得去死 丞相 我们邻国身处枢纽之地 齐国若是大军压境 其他四国不会不理会 臣愿意出使御 出 庆等国 万玉使忍不住公身请示道 老丞相叹了口气 万玉使 你不懂 齐国如今在丹州吃了败仗 虎奔军禁数蛇了 若是往日 其他几国说不准会掺和 但是现在 谁若是敢出头 那就会被齐国当成出气筒 况且 御国对齐国还有负 你觉得现在的少叙血 还会掺和齐国的事情吗 剩下三国都是等贤之辈 老丞相为官这么些年 特别出彩的没有 但是也踩不了大坑 对于大局看得极为透彻 他们不敢对丹州出兵 就对我们撒气 万玉使就理解不了了 这不是不讲理吗 老丞相吃笑一声 我们弱呀 弱者即便是不招惹是非 是非也会来找你 散朝吧 回到后宫的薛都林 坐立南安 他清楚朝堂上现在的态度 尤其是老丞相的态度 平时为了大局也就算了 自己能忍责忍 但是现在事关自己的终身大事 他不想忍 莲儿 你带着白银出宫 去找瓦 将今天的事情告诉瓦 他知道该怎么做 陛下我派人去吧 若是我也走了 这里就圣您自己 被称莲儿的侍女担忧无比 薛都林摆手拒绝 你找到瓦儿才是真的帮朕 快去 他忍了这么多年 处处以大局着想 但是没人为他着想 朝堂上那些嘴脸 令他一瞬间非常的厌恶 平日里一个个都是温润公顺 莲儿文言也不再多言 当即离开了寝殿 与此同时 从齐国出发到玉国的使臣 也到达了京都 少叙雪看着陈淑平在信中所提的条件 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你家陛下的伤势好些了吗 回禀玉帝陛下 我家陛下伤势已经尽数全域 哼 既然如此 那就将信拿回去吧 你们齐国出兵拯救我皇兄不假 但那不是朕求着去的 你们自己要去 死了跟朕有什么关系 朕为何要给你们赔偿 回去之后告诉你家陛下 若是讲理朕可以听 但是拿出这一套就算了吧 若是有意义 天水军团损失也不大 可以随时奉陪 说着 少叙雪将手中的信扔在了地上 齐国这明显就是敲竹杠来的 若说他们就出了少叙机 那这些条件说不准能够答应 但是现在人没救出来 还说什么条件 简直就是放屁 少叙雪航武时间长 不喜欢弯弯绕绕 玉国看似是动荡 但是实力基本没受损 不像齐国在丹州 死了五十多万人 他拿准了齐国 一定不敢跟他们 玉国死磕 就算是死磕他也不怕 又不是没打过 还真以为 玉国现在是软柿子 谁都想上来捏一把 玉国百官也都没说什么 他们自认为不差齐国 所以谈不上什么忌惮 在玉国碰了一鼻子灰的齐国使臣 也没什么恼怒之类 来的时候 周天和就已经说了 此行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跟少旭雪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都清楚对方是个什么性格 周天和只是想借助这件事 缓和和陈淑平的关系 走个过场而已 少旭雪不同意就不同意呗 以前齐国和玉国骂的凶的时候 多了去了 真是羡慕出使临国的看官啊 塔尔姆的此刻 肯定是吃香的喝辣的 不像咱们 去个青楼还得自己掏钱 谁说不是呢 咱们赶不上好差事呗 哎 白让人家说了一顿 回去走报销流程吧 快算了 户部那些玩意把钱看得比脑袋都重要 流程太麻烦 就当自己花了吧 找机会再抽些不就够了 几个使臣你一言 我一语的来到了京都最大的青楼当中 九州六国这么多年 互相拟来我往摩擦不断 初始这种事屡见不鲜 他们甚至在京都都门清 与此同时 身在邻国的齐国使臣 过的日子那叫一个精彩 住着邻国最好的酒楼 吃着邻国最好的饭菜 搂着邻国醉劲的歌姬 官大人 今晚的饭菜可还可口 赵新满脸堆笑地举着酒杯 还行 多谢赵大人款待 你放心 将来我们两国联姻之后 我定会在我国派来之人面前 为你多多美颜 被称官大人的男子 笑呵呵地碰杯 随后一饮而尽 哎哟 那可真是太好了 官大人我给你满上 不过就是我家陛下 小女孩你懂的 对于时局看得不是那么开 还需要引导引导 就是这个时间赵新黑黑一笑 开口道 既然赵大人如此盛情 我也就直说了 这件事周相那边没说具体时间 但是最多也就半个月 再长了回去不好交代 你们好好劝劝你们陛下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想跟我们陛下洗劫连礼 这是荣幸 是是是 半个月足以了 这半个月 官大人可一定要好好地体验一下 我们邻国的风土人情 赵新满脸堆笑 邻国在娱乐方面可以说 比起来齐国更甚 身处枢纽之地 吃喝玩乐汇聚了六国的精华 哈哈哈哈 买赢此呗 官大人笑着抬起手 半个月的时间足够自己玩嗨了 往后这地方还是要多来 太开心了 时间一晃五天过去 珍都这边各军都是绷着一口气 刻苦训练 弹台竞统领的单周旗装备 焕然一新 盔甲武器马鞍马凳都是统一配置 堪比当年的黑旗装备 加上李真的骑兵训练功法以及技能 弹台竞越练心中越满意 就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那些原本的单周土著 已经快要赶上黑旗了 系统性的训练好处就在这里 什么都有标准 以前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是踩着桥 速度自然是飞快 先登死士和现阵营就不必多说 整个珍都种植成城上下一心 李真从上次出去一趟 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没事就微服厨房 怪不得前世看电视 那些皇帝那么爱微服厨房 主要是待在宫里没事的时候 是真无聊 领着朔颜月儿 在外面吃吃喝喝逛逛多开心 夜幕降临 火串小摊上 李真大口吃着火串 喝着来自沁国的甜酒 惬意无比 现在也就是没有手机 要不然自己非得录一个 来看看皇帝下班以后的快乐 朔颜月儿在他对面吃得不断哈气 小脸辣得通红 方天如坐在李真的旁边 自从得知李真没事爱出来转转后 他就担任起了向导的职责 正吃着 在不远处便装打扮的侍卫走了过来 公子 家里来人说 那位故人又来了 正撸串的李真文言 脸上露出好奇之色 故人 上官晚 他不是前几天才刚走吗 难道这么快邻国就出事了 李真摆了摆手 将他带过来吧 带到这里来 是 那人走了下去 相公 故人是谁啊 朔颜月儿 眨巴着大眼睛问道 嗯 一个故人 其实上官晚的身份 告诉他们也没什么 但是讲起来 还得解释一大堆 他嫌麻烦 方天如贼笑一声 大王就是大王 真会玩啊 这算不算是王健王 李真余光扫到方天如脸上的神情 满是无语 方大人 你若是再露出这般表情 不如我将你改成小方子吧 这样一来 搭配你那猥琐的表情刚刚好 方天如一听 顿时感到凉嗖嗖的 嘿嘿 公子我现在挺好的 朔颜月儿看着方天如的表情 顿时笑了起来 没过多久 上官晚和一个小姑娘被带了过来 这一次 他们没有任何的掩饰 不仅如此 看起来还是急匆匆的 上官晚过来后看到李真在小摊上喝酒 顿时愣了一下 不过转瞬就恢复过来 坐 头一次见你 还带着一个 李真笑着指了指旁侧的座位 脸儿两个大眼睛盯着李真不断扫视 这就是陛下口中文武双全 天下无双的李真 上官晚来不及坐 拱手行李道 大王 我家陛下出事了 还请相助 闻言 方天如立刻起身往后退了几步 同时藏匿在周围的侍卫 立刻冲上来将附近的人全部隔开 李真眉头皱起 擦了擦手站起身 宫里说吧 摊贩的老板 看着猛的一下出来这么多人 顿时面容呆滞 双眼震惊 他之前就觉得 这对小夫妻浑身充满贵气 这么一看果真是大人物啊 李天刚拉着朔颜月 笑着和老板挥了挥手 上官晚和连两女看着李真和朔颜月 相视无言 内心替他们的陛下惋惜 朔颜月是真王妃此事 他们都知道 一行人回到皇宫之后 朔颜月知趣地回到了后宫 方天如也是退了下去 他之前就疑惑 为何李真会知道 两国要对李天刚出手 原来李真还有这般关系 众人都退下后 李真靠在龙椅上摆了摆手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官晚 当即将齐国使臣入邻国的事情 全部都说了出来 李真的双眼泛着八卦之魂 大王 还请您出兵 可以帮帮我家陛下 朝中百官对于此事都是态度暧昧 我们 对于上官晚来说 他不管什么大局 他就知道自己的陛下不想嫁给对方 就是这么简单 而眼下能够救他们陛下的救义人 李真 普天之下敢于和齐国对抗的只有李真 你家陛下对本王多有造福 这件事本王管了 李真说着大手一挥 来人 传令弹台镜砸在丹州大营整军 上官晚和莲儿文言脸上 军事露出喜悦 他们能够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 李真派兵入邻国 吓唬吓唬齐国的使团 李真起身对着二女道 走吧 随本王点起兵马出发邻国 本王亲自领兵去一趟邻国 大看看那齐国使团到底是如何抢去 两人顿时一愣 李真要亲自去 这 来不及反应 李真已经大不留心地走下台阶 两女反应过来连忙跟了上去 李真若是亲自去的话 更是惊喜中的惊喜 而李真则是心中大笑 这可真是赶上了 他若是能够在邻国驻军 从邻国对齐国发起战斗 那物资等等可太方便了 邻国作为交通枢纽 物资多的是 强大的后勤保障可以全力供应真军 一举两得 离开皇宫后 李真纵马而去 上官晚 两人跟在后面 丹州大营 收到消息的弹台禁已经开始吹号 营地中的士兵纷纷穿上铠甲 戴上武器 当李真带着两女到达的时候 丹州军已经全副武装 弹台禁持着长刀在营地的前方 拜见大王 拜见大王 冲销的声音 响起 李真满意地压了压手 丹州军给弹台禁可太明智了 对于训练这种底子好的骑兵 弹台禁有一手能力 上官晚 见到那声势强悍的大军眼中震动 这就是丹州的军队 真不愧是能够将齐国虎奔军打败的军队 气势汹涌 他们邻国的军队完全没有可比性 双方差得太多了 弹台禁带领你的本部兵马 即刻发往邻国 现在就出发 听着李真的命令 弹台禁红声答应道 诺 剩下各部各司其职 李真说罢看了一眼上官晚 你们两个跟本王走 在不到半个时辰 李真就带着上官晚两女出了北韩关 一路向着邻国急迟而去 得知消息的上官奉仙等人到来的时候 李真影都没有了 真军高层是面面相去 不知道李真为何这么着急 要点兵去邻国 更重要的是李真自己去了 方天如看着众将安抚道 各位将军稍安勿躁 大王去邻国必然是有事 我们就各司其职等待调配即可 大王离去还需要封锁消息 以免让有心人趁机作乱 尤其是看好大牢里的那位 李真突然离去 给了众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方天如也是如此 故而他得仔细将这些有风险的事情 都考虑一遍 屈靖和高层点了点头快速离去 增兵向各个城门处 上官奉仙也是代甲命令狼 骑在城中开启巡视模式 方天如则是入宫去请耶律制武 李真不在了 这些事情他都得考虑到了 但台靖这边得知李真先走了之后 命令所有士兵只带半个月的干粮 轻装而行 当晚凌晨三十万丹州旗全数出关 追赶李之二去 从丹州入邻国需要穿过邻国的邻山郡 李真和上官瓦三人有薛都林的令牌 畅通无阻 在邻水郡的关口 李儿留了下来等待但台进的大军 毕竟这么多的军队不可能直入邻国独城 要是那样 邻国该恐慌了 一路两人不歇 换马而行 将近半个月时间过去 邻国朝堂上下许多官员都在赵兴的游说下 态度转变 大多数人其实内心还是觉得有些屈辱 但是立一摆在那里 薛都林入齐后 齐国会派人过来 到时候他们的待遇都会提升 而且 往后也不用担惊受怕 诸多顾虑 今日 赵兴带领着百官赶到朝堂上 提前联系好了说辞 就要逼着薛都林同意嫁入齐国 这些官员也并不是想害薛都林 他们打心底里认为 薛都林嫁给陈淑平是好事啊 虽然说有点屈辱 但邻国的皇帝身份虽然高贵 可和齐国的皇后相比 从一个女人的身份上来说 肯定是后者更适合啊 现在可以这么说 薛都林一个人可以令整个邻国受益 待会进去了 就这么说 今日必定要让陛下有个抉择 赵兴看着自己周围的官员低声道 放心吧赵大人 我等了然 众人叽叽喳喳地说着 一架轿子抬了过来 赵兴赶紧带人让开一条路 在宫中能够有这个待遇的 只有老丞相 侍者撩开帘子 老丞相拄着拐杖走了出来 周围的官员顿时围了上来 马上上朝了 叽叽喳喳的成河体统 老丞相走出来 低声呵斥道 周围的声音顿时一空 赵兴走了过来 对着老丞相道 丞相 陛下那边 唉 老丞相摇了摇头 他跟薛都林好说歹说 他就是不听 向来听自己话的小妮子 这次倒是异常坚定 若是有办法 其实老丞相也不想如此 但是没办法 他在的时候 尚且有能力和各国卧旋 可他如今的年龄 说不定啥时候就没了 到时候 这偌大的家业 薛都林一个女子撑不下来 现在嫁给陈淑萍 已经是老丞相 能够想到最好的结果 若是不如此 将来邻国必定落得个 四分五裂的下场 陛下 齐国使臣那边 已经有些恼火 今日若是再给不了一个结果 那么恐怕对方 朝堂上 赵兴一脸为难地说道 朕早就已经说过了 是你们蒙着耳朵不听 朕一一决 不会和陈淑萍成亲 如若各位不同意 那正可以退位 将这薛家天下送给你们 你们自己定夺吧 薛都林的脸庞上满是坚定 他从未有过如此坚定 这段时间 面对群臣的威逼 民间的流言蜚语 他承受的压力太多了 但是如此 他仍旧坚持着自己的底线 百官听到这话 都是眉头微皱 赵兴更是脸色一变 陛下 此事非能如此言语 薛家天下 乃是太祖奋力搏下的 若是如此饿了七国 那后国 我们承受不起 您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邻国百姓着想 您身为邻国皇帝 自当为国而祭 请陛下同意和七国联姻 他说吧 身后数十官员纷纷出脸 请陛下为国祭 答应与七国联姻 薛都林低头看着一言不发的老丞相 您的意见也和他们是相同的 老丞相艰难起身 苍老的面容上满是惆怅和无奈 陛下 老臣是看着您长大的 如果说其他人有别的想法 那老臣已经好守之年 老臣难道还能害您吗 嫁入齐国是您最好的选择 老臣在邻国尚可强称 游走于诸国之间 但是老臣若是故去 那这邻国终究会成为海市蜃楼 老臣是真的为您好 希望您能够理解 陛下 老臣希望您能过得开心 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老丞相的话 可谓是感人肺腑 字字朱击 薛都林的面容都不免有些波动 自己都是他一手放在皇位上的 如果不是老丞相 薛都林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继承邻国 这么多年以来 老丞相以老计之躯顶着邻国的责任 唉 薛都林沉沉地叹了口气 绝美的面容上不满无奈 国若被人欺啊 赵新一看有戏当即开口道 陛下 七国那边已经答应 等您去了 就是中宫皇后 母依天下 统于后宫啊 赵新话音刚落 突然 整个人脸色一白 紧接着 身体不由控制的直挺挺飞了出去 脸贴着地面 直直的滑撞在御街之上 发出咚的一声 场中突变的速度太快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刷 群臣顿时回过头去 只见刚才赵新所处的位置上 有两道人影 一位是薛都林的贴身侍女 总领上官娃儿 他们都认识 另外一人 则是一少年模样男子 悬色景幅 贵气无比 御街之上的薛都林顿时美目一喜 他虽然从未见过李真 但是此刻 他能够确定 眼前的男子就是李真 那个自己仰慕已久的李真 大胆 何人袭击本官 赵新捂着脑袋 挨压咧嘴的起身 官帽都已经被撞扁 脑袋上冒出一个大包 袭击你 杀了你都不为过 身为臣子 不思卫君分忧 天天想着 将自己皇帝送出去 给人家当老婆 看着人母狗样 实际全部都是软蛋 堂堂邻国上下 居然无一男人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李真覆手而立 冷哼一声 上官晚 则是快速来到薛都林的身旁 放肆 这里是邻国朝堂 你是何人居然敢在此大放厥词 黄口小儿也敢轻言男人 来人乱棍打出去 邻国百官 纷纷怒斥开口 老承乡眼睛微眯 若有所思 李真覆手而立 脸上带着赤笑 乱棍打出去 本王在此 谁敢来送死 说着 一股绝强的气势 从李真的身上爆发 伴随着龙银声响起 整个大殿无风而动 众多官员的衣袍翻飞 官帽垂落 本王 众人疑惑无比 这个称呼 在邻国可太少见了 宫外的侍卫 听见动静 纷纷冲了进来 不过还未有动 就被上官网喝退 这是陛下请来的客人 谁也不许乱动 他的话 让在长百官 都是为之一论 客人 薛都林这是什么意思 想好的 他们也没听说过 薛都林有什么想好啊 薛都林美 目完成一轮明月 嘴角勾起 呵呵 真往前来 老朽有失远迎 老丞相 主着拐杖 微微低头 他刚才就怀疑 对方的身份 现在几乎能够确定了 看着薛都林的模样 老丞相已经明白过来 来龙去脉 只不过是他没想到李真 居然会来这里 真王 李真 照星瞳孔放大 不可思议的看着李真 百官更是不约而同的后退一步 单周人图的名号 那可是响当当 李真脸上挂着淡然的笑容 却是本王 今日本王前来 就是为了帮助林帝 有本王在 他想嫁就嫁 不想嫁就不嫁 谁也替他做不了主 李真淡然的声音落在宫殿当中 回荡在群臣的耳边 百官心中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谁也没想到薛都林居然可以 将李真给弄过来 薛都林脸上的笑容灿烂 他也没想到 李真会亲自前来 李真 我们终于相见了 那眉眼如花的模样 让百官更是狠狠地震了一下 这两人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李真目光 头向薛都林 嘴角勾起 确实 终于相见了 谢谢 是本王该谢谢你 咚咚咚 老丞相 拄着拐杖点在地面 看着李真道 真王 此乃林国内政 您这么做是不是 李真闻言 微微摇头 林国还有内政 一个连自己皇帝都保护不了的国家 就不要说什么主权了 刚才本王已经说了 话不想重复二遍 本王在此 在阎林递入齐者 杀 最后一个自落下 磅礴的杀气 从李真的身体中窜出 大殿顿时温度骤降 在场之人 无不浑身冷冽 陛下 您如此会将林国拖入 万劫不复之地的 赵兴大叫一声 李真和陈淑平那是死仇 倘若让齐国知道了李真的事情 那么齐国恐怕会立刻横兵入林 嗖的一声 李真闪现般来到赵兴的身后 抬手掐着齐脖梗直挺挺的 将他拎了起来 看来是本王说的不够清楚 在议论这个话题的 这位大人就是各位的下场 说吧 李真突然手指用力 赵兴的脖梗被声声捏断 鼓掠的声音清澈入耳 百官纷纷瞪大眼睛 老丞相也是有些惊恶 碰 赵兴的尸体被李真随手扔开 上官瓦去将齐国使臣带过来 本王要跟他们好好聊聊 上官瓦看了眼薛都灵 看到后者微微点头后 当即领命离开了皇宫 李真随手一吸老丞相身后的椅子 来到他的手中 李真将椅子放在龙椅的正下方 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 从现在开始 这个地方本王接管了 李真那轻蔑霸道的态度 让林国百官都是低着头不敢说话 若说齐国使臣给他们带来的压迫感的话 那么李真就是恐惧 深深的恐惧 莫说是他们 如今天下 谁听到李真的名字不得抖三抖 对方在丹州为王 南下秦龙 坑杀羽军十几万 将齐玉联军打得大败 这一桩桩一件件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天书 如今李真当面 开场就将赵兴杀了 他们哪里还敢开口 谁敢保证李真不会对自己出手 而侍卫 没有得到薛都灵和老丞相的命令 也不会动手 老丞相看着李真沉生道 真王殿下 你无端杀戮我邻国之人 难道真是欺负我国国力雷弱 这件事若是传出去 其他五国不会坐视不理 我知道你邻国老丞相 好手挺起邻国天 但这不是你可以质问本王的资格 本王坐在这里 是接受了邻地的委托 要不然 谁愿意管你们这些破事 现在本王既然已经管了 那就要管到底 现在在灵水郡外 本王的丹州其三十五万已经在关外 只需要一个命令就可以入关 马踏邻国只需片刻之间 李真说着身体探前 老丞相 要不然本王踏平了邻国再来探 花音落下 大殿一片静谜 老丞相惊的双眼发直 三十多万丹州其 这 薛都灵看着场下 叹了口气做回龙椅上 对于李真突然下杀手 他也没反应过来 但是此刻也来不及多说什么了 自己是让人家来的 若是自己在跟人家说什么 不要动手之类的 那他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再者说了 从刚才他也算是真正的看出来了 人这种复杂的动物 都是畏微不畏的 从李真出现到现在 甚至不足一炷香的时间 但是大殿当中 百观就好像哑巴了似的 低着头一言不发 这已经是代表了一种顺从和畏惧 老丞相抬起头看着薛都灵 语气有些不可置信 陛下 您真的要如此吗 薛都灵眼神有些不忍 但仍旧强硬道 老丞相 您若是乏了 就回去吧 朕已经看明白了 这天下 还得是兵力强盛 才能够为自己做主 既然咱们邻国 给自己做不了主 那么朕就找个 能做主的来 朕已经决定 从今天开启 和真王达成战略同盟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看到薛都灵这个样子 老丞相瞬间 感觉自己心彻底死了 既然如此 老丞就告退了 陛下 终有一天您会知道 如此行径 是引狼入室 老丞相不明白 为何好好的 齐国皇后不当 薛都灵非要如此 但 这灵国是薛家的 他想要如何 凭他的性格来吧 就算最后灵国没了 那也怨不到他的头上 那李珍是那么好联盟的 以对方的智谋和能力 薛都灵将被其把玩在鼓掌之中 说完 老丞相拄着拐杖 步履蹒跚地离开大殿 薛都灵起身神色 有些不忍 毕竟老头是看着他长大的 如师如妇 李珍感受到薛都灵的举动后 当即开口道 慢走不送 从今天开始免去老丞相的相位 回去一样天年吧 陛下以为如何 李珍回头 看着那张绝美的面容问道 薛都灵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就依王兄所言 不过老陈相辅佐镇这么些年有功 家风入朝不屈 暂败不明 见旅上殿 直见天子之权 府邸所需所用 全部都由国家负责 全当是朕谢谢老师了 薛都灵说这话的时候 老陈向身体颤了一下 但是最终 还是没有停下来 静止离开了宫殿 他在这里 已经没用了 薛都灵不知何时 已经搭上了李珍的这条线 除了第一次送兵器他知道 之外再不清楚 李珍要人有人 要智谋有智谋 他在这里 比自己更加的有用 且看李珍 如何摆弄灵国风云吧 老丞相的身影 离开宫殿后 薛都灵做回龙椅上 神色多少是有些悲伤 但是 他必须这么做 自己不想嫁给陈淑平 也不想成为齐国的皇后 李珍把玩着手中的剑饼 两人没在说什么 这里 也不是说话之地 没过多久 上官晚 就带着齐国使臣 进入皇宫 齐国使臣代表官樊简以为 是薛都灵想通了 在进入皇宫的路上 他还在思考着 怎么再多住几日 但是 当他跟着进入到大殿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 只见赵新倒在地面上 两侧官员都是低着头 死气沉沉 龙椅的下方 还坐着一个年轻人 官樊简顿时眉头一皱 不过还是走进去 对着薛都灵攻身行礼 齐国使臣官樊简拜见灵帝陛下 此次召见 可是陛下应允了我家陛下的婚事 灵帝陛下已经决定 不答应你国皇帝的婚约 并且让你回去 告诉你家皇帝 都已经是个残龙了 就不要小的吃天鹅肉 李珍靠在椅子上 吃笑一声 官樊简顿时抬起头 满脸怒容 好大的担子 你是何人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灵帝陛下 这是你的意思啊 你可想过如此行为 会给你们邻国 带来什么后果 问我是何人 上官晚 给他介绍介绍 上官晚 当即复首到 你眼前的是丹州真王 李珍 哼 当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官樊简脑袋轰的一下 双目聚精 在李珍的身上 你 他身后的使团 也是面面相去 你是 你是李珍 官樊简说话的时候 嘴唇都在打颤 任谁也想不到 丹州的那个疯子 居然会出现在邻国 李珍淡然一笑 正是 所以刚才本王说的 你听明白了吗 邻地 不会嫁给你家陛下 若是陈淑萍有什么问题 可以来找本王 本王对于他剩下的那只胳膊 也很有兴趣 这句话包含的信息量太大 邻国上下 都是偷偷地打量了一下李珍 若是按照李珍所说 岂不是陈淑萍已经和李珍见过面了 还被废了一条胳膊 真的假的 这也太劲爆了吧 听到李珍的话 官樊简没有回复 而是抬起头看着薛都灵 灵地陛下 您就是这个意思 他和李珍实在是没法对话 薛都灵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真王所言即是朕的意思 朕不想嫁人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时间紧接 我们先回去回禀陛下 官樊简说着 躬身一礼 转身就走 其他使臣跟在他的屁股后面 头也不回 现在的情况 根本不适合他们 继续在这里待着 李珍是什么人 敢将整个虎奔军 都给杀戮殆尽的存在 他们这大猫三猫三两只 若是敢在这里有半句废话 能不能走得出邻国 都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了自己着想 现在就低着头走吧 等回到齐国后 将这个消息告诉陛下 到时候陛下决断 是大军压境或是如何 他们做不了这个主 齐国使团灰溜溜地离开 让邻国百官都是颇不是滋味 这些人在他们的跟前 可都是趾高气昂 现在见了李珍 连个屁都不敢放 李珍从鼻尖发出一声轻横 这个使臣还算是个聪明人 灵地陛下 下一道旨意吧 让本王的丹州军入境 若是陈淑平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本王都接了 李珍起身 看着龙椅上的薛都灵道 好 震这就下 薛都灵笑着立刻拟止 这一幕让邻国众人 都是心中泛起了小九九 齐国的使团来了 薛都灵连的好脸都没有 而李珍过来 大军要入境 薛都灵眉头都不皱 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自家陛下 难道和李珍 李珍起身 副手环视一圈 淡淡道 从本王来的这一刻起 你家陛下就有了后盾 你们这些烟渣们 若是再敢逼宫 甚至是和齐国眉来眼去 什么下场 你们自己知道 当然 若是齐国那边有什么意见 本王会给你们擦屁股 干好你们本职的工作 都记着点 你们是灵人 不是齐人的狗 灵国也不是齐国 可以随意欺压之国 那充满霸气的声音 回荡在大殿 王霸之气扑面而来 百官对视一眼 默不作声 薛都灵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 他呆得可是极为压抑 现在总算是 拨开明月见青天了 散朝吧 薛都灵淡淡一声 他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些官员们 都已经失去了信任 身为一国重臣 亲自要送自家陛下出嫁的 薛都灵是纵观历史 闻所未闻 心已经寒了 百官听到散朝的两个字心 都是掉到了肚子里 刚才他们不敢开口 那是因为李真太凶了 赵新甚至才说了几句话 就被对方随意图露 丹州人图之名 名不虚传 百官陆陆续续都退出去后 三两汇聚在一起 冯大人 我们得去找老丞相 不能让陛下胡来 丹州人图泯灭人性 暴虐无道 我们万万不能如此看着陛下胡来 谁说不是 饿了七国 到时候大军压境 这不是托咱们邻国下水 刘大人说的甚是 我们理应早做准备 走 同去 散朝的官员不约而同的 全部都去了丞相府 他们看来现在的薛都灵 就是在胡闹 皇宫当中 薛都灵是极为盛情 邀请李真入宫有赏 上官瓦远远地跟在后面 两人走在一起 却算得上是狼才女貌 李真身材修长 相貌温润中 又带着上位者的威严 而薛都灵身材有质 面容绝美 娇柔可人 不过可惜啊 李真已经有了王妃 朕没想到 王兄会亲自前来 感谢王兄为朕解围 李真微微一笑 不必客气 当初本王出道丹州之时 你的物资再加上之前的通风报信 本王应该感谢你 闻言 薛都灵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真和他想象中的一样 又有些不同 在薛都灵一直想象之中 李真是那种文质彬彬的文士感觉 如今见到 其身上王霸之气浓郁 已经有一方雄主的气势 回想他父亲 与之远不能比 两人谁也没有开口 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在宫内游走 宫中侍女健壮眼神中充满好奇 自薛都灵登基之后 还没有见过哪个男子和他如此亲近 两人游走到御花园后 甘大的气氛凝聚到了顶点 听说你很仰慕本王 李真说出这句话后 老脸一红 这话说的属实是沾点自恋了 啊 这个 一定是玩儿那个家伙 薛都灵犹如受惊的小鸟一般 在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当中 做了数十个假动作 哈哈哈哈 本王开个玩笑 切勿当真 李真摆了白手大笑 薛都灵绝美的面容 闪过两团红蕴 王兄 今天在朝堂上的事情 恐怕不会结束 邻国官员都已经习惯了 安逸和懦弱 他们畏惧齐国 恐怕这件事 不会这么轻易解决 薛都灵急忙转移话题 李真看着远处的小胡 眼神微眯 他们怕齐国 就不怕本王 这件事既然本王管了 就会管到底 陛下无须担心 李真倒是想看看 这灵国当中 有什么能人意识 薛都灵顿时 感觉到了满满的安全感 丞相府 老丞相看着 从宫中出来 几乎将客厅堆满的官员 苍老的面容上充斥着忧愁 都来我这里干什么 我不是都已经说了 从今天开始朝堂之事 再与我无关 老丞相 这怎么行啊 您不是没见到 那个李真的杀意 都快从眼睛里冒出来了 我们这些人 怎么对付得了他 公布尚书 冯勇煞有其事道 老丞相眉头一皱 你们怕死对付不了他 让我一个百岁老人去 冯勇你可真是歹毒如斯啊 冯勇顿时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 他倒确实是这么个意思啊 丞相 非是我等贪生怕死 而是那李真 已经拥兵三十万 准备入境 陛下此举无意 于是引狼入室 大军押近邻国 还是邻国吗 以李真那贼子的能力 咱们邻国 恐怕不久 就会变成他的地盘 届时 兵士一起生灵涂炭 下官和刘大人的意思一样 老丞相 陛下嫁给七国皇帝 邻国还是邻国 若是李真带兵进入 那么邻国 就不是邻国了 众多官员叽叽哇哇的声音堆在一起 老丞相的眉头也是越皱越深 沉默片刻 老丞相悠悠地叹了口气 用老夫的手令去请吴大将军带兵入兜 通知灵水俊俊手 将真军控制在邻国之外 待老夫与吴大将军会合之后 将李真逼出邻国 这些官员说的也没什么毛病 李真在丹州行事张狂霸道 横行无度 封平来说 在六国尽是恶名 倘若这件事传开了 那么玉国和七国会 将邻国视为和李真同流合污 丹州路远 七国和玉国不会如何 但是邻国就在眼前啊 众人闻言顿时神情一震 老丞相大业 我这就去安排 平日中 邻国的政务也都是老丞相在处理 老丞相听着众人的恭维 异性阑珊地摆了摆手 对于这些人他看得明白 只不过是他们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罢了 但是齐言也不无道理 哎 但是 无论这件事最后的结果如何 他的老命是肯定留不下了 但是 老丞相他不怕 能够用自己的命 将邻国给掰回来 也值得了 老丞相的命令和薛杜林的旨意 几乎是同时到达灵水 郡郡守守中 郡守坐在堂中 看着这两道截然不同的旨意 沉沉地叹了口气 老丞相还真是看得起他 让他以灵水郡不到二十万的驻军 拦住丹州三十多万雄兵 以为他是谁 兵先少叙雪 郡守这 我们该听谁的 灵水郡中文武官员都是一头雾水 听谁的 本官只收到一封圣旨 那就是陛下的 至于老丞相的 等本官收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 说着 郡守成科将老丞相的那封首令扔到旁边 丹州岂能够将其国虎币军打得全面 就他手下的那三脚猫大军 开玩笑 再者说了 陛下旨意为最高指令 这没毛病 开城门 迎真军入城 陈科起身淡淡一声 大人英明 众人纷纷开口 他们邻国都已经多少年没打过仗了 现在仅仅凭借老丞相一封首令就要 让他们去拼死拼活 凭什么 凭他身上有老人位 他们是不愿意拦担周郡 要拦让后面的人拦去吧 将老丞相的那封信交给陛下的侍女 回去之后让他们整去吧 陈科淡淡一声 邻国不大 里面的事情他几乎也都清楚 但是这都和他没关系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起码丹洲是和陛下一起的 这样一来 他这里就是平安无事 不会发生战事 这就已经足够了 他只管自己这边 其他郡那就是其他郡的问题了 入夜 但台靖和侍女林儿两人带领着大军入城 郡守陈科带着郡中文武赶了过来 满脸堆笑 真君威武早就有所耳闻 今日一见果然是兵强马壮 实乃是天下强军 但台靖微微拱手 多谢陈大人开城门了 都是下官该做的 对了 林儿姑娘 这里有一封老丞相的信 还希望您给陛下带回去 同时告诉陛下 下官永远都是忠心于陛下的 陈科黑黑一笑 赶忙将老丞相的信递了过去 他故意没有加风 就那么堂而皇之地展露出来 但台靖于光扫过去 看到关于阻拦真君的字眼 当即双目瞪起 一把将信拦了过来 看清楚信上面的内容后 但台靖一张脸已经布满冰寒 这是你们林国丞相给你的信 正是 陈科点头说道 但台靖将信收起 当即将自己的老弟叫了过来 大王再领都有风险 传令所有人快兴军 莫 但台风当即领命纵马 大声传令道 多谢陈大人了 这件事本将会汇报给大王 但台靖曾经也与裕国官员接触过 自然是明白 怎么回事 哈哈 将军客气 这都是下官应该做的 陈科见到目的已经达成 简单寒暄过后就离开了 在离开之前 他派出自己的心腹 跟着他们一起出发 目的就是安安稳稳的 将真君送出陵水郡 出了陵水郡 那就和自己没关系了 莲儿看着老丞相的信 双目呆滞 老丞相怎么会如此呢 林国三郡 林玉郡 这里驻扎着 林国唯一的精锐军队 有着三十万支巨的综合性军团 以先皇年号为军名 开平郡 是薛多林父亲 刚登基的时候 耗费巨资所见 开平郡大英 烛火跳跃照应 在布障上 好似在雀跃起舞 大将军 吴志看着岸台上 从灵都传来的信件 眼神中满是复杂 来人传 柳先生入障 是 大概移住相后 脚步声响起 一个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走了进来 将军这么晚啊 可是有什么烦心事 柳文水进来后拱手问道 柳先生快来帮本江看看 本江应该如何行事 吴志起身将柳文水邀请入座 然后将老丞相给自己的信 递了过去 信中 老丞相将来龙去脉 全部都解释了一番 并且命令吴志即刻带兵入陵都 柳文水逐字逐句看完之后 脸上露出倾笑之色 将军 可是在犹豫该不该若 是啊 先皇对本江有知欲之恩 如今陛下是先皇唯一后裔 本江若是和老丞相联合 行那逼宫之举 岂不是不仁 可若不出兵 由这陛下 胡来将邻国拖入万劫不复之地 本江又是不义 这 吴志满脸纠结 这对他来说就是怎么也不行的事情 柳文水哈哈一笑 抚摸着胡须轻松道 将军多虑了 依在下看 这可是邻国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啊 入室一定要入的 但是你 却不能站在老丞相身后 入城之后 你理应忠实地站在陛下身后 哦 此言何意 若是本江站在陛下 身后岂不是将邻国拖入深渊 帮助那丹州人徒 吴志满眼不解 如果没有李真的话 他肯定是站在薛都林的身后 但是 非也非也 李真此人 能够亲自入灵 那就说明陛下和他的关系 非同一般 将军所担忧 皆是虚妄 且不说他会不会如此 在下说句难听的 若是李真真的有意图谋邻国 请问将军 凭借邻国的军力 可否能够阻挡 听着柳文水的问题 吴志断然道 不可能 邻国根本战胜不了 丹州真挺 这不就是跟杰所知 李真图谋邻国也无可奈何 而且从这只字片语中 在下能够确定 真王和陛下的关系 绝对不一般 所以 将军就放心大胆的去支持陛下 千万不要饿了李真 要不然恐怕将军 身家性命难保 无论是从私人性命 还是国之大义来说 都请将军 一定要和陛下站在一起 至于引邻国入万劫不复之地 更是无稽之谈 眼下大便将生 各国都是阴云波鬼 强则强 弱则亡 能够靠上真王 说不得这是邻国之幸 听着柳文水的声音 吴志眼睛瞪大 邻国之幸 两天过去 李真这两天都住在皇宫当中 当然 不是和薛都林住在一起 而是在皇宫的一处偏殿中居住 李真是主动要住在外面的 但是薛都林不同意 他担心 邻国上下有异样之人 万一对李真造成什么伤害 那就得不偿失了 他三次拒绝无奈 只能答应 邻国的皇宫 可能和国土面积有关 不是很大 相比于御国皇宫远远不及 甚至都不如李真自己的皇宫 但是 盛在精致 小而美这三个字 是贯彻到了邻国皇宫的每一个角落 从浮雕到百剑 再到吃穿用堵 都是以小而美三的字为主 早晨起来 薛都林就将李真带到自己的宫殿 试试 上午没事就是闲逛 中午更是盛情款待 下午试词歌赋 李真真的是非常的好奇 难道邻国不用处理朝政什么的 面对李真的疑惑 薛都林也是非常的直白解释了一下 邻国一个郡多的和两个国家接壤 少的适合一个国家接壤 一共就三郡不到二十成 四十多个县 大多数都是贸易上的事情 各地层层上报到郡守那一集 就已经处理了 实在处理不了的 就到了老丞相的手中 但是很少 同时处理起来也很简单 就两个字 让步 当然是邻国让步 孤儿老成 乡才能活这么久 主要是没有什么需要 绞尽脑汁处理的事情 得知这一切后 李真只能说是拍手佩服 他在当玉国宰相的时候 可没有这么潇洒 玉国国土面积大 气候不一 民风各异 处理起来极为棘手 了解完他才算是清楚 邻国官员为何都是那个样子 已经退的退习惯了 同时 这两天李真也给薛都林 普及了一下执政的知识 和基本手段 可以说邻国 能够在这个世界 存在也是一种变相的奇迹 一个奇葩的国君 带领一堆奇葩的臣子 组成了这个奇葩的国度 就好像是一个朝堂 然后里面充斥着各种大能 在众多能人中 一个不是那么聪明的家伙出现了 他的出现 也算是平衡了这些人的摩擦 这就是邻国 邻宫 上官娃听着店中不断传出 银铃般的笑容 满脸无语 他的陛下 真是一个十足的恋爱脑 这两天完全是陷进去了 在第一天的时候 他就和薛都林说过 李真带领三十万大军 很有可能不是仅仅因为这件事 他建议薛都林 和老承乡多少通的气 结果 薛都林的回复 让上官娃直接封嘴 薛都林脸上洋溢着 没有世俗污染的笑容 说出了那句 令上官娃脑带嗡嗡的话 若是李真哥哥想要邻国拿去就好了 反正我也对当皇帝没什么兴趣 一句话让上官娃哑口无言 他明白了 薛都林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而是什么都不在乎 连朕都不称了 跟李真说话都是我 而且李真到达的第一天晚上 他都改口了 叫人家李真哥哥 我乐个去 有一个恋爱脑的领导 是一种什么 体验之我是电灯泡 上官娃抱着手站在宫门口 里面他已经不适合进去了 看得自家陛下 好似傻白甜的样子 他难受 不过 就在他在心神外游之际 他看到了林儿 还有再真都见过的淡台镜 娃儿姐姐 陛下在里面吗 林儿走过来后急忙问道 在 上官娃儿说着 走进店内汇报 正在店内和李真 聊得天马行空的薛都林 听到林儿回来 当即让他们进来 林儿和淡台进入店后 淡台镜首先看向李真 然后行李道 末将拜见大王 他倒是不担心李真 因为在淡台镜看来 林国上下还没有人 能够伤害到他们的大王 起来吧 这一路辛苦了 李真摆了摆手 淡台镜起身后来 到李真的身侧 低声窃窃私欲 同时 林儿也是拿着老丞相的首令 递给了薛都林 并且将路上的事情 尽数而吐出 李真听着淡台镜的话 脸上笑意 没有一丝改变 那位的担心 不是空穴来风 他的确是要以 兵风囤积林国 不仅如此 他还要借助林国的物资后勤 来给真军功给养 薛都林听完之后 脸上的笑意收敛 他就猜到百官 不会如此的安稳 但是没想到 是老成相待的头 眼下单周 其安排在何处 李真自顾自的倒上一杯酒 回禀大王 大军在城外三十里外的 青城山下驻扎 若是大王有令 片刻之间 即刻冲进城中 两人的对话 不由得让上官瓦心中意紧 就驻扎在那里吧 李真说着 抬头看向薛都林 陛下 既然你朝中官员有这个担心 不妨本王就跟你挑明了吧 这次前来 帮你解乱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本王想要借用林国的关口 对七国发起进攻 同时需要林国的物资支援 他的话音落下 上官瓦心里咯噔一下 他就知道 李真这么大动干戈 不会仅仅是为了 帮薛都林解决七国的婚约 真王殿下 我家陛下对您不薄 您怎么可以这样 你这是拉我们林国下水 上官瓦嗓音拔刀 薛都林对李真素未谋面之事 就已经够好的了 又是物资又是情报 现在李真这么做就是在害林国 害薛都林 李真缓缓起身 皮笑肉不笑道 天下大势 分分合合合合合分分 本王意图以丹州而席卷天下 林国身处枢纽之地 兵力禅弱 未来无非也是则一雄主而附庸 本王自认为丹得起雄主二字 本王认为此举没有不妥 当然若是陛下觉得 本王是图谋林国 会给林国惹祸上身 那本王可以退兵 之前的合作条约任就奏效 他光明正大就是这么个意思 现在挑明了也好 真王殿下未免 上官网话音 未落就被薛都林打断 李真哥哥 这林国我可以全部都给你指挥 物资随你调动 或者我这么说 我把林国当嫁妆给你 你觉得如何 薛都林清零的声音落下 在场的人无异不是脸色震惊 嫁 妆 但台经面色恶然 对于李真的佩服 犹如江水滔滔不绝 大王就是大王 在林国待了两天 居然就把林帝 吸引到了这个地步 一句话 让女帝把国家送给他 陛下难道为不好 李真满脸 错愕目光呆滞 啥玩意 把林国当成嫁妆 送给自己 他是能够感受到薛都林 对自己异样的感情 但是没想到 其会这么大的胆子 爱得如此之奔放 上官网 和连两个侍女 也是满面错愕 反应过来后 两女都是低下了脑袋 这事情他们无法劝解 毕竟他们都是后宫官员 按照道理来说 他们俩都是薛都林的贴身吓人 这种是他们 还没有资格掺和 同时若是薛都林 真嫁给李真 他俩就是陪嫁丫鬟 薛都林尽量的 双眼弯成一轮明月 直勾勾地看着李真 嗨嗨 这个陛下 真是喜欢开玩笑 李真凭实诉 来胆子大 但是当你面对一个 比你胆子还大的 瞬间 就被压制了 哈哈哈 王兄被朕吓到了 朕也就是开个玩笑 不过王兄 林国阵就都压在你的身上了 朕相信 你不会辜负朕的 那有些炽热的眼神 令得李真 这位向来以无耻自居的男人 不得不退避三舍 纯爱战士 值得尊敬 陛下明日将群臣召见 戒指本王 会去处理这件事 李真匆匆 说完转身逃 也是的离去 但台经跟在后面 也是走了出去 他明明觉得 这我林国陛下 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想和大王喜结连礼 大王怎么说 人家开玩笑呢 接手了林国多好 这样一来真庭 也算是有了落脚之地 将来说不准 真的可以打破九州六国 这已经垂老的格局 看着李真那仓皇离去的身影 削斗林孝的前仰后翻 陛下 您刚才 上官瓦已经是一头大汉 纵观历史哪里听过 这么荒唐的事情 堂堂一国之君 要将自己的国家送给别人 刚才怎么 刚才说要送给他 上官瓦还是说不出口 削斗林浅浅一笑 朕就是喜欢他 未见之前喜欢 见了之后更喜欢 若是他要朕一定给 但是陛下 李真他有王妃啊 上官瓦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出了这可能 会让削斗林难受的话 他有的话可以再多一个啊 削斗林说完 蹦蹦跳跳的离开了皇宫 国之重重于泰山 但是对于他来说 轻如鸿毛 至于李真有王妃的事情 这对他来说也不重要 上官瓦和联对视一眼 陛下在这个赛道当中 真乃是千古异女帝 无人能够出其左右 也不知道 薛家的老祖宗 开创这番基业的太祖 若是知道了这件事 会不会从灵寝当中跳出来 回到自己的住处之时 李真松了一口气 天不怕地不怕的他 属实是怕了 他怕了 怕那炙热的目光 和满是真诚的眼神 这对于他来说是绝杀 跟在后面的淡台镜 看着自家陛下 居然在皇宫中居住 暗暗的撇了撇嘴 则则则 大王 眼下我们该如何行事 若不然 让大军入城 将那个始作俑者给抓起来 不用 李真摇了摇头 林都驻军没几个人 明天他们上朝的时候 本王会处理这件事 大军就暂时驻扎在那里吧 同时你派人去传令 命高城统域县阵营 带着陈书勋即刻赶往邻国 待邻国国内势必之后 马上对齐国宣战 这几天他再跟薛都林商量一下 关于物资补给的事情 邻国所言 什么战火侵染他们的地方 这根本不会出现 只要真军打破齐国的门户 那么战火就永远都只会停留在齐地当中 是大王 但台靖答应一声之后驻足原地 李真顿时疑惑地看着他 还有诗 大王 那个邻国皇帝 对名 去去去 一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八卦 李真笑骂着将其撵了出去 将但台靖撵走以后 李真站在宫门口 正正地看着远处薛都林的方向 自从自己离开御国 发现天空都晴朗了 之前他和邵续学 两人的感情固然也是有过甜蜜的 但那和朔颜月完全的贴心不同 如今又蹦出来一个如此炙热的薛都林 唉 这日子不是好起来了吗 丞相府 这段时间整天人潮拥挤的府邸 变得清冷无比 那些邻国官员 好似凭空消失了一般 消失得干干净净 老丞相拄着拐杖叹了口气 三十多万铁骑 横沉在邻都之外 这件事已经传开了 之前蜂拥而至的官员 现在都缩在自己的府邸当中 头都不敢录 真君没来的时候 他们重拳出击 真君真的来了 他们吓得畏畏缩缩 一个个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啪啪啪 老丞相正欲回屋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他缓慢地转过身子看了过去 这个时候 那些人对这里都是避之不及 谁还敢来 下官万福拜见老丞相 老丞相看着那道人影 扼然了一瞬 对方正是御史大夫万福 你不是出使庆国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下官听闻真王来帮助陛下 故而特意赶回来了 老丞相 外面的大军那是 万福抬起头看着老丞相疑惑地问道 老丞相自嘲一笑 进来吧 如今这个时候赶来这里的 也就是你了 万福这个人吧 刚正不阿 性格太直 但是 朝中除了御史台之外的官员 对其态度 均是两极分化 因为其对于齐国提亲之事 坚决反对 所以被老丞相给支出去了 没想到最后敢于跑回来 居然只有这一个 其他官员他甚至都听到 有好几个已经准备收拾东西 逃离邻国了 万福和老丞相 两人走进府邸当中 同时 老丞相将来龙去脉 都给他解释了一遍 万福嘴角抽搐 他没想到自家陛下和那位丹州人 徒居然有如此关系 事情也告诉你了 陛下是不会嫁给齐国皇帝 你也不用再出使了 陛下明天召见群臣 必定是因为老夫的事情 你明天就不要去了 想来李真那人 也不会牵扯太大 老丞相悠悠地叹了口气 事情败露 他难逃一死 老丞相 您对邻国那是汉马功劳 下官相信 陛下不会对您如何的 至于那个李真 他身为真廷之主 如何管得了我邻国之臣 若是他明天 胆敢有僭越之举 下官必定见他一个 老丞相白手打断他的话 你劲儿母个头啊 人家带着三十多万大军来的 你的嘴比刀硬 明天安安稳稳 老夫死则死意 不想拉着你垫背 一日 清早 邻国百官等候在宫门外 空气当中弥漫着一股冷清 和肃杀之气 往日的叽叽喳喳不复存在 仅仅一天的时间 真君入邻的消息 就已经漫天飞舞 人尽皆知 现在众人心里主打的 就是一个害怕啊 说不怕是假的 那可是理真 那可是坑杀屠戮的冷血人图 知嘎 随着到达开门时间 宫门徐徐打开 百官刚要往里迈步 可当他们抬头看过去的时候 都是目光惊恶 只见原本该出现的禁军 已经变成了 骑着高头大马的黑甲骑兵 邻国有没有骑兵 有 但不是这样的 一股寒意从百官的心中诞生 丹周军 哗啦 抬甲碰撞的声音 在整个宫道边响起 一字排开两列整齐的骑兵 映入眼帘 噗通 百官中 一人顿感脚软瘫倒在地 请各位大人入宫 但台静纵马挺胸 缓缓而来 手中长刀闪烁着寒光 人群中的万福 看到这一幕 面色不改 穿过至那的众人 大不留心 朝着宫内而去 其他官员对视一眼 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都已经到了这里 他们后悔也没有用 随着官员全部入宫后 但台静微微抬手 闭门 老丞相道 但台静眼睛微眯 邻国注视 让他进去吧 但台静淡淡一声 横刀立马的丹周旗 才缓缓退开 轿子中的老丞相 双目微闭 外面什么情况 他基本已经明了 入殿的这条路 他们走了许多次 但是没有一次感觉 如此之漫长 在两旁那气势汹汹 丹周旗的注视下 这条路仿佛通往幽暗深渊 大殿当中 李珍覆手而立 看着陆陆续续赶来的朝臣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薛都灵坐在龙椅上 那道背光的身影 给了他满满的安全感 百官陆陆续续入殿的时候 都是下意识地 对着李珍点头行礼 唯独那万福 只是冷眼相对 入公分裂两侧 最后一位老丞相 慢悠悠地走入殿中 臣王殿下 老丞相不是都已经退休了吗 何故还来啊 李珍轻笑一声 臣王殿下说笑了 今日老夫是不得来啊 来了就请入殿吧 李珍副手转身 来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刚坐下 万福就走了出来 臣王殿下 此乃我邻国之皇宫 你身为他帝之主 安坐于此 是不是不太合理数 更何况此乃我国之朝 你一个外人在此 是不是不合理数 老丞相悠悠地叹了口气 他昨天对他说的话都白说了 百官心底 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万福真是投影得很啊 李珍挫着手指 从鼻尖发出一声轻哼 你们陛下不想嫁人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不合理数 齐国使臣过来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不合理数 现在跟本王说这种话 你是活腻歪了 万福文言 顿时期的吹胡子瞪眼 真王 齐国如何 我家陛下 如何都和你无关 这都是我们邻国内政 他的话刚说完 李珍就发出吃笑之声 邻国还有何内政可言 但丸之地 受他国欺辱 你是何人啊 本官御使大夫万福 啪啪啪啪 李珍拍着手站起身 转过头走上台阶 来到薛都林身旁 低着头 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面容 你先回去休息休息 剩下的事情 交给我如何 薛都林听话的起身 在上官瓦儿两女的陪伴下 离开了宫殿 这一幕 让邻国官员的头愈发得低垂了 万福瞪大眼睛 气得一张脸通红 怒火中烧 宁生质问道 真王 你赶上我们邻国的龙台 还让我家陛下离开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珍按着暗台 然后轻飘飘地坐在龙椅上 一股淡淡的香味萦绕在鼻尖 本王是什么意思 你还看不明白吗 你们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君 被齐国使臣 侮辱逼宫 臣子无能 国君受辱 你还问本王是什么意思 李珍铿腔有力的声音令的众多邻国大臣 都是面红耳赤 万福光是嘴巴如动 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事实如此 他反击无力啊 林儿与本王关系默逆 你们不敢得罪其人 所以本王来得罪 你们怕齐国的冰封 本王去挡 你们贪生怕死 不敢护主 本王敢 别再跟本王说什么 你们是以大局为重 大局为重是因为 你们在大局当中 大局为重是因为你们懦怒 如今本王来了 本王就是大局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 就是告诉你们 从今天开始 林国的一切 本王说了算 诸位安分守己 干好自己的事情 本王也没功夫 针对你们 但若是搞什么小九九 那可就别怪本王心狠手辣 说到这里 李真顿了一下 慢慢的站起身 温润的看着百官道 本王是什么人 你们都清楚 话就说到这里 你们联合去老城乡那里 传令林水郡的事情 本王清楚 传令开平郡的事情 本王也清楚 这些本王 都不想于而等计较 不过也就是这一次 而等的家眷 清楚是谁在哪里本王 都已经查明白了 下一次 诸位就全家伙伴的一起 等着挨刀子吧 说着 李真将老城乡的那封信 随手地扔了下去 万福刚要怒斥 李真坐在龙椅上面 化为出口 突兀的声音响起 真王大德 灵国之幸啊 真王殿下 就是我们灵国的救世主 真王恩情 灵国莫齿难忘 陈公布尚书 冯勇深感殿下之恩 从此以后 殿下之内臣就打 殿下万岁 万岁万万岁 有冯勇的带头 顿时灵国各级官员附和起来 如果说 薛都灵还在的时候 他们有所收敛 现在陛下都不在了 那还顾忌什么 在冯勇的带领下 官员陆陆续续跪倒在地 他们怕死 现在李真的意思是 之前的事情接过去了 他不想追究 这就已经妥了 大殿当中 只有万福和老城乡两人 还处立在原地 万福的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 他们可是 灵国的臣子啊 怎么可以对着 丹州之主跪拜 李真看着这一幕 没有任何的意外 灵国的臣子 能够干出这种事 属意料之中 毕竟他们都能够干出 逼着自己皇帝 嫁给别人的事情 你还指望他们 有什么底线吗 他们的下限 就是活着不死 能够继续享受 荣华富贵 反而李真 对于这种人用的放心 他们有弱点 你们 万福环视一圈 胡须都在颤抖 斯文扫地啊 斯文扫地 老城乡平静如水 对于灵国的臣子 是什么样 他自己清楚 贪生怕死 贪图享乐八个字 形容起来 是贴切无比 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奇怪 李真 你图抹我们灵国 我要见陛下 我要见陛下 万福眼神里 充斥着绝望 国家如此 还有什么未来 李真眉头一挑 妈撒着下巴 本王欣赏你的勇气 也佩服你的执念 玉石果真是朝之中恋 你既然如此之执着 那就送你下去 见灵国先帝吧 来人 立斩 话音落下的瞬间 殿外守着的弹台静就走了进来 一脚踢在其西弯之处 踢着刀朝着其脖梗之处 一刀斩过 此啦 血液建设在天空中 万福圆滚滚的脑袋落在地上 百官跪地身体不停地颤抖 这个殿上从未出现过如此血腥的事情 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本王对于诸位也没抱太高的希望 干好本职工作即可 诸位觉得如何 大王放心 微臣一定全力以赴 逢有脑袋紧紧地贴在地面上 李珍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很不错 暂待丞相之位吧 过后本王会让灵儿下旨 他不是李世民 需要留下一个处处跟自己作对的人 时时刻刻隔应自己 万福是个好官 是个尽忠职守的官员 但他忠心是邻国 为人刚硬 不懂柔性 这种人他不喜欢 但是尊重 所以 李珍赐给了他御史的最高待遇 名流青史 微臣多谢大王 大王万岁 万岁万万岁 逢勇狂喜 他没想到自己 还有能够当丞相的一天 而且 还是如此之简单 唉 老丞相看着这一幕 沉沉地叹了口气 拄着拐杖一言不发 转身离去 但抬尽眼睛微眯 踢着刀走了过去 让老丞相走吧 他的行动被李珍阻止 一个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的老头 他没必要和对方计较 好了今天的事情 就这么愉快地结束了 诸位慢行 李珍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以冯勇为控制邻国的媒介 稳定朝堂 他昨天和薛都林深入了解了一下 对方的心思李珍也明白了 他不喜欢当皇帝 对于邻国基业是有心无力 如今李珍到来 薛都林愿意将整个邻国交给李珍 李珍也不是伪君子 别看邻国小 君利弱 但是他有钱啊 邻国贸易繁荣 国库充盈 如果丹州是他的武器 那么邻国就是李珍的钱包 这两者配合起来 李珍已经拥有了横扫天下的根基 当然李珍也不可能白拿邻国 毕竟现在 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于是李珍答应薛都林 在利用邻国的同时 他会尽全力帮助邻国进行练兵 将开平均的战力 打造成当时一流之强军 薛都林满口答应 而上官晚 他们两个侍女 是光着急 这从头到尾 几乎都是李珍得力啊 练兵是怎么练 肯定是战场上 也就是说薛都林在出钱的同时 将手中唯一的大军也交给了李珍 后宫当中 上官晚叹了口气 自家陛下 这是陪了夫人 送了兵 最后还给人家来了个大礼包 而人家李珍什么都没出 哪怕是 连一个口头答应都没有 薛都林真正的做到了 将邻国白送给李珍 齐国 林姿 这段时间 陈淑平的情绪已经逐渐稳定了 虽然偶尔看到那断臂的时候有些怨气 但是能够压制的下去 再加上马上就要获得一个小玩具 她的心情还算是有些激动 而单周兵败的事情 更是被陈淑平亲自记录写下一块贬横 在上朝的大典之上 血迟 和李珍的仇怨 她迟早要做个了断 周天和以及莲江两人看到 陈淑平恢复到之前的模样 心中都是欣慰不已 寻常人遭受这等打击 都容易一蹶不振 更别提陈淑平这般天之骄子 身处逆境不可怕 能够逆流而上才是真正的勇士 如今的陈淑平比之之前更加的稳健 一些曾经急切的政策也是慢慢改善 已经有了明君之相 周相 三将军的水患就如此批复吧 从国库出银子 务必尽快平复 千万不能让朕的百姓受灾 陈淑平批阅这奏折头也不抬道 老臣遵旨 虎奔军的家眷安抚一定要到位 战死之人的抚恤工作千万要做好 许孝不是还有个弟弟 寻到他照他入宫在镇身旁半驾 一道道关于齐国民生军事百姓的政策 从陈淑平的嘴里吐出 曾经被李珍评价为六边形战士的陈淑平 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在基本的水平线之上 将身前需要他亲自处理的奏折批阅完之后 陈淑平抬起头看着周天和 邻国的事情到现在还未回禀过来 周天和微微躬身陛下暂时还无 可能是在商榷时间吧 毕竟也是一国之君需要处理的事情繁多 加快速度吧 朕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想见见这位邻国女帝了 等事情确定之后 就安排一下何人去邻国主政吧 那个地方虽小 但是位置关键 派个得力之人 周天和微微点头 陈以为也是如此 老陈准备刚开始之时亲自去作证 讨论之间 宫中侍者进入殿中 陛下 周相 连将军 外事官凡简大人求见 周天和笑着看向陈淑平 陛下 他还真是不经念叨 说着就来了 陈淑平也是笑了笑 带他进来吧 一注香之后 形色匆匆的官凡简被带入殿中 当看到他那凝重的面容 陈淑平顿时眉头一跳 一种不好的感觉 油然而生 陛下 邻国邻国女帝和李珍勾连在一起 拒绝了我大气的提亲 现如今李珍就在邻国皇宫当中 官凡简一口气将邻国来龙去脉 都给吐了出来 在他开口的瞬间 周天和就知道 坏事了 李珍这两个现在在皇宫 都是能少提就少提 能不提就不提 果不其然 随着 周天和的心提起来 陈淑平一张脸瞬间通红 双眼当中泛着凶光 起身抬手一扫 整个案台上的奏折全部都被扫落在地 又是李珍 又是他 他为何处处与朕作对 该死 他该死 陈淑平大声咆哮 宣泄着自己的愤怒 官凡简当即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周天和脸色沧桑 这件事 若是没有李珍 可能陈淑平也不过过于暴怒 但是 这个点就在这里了 刚刚经过丹州大败 虎奔军尽数折损 甚至陈淑平 都被李珍亲手费了一条胳膊 结果 好死不死的这件事 又撞在了一起 陈淑平要娶的女子 被李珍给卡了下来 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 陈淑平面色猙獰 他不明白 为何这个李珍 会这么的讨厌 讨厌的那么的具体 周相 陈老将军 朕要对李珍用兵 朕一定要他死 这件事已经如此 朕不想再听到任何的建议 现在立刻 有你牵头和兵部议事 朕要出兵邻国 朕要杀了李珍 朕还要杀了那个贱人 朕一定要赢 陈淑平瞪着眼睛 发出咆哮的声音 林江拱手行礼 老臣遵命 他身为军人 陈淑平都已经说要开打了 他没法拒绝 况且现在 陈淑平的样子 也不适合说别的 周天和叹了口气 他现在也没法开口 这已经不是国之大事 这是陈淑平的尊严 一个男人的尊严 拦不住的 老臣即刻下去 开始筹备军粮 好 传阵的命令 命李景平 郭辉两人回斗 陈淑平急促地呼着气 这两位也是齐国六虎中的汉将 连江当即领命 和周天和相伴离开宫中 出了宫 连江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皇宫 周相 我怎么感觉那个李珍和陛下范冲呢 自从李珍出现 陛下是世事碰壁 周天和赶忙摇头低声道 老将军慎言啊 往后这个名字 还是少提吧 不过老夫 还是要跟你说说贴心话 此次出兵非同寻常 那李珍犹如深渊蛟龙 风云而起 手断神意 老将军此去 万万提神 连江伸手 拍了拍自己的老搭档 我早就知道 和李珍必有一战 故而将丹州之战仔细研究 其出兵实在算不上是多谋 其人用兵以满而行 大军压境毫无兵法可言 斗江斗兵斗阵 我皆有信心 连江故作倾笑地安抚着周天和的心情 实际上 他的心中担忧满满 李珍的确是用兵直接 但一力降实惠才是最为可怕 勇猛的李珍 精锐的骑兵 汉不畏死的军心 这就是丹州军 一支可怕的军队 周天和看着信心满满的 连江也是 放心下去 对于兵士他实在是不懂 不过连江打了一辈子的仗 作为九州名将之一的他 应该拿下李珍 不是什么大问题 和周天和分开后 连江一张连满是凝重之色 若是可以他不想 带兵去和李珍对阵 不是连江害怕 而是他觉得没必要 打了一辈子的仗 连江深知打仗 是要有目的的 和李珍战斗毫无战略意义 回到府邸后 连江的三个儿子 已经等候在府邸门口 撩开帘子 连江从上面走了下来 大儿子连政 亲看着父亲面色不加开口道 父亲可是陛下那边吩咐什么了 连江一边入院道 邻国的事情吹了 李珍和邻国女帝不清不楚 陛下雷霆震怒 发兵邻国 我未将 连江三兄弟对视一眼 皆是眉头皱起 如今连江在齐国能够如此鼎盛 皆是因为老父亲的缘故 这个年龄还带兵出征 父亲 若不让儿子请命替您出兵 您这个年龄还带兵出征 陛下 老二连正德言语中有些不悦 连江白手呵斥 这话出了这个门就给我咽下去 陛下能够认命我为将那是恩德 这趟你们三个都给我待在家里 谁也不能跟着 连江说出这话的时候 三兄弟同时待置在原地 往日出兵时 连江都是要带着他们三兄弟 亲自去观战锻炼大居观 如今 连江进入中堂吞下官袍 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这次出兵说 实话为父自己都没有把握能够胜 可陛下要的是大胜 魏父出兵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你们得把家守好了 往后若是有事 就去找你们周伯父 他会照看你们的 父亲 当真有这么严重 我们齐国兵强马壮 您何至于说 如此不吉利的话 老三连正贤忍不住道 呵呵 平日让你们多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一个个都不以为意 你们当真是不知道李真是个什么人 白手起家从玉国去丹州 短短几个月拿下了丹州 并且让那些蛮夷凤其为神 凭空捏造一座城池 不知从何处揪出来百万大军 南下秦龙 北居二国 血战丹州 全奸虎奔 你们还把李真当成一个普通人 许孝是什么人 玉国萧景又是什么人 就算是老夫亲自上场也未见 能够从萧景的手中占得便宜 而李真却是将其杀了 孩儿们 齐国在面对的 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敌人 他的野心 他的大军 他的智谋 虽然为父很不想承认 但是在如今六国当中 此人之能力应当是冠绝天下 所以 这次老夫前去 且不说能不能赢 拉着他同归于尽 都是好事啊 老二你去一趟文院 拿着我的亲笔性情 文院三先生相助 连江的一番话 在三子脑中翻江倒海 若不是他们父亲亲口所言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 李真居然已经有如此之多的光辉战绩 连正德急忙答应 他们看事情远不如他们父亲 若是换做他们 对李真的重视可完全达不到这个程度 连江重重的叹了口气 这个人情用了可就没有了 不过这次不用 恐怕以后也没有用的时候了 邻国的朝堂经过李真的高压 再加上他提拔了一个领头羊 已经恢复平静 三郡之地郡守的信息 也已经到了李真的手中 夜晚 他正看着邻国主观信息的时候 但台静从宫外走了进来 李真宫殿附近的驻军 已经全部换成了单州军 但台静不信任邻国的军队 大王 邻国开平军的主将吴志入宫了 李真文言目光投向手中的书籍 他刚才还看到了此人的信息 去见薛都灵了 是 李真将手中的书放下 不用管 见就见吧 本王在他就翻不起风了 区区三十万的邻军李真 还不将他们放在眼中 何况按照刚才的信息来看 那个吴志决然不会和老成像在一起 如今邻国大局已定 重要的人物薛都灵对于自己态度如此 他们这些臣子也没有办法扭转 你安排一下提前派人入棋 按照陈淑平的性格 知道这里的事情后 他定然会大举新兵 不顾一切的和本王决战 戴曲竟带着陈淑勋到来之后 立刻攻起 李真起身看着摇曳的烛火道 他虽然和陈淑平见的次数不多 但是按照常理推算 前前后后这么多件事情加起来 陈淑平只要是个男人 他就不会继续忍下去 自己一定要在齐国急兵之前 把齐国和邻国接壤的和风关打下来 他去看过齐国对邻国的关卡 铁悬关已经是关口当中比较简单的了 而和风关乡比起来 只能说守卫更加的稀松 关口更加的低暗 可能齐国国君也不会想到 有一天会有人从这个方向 对齐国发起进攻 是大王 末将这就下去安排 嗯 去吧 李真摆了白手 邻国内部的事情不值一提 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能人 从上到下都已经舒适到骨子了 邻国的民风可以说就是安逸的代名词 从历史来看和宋朝有些像 繁荣富庶 不喜兵士 后宫 吴智见到薛都林后 身寇一礼 臣吴智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吴将军深夜入宫所为何事 薛都林淡然地看着跪地的吴智 他现在对于邻国上下 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失望 之前能够和李真说出那番话一部分 也是因为如此 自己赖以尊敬的师长 信任的百官 在当初逼迫自己出嫁的时候 薛都林就已经是万念俱灰 如果不是李真 可能他现在已经在准备出嫁的事情了 因此 他对于眼前的吴智也是半惊八两 齐国之事闹得沸沸扬扬 那个时候他不出现 现在已经平静了他入宫了 薛都林又不是傻子 他能看不出对方入宫的意图是什么 陛下 陈文朝堂大便故而急忙入宫 如今看到陛下平安无事 臣就放心了 朕好得很 吴将军不必担忧 听着薛都林不咸不淡的声音 吴智的内心顿时想起柳文水说的话 果然 陛下对于他们这些邻国官员 是心中有气的 对了 吴将军来到朕后 省得朕传令网 真王兄已经答应带邻国士兵训练 提升邻国军队战斗力 明天你就去找真王兄吧 接下来听他的命令即可 不用再找朕来汇报了 吴智文言 心头一灵 柳文水说的又对了 他跪倒在地 臣遵旨 玩 送吴将军出宫 朕有些乏了 薛都林起身离开皇宫 既然邻国上下都觉得自己好欺负 那么他给这些人找尖刚不可夺其志的人 让他们知道不是谁都向他这么好欺负 邻国对他如何 他既对邻国如何 与此同时 李真的宫殿也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看着眼前的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李真面色疑惑 你说 你是吴智的幕僚 在下柳文水 现任开平军总将吴智帐内幕僚 李真靠在椅子上挥了挥手 有意思 他去见陛下 你来见本王 所来何以直言吧 扑通 李真的话音落下 柳文水双膝跪倒在地 文水飘零半生 自认略有才学 却未遇民主 如今 九州诸国之君皆是庸禄之辈 唯有大王乃是千年未有之雄主 顾文水主动前来 便为大王效全马之劳 以权一身所选 李真眉目微条 这个话怎么听得那么似曾相识 文水飘零半生 未遇民主 李真刚开始以为 这个吴智是在玩两边讨好的手段 但是从现在看来 这个柳文水是主动前来的 不过这个家伙才华不止如此 口气倒是不小 六国之主皆庸禄之君 本王这个人宁缺无滥 你说 你飘零半生 未遇民主 说不得是你 自己庸禄无能 本王给你个机会 若是成了本王将你收入囊中 若是不成 那就从哪来回哪去 李真缺人不假 但是也不至于到随便来个人 就接纳的地步 柳文水从地上爬起 对着李真功身毅力 若是在下猜得不错 大王所言之机会 是和开平君有关 在下 愿意帮助大王拿下开平君 李真的脸上挂起笑容 说得不错 既然你猜到了 那就去办吧 本王给你五天的时间 柳文水当即答应道 五天之后 在下必定带吴将军叩见大王 让他星月成福为大王所用 不不不 你理解错了 本王的意思是 五天时间 攻破和封关 李真说完 柳文水惊恶地抬起了头 攻破和封关 柳先生之才华 本王是相信的 从刚才的之字片语当中 本王觉得 仅仅是让吴智俯首不够 挑战的难度 应当是再大一些 如此才可以显露先生才华 你不会让本王失望吧 李真似笑非笑地看着柳文水 再下令命 柳文水深吸一口气 攻身行礼 好 那本王就恭候佳音了 李真话音落下 但台镜从外面走进 将柳文水带了出去 随着他的身影消失 李真冷哼一声 柳文水是个聪明人无疑 但是他急于表现自己的聪明 聪明反被聪明误 揣测自己的心意可以 但你拿出来展露 就不对了 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鸡肋之人仍犹在耳 但台镜将其送出去后 回到宫殿看着李真道 大王 他去窜多吴智领兵攻打和封关 这是不是太困难了 对方的身份只是一个幕僚 又不是主将 这个任务难如登天啊 李真起身 伸了个懒腰 能人群不能者 才能当人上人 想一步登天 就得有一步登天的能力 拭目以待吧 柳文水出宫之后 深深的吸了口气 他没想到李真 会给自己出这么个难题 邻国之兵 攻齐国之关 吴智固然对他胜为倚重 但是贸然开口对方 必定不会答应 邻国畏惧齐国根深蒂骨 他得好好琢磨一下 同时 柳文水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 也是悔恨无比 炫技之嫌太重 故惹得李真不喜 他转眼之间 就已经明白 李真如此是在给他下马威 柳文水也可以不做 但是如此 他就失去了扬名立万的机会 这件事一定得做 不过需要好好斟酌一下 与此同时 齐国圣山 圣山之上 常年白雪丫头 周围城镇 却是四季如常 如此神异的缘故 据说都是因为圣山上的文怨 齐国文怨在九州声明在外 为院当中弟子不多 但个个都是身怀绝技 齐院长更是在齐国名声赫赫 每日都有许多的百姓 从齐国乃至他国 赶到圣山朝拜 能够见到院长的寥寥无几 但是无一例外 见过院长的人 几乎都是在各个行业 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上一个被院长见过的人 是如今的齐国聚谷 凤阳饭驾 富可敌国 若是有幸 更可被院长说为弟子 连正德坐在马车上 看着一路上陆陆续续 三跪九拜的朝圣者们 放下了帘子 他双手攥着连江的信 心中五味杂陈 此次出兵 连江已经预测了自己的未来 最好的结果 就是和李珍同归于尽 连家重视亲情 这等结果 对于他们三兄弟来说 实在是难以接受 等他见到三先生后 一定要请求对方 保护好他的父亲 老爷 到了 嗯 你在这里等候 连正德从马车上走了下去 整理了一下衣冠 走向山下的小木屋 先生 为得允许不得上山 一个小童走出木屋 对着连正德微微点头 劳烦小哥通报一声 连家连正德奉父亲之命 给三先生送一封信 连正德对于眼前的童子 没有任何轻视 反而甚是恭敬 书院的人 在齐国享有的地位很高 童子听到连家之名 沉音片刻 微微恭身 请先生在这里稍等 说完转身一跃而起 身影好似飞鸟 几夕之间 就已经消失在山林当中 连正德抓着手中的性眼睛微闭 他父亲和书院的三先生乃是故交 隔一段时间 两人便会在一起煮酒烟欢 连正德对于连江的话是相信的 但是有三先生在 他觉得自己父亲起码性命无忧 甚至杀了李真也不在话下 就在他闭目养神之际 那童子不知何时 已经从山上归来 三师兄请先生上山 多谢 连正德揣着性走过木屋 惹得许多朝圣者羡慕不已 半个时辰 连正德气喘吁吁的到达山巅 整个山顶都被高墙围住 从山下上来的只有这一条路 书院的如其名 就是一座建立在雪山之上的书院 台扁高悬 二字在朝阳光芒下照射 游浮神光 门口两个童子对着连正德 攻身行礼 三师兄交代过来 先生跟我入院 右侧童子起身 带着连正德跨过大门正式进入书院 穿过大门跟着童子一路向右而行 连正德也是头一次上山 往日都是在下面等着 眼神忍不住的四处打量 七拐八拐 很快就让他感觉头晕眼花 先生莫要乱看 此地乃是我家院长建立 您越想记越记不住 走在前面的童子声音飘渺入耳 连正德当即不再四处张望 走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 一座与山下小木屋别屋二样的屋子凭空出现 很突兀 没有任何其他的造景 就是那么光秃秃的在山顶 三师兄在里面等您了 童子回头说吧 转身离去 连正德行礼之后 向着木屋走去 连家正德拜见三先生 进来 爸 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 连正德抬脚进入木屋 木屋当中陈列极为干净 只有一个蒲团和一把剑 三先生坐在蒲团之上 连正德第一次见到三先生 他的心中忍不住震惊 看对方的面容也就不到三十岁 这就是父亲的好友 老江怎么没来 三先生眼睛紧闭 三先生 我父亲马上就要带兵出征 此次前来是父亲自觉此行 恐有性命之危 请三先生相救 说着 连正德双膝跪的将手中的信滴了过去 三先生的眼睛微微睁开 锐利的气息瞬间喷波而出 伸手一探 连正德手中的性格空落在他的手中 三先生看着信上的内容 沉沉地叹了口气 我们书院之人不得掺和世俗之事 更不可能随军出征 连正德文言当即面色一红 刚要开口被对方白手拦下 你爹那个老匹夫给我传这么一封悲戚之信 他的意思已经了然 你请回去吧 告诉你的鸡贼老妇 李哲我会出手 但往后他就不要再来了 说完 三先生手中的性碎成粉末散落在空中 连正德脸色皱喜 连将出征的关键就在李真的身上 只要李真死了 那么其他的事情都不叫事情 当即对着三先生行叩拜大礼 多谢三先生 连家必定祭您的恩情 永世难忘 好了 下山去吧 三先生招了招手 连正德立刻起身离开了木屋 他爹还是聪明啊 这是曲线达成自己的目的 连正德下山之后 三先生吸了一口气 李真 这个名字他当然知道 丹州之事已经传遍天下 书院中人也是知晓对方的事迹 对方横行无度 暴虐无道 自己出手也算是为天地行正义 思虑至此 三先生抬手 墙上挂着的剑 犹如妇灵自落在其手中 于此处相隔不远的大木屋中 一道白发苍苍的身影垂坐在山顶 七灵下山了 是师父 三师弟下山了 哎 人的命天注定 破军之星终究是动了 要不然弟子将他带回来 人各有命 上天注定 随他去吧 林姿 莲江听到自己儿子的汇报 眉头舒展 脸上露出笑意 他知道文院弟子不会随军出征 给其送信是故意如此 通知厨房 今天给老夫做莲藕饼 莲江笑眯眯的说道 三先生下山李真的命 就已经取了一半了 他的心情格外的好 莲家三兄弟脸上都挂着笑容 还是父亲老谋深算 听着莲政卿的声音 莲江哼了一声 可惜这个人情用过之后 恐怕以后是再见不得他了 莲江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了 李真身边有强人 就连皇宫里的那位出手 都没能拿下 他只能如此 若不然 真到了战场上 让李真一马当先 他莲江拿什么跟启动 拿他一把老骨头吗 就算是阵法再精湛 士兵再多 可面对丹州 起得横冲直撞 根本无法达到有效的阻拦 所以擒贼先擒手 只要李真死了 剩下的事情 就好处理了 莲家父子 谁也没有说 担心三先生 因为在齐国人的观念当中 文院的弟子下山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对方的境界 莲江不知道如何 但是他能够肯定 就算是境界上三先生 不如那位皇宫里的那位 但是战斗力 绝对胜过他 这就是文院 天下第一院 零都 李真看到 带着大军而来的趋近 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家里如何 回禀大王 家里一切正常 屈静拱手道 三天的时间 你们两人商量出来一个 进攻方向和路数 随后以陈淑勋的身份 公告天下 同时 给上官奉先传令 这边战事一开 令他派兵即刻入驻平原县 同时以邵续机的身份 将各项罪状公告天下 是大王 屈静和弹台静 都是攻身答应 李真攥着手中的一块玉佩 眼睛微眯 说实话 双边开战 对于李真来说压力不小 不过现在 都好起来了 大军作战 后勤方面 是重中之重 原本按照李真的想法 进攻铁玄关 那真都就要负担 两支大军的后勤 这个负担不小 如今倒是好了 有邻国这个雄厚的后勤在 前方大军可安心作战 大王 那个柳文水 您不是让他对齐国开战吗 咱们不用等等他 但台静想起那人问道 加上今日 已经是四天的时间了 他若是能干成 也不差这一天 若是干不成 再给他三天 也没用 本王压根也没觉得 他能够做成这件事 李真淡淡一声 他当初对柳文水 那么一说 仅仅就是说说而已 将希望放在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身上 那才是搞笑 等战事一开 他就借帮助邻国练兵之名将 那支开平军拉上齐国的土地 那个时候 无论吴智愿意不愿意 都得执行命令 三人说话间 一个真军匆忙走了进来 大王 邻国的军队 对和封关发起进攻了 突然 整个大殿的气息为之一致 但台静的脸上露出恶然之色 邻国的军队 除了开平军 也不可能有第二支 李真的眼睛微眯 但台静 你带兵去看看 什么情况 若真是他发起的攻击 带人保护好他 而母的 这个柳文水 难不成真是个人才 他自己都觉得 这个条件很苛刻 但是 对方居然给办成了 但台静 当即领命 退了下去 说实话他也好奇 这个柳文水 能够以一介谋士的身份 窜多无知发起对其作战 天方夜塔 和封关的正面 有十五万大军 首将因参战 在城墙上 踢着刀砍翻一名冲上来的邻军 满目暴怒 他不明白 邻国是哪根筋搭错了 居然敢对他们 齐国发起进攻 与之对象的邻军大赢 无知看着远处 惨烈的攻城战 脑袋上汗如雨下 脸色煞白 柳先生 陛下那边回信了吗 援兵何时到啊 反观 柳文水 倒是淡定的很 将军放心 估计不时便会赶来 可是将军 我们不能等着援兵啊 真军来了 你还有展示的机会吗 现在 我们大军三十万 兵精粮足 器械锋锋利 你只有自己 将这个关口打下来 才能够扬邻国之威 陛下才会对您委以重任 那个真王 才不会瞧不起 邻国的人 吴智擦了擦头上的汗 眼神一横 当即命令自己的亲卫 上前督战 柳文水笑眯眯的看着前方战士 如果不出所料 再有半个时辰 即可入关 李真的条件很是苛刻 但是他办到了 他对于吴智太了解了 吴智此人才能是有的 要不然也不会成为 开平君主将 但是齐为人有个大毛病 就是性格优柔寡断 办事瞻前顾后 而柳文水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以利诱之 小之以勤动之以礼 对于一个几乎知道 你所有弱点的人来说 攻略吴智简单得很 同时柳文水 还做了一份假的圣旨 双管齐下 可以这么说 吴智能够带兵攻旗 就是被他柳文 会给忽悠住了 至于后果 肯定是会被戳穿 但那已经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了 柳文水的任务 就是将事情办成了 让邻军功破和封关 之后就算吴智知道 自己在忽悠他 那也不重要了 这些年 他也帮了吴智不少 况且 他还真的是在帮他 打了这一仗 无论如何 吴智开平均将领的位置 算是保住了 若是他不打这一仗 将来必定是被换走这一条路 邻军三十万大军 犹如潮水而出 全军压境 齐国军队固然精锐 但是是出突然 没有任何的准备 守城的滚木火油 甚至是弓箭一时之间 都没准备齐全 哪里能够顶得住 开平均 准备齐全的攻击 毕竟开平均 可是被称之为 镇国之军 不到半个时辰 关口就被邻军攻破 银参带领守军下了城墙 拼死抵抗 倒是将邻军 给堵在了关口之中 他去了下面 关口是稳住了 但是城墙上面的士气 就矮了一截 开平均军冲上城墙的数量 也是越来越多 城下的殷参不断挥舞着 手中的长刀 将一匹匹的邻军砍杀 将军 人太多了 我们撤吧 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清兵统领掩护着殷参大声道 放屁 只有战死之将 没有退兵之将 本将若是让区区邻军 给打出河封关 国内的人会怎么看我 传令 全军不退 死也要给我 死在城墙上面 殷参大吼一声 心中屈辱无比 前一天 他还去邻国喝酒 今天这帮狗日的 就攻打自己 这毫无征兆 吴志看着前线 逐渐胶着的战况 紧张的满头大汉 一茬一茬的低落 带兵攻打齐国的河封关 就已经足够疯狂的了 若是再没打赢 那他吴志 还怎么能够称得上是 林国第一将 柳文水眯着眼看到了 关口不少邻军 都放缓了攻势 他的脸色 顿时变得难看 邻军攻打河封关 已经算得上 是人和天使都具备了 就这样 还打得如此艰难 齐国不愧是如今的 天下第一强国 齐军也同样无愧于强军之名 可越是如此 他的心就越是激动 和封关的守军战斗力 在齐国当中 根本排不上号 与虎奔军相差甚远 首将殷参 更是一个齐国 不知名的小人物 和许孝没有可比性 可就是那般强盛之军 仍旧是被真军杀的大败 此刻的柳文水 对于李真更为的热衷 将军 若是按照现在的情况 我们很有可能被齐军给打出来 依在下看来 应当激励全军 杀一齐人奖五十两白银 若是将敌将斩杀 有您亲自请功 封侯败将 柳文水看向紧张的吴智道 是是是 传令兵 立刻下去安排 吴智的心情此刻 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报 将军后方有千骑快速接近 文言 吴智的眼神顿时瞪在一起 是齐国的援君 柳文水满脸无语 将军 后方 乃是我们的大营 要来也是我们的援君 吴智文眼脸上露出喜色 对对对 是我们的援兵 本江幽绿战场 实在是着急了 柳文水回头看去 若是邻国的军队 那他就危险了 毕竟圣旨是自己杜撰的 不过很快 他的眉头就舒展开来 因为来人正是那晚 在李真处见过的淡台镜 真君 吴智看到那独特的铠甲 顿时明白过来来人的身份 放开警戒 让这位将军过来 柳文水急忙地道 柳先生 他 他是真王身边的亲信 柳文水说着 抛下 吴智快不赢了过去 既然对方来了 那就说明 李真已经知道这里的事情 他的目的 也就算是达成了 但台镜 再及时而来 看着前方的战场 微微心惊 这个柳文水 还真有两下子 将军 柳文水走过来拱手一礼 柳先生当真 是好本事啊 在下佩服 但台镜 再马上微微点头 柳文水 真的扮成了李真的条件 那么 对方 成为真廷之人 已经是板上钉钉 态度 还是要好些的 柳文水身后的 吴智面色复杂 柳文水 对他一直都很淡然 而他从现在 其对这个真军将领的态度上 感到了不同寻常 将军谬赞 如今关口熬战 齐军将领勇猛 悍然无畏 恐怕还需要些时间 柳文水脸色难看 按照他的预计此刻 齐军应该已经溃白 凌军都已经占领和封关了 但台镜眼眸 看向远方 微微一笑 齐军勇猛 那本将倒是想去会会他 柳先生 再次安利片刻 看本将取了 齐将向上人头 说罢 但台镜拍马而出 柳文水 能够干成这件事 甚至超出了李真的想象 以后肯定是会受到重用 趁现在卖齐个面子 将来在一起 共事也好说话 多谢将军 柳文水也是人精 但台镜 到这里 肯定是受李真的命令 来看看虚实 不可能是动手来的 要是动手 就不会带这么两两个人来了 吴智眯着眼 看向但台镜的背影 柳先生 此人是 真王身旁的青江 将军 有了这位想必关口 很快就能破了 柳文水星信誓旦旦道 吴智却是有些不以为意 他邻军将士 破不了的关口 仅凭一个人 带五百骑兵 就能行 真军固然勇猛 但他们 也不是神仙 但台镜一马当先 朝着关口冲去 身后的五百骑兵 都是他的清兵 元属黑旗 虽然人少 但是冲锋起来 那般气势当真是不容小觑 周围的邻军 都是纷纷退散 不自主地 将冲锋的路给让开 很快 但台镜就冲到了关口 远远的 就已经看到了 勇猛无双的阴残 但台镜大喝一声 让开 声如红中 周围的邻军闻言 纷纷收手 将关口让了出来 但台镜一马当先 手腕翻转一抹刀花浮动 转手双持长刀 以横贯八方的气势 朝着阴残而去 已经厮杀常识的阴残盾 浓浓的压迫感袭来 紧接着就看到 那璀璨的刀光 情急之下 双手横持铁棍顶在身前 当 震耳欲聋的金歌之声 在关口下响起 阴残双手虎口 迸发血液 手中一松铁棍 被巨大的力道 砸到他的身体之上 整个人向后 倒飞而出 砸到一片齐菌 噗 阴残吐出一大口鲜血 血液里混杂着内脏 强撑着从地上爬起 阴残面色惨白 不停地咳血 你是何人 从对方的打扮和衣着 还有气势上来看 根本不是凌军 淡台镜冷哼一声 丹周齐上将淡台镜 阴残惨然面色更添三分凄凉 眼底满是震惊 真君 怪不得凌军突然会对他们 发起进攻 原来是真君在背后 可惜他知道了 也无济于事 相隔两部的淡台镜勒马而行 一刀从头而落 阴残瞬间 被这一刀斩成两截 还愣着干什么 杀啊 但台镜回头 看了一眼 还在呆滞中的凌军 怒斥一声 这些人的战场灵敏度 也太差了 就这还称是邻国驻石之君 趁你并要拟命这个道理 都不懂 凌军前锋统领回神 当即带兵涌了进去 但台镜则是转头 撤出关口 后方官看着这一切的 无知目瞪口呆 自己大军一个时称 攻不破的关口 居然在对方 倒来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就破了 这怎么可能啊 柳文水的眼神赞叹 好一元猛将啊 但台镜策马归来 对着柳文水拱了拱手 提前恭贺先生了 破关之后 铸扎即可 不日我军就会来接替 届时大王会清零河封关 在下就先去替先生 给大王传捷报了 柳文水恭身一礼 感谢将军 在下在这里恭贺王家 但台镜拱了拱手 策马而行 无知面路复杂 他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但是此刻也说不上哪里不对劲 柳文水什么时候 和真君的人这么熟悉了 还有他等李真干什么 要等不应该 也是等他们的陛下吗 陵都 皇宫 李真和薛都灵对坐在一起 品尝着来自邻国的美味佳肴 上官晚等女在旁伺候 这几天薛都灵 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什么事情都不用找他 他就当好一个吉祥物就行 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而李真恰恰也是如此 他将那个冯勇提拔到了丞相的位置上 其对李真那是感恩戴德 当然 为人也是十分的聪明 在这几天的时间当中 他已经将陵国的各郡的粮食数量 粮仓位置等 李真关心的数据 全部都统计出来 送到了李真的桌上 同时 陵国上下也基本都知道了 李真进驻皇宫的事情 这事是人家薛都灵自己愿意的 一没受胁迫二没有磕带 三郡的郡守不约而同的 都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各司其职各干其活 碰到拿不准的事情 就像往常一样传回灵兜 管他谁做主呢 得个解决办法就行 不影响他们的生活就可以了 薛多灵自己想玩 那就玩去呗 就算是玩脱了 也和他们没关系 老丞相已经退居二线 从前门庭若市 往来 吴白丁 现在老丞相的府邸 一天到晚都难看到啊 有邻国官员 甚至是毕竟那里的官员 都得绕道走 生怕有人议论 毕竟现在的朝堂新贵 是冯勇 龙椅上坐着的 虽然还是薛都灵 但是他们都知道 坐主的人是那位 王兄 正想去珍都看看 薛都灵吃着汤羹 抬头看向李珍 去吧 去看看草原 感受些不同的风景 李珍说着 有些底气不足 虽然说去也没什么 但总是感觉有种异样的感觉 薛都灵闻言 顿时眉眼带笑 那就这么决定了 我许久都已经没有出宫过了 我去了珍都后 我还要去御国转转 李珍听着他的话 略有些感叹 这个小妮子 是真的把邻国送给自己了 她的命确实是不错 在珍都的时候 能够碰上朔炎院 以朔炎部落横扫丹州 现如今在邻国又有薛都灵 将邻国这个枢纽之国扔给自己 唉 穿越的男人最好命 不过就是去了丹州两女碰在一起 这个 她现在虽然和薛都灵没有挑明 但是邻国上下 谁不知道什么意思 薛都灵都开口说 要把邻国当成嫁妆送给李珍了 这意思 谁还不懂咋的 对于薛都灵明昭李珍也不愿意嫁给七国皇帝 他们百官是不懂的 从哪点来说 拥有一个庞大帝国的齐皇都比李珍强吧 两人说话之间 但台静从外面风尘仆仆地赶了进来 当看到薛都灵在后 他停下脚步转身走了出去 李珍放下筷子 招了招手 你走什么走 柳文水那边如何了 确实带着开平军攻和封关了 但台静扫了一眼薛都灵和他的侍女 攻身道 是大王 和封关已经攻下了 李珍满意地点头道 船令屈静立刻带着先登死士 接手和封关的住房 命柳文水和吴智来见本王 薛都灵文言却是两眼一猛 开平军攻打和封关 他怎么不知道 王兄 吴智什么时候 听着薛都灵的询问 李珍没有任何隐瞒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拖出 跟薛都灵说话 不用有所隐瞒 打直球双方都会比较舒服 隐瞒得多了难免会出现隔阂 听完之后 上官瓦眉头不经意地皱起 开平军是邻国最拿得出手的军队 现在攻打齐国和封关损失肯定是不少 李珍如此 甚至都没有跟薛都灵提前打个招呼 这不是明晃晃的在消耗邻国的军力吗 自家的陛下 还在和李珍傻呵呵地聊天 他第一次觉得 将李珍带入邻国不是一件好事 其所图过大 而且手中尽是精兵汉将 反观薛都灵在知道后 倒是没有多大的波动 邻国他都已经全部交给李珍了 那邻国的百姓就是他的百姓 邻国的军队就是他的军队 李珍暗中打亮着薛都灵的微表情 当看到其毫无波动时 李珍松了口气 同时对于这个傻姑娘也是彻底的放下心来 从旁观的角度来看 可能有人会觉得薛都灵傻 但是好歹也在皇帝位置上待了这么多年的皇帝 说傻是过分了 薛都灵从根本上来说 就不是当皇帝的料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不重要 故儿也就不在意 况且在那个最为难受的时候 李珍犹如神兵天将 瞬间压制住朝堂 那个画面的踏印在他的脑海当中深深的扎根 再加上之前很多年的仰慕 如此结合之下 薛都灵已经愿意将手中的江山拱手送出 爱李珍不爱江山 王兄 你坐镇邻国 我想明天就出发争斗 薛都灵盯着李珍的眼睛道 他当龙中鸟已经当够了 现在离开这里也是好事 能给李珍更大的权力 同时削弱自己的影响力 虽然说他的影响力也很微弱 李珍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走到薛都灵的身旁 伸手将其拉起 明天我派人送你去珍都 看到这一幕 但台镜立刻朝着上官网等女挥了挥手 这个情况啊 还在这那不是不识颜色吗 很快店中的人都退了下去 只剩下李珍和薛都灵两人 两人四目相对 在这个距离 在这个氛围 在这个情况下 李珍别无所为 凭借本能低头 薛都灵的眼眸微闭 嘴角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就在即将一吻定情之时 一个平淡的声音突兀的在店中响起 真王好雅兴 李珍的眼眸顿时闪烁寒光 实在是不好意思 在下并不是故意出现在这个节点 打扰真王的雅兴 随着李珍的目光看过去 一道白色身影 不知道何时已经出现在大殿的边上 正抱着手细血地打量着李珍 高手 李珍的眼神闪过一丝阴霾 对方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自己 全然不知 李珍错步将薛都灵护在身后 脸上挂着冰冷的笑容 贵客灯门不请自来 所为何事啊 还人情 出现在宫殿当中的正是从文苑下山的三先生欺凌 还人情 有点意思啊 灵儿你先出去 本王跟这位先生唠唠是什么人情 李珍轻轻地拍了拍薛都灵的小手 这个王八蛋来的也真不是时候 薛都灵满眼担忧 刚要开口被李珍拦下 听话 他 这里交给我 对方突然出现 必定不是什么好事 还人情的那位 想来应该也和自己有些仇怨 说是还人情 其实可以理解为是来杀自己的 薛都灵留在这里不方便 若是让其抓了当人质 那就更不好了 薛都灵也是看出了李珍的意思 一言不发 离开了宫殿 待他出去后 李珍笑意盈盈地看着那白衣圣雪的男子 还人情何不光明正大 如此行径 非大丈夫所为啊 这个人情不是还你的 何必光明正大 至于大丈夫也不是真往你说了算 其实刚开始我还对你抱有一丝的怜悯 毕竟我和你无缘无故 但我在路过和封关之时 就已经感觉到了 杀你这件事不仅是还人情 还是立国立民 七灵说着 将手中的剑慢慢抽出 顿时大殿被凌冽之剑气填满 李珍的衣袍无风自动 烈烈作响 立国立民 立哪国之名 死也得让本王死个明白不是 李珍露出双手环抱在胸口 唉 何该让你死个明白 省得下去了 不知名不知姓 在下文苑七灵元故人之情 挨送真王一道 李珍的眼睛顿时眯起 文苑的名号响彻九州他自然知道 只不过没想到 对方居然会是出自其中 哼 没想到 本王都已经引得文苑出手 文苑号称天下圣如之地 也要缠火争霸之事 七灵持剑而立 眼神淡然 此事是我还人情 和文怨无关 李珍你的野心极大 若是不杀你 恐怕这天下的安稳 将会被打破 到时候兵戈之祸起 说不准得有多少的人命 丧在你的手中 故而 今天即是替古人之情 也是行天地正义 哈哈哈 可笑荒唐至极 六国病历这么些年 之间的摩擦许多 常年累计之下死伤的人数 早就累计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这个你不看 你光看本王杀了多少人 不妨告诉你 本王不仅要打 还要打到六国尽灭 天下归一 李珍双目中 雄霸之气 悦然而出 龙银声伴随着金光 瞬间将大殿中的剑气压制回去 欺凌平静的面容 扯起一抹惊恶 好霸道的真气 呼驾 两股气息在碰撞之时 弹台镜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就是地面震动 马蹄声叠起 将武器给本王 然后等全部退出去 李珍看到 带人准备冲进来的弹台镜 大手一挥阻止道 文怨弟子鸣声响彻九州 丹州骑过来也就是白白送死 但台镜文言 立刻将李珍的霸王枪抬手扔了过去 李珍横手而握 霸王枪犹如复灵般落在他的手中 森然的杀气伴随着冷言而出 先生 今日你若是杀不了本王 那带本王马踏七国之计 届时你文怨百里之内 本王将一概杀之 狂妄 欺凌右手一抖 长剑争鸣 狂放的剑气令得地面纷纷军裂 脚步轻点身轻如燕飘向李珍 同时 手中长剑剑锋之上 银色的剑气凝聚于一点 剑亦剑气剑心三点汇聚 李珍感受到的 仿佛此刻天地无数之剑光 都朝着他席卷而来 这一剑 是他面对过所有攻击当中 最强大的一招 无有相提并论之 暴军 麒麟低喝一声 长剑顺闪而至 这一剑避不开 既避不开 那就不避 李珍伸手动的一声 将霸王枪插在身旁 双手汇聚真气 虚空一暗 陡然间金光从其身上暴闪 金刚不换 随着四字吐出 剑尖随即刺在 李珍的脖梗之上 麒麟眼眸当中 都充斥着剑光 硬扛自己这一剑 他以为他是谁 叮 麒麟的脸色顺转 剑尖停留在李珍脖梗半寸之间 再不得寸净 一层金光隔绝于其中 李珍的发丝 在狂静的真气中 散乱在空中 壮如蜂魔 哄 整个大殿承受不住 两道气息的碰撞 四面八方布满裂缝 整座大殿开始摇摆 外面的人只能看到两道 截然不同的光芒在摩擦 怎么 可呢 麒麟双目凝神 脸上布满不可思议 在灰尘和残垣断臂纷乱中 李珍的眼眸中闪烁着金光 本王感受到了 你在恐惧 你以为你能够轻而易举地 撇杀了本王 但是事实超出了你的预测 你在害怕 李珍顶着他的剑锋 一步踏前狂霸之气 瞬间压制住了他的剑椅 剑者无坚不摧 无往不利 现如今却是被李珍的狂霸之气 硬生生逼退 今天人情恐怕你还不了 不仅如此 你也要死 李珍大吼一声 双手运起真气 朝着七菱的双耳横压拍去 七菱反应速度飞快 抽剑抬脚踢在李珍的胸口 借助反弹之力 抽身暴退 速度快如闪电 哄 李珍拍在虚处真气 凶涌撞破空气 发出音爆之声 一击不成 李珍抽起霸王枪 用力一跺 地面顿时出现一个大坑 当 百步之外 李珍一枪砸下 七菱持剑格挡 事至如今 他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李珍居然能够不闪不避 挡住自己的全力一剑 这完全违背了常理之论 文怨之人不过而尔 若是你仅有这般本事 那你的命本 王就笑纳了 李珍冷笑一声 双手翻涌霸王枪 一击一击不断落下 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殿面 对李珍如此狂放的攻势 终于撑不住 开始崩塌 外面驻守的军队 以及文训赶来的宫中之人 面色呆滞 薛都林小嘴轻张 这是两个人的战斗 居然可以达到这个地步 上官玩也是习武之人 这般战斗 他连接近的资格都没有 将军 王兄他 薛都林在外面看着 几乎崩塌的大殿 满脸担忧 陛下放心 大王的真气 狂放占据上风 无需担忧 但台镜 是亲身感受过 李珍那种霸道之气的 从现在感受而来 李珍的狂霸之气 并没有被压制 反而将那凌冽的气息 再压着打 文言 薛都林才放下心来 但是眼眸中 难掩震惊之色 两个人的战斗 将一座宫殿打碎 这还真的是人尽之力吗 宫殿中 此刻 已经是坍塌之中 不断有残垣断臂 崩塌从天而降 在间隙当中 两道光影不断穿梭 锁过之处 坍塌的速度更加快速 破 七零一剑将天花板穿透 李珍躲避 转身一枪扫过 墙壁上被扫破一道裂缝 当当当当 有限的空间当中 两人不断挥舞着武器 发出攻击 七零越打心越惊 他的剑 曾经被他师父称之为 领先同阶剑客百年 如今 面对李珍他居然连其防御 都无法破除 一个剑客 你伤不到对方 这场战斗就已经输了 现在他只不过是借助自己的速度 在和李珍周旋 李珍可惜失误无数次 但是他只要失误一次 就是重伤 看着那犹如战神的人影 七零百思不得其解 他的功法自己从未见到过 如此刚猛汹涌 七零 你不是来杀本王的吗 你怎么像的老鼠似的到处逃窜 这就是你们文运的办事方法 李珍一枪将头顶掉落的柱子扫断后 看着四处逃窜的七零发出痴笑之声 李珍 羞得侮辱文运 七零悲愤出声 文运之名 对于他们这些文运弟子来说 那都是无上的荣耀和信仰 侮辱文运 本王不仅侮辱了 等将来打入七国之中 本王要在你们文运山顶 撒下一泡精华 让你们文运 能够永远沐浴本王的龙气 哈哈哈哈 李珍身影窜出 追猎而去 同时讽刺拉曼 李珍 你该死 听到李珍居然要在文运撒尿 七零的脸色一顿潮红 这侮辱普天之下 也就李珍干得出来 李珍叫讽刺攻击奏效 当即加大力度 什么恶心说什么 什么侮辱性强骂什么 自小在文运长大的七零从小到大 接受的都是崇敬和奉承 哪里听到过这般粗鄙之言 当即气得双眼发红 也不再逃 转身对着李珍冲杀而去 见光闪烁 已经失了路数 李珍横枪格挡 两人瞬间贴近 李珍看着激进狂颠的七零继续加大输出 等本王攻略齐国 定要将那文运改成禁士房 将你的师兄弟们囚禁起来挨个阉戈 废除武功送入宫中 成为宫中最低等的下人 不仅如此 若是你文运中有女弟子 本王要将他们发配到娼妓房中 日日夜夜不得求生 七零的双眼瞬间被血丝禁红 一股来自于心底的愤怒直达鲁顶 李珍我要杀你 杀你 七零口中黄毅鲜血 显然已经是气急攻心 抽身一剑接一剑的不断斩出 李珍狂笑一声也不进攻 只是提着霸王枪左右横挡 这种心理素质之人也配出来当刺客 自己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还没在他面前将这展现出来呢 这就说不了了 文怨七零 你们文怨弟子就只有这般能耐 李珍一枪将其撞开 反手一脚踢在他的胸口之上 七零被踢飞出去 一个翻滚起身继续提剑杀来 李珍单手持枪随手挡下 一定是你练剑的时候不认真 当 每天不思进取 脑海中满是污垢 当 你是不是喜欢你师娘 当 你肯定是练剑的时候光顾着偷看你师娘了 当 你夜晚是不是经常去你师妹的房间 又被一枪撞开的七零 听到这些对他造成重击的言语 一大口黑血吐出 李珍 你给我闭嘴 你不要再说了 你给我闭嘴 七零扔开手中的剑双手捂在耳朵上 蹊跷流血 头晕眼花 脑海中满是李珍的声音 犹如魔咒一般 挥之不去 李珍笑眯眯的看着已经陷入癫狂的七零 谁说只有武器才能伤人 言语同样可以 甚至比武器更加的很辣 李珍来到七零的身旁 甩起霸王枪对着他的膝盖用力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 七零双膝骨头断裂 倒在地上 李珍拎起他的脖子 缠着外面扔了过去 他已经废了 别说动手了 现在就说他是个正常人 恐怕都算不得 这就是精英教育 培养的太精英了 自己这才骂了不到一半的狠 还有更狠的呢 心理素质太差 李珍俯身捡起地上的长剑握在手中 该说不说 这柄剑是个好东西 左手持枪 右手拎剑的李珍正要走出大殿 突兀的胸口一涌 一股腥胃在唇舌之间浮现 李珍脸色一惊 五脏六腑之间一股风气隐隐刮过 是剑叶 剑叶穿透了金刚不坏 轻染了自己的脏腑 李珍笑意渐渐收拢 这就是名门大派出来的弟子 看来往后自己还要留个记性 金刚不坏并不是万法不清 可不 来不及多想 李珍提着东西走了出去 在他走出的一瞬间 大殿坚持不住 整个坍塌下去 阎尘飞满天 同时让观看的众人 均是倒吸一口凉气 薛都灵着急地走过去 查看其李珍身上 有没有伤势 李珍一把将其拥入怀中 同时 但抬近仰起长刀 大王威武 紧跟着真君 纷纷欢呼 大王威武 上官晚 宁谋看着李珍 这般武力 当真是强悍 窝在李珍怀中的薛都灵 满脸羞红 但是也没抗拒 就那么呆在李珍的怀中 神志不清的七灵 被众多真君控制 他到现在 还在捂着耳朵抗 聚李珍的声音 从刚开始的第一件 李珍就已经让七灵这位文怨的天之骄子 感受到了自我怀疑 对战的全程李珍都是 以一种霸道的姿态 压着七灵打 那种自信心 渐渐的被削弱 直到最后 彻底崩碎 他的成长是一帆风顺 从小就被万众敬仰 封为神人 如今那般自信 却是被李珍 以一种完全碾压的方式击碎 心理防线破碎 享受着欢呼声后 李珍命人将薛都灵给送回宫中 同时派人将整个皇宫封锁 内部开始清查 以防还有他的同党 彻底清查完毕之后 确定宫中没有任何的可疑人员 李珍才放下心来 对方这一手悄然无息 能够接近自己的能力 太过于鬼魅 不得不防啊 在另外一个宫殿 洗漱换了一身衣服后 李珍轻松地坐在主位之上 旁侧站着陈书勋 还有驱静 弹台静 刺杀事件令得正要赶往 和风关的驱静停下行动 同时派了一万仙灯死士 驻扎入宫中 相比于丹州军 仙灯死士对于防御之道更有研究 李珍洗了个澡 顿时感觉轻快无比 倒了一杯茶端在手中 看向陈书勋 这个欺凌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陈书勋出列公身道 大王 此人是文苑三先生 也就是文老的三弟子 擅长剑道 在文苑地位不低 在齐国更是受剑道之人追捧 在齐国朝堂当中 他和大将军连江交往密切 此次出手 可能也是受到连江的邀请 他刚才入宫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了那 宛如烂迷的欺凌 在很早的时候 他随着自己皇兄 去文苑的时候 见过对方一面 那使得他高冷得很 一副超然外物的模样 和现在天壤之别 看到他的时候 陈书勋也是不禁感叹 甭管是什么皇帝 还是啥大人物 来到李真的身旁 都是缺胳膊断腿 有少续姬在前 他也不惊讶了 三先生 地位不低啊 李真淡淡一声 不过眼神倒是轻松无比 有名有姓就是好事 若是齐在文苑 就是个普通弟子 那自己才呆头疼了 大王 文苑在齐国的地位非凡 依我看来 若不然将其留着 先别杀了 万一将来和文苑打交道 还能用得上 陈书勋犹豫了一下开口道 他现在基本已经绝望了 不指望自己 能够离开这里了 连文苑的三先生 都被李真打得像死狗似的 他还祈求什么 文老总不可能过来就自己吧 所以 事情到了这般地步 他只能求着李真越来越强 然后自己跟着他当个傀儡 起码不用死 也是主动开口献策 虽然说他这方面不咋好使 但是说了就比不说强 慢慢混成自己人 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留着 那就留着吧 李真随意地挥了挥手 但台靖和屈靖都是微微愕然 按照他们对于李真的了解 对方肯定是活不成了 没想到还真留下了 陈书勋跟实面色一喜 遵命 大王到时候若是和文苑之人联系 我可以出力 我和他们都见过 好沟通 这是个好的预兆啊 李真却是疑惑地看着陈书勋 和文苑之人有何联系等 本王留着他是准备在和齐国开战的时候 杀了几期 但台靖和屈靖对视一眼 这才是他们熟悉的大王 陈书勋掖了一下 犹豫着开口道 大王 这个文苑在齐国的地位很是不同 若是我们和他撕破脸了 到时候 进攻齐国的时候 百姓对于我们肯定也是会有所接地 李真不是齐国人 他不知道文苑在齐国是什么地位 那对于百姓来说 那就是朝圣之地 而文老就是齐国的圣人 不只是在齐国 九州六国不少之地的百姓 对于文苑都是保持着相当高的尊敬 陈书平当年继位的时候 第一个去的就是文苑 有所接地 本王攻打齐国他们就没有戒地 怕戒地本王就偏拘异余了 十万人有异议本王就杀十万人 总有一天他们的戒地会被杀干净 李真拿起布擦了擦手 他当初在御国的时候 百姓都要给他立声词了 到最后不依旧也是这样 九州人的信仰是很缥缈的 当平安无事的时候 我信你 可若是和自己身家性命挂上钩的时候 跑得比谁都快 这是人性 若是没有这回事 他也不愿意跟一个这种势力过不去 但是从现在开始 一切都不同了 他不管对方是不是自己留守 不管是谁邀请 李真只知道 对方的一身本事是文苑交的 那愿有投债有主 自己找文苑报仇没什么问题 合理得很 至于那个连江 身为其国大将军 他不死也得死 至于七灵本人 在他见到李真的那一刻起 其已经在生死部上扬寿殆尽了 对于刺客哪朝哪代 都只有一条死路 这件事 就这么定了吧 曲靖尼尽快带兵去街坊和封关 待本王见过柳文水后 正是到时候 亲自前往和封关 对七国宣战 但台靖尼 派人回争斗传令 约定好十日同时 对御国宣战 是 但台靖和曲靖同时行礼答应 你暂且就跟在本王身边吧 起兵之后 你坐镇大赢 李真抬眼看了陈书勋一眼 对方的表现还算是乖 不过 他不会仅凭对方的表现 就对其放松警惕 有机会 他比谁都跑得快 还是缺人啊 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人 见了柳文水之后 他得跟其好好聊聊 将其待在身边观察一段时间 稳住战局后 李真就将战场彻底交给曲靖等人 对七国战争就由他们主导 相比起齐国 李真更喜欢亲自去打御国 对于故乡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陈书勋拱手领命 当正式对齐国宣战之后 他想象不到陈书平看到自己你的布告时 会如何 估计会被气得不轻吧 毕竟自己在皇兄的眼里 就是一个蝼蚁 为了保命 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希望自己的皇兄 能够理解自己 曲靖离开皇宫后 将自己的副将成方 留在了宫中任统领 他带着其他的先登死士 即刻赶往和封关 为了以防万一 弹台进派弹台封领 十万单周旗 跟着趋近一并出发 和封关 随着两天过去 无至于发的提心吊胆 别看邻军将和封关给打下来了 但是溃逃的齐军 估计已经将这件事 传回齐兜当中 不消数日 齐国大军便可到达和封关 以他开平军的兵力防御城池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面对那些如狼似虎的齐军 他无知拿什么抵挡 若说之前 他对于自己的开平军信心十足的话 那么经历了这场战斗后 他那点自信 却是被轻锋的打破 双方的战斗力和士气 完全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攻下和封关后 吴志向着陵兜一日连发十二封信息 请求女帝派人来接替他们 或者是支援 但是 这两天 犹如石沉大海般毫无回音 这可让他在这里待得坐立不安 和封关是通往陵国贸易的必经之路 关口之内不到百里 就是齐国的信成 这两日从齐国的商队已经全部进行 信成来来往往都是齐军 这让吴志更可谓是心里没底 和封关城墙上 每天吴志基本都要待在这里跳往远方 主要就是看看齐国的大军过来了嘛 柳先生 你说 要不本将亲自去一趟灵多 是不是传信的时候 发生什么意外了 陛下是不是没有收到本将的信 吴志说话的时候 伴随着无尽的忧愁 他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听信柳文水的话 不清不楚地攻打了和封关 现在导致是前进不了 后退不能 若是指挥大军后退 那么军中的口水都能够将他给淹没了 死了那么多人打下来的和封关 就这么退出去 这个后果他承受不了 故而现在吴志是两项为难 将军无须担忧 不日真军便会到达 届时将军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柳文水淡然道 对于吴志的心性 他太了解了 真军到达 那没有陛下的命令 将军 从此就莫要再提陛下了 眼下邻国的情形 你不是看不清楚 真王已经成为了名义上的邻国之主 事到如今在下也不妨告诉您 这攻打和封关 实际上是真王的命令 真军一定会过来接防的 若是将军还想统一开平军 做好换主子的准备吧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 柳文水也不装了 将事情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吴志 对方不傻 这是肯定的 他或许早就已经知道真命令 可能是出自于李真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点破吧 李真想要如此 为何用我邻国之兵 他们真军勇猛 怎么不让他们来上 吴志略有怨气道 自己的开平军 好不容易才有了这般规模 眼下一个和封关 给他带来的损失伤员 超过五万 死者近三万 仅仅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就损耗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这对于他来说 就是刀割般的痛啊 将军 您这话在我跟前说说就行 若是传到别人的耳朵里 后果堪忧啊 听到柳文水的声音 吴志的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 这不就是在先生面前 才敢畅所欲言吗 吴志也知道 李真在邻国朝堂上 连续杀了两人 两人说话间 听到了邻军的汇报 从邻国方向赶赴而来了一支大军 听到这话的吴志 当极面露喜色 这一看 是接替自己的人来了 好事啊 他和柳文水当即来到下方 只是看到那汹涌的军队 吴志便已经双目瞪得溜远 这支军队是他从军以来 见识到最为恐怖的一支军队 那恐怖的杀气当真是令人心惊 不只是他 此刻在河封关的所有将士们 都已经挪不开目光 柳文水眼神中满是火热 这才是真正的强军啊 那磅礴的杀气整齐的对联 与之相比 开平军这支邻国顶好的军队 当即落入下风 这就是真军 吴志的面容忍不住骤气 恐怕这就是在北韩关江域国名将 枭井斩杀的那支军队 真可谓是虎狼之旅啊 柳文水说话时 难掩对于强军的佩服 真都不毛之地 丹州蛮银懦弱 可如此 李真仍旧有办法 将那些人训练成如此精锐之军 如此才能怎么能让人不钦佩呢 柳文水说着 快步走了出去 吴志在后面连忙跟上 很快大军就来到了河峰关下 在下柳文水 携开平军主将吴志拜见将军 柳文水很快识别到了屈静的身份 听到这话的吴志脸上露出不悦之色 什么就他写自己 主次都不分了 本将先登死士上将屈静 奉大王之命接任和封关驻防 同时大王命令柳先生和开平军主 将吴志回陵兜念见大王 屈静骑着高头大马拱手说道 在下即刻便出发 柳文水的脸上露出笑意 这次回兜 他必定能够受到李真的重用 拨开云雾见青天啊 总算是有一盏自己才华的机会了 吴志文言眉头微皱 那将军就请接防吧 我们开平军撤出去 虽然对于去拜见李真还是有点别扭 但是此刻也说不得那些 他刚要下命令就被屈静打断 吴将军可能是理解错了 大王的命令是你们两人回动 其他人按兵不动 屈静淡淡一声 嗯 吴志当即面露一色 这是何意思 意思就是 你走 人留下 屈静说吧 大手一挥道 入关 说吧 纵马直接越过吴志朝这里面去 吴志文言当即追了上去 作为一个将领 如此岂不是剥夺了他的军权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这位将军 开平军乃是我支不重 如今你们真军到来 我们临撤房啊 屈静听到后面追赶的吴志 当即勒马而停 扭过头冷声道 什么你都我的 如今都是我家大王的 若是有何意义 去灵都面见大王时再说 若是妨碍本将入关 拿你是问 屈静的眼睛一瞪 颇天的凶煞之气爆发 吴志一张连铁青 怎么会有如此不讲道理之人 开平军的主将是他 现在他居然没有指挥开平军的权力了 柳文水见状走过去将吴志拉到一旁 将军 此刻与其争论没有意义 不如我们快马加鞭赶往灵都 找李争论个明白 对付吴志就得这套说辞 要不然对方耿住了也不好沟通 吴志脸色阴沉 转头对着副将道 没有本将的命令 开平军不可动 等本将回来了再行决断 是将军 副将答应一声 但是心中纠结一团 如此精锐之兵进驻和封关 人家让他们干什么 他们不干 那不得打起来 这个忠耻度还是得自己把握呀 齐国 林姿 莲福 自从知道三先生前往邻国之后 莲将的心情可谓是豁然开朗 一日可食之米肉 比之从前翻倍 吃的那叫一个开心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莲将的心里有些打鼓 若是三先生得手之后 李真死亡 此事应该天下震惊 但是目前怎么什么音讯都没有呢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轻二 今日还没有李真的死讯传来 莲将一大早起来例行询问道 每日三问 早问 五问 晚问 只要莲将有空他 就得问问 莲正清摇了摇头 面色有些犹豫 父亲 据说李真身旁有一位 来自丹州的宗师高手 三先生 会不会失手啊 按照时间推测 现在的三先生 应该已经见到了李真 如此时间 知常没有消息 恐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故而 他才会想到这一茬 莲将摇了摇头 三先生 乃见到天才 其见到修为之深远 非我们可以想象 纵然李真有宗师护持 但只要三先生 有机会 必定可以取李真性命 莲将对于三先生 可谓是非常的信任 对方的见到 修为在很早 就已经到了一个正常人 无法企及的地步 曾经在文院中 更是提见对付过宗师 而不落下风 那可能是三先生 在等机会吧 派人严密探视 父子说着 门外焦急的脚步声响起 莲正德快步走了进来 神色慌张 父亲 陛下召您紧急入宫 可说有什么事情 莲将一边起身套官袍 一边问道 邻国突袭和封关 鹰参战死 何封关失守 听到这句话 瞬间莲将脸色骤变 三两下 将衣服套在身上 快步走出房间 抛弃马车纵马 朝着皇宫而去 老脸之上不满凝重 区区邻国是 万万不敢对何封关出手的 能够出现如此违背常理之事 只能说明 这是李真受益 莲将到达宫殿的时候 齐国文武基本都到齐了 莲将入殿之后 和周天和对视一眼 互相脸色凝重 莫过多久 陈淑平阔步而来 坐在笼椅上摆手道 都免理了 秦框等基本都清楚了 李真借邻国之手 突袭和封关 如今情况危急 杏城甲路 未囤积成兵数万求援 若是李真有下一步动手 杏城也会失手 朕已经抽调风雄军团 云南军团两军 合计四十万大军赶往杏城 老将军 拟及克洞生赶过去 与两军会合 周向安排 从各处调集军粮 汇聚与杏城 任何人敢单隔离斩不饶 陈淑平说话的语速飞快 极致的暴怒 带来的就是平静 主要是齐国文武 包括陈淑平在内 都让这个消息给打猛了 谁也没有想到 李真可以命令邻国之兵 攻打齐国 遵旨 老夫这就出发 莲江眉头紧皱 齐国本土化 被攻击的事情 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 这些年大多数的兵士 都是在他国 如今 这还真是个深水炸弹 将他们全部炸得头晕眼花 老陈领旨 这就下去安排 周天和和连江两人同时行礼 老将军 此战只许赢不许败 何封官必须夺回来 各国都在关注着这一战 输了振负不起这个代价 陈淑平声音 充满刺骨的含义 这一战关乎齐国的名声地位 在丹州之战输了 还可以说是马是前提 但是一次可以说是意外 第二次还是意外吗 连着输两次 齐国霸主的地位 还怎么维持 所以 这一战陈淑平一定要赢 连江拱手行礼道 老将必定竭尽全力 下去安排吧 关于战事牵扯到任何各部 全力配合 若是有人从中阻碍 或是谋取利益 修怪阵翻脸不认人 陈淑平说把大手一挥 周天和连江两人行礼之后 迅速退下 其他大臣 跟在两人身后 犹如潮水般退去 代大殿 只剩下陈淑平一人后 他晃悠悠地站起身来 一双眸子中 射出疯狂之色 李珍 他从未有过这么狠一个人 那种打心底里的恨意 错骨扬灰难解他心头之恨 连江离开宫殿后 没有和周天和过多言语 此刻 他要带着自己的清兵 立刻赶往信城 现在可谓是十万火急 周天和同时命令 六部全力配合战士所需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齐国瞬间各部陷入忙碌当中 与此同时 邻国攻下和封关的事情 也犹如飓风扫荡诸国 这件事的轰动程度仅次于当初 两国联军攻打真都 这可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邻国敢于主动出兵 裕国 裕国的朝堂 刚刚经历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风暴 邵旭雪火线登基后 以雷霆手段 扫灭了裕国即将复苏的世家力量 左手大军右手黄拳 威压朝堂 废除了之前 邵旭的各种政策 恢复李珍变法 将原本已经有波动的裕国朝堂 硬生生镇压下去 这一手操作 让裕国文武百官 都是吓了一跳 尤其是对方 毫不避讳李珍的攻击 如此行为可谓是 稳定了一批裕国的官员 除此之外 邵旭雪还将有些飘飘然的唐玉杰 敲打了一番 不过没有杀 因为 他觉得他皇兄说的对 留这么一个人在 倘若将来 执政出现了重大失误 拉出去 当被郭霞合适不过 老丞相 则是被他任命为内阁首辅 这是邵旭雪 从李珍那里学来的 不是丞相 但是权力 比丞相更重 集权之后 邵旭雪重资组建新军 并且任命裕国 老牌将军白胜为将 以血池为号 本就在军方名声强悍的他 将军方牢牢控制在手中 李珍曾经说过一句话 枪杆子里出政策 邵旭雪深以为意 并且按着做了 如今的裕国相比起来 甚至比在邵旭姬执政期间 更为的凝聚力强 李珍刚离开的时候 裕国其实是偏混乱的 尤其是他对于李珍的所有政策 全部推翻 给国内带来了不小的混乱 而邵旭雪全然没有如此 反而继续李珍的政策 如此也是因为 李珍曾经说过 人分好人坏人 但是政策只分立国立民否 那些话他都记得 朝堂上 邵旭雪看着来自于齐国的战暴 面容冷峻 陛下 林国突然对齐国发起攻击 我们需不需要帮一把 如此也好划分林国 是啊陛下 林国位置重要 我们不如也派兵掺上一股 陈复义 陈也复义 陈老 您以为如何 邵旭雪将战暴扔在一旁 看向文官中与唐玉杰并列的陈宣府 陈宣府出列宫身道 老陈以为此事万万不可掺和 如今 我御国乃鼎盛发展之际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此为其一 其二 如今我们刚从全国抽调八十万大军 组建新军 各地军团军属缺边短志 此事开战鹰派和人 为将和军前往 其三 林国如此乃是李真受益 林国有钱 李真有人 这个仗不是那么好打的 邵旭雪听的微微点头 老陈就是老陈 对于看待事情的观点独辣 一语言中 唐玉杰瞥了眼老头 眼神露出不悦 他对于老头 刚开始也是抱着结交之心 三番五次上门 但是这个老头一点好脸色 没给自己 从那之后 他就看这个老头极为不顺眼 只要是他提出的 唐玉杰就本能地想要反驳 不过 现在看去 邵旭雪似乎倾向于老家伙的回答 唐玉杰心中一动 跟着出列道 启禀陛下 陈父义陈首府之言论 我们理应如此 陈宣府眉头一皱 轻哼一声 无能之辈 唐玉杰就好似听不到似的 邵旭雪对于两人的小动作 充耳不闻 李真曾经说过 内部不斗 皇权不顾 所以邵旭雪对于两人不仅不制止 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推波助澜 就按陈老所言 命天水军团严加防范 以免李真别有所图 邵旭雪对于如今的李真评价 就是一个疯子 这天下几乎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情 对方万一打几眼了对着御国 所属出兵也不是不可能 该有的防范还是要有的 唐玉杰谗媚一笑 陛下所思所想面面俱斗 微臣探服 邵旭雪听着唐玉杰的谗媚之言 心中感叹 不入朝堂不知李真之恐怖 时至今日他才明白 李真的能耐究竟几何 依靠李真的只字片与邵旭雪 就能够将朝堂群臣 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就是屠龙之术啊 不入朝堂只觉百官与李真如井底望远 入朝堂后才明白 百官与李真如浮游见青天 不说御国 就是九州六国 能够与李真媲美者无依 甚至邵旭雪觉得 李真如今 动武已经是其手段中最直接光明的方法 若是其斡旋于朝堂 以其牙子之心 只怕是将自己兄妹卖了 还得为其属钱 现如今自己面对如此强大的一个对手 他真的能够从李真手中血迟吗 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至于他的皇兄 唉 只能是希望他活着能够等到自己吧 对于齐国的战斗 邵旭雪预测的结果是很悲观的 从感性上来说 他希望齐国可以将李真打败 这样一来也就证明 双方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但是理性上来说 邵旭雪觉得 此战齐国必败 真多 牢房当中 邵旭鸡靠在阴暗的牢墙之上 双眼中充斥着对自由的渴望 以前他还有个伴 两人一起诅咒一下李真 倒是一天也不觉就过去了 可是如今 这偌大的地牢当中 就只有他一个人 连个老鼠都没有 这种不知道天日 不知道时间 不知春去秋来的感觉 简直可以让一个人精神崩溃 靠着冰冷潮湿的牢墙 邵旭鸡泪流满面 他现在对于李真还有什么愤怒 那些早就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他现在只想 出去 真斗当中 上官奉先 高成 方天儒 朔岩兄弟 完颜古达等人在一起讨论着进攻御国的路线 李真给他们的自主权非常的大 只有一个那就是进攻 而细致的方向则由他们自行定夺 按照现在已经探测到的三条路线来说 上官奉先比较倾向于职工 越过平原县后就是御国真正的城池 沿土城 那里本来只有不到两万的城兵 但是因为现在北韩关被李真占据 御国增兵至十五万 由御国年轻将领武桂园统领 同时九元郡也是集郡兵三十万 就驻扎在距离沿土城不远处的山丰城 沿防死守 根据查探沿土城防御极其严苛 每日仅仅只有上午片刻大开城门 其余时间都是必成的状态 同时对于北韩关那更是严密监视 探子延伸都已经到了平原县 但凡这里有所动静 沿土城立刻就会知晓 同时骏兵就会支援过来 另外两条都是绕远 从相隔百里外的城池动手 不过御国对于李真的防御比较深 各地 得驻军都是在不停地增加 可以说只有强公这一条路 上官奉先发表完自己的意见后 其他人纷纷复役 除了强公这条路也没有第二条 沿土城四个城门现在只开一个 从白到晚都有雄兵把守 想要乔装打扮进入也简单 但是人数控制得紧那 上官奉先不似李真 他若是孤身而入 很有可能就出不来了 最后众将议定 在邻国那边动手之后 他们即刻强公沿土城 上官奉先命人将准备进攻的路线整理之后 惠总派人送去邻国 李真对他们放心是放心 但是该做的还得做 传令兵从真都出发后 上官奉先各部立兵莫马 全部进入战备状态 与此同时 身处邻国当中的李真 也见到了从和风关急迟而来的吴智 以及柳文水两人 吴智还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李真 看着那年轻的面容 忍不住心中感叹 这位可不是继承什么皇位 而是全靠自己 不仅如此 还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 成为了九州六国之外的一方霸主 这般实力和能耐不得不佩服 同时 眼神掠过一眼李真身旁的逢勇 邻国的新任宰相 如此地位 在李真的身旁 却是如同一个侍者 真叫人感叹啊 开平军 主将吴智拜见真王 吴智微微攻身拱手行礼 旁侧的柳文水 已经第二次见到李真 脸上挂着笑容 身功毅力 微臣拜见大王 吴智听到那与自己截然不同的自称 心中感知复杂 都已经到了 这一步了他还怎么能不知道 柳文水这是要改换门庭 他要拜入李真的手下 李真笑着摆了摆手 坐吧 柳先生倒是给了本王一个惊喜啊 回禀大王 这算不得什么 主要是赖大王天微弱不然 在下也无法完成 柳文水十分小心地回道 上次的事情 至今都还在他的脑海中回荡 哼 既然柳先生已经做到了本王的要求 那本王也不是食言之人 此次我大针对齐国用兵 柳先生就任公其行军参谋吧 闻言 屁股刚挨到座位的柳文水 立刻起身 再次行礼 行军参谋这个职位 柳文水还是满意的 所谓参谋出谋划策者也 谋划得当那么战士之后 自然有惊声 他在这个位置上正合适 不必多脸 从此刻都是一家人了 本王对待自己人 没有这么多的理解 李真说吧 眼光挪向无志 吴将军身为邻国之将 本王不便食言调动 不过邻儿拟了两道圣旨 吴将军的未来 还是自己选择吧 李真说着身后的冯勇 立刻将两道圣旨递了过去 吴智赶忙起身接过圣旨 同时心中也是深深的叹了口气 自家陛下和李真 居然都已经如此相称了 李真还说什么不便调整 这不是说着逗自己玩的吗 这两道圣旨的内容 必定是李真的意思 只不过是过了遍薛杜林的手罢了 打开一看 吴智的脸色复杂 这是给自己的两个选择 其一就是继续任开平均主将 职位不便 但是要配合真军对其作战 其二是放弃开平均回到邻国当中 当一个没有实权的将军 官升一级 说实话 这两个他哪个都不想选 最好的选择 就是自己能够带着开平均回到邻国驻扎 吴智深吸一口气 微微拱手道 真王殿下 真军精锐 兵强马壮 我们开平均实力与之相比甚远 攻击力甚是有限 所以在下认为 若不然将开平均抽掉回来 防御邻国 他的话没说完 旁边的冯勇就已经眉目骤起 大胆无知 此乃圣旨 你只需要选择即可 怎敢多言 冯襄 开平均乃是本将奉先帝之命 亲手建立 那些人都是本将亲自挑选出来的军中勇士 保家卫国也就罢了 如今却是要因莫须有的原因作战 他们可都是爹生娘养的 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战场当中 他们的痛苦 你去承担吗 一时上头的吴智 可谓是将心中的话给抖搂了出来 同时 店中气氛顿时凝固起来 柳文水轻轻的叹了口气 该装孙子的时候 他不装 不装孙子的时候 耸得一劈 大王 吴将军他也是 柳文水拱手探声 刚要解释 但是被李珍白手打断 李珍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莫须有的原因 吴将军此言说的甚是犀利啊 吴智深吸一口气 既然已经说了他 也就不怕了 那些邻国狼们 为了满足李珍的野心 死在战场上 他接受不了 当即指着身子道 真王殿下 在下之言并非是针对你 但是战事一开 死伤无数 邻国的人丁本就携手 保家卫国也就罢了 现如今 这般没有意义的战斗 实乃令我无法接受 若是真王执意如此 请给在下一个合理的解释 若不然 在下的开平军 是不会继续 听着他的话 李珍缓缓起身 双目射出幽光 没有意义的战斗 而区区一阶低端武夫 也就是这点眼光了 本王做的什么事情你看不清 你更看不懂 你也没有资格评价 至于解释 你也配听 李珍这毫不客气的话 直接令得吴智脸色恼怒 在邻国他自诩也是当代名将 虽然说顾虑良多 但是无法掩盖他吴智的攻击 如今被李珍如此训斥 当即脸色窜红 憋出一句话来 真王殿下是不是太过分了 过分 本王还可以更过分 李珍说着 副手来到吴智的面前 闪电般一直点在他的额头之上 快到气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扑通 随着吴智的身体重重地倒在地面 冯勇和柳文水均是眼眸低垂 柳文水心中叹息一声 他刚才已经开口了 但是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尚卫者和尚卫者也是有区别的 李珍可不是邻国的先帝 跟你区区一个武将讲道理 现在倒好 给自己讲走了 李珍接过侍卫递来的布子擦了擦手指 眼眸闪烁着冷色 邻国可真是可笑的景啊 什么阿猫阿狗也配跟本王要解释 真乃是千古其文 说着 李珍将手中的布子扔在吴智那京剧的面容上 柳文水 本王会让铃儿下一道圣旨 命你兼任开平君主将 好好干 李珍说着 回到椅子上坐下 柳文水攻身行礼 微臣遵旨 将吴智拖出去吧 通告下去 违抗圣旨被本王亲自处死 李珍随意地摆了白手 柳文水 文言阙 是犹豫了一下 大王 吴智统欲开平君多年 其不重感情深厚 若是直言如此恐生滑变 不若隐瞒其死讯 不需要 你提前告诉趋劲 若是开平君滑变 那么就地斩杀 一个不留 都以为自己是什么重要的角色 实际上 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罢了 开平君有则有 无则罢了 本王 难道还要靠一群杂兵来进攻七国 人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李珍的声音 平静的好似在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在场中人 却是接后背发寒 李珍此言 是对死人说的吗 有为见得啊 柳文水拿着圣旨离开了林宫 离开的时候 她的内心五味杂陈 这是她希望的生活 李珍也是她期望跟随的主公 但是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跟吴智 毕竟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人贵再有自知之明 跟李珍这种绝对权力的上位者来那套 行不通的 三天后 薛都林带着上官玩 以及自己的几个贴身侍女 离开了林都 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 但是敢于出面相送的人 几乎没有 薛都林的离开面上 说的是出去游玩散心 但是实际上 谁不知道 这正是代表林国的核心权力 已经成为了李珍手中的玩物 这个结果眼上 谁敢送薛都林 若是被李珍记下认为 他们思念救主 那 故而 薛都林离开的时候 仅由李珍带着逢勇相送 后者根本不需担忧 他现在可谓是邻国李珍的铁杆支持者 还有一人也出来送薛都林 那就是邻国老丞相 他已经没多少时日了 还怕早些晚些 不过 大多数人们都想多了 薛都林可谓是一手将邻国权力交给李珍的 他又怎么会在乎这些 但是 人这种生物 一旦有了某种顾虑 就会深信不疑 老丞相在送薛都林离开的时候 老泪纵横 毕竟薛都林也是他看着长大的 因为齐国之势 离心离德 这般打击对于老丞相来说 可谓是无比的沉重 薛都林见到老丞相如此 心中的疙瘩也随之消散 看着和睦的一幕 李珍心中摇头 薛都林还真不是皇帝的料 在道别之后 薛都林正式上路 他和李珍也没有过多言语 李珍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到真都 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再见 真王殿下 林国平静许久 如今到了您的手中 还望您联系老丞相悠悠地转头 看着李珍 他纵有万般不愿 事情也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李珍成为了林国的实际控制人 林国? 将来天下一家 哪有什么分别 书同文车同轨 天下大通 李珍副手转身离去 他没空跟这个老灯浪费口舌 老丞相看着李珍的背影 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 这样一个战争疯子 给林国带来什么水也不知道 唉 乱世将开 薛杜林离开的第二天 李珍命逢永总领国务 他和但台靖带着大军和冯永 凑出来的粮草物资前往和封关 信城 城墙之上 一道飞色官袍人影目光紧盯着和封关的方向 身旁是城中各级官员 大人 郡守那边又潜兵三万入城 郡守两日后到达 大人 各县联合民兵四万三千人已经入城 编入民兵军中 报 大人 连将军亲信传令 于五日后抵达 报 大人 那道飞色官袍人影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和封关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没有大人 没有就是好事 命探子 多加监视 人影转过头露出一副中年面容 不过此刻面容上略有憔悴 此人便是姓城主官贾陆维 齐国君政一体 成一级的主官都是文武双全 同时掌握城中一切事物 本来贾陆维的生活过得是有滋有味 靠着从途经邻国的必经之路 这些年吃的盆满钵满 但是谁能知道和封关突变 自从邻国攻击和封关 因参战死之后 他是夜不能寐 生怕什么时候突然濒临城下 如今城中已经有十五万大军 但他还是没有安全感 毕竟眼下面对的 可是能够将虎奔军斩杀殆尽的丹州蛮军呢 不过现在好起来了 再等些十日 这里就没有他的事情了 郡守乃至连江一道 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巡视完不防后 贾路卫命人在城墙上搭建一个临时营帐后 回到了自己华丽的府邸当中 命下人将他的所有行囊都收拾起来 这几天他就去营帐中住下了 老爷 那城墙上风吹夜冷的 您这是 贾路卫的夫人有些不解 你不懂 眼下这战事未开 前世不明 但是不管如何 从此以后 这里都将成为乱地 我已经联系好了 只要在这里表现得当 就能够被调到其他地方 这里没法待了 贾路卫执政多年 长袖上午在林姿结交了不少的高官 送的东西多了去了 如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 之前来这里 那是因为这里付 给个郡守他都不换 但是 此刻不同了 战事一开再付的地方 也会变穷 在这带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了 你将府中的下人 裁撤过半 这些时日节衣缩时 切勿张扬 贾路卫说着 就带领着下人 和行李上了城墙 上行下校 于是 在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城墙上 树立起来了十几顶银杖 与之对象的合风观 原来的城防阁 被改变成了临时大营 夜晚 灯火通明 曲静 柳文水 但台静 以及陈淑勋等人 都汇聚在此 开平军的事情 已经处理完了 在柳文水的斡旋下 死了三个副将 十二个千副长 这远远的超出了柳文水的预测 他按照最坏的预计 就是开平军全军皆返 毕竟吴智统预了那么些年 不过多少事 他多想了 就像李真说的那样 人不要把自己看到太重了 感情是你在活着 或者掌握权力的时候 才有效 人死如灯灭 为了一个死人 而罔顾自己性命的人 终究还是少数 吴智也没有那般 强烈的人格魅力 大王 近来信城 赶知我军兵风 故而陆陆续续的 从各县集兵 此刻城中 估计有近二十万大军 与此同时 齐国内部派出来的大军 估计不日便智 其境开口 介绍起这里的情况 从他到来的时候 就已经派了不少的探子 入城探厅消息 打探来的情况 还算乐观 齐国的主力没有到 城中大多数 都是民兵和军兵 柳先生有何建议 李真按压着额头眼睛微闭 大王 按照在下的想法 此刻齐国正在屯兵与信城 从近日以来的打探看 齐国是想在信城 对我军发起决战 他们的目的 一定是先将我们打出去 既然对方屯兵的 肯定会先行屯击粮草 信城城城墙低矮 城中小到极多 不易守城 在下认为 我军应当先行 发起攻击 将信城迅速占据 然后扬装 齐军而接收物资 在其精锐到来之前 有序撤离 退守和封关 打赢其国主力后 稷尔吞并整个边郡之地 柳文水不断在地图上比划 唾沫横飞 神采奕奕 你们以为此行如何? 李甄嬛是一圈后 开口问道 屈静在脑海中模拟一遍后 点头道 末将认为此行可以 但抬进 稷尔也是负荷 这的确是最佳的方式 尤其真军擅长打闪电战 陈书勋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一言不发 他就是个吉祥物 跟着听就行了 发言权几乎没有 不过他即便是发言了 听他的可能性 也是微乎其微 他能够坐在这里 已经证明了 那就如此吧 不过明日就算了 通知大军 此刻就整装 以丹州军为主 即刻出兵 李甄最终拍板令的众人 微微一愣 看着众人的表情 李甄脸上露出狡猾的笑容 你们都想不到 我们此刻会出兵 他们能想到吗? 柳文水神色一震 确实如此 李甄 这也算是出气不易了 但抬进此战你主攻 速度要快 默 但抬进当即行礼 随后营中 众人纷纷离开 李甄起身 伸了个懒腰 他不懂兵法 也不懂什么天时地利人和 他只知道 自己想不到的 对方也想不到 既如此那就打呗 一个时辰后 三十万丹州军 已经在关外全副武装 但抬进抽起大刀麾下 关门顿时打开 丹州军呼啸而出 地面震动 李甄在城墙上 看着与黑夜融为一体的洪流 饶有兴致的命人 准备好战马 他也要亲自去信城转悠一圈 陈书勋看到李甄离开 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 他非常的清楚 自己现在 就是李甄身上的挂件 对方走到哪里 自己就得跟到哪里 李甄余光扫到对方 嘴角勾起 现在的陈书勋笑得开心 恐怕过两天 就不开心了 因为 他已经选择好了 对那位三先生动手的人 信城 城墙上 甲鲁维憨声如雷 他这个人有个优点 那就是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 只要有床 就能睡着 而且 睡得极为深度 城墙上值班的守军 打着瞌睡 努力撑着眼睛 现在的情况是 山羽欲来风满楼 大家都是提起 十分的精神 但是来自生物中的本能 是抵抗不住的 轰隆隆 一个昏昏沉沉的骑兵 靠在长枪上 正打着瞌睡 但是突兀地感觉到 地面一阵震动 兵器被震得摇晃了一瞬 闪了对方一下 后者嘟囔一声 刚要靠着兵器 继续眯着 可下一秒 瞬间清醒 那地面的声音 是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 城墙上负责 职守的将领 大吼一声 迪西 迪西 整个城墙上的守军 在一瞬全部清醒 大家纷纷点燃 火把照起来 紧接着那将军 开始命人吹响号角 号角声响起的同时 那令人头皮发麻的 天空雨剑袭来的声音 伴随着响起 城墙上的骑兵 有反应不过来的 当即被扎成了刺猬 职业将领抽刀 不断挥砍着 箭矢朝着营帐的方向 冲了过去 甲鹿卫 还在里面睡着呢 当他仓皇 来到营帐中的时候 甲鹿卫 还在抱着被子睡觉 大人 真军夜袭 夜袭 将领走过去一把 将睡梦中的甲鹿 围拎了起来 什么 怎么了 甲鹿卫一脸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我是谁的表情 大人 是骑兵 数之不尽的骑兵 那将领慌乱的压低 甲鹿卫脑袋大声道 什么 甲鹿卫脸色煞白 醒悟过后 心中怒骂 该死的真军 早不打 晚不打 偏偏自己在这里 刷正记的时候他打 快召集大军抵御真军 将滚木火油统统用上 甲鹿卫反应的极快 一把将那个将领推了出去 然后自己爬到角落中 慌乱的将甲鹿披挂上 城下 骑军开始持剑反击 同时驻军源源不断地赶上城墙 但抬近躲过利剑后 带着自己的清兵掩护工程锤 真军的工程锤是由专业的破门骑而组成 有五百人 十二人为一组 骑着血统最为纯正的大马 身披类似铁浮屠的重甲 一人一根堪比马腿粗的缰绳 依靠骑兵的冲击力惯性而砸墙 一个破门骑队有六只破城锤 剩下的人则是扛着大盾顶在头顶 第一列十二骑荡悠着工程锤朝着城门重重地撞了过去 咚的一声 城门上顿时凹进去一个深坑 整个城墙都晃动了一瞬 前排的骑兵被巨大的冲击力瞬间撞成血雾 紧接着第二批冲了过来 城墙上已经慌乱一团的骑军 纷纷朝着城门下面投掷滚木 火油等 但是民兵终究不是训练有素的精锐 他们的速度太慢 而下方已经三锤过去 城门从中间破开一个大洞 城门里面的门栓全然被撞得凹了回去 都给我让看 但台静低贺一声 持着长刀侧马狂奔去 穿过众人来到城门 扬起手中长刀 长红灌热而落 顺着大洞一刀斩下 那已经承受力量极限的门栓瞬间断裂 城门已破 杀 但台静一马当先将长刀顶住半个城门 脸色战红幕后一声 硬生生将那半个城门顶开 骑兵恐怖之处就在于冲击力 城门一开骑兵入城 那么 这场战斗已经宣告胜利了一半 城墙上 贾路为听到城门被破的声音 顿时面色一惊 怎么会如此不堪 他将那个将领一把拽住 脸色猙獰 带兵去本关堵住 就算是死光了 也要把城门堵住 绝不可让骑兵入城 是大人 将领脚步飞块下 贾路为捡起地上的刀 不断指挥齐军 从上面对真军发起压制 他胆子是小 但那是在兵势未开的时候 已经打起来了 贾路为就是再胆小 也不能抛下大军独自逃离 城门口 那将领冲下来的时候 但台靖已经带着大军冲 杀开了城门 齐军将领面露绝望 完了 全完了 夜晚的信城 喊沙声冲天 城中百姓在睡梦中惊醒 趴在窗户上 听着惨嚎声 瑟瑟发抖 和封关被攻打的消息 他们早就已经知道 现如今如此情况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邻军攻城了 乱了 整个信城城墙上 已经是火海一片 守城将领的尸体横 在地面 被来往的战马塌的 已经不成人样 单周旗突破城墙后 纵马冲锋而起 那些各县调集的民兵 哪里见到过这般阵势 还在带愣当中 就已经被抹了脖子 剩下的也是四处溃逃 先有敢于反抗者 而三十万单周旗 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追杀的方向 入城的瞬间 就各部将领就带队 去封锁其他城门 其他的大军追杀那些逃兵 没有真正经历过厮杀的人 第一次面对骑兵冲击 百分之八十 都是会呆滞在原地 更何况 他们并不是什么精锐 一下子慌了神 只有逃跑的一条路 但是 但台阵怎么会让他们逃走呢 今天的骑军 只有死路一条 军兵比起来要好一些 但也仅仅就是好一些 面对单周的骑兵 他们能做的 也就是拼死反抗 场面惨烈无比 战火飞扬 谱写出一曲《生命的乐章》 战争的残残酷在此刻 体现得淋漓尽致 城墙上 甲鹿为持刀命令骑兵死死的顶住上 城墙的通道 在战火的照耀下 他已经看到了骑军的溃败 他纵然有万般不甘 也是无可奈何 给本官顶住 杀一个单周蛮蚁赏施量 甲鹿为持刀在后面大声的激励着骑军 真军攻势太过于迅猛 下去的路被堵住 就是想要派人出去求救也没有办法 城外 带着陈淑勋悠悠挺进 听着远处的喊杀声 李真面无表情 这样的场景将来还会有许多次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或者说是无事了 想要在这个时代成就一番伟业 除了靠着武力以外 绝无其他可能 毕竟他这可不是收复失地 而是在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崩碎他们根深蒂固的理念 推倒一切重来 陈淑勋跟在后面 脸色不敢有丝毫的变动 但是心中难免有些复杂 毕竟现在哭嚎的都是齐国军人 淑勋 本王曾经身为御国宰相 当时的我励志 要用自己的双手给御国的百姓带来繁荣 给御国的君王带来帮助 五年的时间 本王一手将御国内政平稳 国父名强 可是 随着时间的加剧 我才发现 原来人是会变的 后来 我就想明白了 究其原因是 我不是掌权之人 任何感情在权力的面前都是虚无 所以这一次本王要做执刀人 陈淑勋听着那几乎要溢出来的杀气 只觉得头皮发麻 但是心中富匪不已 这时跟他们齐国其实没大关系 要打也得打御国 不过想到地牢当中绍续基的惨样 陈淑勋将那想法扔在脑后 当初李珍被逼罢官的事情人尽皆知 而做主的人 此刻已经变成了李珍的阶下球 大王目光长远 雄心壮志 属下佩服的五体投地 陈淑勋赶忙附和 李珍嘴角勾起 一抹淡淡的微笑挂在脸上 转过头看着陈淑勋 希望你好好地干 本王对你寄予厚望 属下必定全力以赴 绝不辜负大王的期望 陈淑勋深深地将脑袋埋在了胸口 很好 李珍吐出两个字 拉起缰绳接近杏城 陈淑勋赶忙拍马赶上 如今 这里倒是地势开阔 方便逃跑 但是陈淑勋连这个念头都不敢有 紧紧跟随在李珍的身后 两人入城的时候 周边大多都是骑军的尸体 也夹杂着丹洲军的 对于这一切李珍都视若无睹 走进城后 旁侧的城墙台阶之上堆满了尸体 血腥卫扑面来 李珍调转方向走上城墙 城墙上 甲路卫背清兵护佑周边 全部都是丹洲骑 硬生生骑着马 杀上的城墙 一路上尸体堆叠在一起 城墙上面的守军早就 已经死伤殆尽 李珍纵马 来到城墙上面 后面的丹洲旗 纷纷让开路行礼 大王 拜见大王 甲路卫顿时被吸引了目光 眼眸紧紧的盯着那一身 紧袍的李珍身上 能够被真军称呼为大王的只有一个人 嘖嘖嘖 相当的惨烈啊 李珍纵马 低眉看着甲路卫的亲兵们 扎巴着嘴 李珍 甲路卫看着李珍满眼仇视 怒而出口 就是眼前这个 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年轻人 搅乱了齐国 你是何人 李珍淡淡地看着甲路卫 大王 他是姓程主官甲路卫 陈书勋赶忙上前介绍道 看到陈书勋的一瞬间 甲路卫的瞳孔闪过一丝茫然 陈书勋他见过呀 甚至还在一起吃过饭 当时的自己 送了他一块来自邻国的美玉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为何会如此 被清兵护佑的甲路卫有些结巴道 陈书勋微前倾身体 甲路卫 陈书平无道昏君 暴虐残忍 我早就已经忍够了 如今 真王殿下 是来帮我们齐国的 你若是石像素素 投入我的麾下 届时我给你祭头功 陈书勋说这话的时候 脸色微红 毕竟是刚开始 多少还有些不习惯 等时间长了 也就顺畅了 陈书勋 你身为皇室子弟 居然助纣为虐 你对得起 先帝对得起陛下吗 你可耻 甲路卫双眼通红 寻常人贪生怕死也就罢了 陈书勋可是皇子啊 至于陈书勋口中所说 他根本不信 一派胡言 陈书平英明神武 乃明君也 陈书勋被骂得有些生气 当即扯着脖子道 皇家子弟 怎么了 皇家子弟 我也没有半分爵位 陈书平的陈和 我的陈不是一个陈 唉 既然执迷不悟 那就杀了吧 李珍摆了摆手 这齐国当真是性格刚毅 前有许孝宁死 不从 后有一程主官 怒斥陈书勋 李珍 你才是那个暴虐无道之人 你穷兵独武 不为人道 总有一天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 贾路卫说罢 转头看着城墙 双眼一瞪 窜身而出 本官死也不会让等贼子得逞 刷 贾路卫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重重地砸倒在地 其他清兵看到这一幕 双目含泪 愤而出手 但是无奈人数太少 丹州军一拥而上 将贾路卫的清兵斩杀殆尽 陈书勋满脸都不可思议 在他的印象中 这个贾路为胆小如鼠 贪财无度 这 也不是只能质 就让他不做了 但是尽管不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